滚船来 声音之大 震得韩丽的两耳嗡嗡作响 连同同一方向的鬼物 都是一阵的翻滚不定 袁瑶和严丽二女听后 一阵的心惊肉跳 听声音呢 不是四大妖王发出的 那应该还有什么厉害的鬼物 在附近才对 韩丽面索一尘 心中也是大力 但是让韩丽三人 呆了一呆的一幕出现了 这白袍鬼女一听此吼 目光中绿色一闪 身上的鬼气声竟戛然而止 随之犹豫了一下 四周刚刚浮现的白雾 往其身上一卷而回 整个人竟刮起一股白风 直奔吼声传来的方向 飞顿而走了 这对手肯自行退却 韩丽自然不会追击此女 但她望向吼声传来的方向 脸色却有些阴晴不定 嗯 韩兄 我们 严厉忍不住想问些什么 但是韩丽淡淡的一句回答 让此女马上闭口不言了 我们赶紧走吧 可能是六族她们一个也在附近 否则此闺女不会马上 朝着同伴方向顿具的 袁瑶二女觉得此言大为有理 自然是惊慌之下 丝毫意见没有 三个人带着那些鬼兵 立刻朝雾气之外飞射而去 这一次啊 前方再无任何的鬼物纠缠了 同时雾气也渐渐地稀薄起来 一个时辰之后 三人眼前一亮 终于彻底地顿出了迷雾之中 三个人都不禁大喜 当即就要就此远远地顿走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一个陌生之极的男子的声音 从高空中传来 啊 既然有人 能突破我不知的禁止 我还真是小瞧你们了 韩丽袁瑶等人一听这话 心头一震 一抬头之下啊 都目瞪口呆起来 直近在附近鬼物千余杖的高空当中 竟然正两拨人正在那对峙不下呢 其中一伙人呢 赫然是白发美妇和木听 在他们身后站着十几位高阶妖王 八名阴甲鬼王 更远的地方则是数以千计的鬼兵 排布整齐地站立着树牌 阴风阵阵是煞气冲天的 而跟他们对峙的人数量之多 竟是木青等人的数倍 也是一支军队般的存在 这些人足有七八千人左右 一个个身高两丈 体表套着血红战甲 面上正被一件血色的甲面遮挡得严严实实 手中刀枪剑戟 强弓硬弩等东西齐全异常 一个个悬浮在空中 纹丝不动 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精锐 更让韩丽吃惊的是 在这支血色军队中 还有上百辆淡青色的战车存在其中 这些战车是一样古朴 体表青芒闪动不定 上面各自站着十余名血甲战士 手持长歌抚跃等长兵器 而拉车的东西呢 却是两头尸身交手的黑色怪兽 身上同样披着战甲 四肢短而粗大 四肢寒光闪闪 在这支军队的最前方 赫然是三名身座不同怪兽的武将 刚才说话的人呢 就是其中一个身穿紫色盔甲 背背两件金色大锤之人 穆青和白发美妇的目光 也往韩丽三人这边一扫而来 其中美妇面无表情 看不出有什么异样 而穆青却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来 韩丽这心中咯噔一下 不优得暗暗叫苦不迭呀 袁瑶和严丽见到美妇在此 脸色也刷得一下有些苍白了 那名子甲武将不知是何来历 打亮二女两眼呢 就看出袁瑶严丽的底细 不再感兴趣 原来是两个半鬼之身呢 我说怎么能走出我的近纸呢 而后把目光一转落到韩丽的身上 几乎瞬间 韩丽感到一股毛骨悚然的神念 往自己身上一扫 要把自己彻底看透的样子 韩丽这眉头一皱 体内大眼觉略移运转 顿时把对方神念大半隔离在体外 同时神念反向此人扫去 结果在这个子甲武将的一身轻移同时 韩丽神色也为之一动 这名武将身体冰冷异常 竟不是血肉之躯 但是体内也并非什么阴鬼之力 继续朝其他两名武将 以及那一杆血甲兵足扫去之后 除了那位拉车的怪兽之外 也同样丝毫感觉生气没有的样子 傀儡 韩丽的脑中一闪 辨认出了瓷甲武将等人的身份 脸上亚然之色是可想而知了 看这些傀儡的模样 似乎已控制了明河之地的鬼物 否则刚才怎么说出这般话来呢 这三名武将啊 身后的血红甲战士不提 三名武将 傀儡气息各异 应该是被各大神通之辈附身了 穆青和美妇面对这些傀儡 没有马上出手 显然傀儡的实力 并不在二女和那些阴兵之下 否则哪会出现眼前的对峙呢 早就被二女施展大神通 灭纱干净了 而六族和地穴老怪不在此地 再良想到迷雾中刚才传出来的 厉鬼巨吼 看来二者应该被困在其中 并没有破误逃脱 韩丽心念急转 如此地想到 这时候 穆青忽然冲韩丽一挥手 你们二人过来 哎呀 韩丽现在即使一百二十个不愿意过去 也只能顿光一起 硬着头皮飞过去了 参见二位前辈 韩丽到了穆青跟前 以抱拳恭紧地说道 大出 韩丽预料 穆青没有追问 韩丽等人逃离鬼巫之事 反问起那只金元 韩大勇 金灵 为何你在一起吗 现如今他在何处 呃 晚辈也不清楚 先前金雄和晚辈在迷雾中 被鬼巫一冲 早就走散掉了 这其实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韩丽老实地回答 穆青眉头一皱 揍尸了 嗯 穆前辈 对方是什么人 那些鬼巫 是对方布下的吗 韩丽扫了扫对面的傀儡 缓缓地问道 穆青也有些疑惑 我和蓝道友才冲出此物没多久 原本想施法 就此破除整个禁止 结果被这些东西缠上了 尚未来得及仔细查问他们 估计应该跟我们一样 是从外界进入明河之地的 外界之人 韩丽神色一动 穆青的声音凝重几分 韩道友想来已经发现 对面是一只傀儡大军吧 但却无法小瞧 那三名为首的傀儡 都非同小可 就是我们亲自出手 也没有把握真正灭杀的 另一边白发美赴 魏冲回到身边的元瑶二女 问任何问题 反而望向远处的三名武将傀儡 冷冷地问道 老身 不管你们本体是什么 只是在问你们一句 你们将下方的禁止 撤也不撤 紫甲武将声音冰寒地说道 撤禁止 别痴心妄想了 你们这些外来者 单敢闯入我们浮游族圣地 并打圣物的主意 上次闯进来的人也是你们吧 还差点被你们得手了 这一次不会让你们再离开此地的 浮游族 白发美赴面色一变 一旁的母亲心中一跳 韩丽却脑中一皱 脑海中并未有这个浮游族异族的资料 你们知道本族 也好 你们若是乖乖地束手就擒 也许可以饶你们一条性命 否则就算这次还能逃出去 本族也会派人将你们从灵界抹杀掉的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丧子演播的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雅出国 听到子甲武将的威胁之意 白发美赴和穆青互相望了一眼 脸上浮现出凝重之色来 接着二者嘴唇微动传起音来 子甲武将见此冷笑一声 并没有阻拦什么 随着传音的进行 白发美赴的神色阴晴不定起来 而穆青此女则秀眉紧皱 目光连闪之下 似乎也有些拿不定主意 白发美赴这般反问 你们说此地是浮游族的圣地 这话也得有人信才行啊 什么时候浮游族改修阴鬼之地了 这个你们无需知道 你们真以为包围此处空间的明河之水 是凭空生成不成 这 美赴和穆青精神又位置一变 心中对对方的话语不觉得又信了几分 沉默了一下 白发美赴脸上利索一闪 谁知道你们是真的浮游族还是冒充的 就算你们真是浮游族 也只有天福皆的存在 亲自在此 我们还会忌惮几分 现在不过来了一些区区的附身傀儡 也敢说让我们束手就擒的大话吗 这穆青没有出言阻止 但是脸上也陷出一层清气了 紫甲武将听到这些话 面上的双目红光一闪 不再说什么废话 猛然单手一拍坐下的仿佛犀牛般的怪兽 顿时此兽一仰头颅 猛然一吸 呼的一声啊 附近的空气仿佛被一吸而进 在一张口一声嘀吼 一团青色的光球 闪动着刺目的光芒一喷射出 直奔美妇等人击射而去 暴鸣般的巨响 就从青色光球中滚滚而出 美妇脸上一沉 双手一掐绝 背后灰光一闪 一个披头散发的巨大鬼影浮现而出 体型狂掌数倍 一张口之下 同样的一团乌球射了出去 这两颗光球方一接触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 黑光青芒交织之下 两拨人之间形成一道 蘑菇状的巨大云团 轰隆隆地冲天而起 美妇见此 双目凶光连闪 张口发出一声凄厉异常的长笑 顿时背后的数千鬼兵 在八名鬼王的带领下 化作一片片漆黑阴风 冲着对面席卷而去了 对面的子甲武将冷哼了一声 肩头目然一晃 背后挂着的两只大金锤子 一颤之下凭空消失 下一刻出现在他的手里 子甲武将 用低不可闻的声音淡淡自语一声 虽然这是傀儡之神 但也能发挥出我一半的实力吧 说吧 随即双手一抖 这两只金锤 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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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 同时腾空飞出 低溜溜一旋转呢 是金光万道 竟在半空中幻化出上百的金锤虚影 无声无息的朝下方 阴风狠砸下来 八道长笑声从阴风中同时发出 接着八道黑影一闪 八名阴甲鬼王出现在低空处 或跑手中兵刃化作树道黑红 或两手冲虚空狂抓几下 或一张口一股黑霞狂喷而出 各种八股黑光一散而开 竟然化作了一层黑色的光幕 金色锤影一落入其中啊 仿佛鱼入网中般 无法挣脱出来了 自家武将目光一沉不屑地说道 哼 区区雕虫小技 他心中法觉一催之下 网中的金色锤影突然间爆裂开来 黑色光幕在金光中被撕裂成粉碎 接着金色光团一沉之下 就要把八名鬼王全都淹没其中 但是此时 木青出手了 此女单手一翻转 向附近空中虚空一抓 在金光下方 木然一阵浓郁奇香扑鼻而来 随即五颜六色的灵光一闪 无数朵巨花虚影 凭空浮现 轰隆隆一阵巨响啊 花影一下把金色光球硬生生拖起来 拖在了半空中 而由此一耽搁 阴甲鬼兵所画的阴风已经冲到了对面了 子甲武将也不说话 单手一挥 顿时啊 身后这一排充斥着强攻硬弩的血甲傀儡 当即整齐地往前跨了一步 同时开弓射弩 就听到嗖嗖嗖嗖嗖嗖嗖 破空声大作呀 无数血红的箭矢如同雨点般的 落入了阴风之中 一团团血光在阴风中爆裂开来 一闪及时之后 一些模糊的鬼影纷纷从空中 再落而下 但是就在这一瞬间的功夫 阴风就在八名鬼王的带领下 一头扎进了血甲傀儡的大军之中啊 当即鬼哭喊声 杀声震天 无论八名鬼王 还是普通的阴甲选鬼 都没有去招惹那三名武将傀儡 而这三名武将傀儡呢 也并未把这些鬼兵看到眼里 只是全神贯注地注视着 另外一边的白发美妇和木青 至于一旁的韩丽和元瑶二女 自然被他们忽视到一边了 而二女自然也同样凝重地盯着这三只傀儡 那 除了子甲傀儡之外 另有两名武将达本的傀儡 却着实有些奇特 一个 身高四五丈之巨 头生三目 双手提着一柄巨斧 身穿古怪的青色战甲 表面遍布着乌黑的尖刺 闪闪发光 让人看着不寒而地 另一只呢 却只有两丈来高 一身赤红战甲 双头四臂 各持刀枪剑戟 不同的兵器 他们的坐骑倒是一般无二 都是一种浑身血红 酷似水牛的 不知名的怪兽 这两名傀儡 从交战到现在啊 都是一言不发的 仿佛一切的事 都交给子甲傀儡做主了 但是此时 那名三目傀儡 突然开口说道 胡须和这些外来者硬拼 只要拖住他们一时三刻就行 我一通知其他人 一会儿他们辅助那些鬼物 全力击杀另外一波来者后 就可支援我们 子甲武将和双手傀儡 听到这话呀 都丝毫意义没有地点点头 竟似乎 此傀儡才是真正的主事之人 三目傀儡的言语 没有特意地降低 不要说穆青和美妇了 就连韩丽元姚三人 都听得清清楚楚 穆青脸上露出了古怪的表情 而美妇则嘴角一动 露出了饥讽之色 美妇人一转头 冲着穆青黑黑一笑 穆妹妹 既然人家想等帮手 我们不妨一同等等如何 小妹也有此意 就依蓝姐姐之言吧 白发美妇点点头 双手缩回袖中 身后的巨大鬼影悬浮在上空 轻轻地晃动着 穆青也是双手一抱毙 在金花上一动不动起来 这两个人呢 真的一副不打算出手的样子了 而站在他们身后那些高阶妖物和韩丽等人 在没有得到命令之下 自然同样的只能袖手旁观的 对面的三名武将傀儡见此 目光中都闪过奇色 不过此二女的做法也符合他们的心意 他们不参加近在咫尺的战斗 只是远远地盯着美妇人二人 这刀光剑影间 阴风雪光在空中交织不停 爆裂声更是接连不断 不时有散碎的傀儡和化为树截的鬼兵 从空中坠落下来 砰的一声之后 化作团团黑气消失不见了 但是五名合体级的强大存在 却遥遥对峙 互为忌惮之意 雪甲傀儡一方数量众多 并且善于配合 而阴甲鬼兵一方呢 明显个体能力要强大一筹 并且在有八大鬼王加入其中 更是如虎添翼 一时间反将这数千傀儡 杀的是节节败退 大战上风的样子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鬼兵一方呢 明显个体能力强大一筹 并且在有八大鬼王加入其中 更是如虎添翼 一时间反把这数千傀儡啊 杀的是节节败退 大战上风的样子 要不是雪甲傀儡一方 上百战车中的甲氏汉不畏死 并且战车和拉车的披甲怪兽都有些神通 死死缠住大半的鬼王 恐怕形势还会更加糟糕 韩力见此脸上若有所思之色一闪 普通的雪甲傀儡动作迟缓 明显反应不够灵活 只是普通的傀儡而已 并没有被什么神念附身 而白发美副训练的鹰甲傀儡呢 此刻尽险威能 各种兵刃阴风阵阵的一击而下 对离迎战的傀儡遗诏之下呀 往往不是动成黑兵 就是被封刃斩的是七零八落 八名阴甲鬼王更是各显神通 一个个喷云土雾 变成了十余丈高的黑甲巨鬼 投生巨大的牛角 是青面獠牙呀 纵然那些傀儡拼命抵挡 还是被这些鬼王轻易地 撕裂成了碎片 三名武将傀儡 对此情形无动于衷 似乎被灭的部下 对他们根本无足轻重 白发美副和木青 见鬼兵占据了上风 自然更乐得继续观望下去 再过了一会儿功夫之后 血甲傀儡损伤大半 上百战车毁于一旦 而阴甲鬼兵也同样消失了小半 八名鬼王一个个是伤痕累累 白发美副见此 目光中寒光一闪 转眼看了一眼身后的其他高阶妖物 似乎想要吩咐什么 但就在这个时候 雾气深处突然一阵波动 无声地传来 韩丽等人附近的空气 战力般地诡异震动起来 如此异样 自然将雌甲武将等傀儡和美副等人 一下都吸引了过去 可是远处的雾海 除了在震动中剧烈翻滚之外 到处是灰蒙蒙的一片 根本看不出其他的异常 就在韩丽双目微眯之下 也惊疑不定之时 一声沉闷的嗡鸣 从极远之处滚滚地传来 远处一点白光一闪 又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出 雾海中浮现出一轮白色的骄阳 随之狂涨四散 刺目的白芒几乎瞬间就把整片雾海 笼罩其下了 白光一脸后 一股深不可测的灵鸭 在白色骄阳诡异消失之后 肆无忌惮地在空中肆虐起来 不好 这美副等人和三名傀儡 双目不由自主地一臂之后 感到那可怕灵鸭出现 几乎想也不想 同时身形一晃 化作树道惊鸿 朝远离雾气的方向 击舍而走 韩丽反应也不比这几人卖多少 背后双池一抖 化作一道电壶在原地消失 而圆瑶和炎丽却身形骤然间一凑 随即灰色雾气一阵的翻滚 驾驭起一团阴风 飞驰而逃 至于其余的高阶妖物 也是争先恐后的四散陶顿 轰隆隆的雷鸣声从远处连绵传来 一股白蒙蒙的飓风从雾海中心处冲天而起 仿佛一条白色针笼般咆哮飞天 但马上此风柱在雷鸣中一颤 木然崩溃四散开来 呼啸声打起 狂风四下席卷而去 暴风所过之处 仿佛把整个空间撕裂开来 煎鸣声打起啊 那些雾气纵然事先被布下了神妙的禁止 但是被如此狂暴之风一刮之下 丝毫反抗没有的片片溃散 在风中化作了乌有 当韩丽在千余帐外的地方 重新现行出来的时候 并向原先之处望去时 心里暗自一惊啊 只见原本无法望到尽头的浓浓雾海 此刻荡然无存了 只能看到无数股白风四下狂卷不停 他们原先所站立的地方 彻底成了狂风世界 风中暴明之音连绵不绝 无数肉眼无法看见的风刃漫天飞舞 此风暴严烈异常 那些原先争斗的傀儡贵兵们 没有来得及及时逃离之下 都被卷入其中 此刻正在风暴中苦苦地挣扎呢 但是风中传出轰隆隆的爆裂声和惨呼声 无论傀儡还是阴甲玄鬼 几乎同时失手全无了 只有八大鬼王身上的黑光闪闪 还在拼命地抵挡着 但也岌岌可危的样子 美妇见到此情形 脸色有些难看 忽然口中一声尖鸣之音 顿时八大鬼王呼应式地一声厉笑 身形一晃 勉强化作一团团黑球 往同一处击射而去 黑光大放间 八颗光球化为一颗 接着光球表面一芒一阵地流转 又化作了一只数十丈高的巨鬼 此鬼一线心出来 立刻身形一纵 几个闪动后竟冲出了狂风的包裹 然后头也不回地直奔白美妇这边 狂奔而来 这个时候啊 三名傀儡武将 把目光闪闪地望着暴风之地 也不知道想些什么 木然砰砰地沉重的脚步声 从狂风深处一下下地传来 地面都微微颤抖着 而脚步声一下比一下重 一下比一下近 仿佛一个巨无霸 正在向韩丽等人所在的方向走过 速度还奇快无比 不光 美妇 木青等人 和三只傀儡望着飓风处 面上全露出了凝重之色 结果片刻之后啊 一个小山般的黑影 在飓风中隐隐浮现 并一闪的 又大了几分的模样 如此猛烈的暴风 竟对黑影 丝毫影响都没有的样子 韩丽目光中一丝蓝芒闪过 脸上现出恍然之色来 刹那间 一声大吼从飓风深处 传出之后 黑影一晃 一个身高千丈的紫红色巨人 从里边一跃而出 赫然是地穴老怪的 紫穴傀儡 此刻在这个傀儡尖头两侧呀 两名血袍人各站其上 而傀儡头颅之上 一名黑袍人站在那里 正是四大妖王中 最神秘的六族 一见血袍人和六族二人 白发美肤 脸上神色一喜 尚未来得及多问什么 远处的三只傀儡 却目光中绿芒闪动 其中的三目傀儡 更是突然大声喝倒 你们二人 怎么可能活着出来 其他人哪 其他人 你说的是这几个家伙吗 六族淡淡地说了一声 随即袖袍一抖 突然四个圆乎乎的东西 从紫血傀儡上面滚落下来 韩丽宁神一望啊 竟是数颗血红色的头颅 还有头上戴着奇形各式的头盔 你把他们都杀了 一见着几颗头颅 指甲傀儡一惊 一副难以置信 这不可能 他们死人的实力 还胜过我们 还有那么多鬼物辅助呢 哼哼哼 若是你们本尊在此 七名金服存在联手之下 我还真的不得不退避三尺 但附身傀儡下 能发挥出本身实力的一半 就算不错了 如何奈何得了本人 蓝导游 木导游 动手把他们全部杀掉 一个不溜 三个傀儡一听这话 目光惊慌之色一闪 口中一声力喝 走 分散逃走 话音刚落 三名傀儡一催足下的怪兽 立刻化作三道颜色各异的惊鸿 四散击射而走 几个闪动后 就到了数百丈之外 他们坐下的怪兽 竟然一个个身怀怪异顿数 奇快无比 但是六祖等人 似乎早就商量好了 美妇口中一声怪笑 木然化为一股青烟 直奔子甲傀儡击射而去 身后的那名 合体巨鬼 化作一团乌光 紧随而去 木青则单足一彩足下的金花 顿时一个黑色光阵凭空浮现 随之一闪 就连人带花的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在出现时 却已经离那名 双头傀儡不远了 一名血袍人口中一声长笑 紫血傀儡大不一脉 紫红光艳一闪 一下就横跨百余帐之远 直追为首的三目傀儡 三伯人在呼啸声中追出了极远的距离 再一闪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转眼间呢 原地就剩下了韩力 袁瑶二女以及十几名高阶妖物了 韩力见此情形心中一动 就在这时候耳边传来严厉的传音之声 韩道友 趁机逃走吧 此地剩余的妖物 不可能拦得住你吧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桑子演播的 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雅出品 韩力一听到此传音 表面丝毫表情没有 但心中有些异动 还未等他 传音回去 忽然他眉头一皱 一转头 对着身后某一个空无一人之处 淡淡地说了一句什么 什么人 鬼鬼祟祟地躲在那里 韩力的话不禁让袁瑶二女吓了一跳 附近那些高阶鬼物一正之下 也马上如临大敌 盯向了那 一阵大笑声从虚空中传出 韩导游真是了得 金某这点隐匿神通 果然瞒不过你 借着金光一闪 一道金影浮现出来 竟是金灵这只金毛苍原 此猿虽然口中大笑 但望着韩力的目光 却清冷异常 而袁瑶严厉一见此猿 脸色却变了 这只金猿的厉害 他们在地缘待了如此多年 自然清楚之极 二女纵然对韩力大有信心 也绝不信韩力真有能力对抗 恋须顶阶的存在 有此猿再加上其他十几名高阶妖物 想要脱身根本是痴心妄想 韩力目光一闪 不动声色地说道 恭喜金兄也安然脱离险境了 韩某和道友在迷雾中走散 还担心了好久 看来倒是在下多虑 以金兄的修为区区鬼物 又怎会奈何得了 在下虽有些保命本领 但和韩道友相比就差远了 道友以灵匠修为 就可自行走出迷雾 才让金某佩服至极呀 韩某怎能有这样的本事 还要多亏仙子和颜道友相助啊 金灵不知可否的样子 哦 两位仙子 总能有办法走出迷雾 但若不是韩兄出手相助 恐怕也无法应付这么多的 厉鬼凶魄吧 嗯 韩力淡淡一笑 不再说什么 但心念急速地流转着 虽然 他自己自信神通 绝对不在金灵之下 甚至那十几名高级妖物一起出手 他也有七八分把握可以安然顿走 但 这只是在他一个人的情况下 若是带上袁瑶严丽二女呢 却立刻不足一半的把握了 如此大的风险 不足以让他冒险 反正这银河之地如此诡异多变 还是另行寻找机会的好 韩力片刻间就有了决定 当即从容地和金灵 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起来 金元见到韩力一直没有什么异动 当即也放下心来 同样含笑应对着 看起来仿佛是和韩力相交多年的 至交好友一般 就在他们谈话间 天边处绿光一闪 一团绿光飞射而回 顿光无声无息 里面隐隐有一道修长的身影 竟是木青 足彩金花飞顿而回了 韩力先是一正 随即一向此女那类似传颂的诡异顿术 也就恍然了 绿光几个闪动到了韩力等人头顶的上空 并停了下来 显出了木青的清晰身影 金元一躬身 立刻恭敬地问候道 参见主人 嗯 金老能安然无事 真是幸事啊 木青一见金元 脸上再次浮现出欣慰之色 多亏主人当初赐下的几件护身法宝 否则金灵还真的无法在如此多鬼物中 安然无恙 最后更是借助了六族和地穴两位大人的神通 才能走出来的 哦 刚才的飓风 显然是六族道友亲自出手招来的 我倒是第一次知道 六族道友还精通风属性的神通呢 木青缓缓地说道 话语中啊 似乎带着一丝说不清的 莫名的意味 金灵沉声说道 六族大人神通之大 的确大出预料 不过 也就是因此 这些鬼物和傀儡 才能这般容易地被击杀呀 这话也对 在此中显地 六族道友神通自然是越多越好 既然我都已经得手了 他们几位想来也不会拖太久的 木青说吧 点点头 抬头朝其其他的方向天边 眺望了一眼 那也真是凑巧得很 就在此女抬头的一瞬间呢 所望方向极远处灵光一闪 一团黑气浮现出来 随之呼啸而来 片刻之后 此团黑气就流行赶月般地 到了众人面前 黑起一脸 现出了白发美妇来 此女表面看起来丝毫一样没有 但身上的气息 比出发时弱了几分 一副消耗了不少法力的样子 她四下一扫 眉头一皱地问道 怎么 六族和地穴道友还没回来吗 以六族的本领 还有地穴老怪的辅助 怎会比我二人还晚回来呢 此时小妹也不清楚 说不定二人遇到什么意外 蓝姐姐 你的八名鬼王呢 他们不是随你一起去追杀那只傀儡了吗 木青面带奇怪之色的问道 对方施展了自爆手段 他们都负伤不清 被我收进阴云囊中 要暂时休养一下了 倒是六族道友他们 可别真出了什么问题啊 若只剩下你我的话 可就别想图谋名和神辱了 木青微微一笑 想再开口说什么 忽然一阵轰隆隆的巨响 从某个方向传来 传出巨响的方向 赫然是六族等人追出去的方向 听到这般惊人的响动 木青和白发美妇互望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吃惊和意外 美妇惊疑不定 难道是 此话还没说完呢 突然一阵刺耳的肩鸣 从刚才巨响传来的方向爆发出来 肩鸣一入耳 韩利只觉得脑袋嗡的一下 两眼一黑 从高空直坠下来 啊 不好 韩利几乎马上反应过来 立刻封闭了双耳 体内大眼觉迅速地流转起来 但是让韩利面色大变的是 那肩鸣声似乎 根本无视自己的听觉的封闭举动 仍然毫不减弱地 深入到他的神识里 大眼觉 虽然神妙之极 但是方运行到一半 立刻被肩鸣 硬生生打断了下边的运行 让其收效甚微 韩利骇然之下 不及多响 口中一声大喝传出 自己神识中突然感应到针扎般的刺痛 竟对自己施展了精神刺 让其一刺 摆脱了坚明的诡异影响 韩利的身体暂时恢复了控制 心中发觉飞快的一催 身体表面雷鸣声一响 一层金色的金壶 从身上浮现 接着黑白分明的两手 在胸前猛然地护肌一下 一声闷响啊 顿时五色光焰和灰色霞光 同时在两手间爆发出来 翻卷而下 形成了一个双层的光罩 将其护得严严实实 如此严密的防护之下 传到神识中的尖鸣声 一下小了大半 让韩利身形一晃 重新稳住了身形 同样在急坠而落 身形马上要重重地摔落在 地上的乱石堆的样子 那韩利不加思索 单手冲着下方二女虚空一抓 扑斥之声大作 一片灰霞 化作无数精丝 击射而出 瞬间就到了二女面前 灵光一闪 把她们卷入其中 再一拉下 二女就被原磁神光 包裹地卷回到 韩利的身旁 韩利体表外的光霞 灰芒一扩展 将二女护在其中 让二女苍白异常地 脸孔恢复了几分血色 重新悬浮在空中了 这个时候啊 一连串的砰砰声 从下方传来 却是那十几个高阶妖物 无法抵挡奸明 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虽然这些妖物 一个个皮操肉厚 根本不在乎这点高度落地 但却一个个用手 堵住耳朵 在地上拼命地滚动 他们纵然提表 各种护体灵光 狂闪不定 但根本无法 生效几分的样子 韩利倒吸一口凉气 目光一扫其余之人 只见金灵不知何时 已经和木青 站在一起了 下方的金花 而泛起一片片的花影 把二人护在其中 二人似乎并未受到 坚明多少影响的样子 至于另一旁的白发美妇呢 却被一团模糊的阴风 包裹着 身形一动不动的样子 显然坚明对他 也没有多大效果 不过 这三个人此刻呀 全都眼睛不眨地盯着远处 因为在所望的天边处 尖鸣声越来越响 并浮现出一个 让人难以置信的天象 一只赤红色的巨大虫影 在天边浮现而出了 此虫影啊 巨大到几乎笼罩住了 远处小半天空的样子 一对漆黑眼盲 转动间寒光四射 一对半透明的翅翼 仿佛两片光幕 更是啊 在他的身体两侧振动不停着 竟是一只 酷似放大无数倍的 巨大的苍蝇 那差点让韩丽 吃了一个小亏的 尖鸣之音呢 正是此虫影的一对异翅 发出的 此翅翼振动之下一圈圈肉眼 可见的波澜 正四下波动散开 随即好像化为无形 消散不见 但实际上 却化为坚明之音 一直传到韩丽这边 如此远的距离 就有这般可怕的威力 若是在那虫影近前的地方 岂不是根本无需争斗了 单凭翅翼之音 就可活生生 镇死修为低血的对手了吗 但那只酷似苍蝇的虫影 此刻可并不是光 在动动翅翼而已 一对漆黑的覆墓上 竟在喷出无数道 粗大翅红的光柱 这些光柱密密麻麻交织之下 几乎把下方所有的空间 都覆盖其下了 虽然无法感受 这些翅红光柱的威力 但是远远地望去 红色光柱覆盖之处的空间 竟变成了红灿灿的一片 不知是这些赤色光柱的反光而已呢 还是这些光柱 真的点燃了那边的整个空间 而在这些光柱编织成的 红色巨网之下 却正有两个物体在拼命地 躲避着这些光柱攻击 这两个物体也有十余杖之距 但是和那只虫影相比呢 又实在渺小 才让人第一眼忽视了 这两个东西的存在 韩丽目光中蓝芒一闪 顿时看清楚这两个 鬼魅般闪动的物体 其中一个赫然是体积缩小了 数十倍的紫血傀儡 而另一个东西模样呢 却让韩丽大吃一惊啊 那竟是一只 漆黑如墨 头生长须 六只如刀的怪物 此怪物的体积 不比血红傀儡少多少 身上遍布刚须般的硬毛 两只眼睛细长至极 闪动着森然的红光 背后四只乌斥煽动着 竟也是一头巨大怪虫 此虫和紫血傀儡 在离虫影如此近的距离下 竟能抵挡奸明之声 安然无视 并且闪动间 犹如鬼魅的鬼意 一道道红色光柱 看似洞穿两者身躯 但实际上 只是击中了 两片残留的虚影 那名紫血傀儡 在躲避的同时 手中多出了一柄巨斧 一道道半月形斧芒 不停地劈砍过去 而黑色巨虫的攻击 更加诡异了 六只在模糊闪动的同时 一道道尖锐般的黑芒 密密麻麻地暴射而出 两者的攻击 大半都被红色光柱一扫而灭 有少数通过巨网的 却方一接触 虫影十余杖处 就被一层无形之力挡住 纷纷地爆裂开来 美副一看清楚虫影 师生低呼 这是什么 难道是天福级的存在吗 木青瞳孔一缩喃喃说道 相比此事 我更在乎六族道友的本体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丧子演播的 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雅出品 美副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马上脸色难看地说道 木道友 现在可不是争论此事的时候 天福级存在 可是浮游族仅次于真灵的东西 若真出现在此地 我等没有一个人能逃过对方的追杀呀 蓝姐姐放心 难道没看出来吗 出现这里的只是一个天福级存在的化身投影而已 似乎是被六族他们追杀的那名傀儡 借用什么秘术强行召唤到此地的 此虚影一旦耗尽微能就会立刻消失 六族和地穴应该很清楚这点 才会不停地拖延时间的 投影 白发每复一正 随即仔细打量起远处巨大苍蝇般的虚影 好一会儿过后 他长吐一口气 放心地说道 的确只是投影而已 大概只有真正天福二三成的微能 并且投影过来的只是微能 并没有借用主体的神念 否则他们也无法支持这般久的 但就是这样这东西攻击也未免厉害了点 傀儡和六族仍不敢被其击中一下 这是自然 即使只是单纯的微能投影 天福级的浮游族中仅次于真灵的存在 怎是我们可以应付的 二女明白了这虫影的来龙去脉 自然不会再赶过去了 只是在原地远远地看着远处的争斗 静等重影微能耗尽的那一刻 韩丽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脸上不禁闪过几丝异色 眼下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啊 都不是他可以插手什么的 自言是一语不发 这个时候 每副目光一扫 仍在地上打滚的高阶妖物 眉头一皱 袖袍冲下方一抖 一片黑色的光霞席卷而出 瞬间把所有妖物照在其中了 顿时这些妖物神志一清 终于停止了滚动 但仍然一个个浑身无力 无法起身分毫 不过见此情形 美副却没有再出手的意思了 重新扭头盯着远处的巨大的虚影 果然就像木青说的那般 看似威力巨大的虫影啊 在一顿饭功夫后 体表爆发出刺目的鸿芒 随即在轰隆隆的声音中 它突然寸寸碎裂开来 最终化作了一团赤红光霞 溃散得无影无踪了 密密麻麻的赤红光柱 瞬间凭空消失了 光柱之中 一只高速躲避的黑色怪虫 和紫穴傀儡 同时大松一口气 身形一凝 待在原地不动了 但是二者身上的紫光和黑芒 忽暗忽明流转不定 稍稍恢复了一下元气 二者就驱动顿光 向木青等人击舍而来了 片刻之后 紫穴傀儡和黑色怪虫 到了美妇等人的上空 虽然心中早就认定 怪虫是六足所化 木青和美妇二人 还是神情凝重地盯着此虫 结果紫穴傀儡尖头血光一闪 两名血袍人 就从傀儡尖头徐徐地生出 刚才二者竟然一只 藏身于傀儡之中 而黑色的怪虫身上 黑芒一阵地流转 体型迅速地缩小 然后灵光一闪 一下幻化成了人影 一身黑色的长袍 赫然是六足 此刻的他呀 黑色斗篷不翼而飞 脸上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寒厉打量过去 心中突兀的一跳 只见这六足面貌 下半部和普通男子一般无二 肌肤光泽而有弹性 看起来极为年轻的样子 但是上半部双目当中 赫然是一对翠绿的复眼 这复眼双目绿芒转动下呀 让人一看寒气大冒 美副长途一口气 啊 真是六足道友 怎么 难道有对在下有什么怀疑吗 六足在高处双手倒背 不以为意地说道 慕青目光中一色一闪 目然插口 六足兄原来也是灵虫之躯啊 但不知和浮游之族有何关系吗 浮游族 我原本就出身此族 不知这个回答两位倒有可否满意啊 一听这话 慕青和白发美副脸上都变了数遍 美副的声音一下 冷了起来 这么说 六足兄原来就知道此地 故意将我们几人引到此地来的 那些浮游族的傀儡 不知和道友可有什么关联 这一点二位道友错怪在下了 我虽然知道族中圣地的存在 但当年在族中修为低潜 具体位置却一直不知的 在下在地渊待了如此多年 困在现在境界更是不知多少岁月 若早知道地渊又通入此地之入口 又怎会拖延到现在才带各位进入这呢 本人的确无意中发现地渊和明河之地的可以互通 至于浮游族会派傀儡出现在此地 在下是真不知情 据我所知 此处圣地 族中一般数千年才会打开一次 我们距离上一次进入 才不过数百年而已 如此情况下 还能碰上这些傀儡 只能说我们运气时时不怎么样 若是在下和浮游族还有些关联的话 怎会只让这些傀儡进入此地 几位道友的神通 在下还是知道一二的 听了六祖此番言语 美妇和穆青不禁互望一眼 虽然二人都无法从刚才的回答中 找出什么不是来 但是二人都修炼了不知多少年的存在 自然知道对方之言肯定有不实之地 只是一时间无法找出什么反驳之鱼 穆青一转头 忽然问向那两名血袍人 地穴道友 你觉得呢 两名血袍人自浮现之后 就一直站在傀儡的两肩不言一语 现在听到穆青之言 两名血袍人目光 血光闪动一下 互相望了一眼 其中一个淡淡地说道 在下觉得六祖兄不像说谎的样子 要知道 六祖兄在地渊存在的时间 虽然不是最长的 但也绝对不是最短的那位 的确无需做这些小动作 难道两位道友想就此返回吗 我们已经得罪了浮游族 再无法得到鸣和神辱 二位会甘心吗 这血袍人的言语 竟完全一副站在六祖一边的模样 见血袍人这般样子 穆青和美妇不禁又交换了一下眼色 扮赏之后 白发美妇脸上神色一缓 露出一些笑容说道 既然 地穴道友都如此说了 老身和木道友自然信得过六祖兄的 不过 浮游族既然知道圣地中不妥 为何不多派些人手 或者金服级的高阶存在 亲身降临此地 如此一来我们岂不是插翅南飞了 六祖木然神色一丝奇怪之色说道 这很好解释 恐怕浮游族虽然发现我们上次闯入的痕迹 但不清楚我们下次具体的时间 不得不派这些东西常年助手 而这里虽然是浮游族圣地 但浮游族人无法长久待下去 否则轻则修为大退 重则一命呜呼 若是真遇到了崇海大军 我们这些恐怕连骨头渣都不会剩一点 一听到崇海这几个字眼 美副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随即打了个哈哈 勉强一笑回道 六祖兄何必跟我等开这种玩笑 浮游族虽然在灵界其余地方名声不显 甚少有人知道 但是对附近区域的各族来说 威慑之力可不下于灵界那些大族的 又怎会真为我们几个存在 出动崇海大军呢 沐青巨色一闪也镇定地分析 不错 据小妹所知 浮游族出动的崇海固然 连真灵都要褪比一二 也会让他们本族元气大伤过半 不到生死关头绝不会轻易动用 对付我们还不至于如此做吧 六祖目光四下一扫 沉声地问道 想不到二位道友对我们浮游族还真了解不少啊 不错 对付我们只要一名天福存在就可以了 的确无需多此一举 好了 我们赶紧上路吧 浮游族就算再次想派人来 但打开此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起码是数月之后的事 这些时间足够我们找到沈辱在原路返回了 这一次我们固然被鬼物埋伏了一下 但是明河之地的高阶鬼物也被击杀了不少 下边路程会轻松得多 对了 现在你们手里还有多少阴兵和傀儡可用啊 一名血袍人这时候说道 被那些鬼物偷袭一把 我虽然动作够快 但提前收起的傀儡也不足牵纸了 老身就更加糟糕了 不但几只鬼王被傀儡自爆下 负伤惨重 残余阴兵也被六族兄施展的风属性神通全灭了 蓝道友何必说这样的话 虽然当初我们约定 道友只需炼制八千鬼兵即可 但是道友从我们这里拿去的精纯阴气 可远远不止这点数目 道友应该多炼制了一些阴甲玄鬼吧 现在已到了此种情形 可不是必扫至真的时候啊 六族沉沉地说道 白发美副听到这儿 一正之后面上露出一丝尴尬之色 想不到六族兄也知道此事 不错 老身为了以防万一 的确多炼制了五百精润鬼兵 数量虽然不多 但单体实力却比普通阴甲玄鬼胜上一筹的 好 有残余傀儡和这数百阴兵相辅 剩下小班路程纵然还有几处凶险之地 通过也绝不是问题 我知道几位道友也许另有什么打算 但只要拿到了明和神辱 我们就可各奔东西了 你们想如何行动 在下不会过问分毫 但是到达目的地前 几位最好不要分心踏实 并胡乱打什么小算盘 否则 羞怪在下 不留情面 六族的目光在木青三人脸上一扫 充满了一丝威胁之意 白发美副神色一动 木青面无表情 两名血袍人四目一对 血光一闪 几个人都没什么表示 仿佛六族刚才所说从未听到一般 六族对几人表现毫不奇怪 单手一挥口中说了一句 出发 当即化作一团黑光 向原先前进的方向飞去了 下方十几名高级妖物 立刻驱动顿光 跟了上去 两名血袍人见此 四只袖袍一抖 密密麻麻的黑点从袖口中飞出 在落地的一瞬间 纷纷爆发出颜色各异的光芒 化作了一个个 世样不一的傀儡 这些傀儡 显然都是两名血袍人 精心保留下来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在落地的一瞬间 纷纷爆发出颜色各异的光芒 化为一个个世样不一的傀儡 这些个傀儡 显然是两名血袍人精心保留下来的 不但个个完整如新 而且大半都精致异常 这时候白发美副一仰手 飞出一个巴掌大的黑色的皮囊 并用发掘一催 此皮囊 在空中滴溜溜一转之下 带口顿时倒转 从里边喷出了一股黑蒙蒙的阴风出来 飞沙走石之下 一对对身穿黑甲鬼兵浮现出来 这些鬼兵战甲试样 和先前的阴甲选轨差不了多少 只是看样子更加坚固凝厚几分 而且这些鬼兵体型 也略比普通的选轨高上一头的样子 远远看去一个个是猙獰异常 美副一声吩咐 走 就在数百鬼兵的簇拥下 化作一片黑云 滚滚追向六族他们了 袁瑶和严厉二女 只能离开韩丽的身边 硬着头皮跟上去了 而傀儡大军同样是腾空飞起 在各种灵光的包裹下 低空飞动 紫血傀儡就飞在所有傀儡的最前面 两名血袍人 仍稳稳地站在肩头上 见此情形啊 木轻淡然地扫了韩丽一眼 二话不说 玉族一彩 足下的金花 化作一道顿光 击射而去 韩丽目光一瞥 就见到金灵 正似笑非笑地对他说道 韩道友 我们也跟过去吧 一副要和他共进退的样子 韩丽不动声色 点点头 周身清光一闪 化作一道青红追出 而金元 黑黑一声低笑 同样化作金光 紧随而去 数日之后 明河之地的深处 一片灰白色山脉中的石洞前 有庶民形态各异的鬼物 静静地站在那里 这些鬼物 有的被一层青烟包裹 有的呢 只是一条淡淡的白影子 还有的 只是身高树丈的巨大骨架 那个曾经和韩丽交手一次 但又舍弃而走的白袍鬼女 赫然就在其中 但他们 一个个不是断手断脚 就是身上气息极其衰弱 就连那名 让韩丽大感棘手的鬼女啊 一只手臂 连同那诡异的白袍上的一截袖子 也不翼而飞了 竟变成了 独臂之人 这些鬼物赫然都是一副 狼狈不堪的样子 而在这些鬼物中间呢 却有一名身穿血红战甲 脸带面甲的存在 那赫然是浮游族中 血甲傀儡中的一员 从外表上看 这名傀儡和普通的血甲傀儡啊 没有任何的区别 但是四周的鬼物望向傀儡的目光 却带有几丝敬畏之色 竟有些惧怕的样子 此傀儡站在如此多高阶鬼物之前 身形一动不动 望着眼前深邃异常的洞口 目光闪闪的淡淡的绿光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声长长的叹息 从洞窟深处传来 接着一个苍老的声音 从里面悠悠传出 河下身为浮游族使者 竟然在找到老夫身上 不觉得找错人了吗 一听此话音呢 洞口的鬼物立刻神色萧燃起来 那名血甲傀儡的目光中 凌芒一闪 同样开口说道 前辈 在下如此多也是不得已啊 这次迫切闯入圣地之人的厉害 远在晚辈等人想象之外 竟有四五名 和我们金服级相同的存在 除了我之外 其他几人的傀儡化身都已被毁 即使我已发出了求援信号 但下一次最快开启圣地的时间 也要半年之久 如此长的时间 恐怕这些人早就逃之夭夭了 往前辈 看在和本族往日交情分上 出手相助一二 嗯 老夫和你们浮游族有过约定 只是借你们圣地苟延些时日而已 可并不是投靠傅游族的 该付的报酬 老夫当年早已付清了 这次进入明河之地 你们让我召集高阶鬼物协助 我也勉强答应 现在还叫我亲自出手帮你们灭敌 不觉得太得寸进尺了吗 这苍老的声音冷哼一声啊 朕的整个洞窟嗡嗡作响 显得极为不满 这傀儡目光转动几下 竟然这般说道 嗯 江前辈 晚辈并不知道你和本族 有过什么约定 但是以您老神通 对付这几个人 不过是举手勤劳之事 要是前辈觉得不便出手 若是肯将五龙斩 相借晚辈一用 也是同样可以的 这老者好像想到了什么 不太高兴的往事 声音一寒 五龙斩 是老夫手中数一数二的质宝 老夫为什么要借给你 当日老夫为了进入明河之地 可是向你们族中几位长老 付出了足够的代价 这血傀儡 心中突兀的一跳略以犹豫 单手往身上一摸 血甲中掏出一个漆黑小瓶来 拇指那么大小 但是精美异常 晚辈出发前 族中长老赐下一小瓶 因水魁精 在下愿用此物 换取前辈出手一次 因水魁精 苍老的声音一宁 似乎有些吃惊了 此傀儡感应到对方的迟疑 心中大定了许多 朗朗地说道 不错 此物 十余万年 才能形成一点 整个灵界也找不出多少 可算是 西式之真了 嗖的一声啊 从洞窟中飞卷出一股黑霞 一下把傀儡手中的小瓶一卷而走 带回到洞窟里 薛家傀儡丝毫阻拦之意都没有 片刻之后 苍老的声音再次传出 但声音中隐隐有一丝高兴之意 不错 的确是阴水窥精 看来你们族中那些老家伙 早就在算计我了 那前辈是答应了 我答应是答应 但是老夫 与你们族中长老约定好的 需要替你们浮游族镇压住 此空间的阴气反噬 这段时间 此地的阴气支援不太稳定 我离开此地是不可能的事 你就拿我的五龙闸 走一趟吧 苍老声音略迟疑 如此说道 血甲傀儡大喜 多谢前辈 有五龙闸在手 晚辈一人就可敌五名金服极存在 灭杀那几人 绰绰有余 既然你同意 解宝吧 这洞里的人倒是利索得很 口中一声低喝 一道荧光从里头飞射而出 一闪之后 到了血甲傀儡命前 停在了空中 血甲傀儡盲宁神一望 只见 看似普通的银白色闸刀 悬浮在那里 表面除了光亮如镜外 竟看不出丝毫奇特之处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丧子演播的 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雅出品 这血甲傀儡抬起手中的闸刀取到手里头 又仔细地观察一遍 目光中闪过一丝惊意 呃 前辈 这 这真的是五龙闸 哼哼哼 怎么 还怕老夫糊弄你不成 不敢 只是这闸刀 血甲傀儡心中一领 忙想解释几句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手中闸刀一颤 木然五指一震 脱手飞出 慈宝在空中一个盘旋之后 荧光大放 接着树生清明的龙吟声后 五条巨大的蛟龙虚影 在闸刀上空徐徐浮现 一个个颜色各异 张牙舞爪 声势惊人之际 苍老的声音傲然说道 五龙闸 是当年老夫在其他大陆游历之时 斩杀五条大神通恶骄 用他们的尸骨和惊魂 凝链而成的质宝 当年一炼之出来 就登上了混沌万灵榜之上 而且还是通天灵宝中 名列前茅之物啊 让前辈见笑了 晚辈一等除掉那几个外来者 立刻就把此宝 物归原主 血家傀儡 见到闸刀如此异象大喜 再不迟疑 急忙一手掐绝 顿时闸刀化作一道银红 没入到他的袖口里 苍老声音这时候又说出一番话来 五龙闸 我早已修炼得心神合一了 就算将其破空带出此地 我一念之下也能破空收回 而且就算宝物借你了 要发挥出全部的威力 也不是你可以做到的 更何况 你还是附身的傀儡之躯 我传你一门法诀 用激发神念之力 来掌控五龙闸吧 虽然发挥出此宝的威能 时间不会太长 但用来对付外来者也足够了 但使用了此法诀 你附在傀儡上的神念 可就要大损 甚至会影响你的本体 你还会如此做吗 听到这话 傀儡双目绿光一闪 片刻后说道 我们一行人 若是不能阻止这些外来者 就算安然返回族中 也定是要受到重罚的 晚辈宁愿舍弃一些神念 拼上这一把 好 你能如此想就好办了 听好了 我直接把口诀 传给你 这苍老的声音的主人 黑黑一笑 接着声音全无了 但是 血甲傀儡却目光闪动不停 露出凝神之色 似乎在用心听着什么东西 过了一会儿之后 傀儡长吐一口气 冲着洞窟拜了一拜之后 说出了告辞之言 多谢前辈赐述 晚辈就不再多留 去准备了 慢着 还有一瓶丹药 给其他鬼物服下吧 这些鬼物只要恢复了元气 还是能助你一臂之力的 老夫可不会占你们的小便宜 苍老声音刚一说完 一股怪风从洞窟中狂选而出 当狂风消散之后 在傀儡面前 多出一个白色的玉瓶 血甲傀儡 见此自然大喜 当即把这玉瓶收起来 就此败泄告退了 那些鬼物 也一声不吭地 跟着傀儡 向外走去了 同一时间 六祖等人带着队伍 正经过一片枯木树林的上空 从树中密密麻麻地 飞出一大群骨架来 这些骨架看起来 是某种重受死后的骸骨 前面前肢巨大异常 仿佛两根巨型的骨刃一般 身体呢 则被一团团的黄气包裹着 直冲向低空处的 众傀儡和阴兵 而六祖等人 为了节省法力没有出手 但是那些傀儡和鬼兵 毫不客气地 用各种攻击迎头痛击 一片片的刀芒剑气 和一股股的阴风 从高处席卷而下 把这些骨架全都打得七零八落 但是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无论这些骨架毁坏掉 何种程度 哪怕已经碎成了无数片 但是一掉入下边的枯木林中 马上就重新凝聚在一起 恢复如初了 然后再次气势汹汹地 冲上空中 这些东西仿佛不死之躯一般 韩丽在队伍中 同样未曾出手 但是看到这一幕 神色是微微一动 幸亏队伍中 还有傀儡和众多鬼兵存在 否则这种东西杀不胜杀 怪不得六族等人事先 一定要带这般多的傀儡和阴兵上路的 在轰隆隆的爆裂声中 一行人在傀儡和阴兵的掩护下 足足飞行了大半日 才最终飞出了这片枯木林 刚一飞出枯木林 这些重受骨架 在被击碎之后 落在林外的地面上 却纷纷化作一团团的黄光 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其他枯架见此 仿佛有灵性地 马上往前止步不前 接着纷纷掉头 返回到枯木林中 韩丽见此 心中不禁嘖嘖称奇啊 看来这枯木林中 肯定有什么玄机存在 要不是六族等人一心赶路 韩丽都很有意到下面 查探一番的 队伍飞出没有多远 前面出现了一片乌黑的湖泊 这湖面是有黑如墨 并且弥漫着淡淡的绿雾 一看就不是什么善地 但是六族在前面毫不在意 带队一头就扎进了薄雾之中 没多久 雾气中再次传出喊沙的声音 一个月后 在上千傀儡和数百阴兵 损伤殆尽的情况下 六族一行人 远远看到了一片灰蒙蒙的山脉 终于到了此行最终的目的地 藏有鸣和神辱的阴谷山脉了 此刻队伍中除了木青 六族和几个妖王之外 高阶妖物寥寥无几 以韩丽和金灵的神通啊 二人自然是同样无视的 袁瑶和严丽二女 这一路上遇到数次危险 但在韩丽的照顾下呢 只是负了点小伤 总算呢 没有把性命丢在路上 此刻队伍离山脉 百里外的地方停了下来 几名妖王神色凝重地聚集在一起 在此商谈起什么事来 韩丽望着远处的山脉 心头沉压压的 这后半截路程可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原本呢 以明和之地的凶险 自己总有办法找到机会 逃离鬼婆等人身边的 但是没有想到啊 后面的路途虽然遇到麻烦不小 但再也没有遇到可以把几名妖王 全都吸引开的危险 并且金陵这个通陵苍元 仿佛也得到木青什么指示 几乎是寸步不离韩丽的身边 更让韩丽郁闷的是 他发现此陵园 也精通某种陵墓神通 即使他想施展什么隐匿之法 也很难逃离对方的监视 当然了 如果是韩丽一个人 他大可以借助太医化轻服 远远顿走 想来对方还是无法破除此服的 毕竟随着韩丽法力的增强 此服录施展起来 隐匿神效也远非从前可比了 但是不带上元瑶二女 体内的四大妖王的印记 就无法清除 如此的话 韩丽又能跑出多久呢 韩丽王这远处的灰色山脉 心中不停地思量了什么 按照六族等人所说那所谓的明和神辱 就应该身处这山脉正中心之处 虽然穆卿六族等人 始终未透露这种神辱有何种效用 但是连六族这等合体巅峰存在 都不惜冒着陨落危险进入此地 就可想而知此东西的珍贵了 不过明和之地 即是浮游族圣地 这等天才地宝 附近自然是尽质重重 可不是那般好取的 不知道是布置了什么可怕禁止 还是另有什么利害存在守护着 韩丽的心中 警觉一线 木然的一回手 向传音交谈那些妖王望去 只见六族等人正用目光 向他这边扫过来 他们脸上神色各异 并且引现火爆之意 竟似乎有了争执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脸上浮现出绿色来 至于白发美妇 也一脸的肘肘不绝的神情 倒是那两名血袍人呢 脸孔在血光遮蔽下 看不出什么表情来 这些个妖王都在一边的传音交谈 一边用眼角不时地撇向他 韩丽心中一沉 这些妖王正在谈论他的样子 虽然韩丽不知道 他们谈论的具体的内容 但是此刻提及他 自然不会是什么好事 韩丽按住心中的不安 把目光收回来 再次向远处的山脉望去 目光闪动不已 足足一顿饭的功夫之后 韩丽耳中突然传出六足 冷冷的声音 韩道友 你过了一下 我们有事情需要你去做 韩丽抿了下嘴唇 身形一动 徐徐地飞了过去 韩丽一到六足 木青等人的身边 双手一抱拳 平静异常地说道 不知几位前辈有何吩咐 六足一对副眼 毫无感情地在韩丽脸上一扫 而木青和白发美妇的表情 都有些难看 忽然六足单手一抬 手中多出一颗黑幽幽圆珠 让韩丽细看 韩道友 你看看此物 韩丽一见此物一正 觉得此物大为眼熟 不禁 凝神细望极眼 但这一看不要紧啊 黑色圆珠表面 乌芒忽然一闪 一道纤细黑芒 从珠子里闪电般地射出 不好 韩丽暗叫一声 刚要躲避 但四周空气木然一紧 仿佛金刚般地坚硬 把她的身形 一下控制得死死的 竟是一旁的木青 美妇同时单手一抬 施法制住了她 这 纵然韩丽满身神力 但在两名合体器 存在出手下 也只能身上金光一闪 身形微晃两下 就再也不能动弹分毫了 黑丝一闪即逝地 没入了梅雨中 不见了踪影 韩丽脸上黑光一闪 双目顿时变得呆滞不灵 神情舒缓下来 不再有挣扎之意了 远处的圆窑 严厉二女目睹此景 顿时大惊失色 未等二女有任何的举动 眼前血光一闪 两名血袍人呢 诡异地出现在二女的身前 啪啪两声 两道血符贴在二女的肩头上 顿时血符一下爆裂开来 化为两棚血丝 瞬间把两女拳头包裹在其中了 一个血袍人单手一掐绝 顿时血丝一闪地 没入二女体中 圆窑和严厉只是身形一阵的麻木 瞬间失去了知觉 失去了对躯体的控制 但神识还清醒异常的样子 二女目中满是惊怒神情 但偏偏呢 连脸上表情都无法控制分毫 显得慕然之急 另一个血袍人淡淡地说道 本座的空体符 可以控制他人身体的一切 甚至连体内的灵气调动 都可完美地控制 你们纵然神志清醒 但我一日不解除此符 你们就一日只是个活死人而已 随即两名血袍人袍子一抖 顿时化身两片血光 把二女一卷向远处飞射而去 几个闪动 他们就带着圆窑和严厉 出现在原来之处 而这个时候 六族正对着手中的黑色圆珠 打出一道道法觉 同时口中念念有词 片刻之后 圆珠一声低鸣 忽然一阵脱手飞出 一闪后 竟稳稳地镶嵌在寒厉的梅雨中间 仿佛形成了第三只眼 此珠表面黑幽幽 乌芒闪动不定 显得诡异至极 六族望着韩丽的表情 露出了满意之色 六族有点可惜地说道 这颗资裂凶兽的眼珠 是我新年得到的宝物 可惜啊 此宝和我本身功法大相冲突 无法融入体内 只能将其炼制成一件 射魂的异宝了 白发美副望着韩丽开口问道 六族兄 这小子修为不高 但一身的通灵本领 颇为诡异 你确定能控制住它吗 我和木道友忍痛放弃了 磨坟中之物 可不希望再出什么插尺啊 蓝道友放心吧 此猎兽是何等存在 那是能和真龙相提并论的真灵 用它的破灭法木炼制的射魂宝物 哼 不要说一个化神级存在了 就是你我这样的存在 被贴上此珠 贴身震住神魂 也只能乖乖地束手就擒 道友要是不信 可亲自体验一下此珠的威力 木青在一边说道 道友都如此说了 我二人怎会不信 只是气身还觉得太可惜了 为了磨坟中的宝物 我和蓝姐姐都可做了诸多准备 现在可都无用了 所谓磨坟 不过是西年 几个外空魔头无意中闯破 闯入明河之地 被当时的浮游族长老联手击杀 顺手埋下之地而已 这些外空魔物的确有些不可思议的神通啊 至于你们口中的宝物 应该是他们尸体经过如此多年的阴气滋润 某些特殊部位自行通灵而已 这些宝物虽然用途不小 但如何能和神乳相比 不要忘了 只要服下神乳 再用它突变全身 可让身躯立成通灵之体 以后控制的天地元气 从此刻增幅数倍 如此一来 我们修炼成真 就不是梦想了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真有机会 飞升真仙界的 木卿有些无奈 这些事情不用道友说 小妹也是明白的 但是魔坟中的一件宝物 对我来说极为的重要 否则我又怎会花如此多的心思 拉拢着含小子 不管那宝物对木道友有多重要 现在我们要想赶在 浮游族援兵来取宝之前 只能用些特别的手段 才能尽快破除禁止 并将鸣雷兽引开的 还是木道友宁愿想要磨坟之宝 而打算放弃神乳了 神乳我当然不会放弃 两者只能舍其轻了 木卿还是下定了主意 一个血袍人这时候黑黑一笑 这就对了 再说我让韩小子引开鸣雷兽 他也不一定一命呜呼的 万一命大未死 木道友人有机会去磨坟收宝啊 那鸣雷兽是何等凶横啊 他若能在此兽口下逃生 就真算是福大命大 不过地许老怪 我们刚才只说禁止住韩小子 你怎么连蓝道友门下两个丫头 也给禁止住了呢 木卿 木光一扫血袍人的身旁 变得木无表情的圆窑和严厉 木妹妹不要惊讶 是我传音 让地穴道友亲下那两个丫头的 反正那小子无法派上用场 若还放任这两个丫头到处乱跑 恐怕有些麻烦 他们身上的精纯阴气 正好有助于老身炼化神辱啊 木卿一听此言闭口不说话了 六族这时候说道 既然人都已经擒下了 下面就按计划行事吧 我们先合力破除禁止 再控制韩小子 放出辟邪神雷 将那头鸣雷兽从神池边引开 如此的话 我们就可以顺利地拿到神乳了 白发美副谨慎地问了一句 那鸣雷兽非同小可呀 辟邪神雷真可把此兽引开吗 别偷积不成十把米呀 鸣雷兽最喜欢吞噬雷电 辟邪神雷身为灵界五大神雷之一 此兽怎可轻易放过 六族兄这般说老身就放心了 的确倒有 最后那面通天墙 还是要靠你的子血傀儡来破除了 六族一转身 对着两个血袍人说道 一个血袍人低笑一声 我二人之所以炼制子血傀儡 不就是为了今日之事吗 嗯 当即几个人在商量了一下小半时辰 确信一切细节都没有问题 就带着金灵和残余的高阶妖物啊 向灰色的山脉飞顿而去了 韩丽和元瑶二女 不用他们再动任何手脚 就自行驱动顿光 跟了上去 百余里的距离 对这些妖王来说自然是转眼间就到了 六族等人在一进入山脉之后 神色骤然间变得凝重起来 拳头不断地左右旁顾 一个个小心之急的样子 但是这一段路程出奇地顺利 不要说什么厉害鬼物了 就连一只阴魂一行人都未碰到分毫 结果一个时辰之后 几个人横穿了灰色山脉的小半部分 前面豁然一亮出现一个巨型盆地出来 此盆地一眼望去 足有数十里宽广 四周都被连绵不绝的灰色丘陵围住 而在正中间的盆地 却是被一层阴黑色的光幕覆盖住 此光幕漆黑异常 让人根本无法透视里边的情节分好 望着此光幕 六族等人顿光一停 四下仔细地打量起来 幕青喃喃地说了一句 幸亏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已经将此地外围那些鬼物都灭得差不多了 否则现在再到此地的话 要大费一番手脚吧 一名血袍人长吐一口气说道 上次我们没有想到的 在禁制中竟然藏着一只鸣雷兽 让诸道友猝不及防 葬身在了此地呀 那只成年鸣雷兽 实在是不可力敌的呀 好了 开始行动吧 将这玄光照先破除小半 把那只雷兽引出来 下面就看幕青道友的 天花乱叶尽致的藏匿功效了 幕青慎重地说道 只要不主动出手 我亲自主持的天花乱叶阵中 鸣雷兽不可能发现我们的 但是此法阵非常耗费法力和神念 无法坚持太久 一定让那小子尽快把此雷兽引开才行 最好引得远点 这不清楚 我会将我收藏的一件飞行医宝 给他使用 的确道友 你一会儿给他加持几张独门符录 蓝道友 你的那杆乾坤帆也给他带上 听到乾坤帆之名 白发美妇脸上顿时献出不舍之色 美妇有些愁愁 真要给 给这小子乾坤帆吗 他虽不是通天灵宝 但是单论防身奇效 甚至比某些通天灵宝都墙上树筹 这万一出什么意外 六足眉头一皱 道友应该很清楚 只有韩小子多将鸣雷兽拖延些时间 我们才越安全 等事情完毕后 你再把此番收回就是 我们三人中 也只有你手中有此宝 无需多少法力和口诀 就可让其驱使护身的 唉 也罢 算便宜那小子了 郁闷了一会儿之后 这白发美妇终于郁闷地两手一搓 顿时一团白萌萌的光芒暴射出来 随之一杆银白色的小帆浮现而出 此帆上面霞光闪闪 符文若隐若现 一看就不是一般之物 美妇也不多说什么 伸出一根白皙手指 冲着银色小帆一点 嗖的一声啊 这小帆化作一道荧光 冲到韩丽的近前 击舍而去 六族嘴角动了一下 也不见其有任何举动 韩丽眉宇间的眼珠一闪 目然间袖袍一抖 一股灰霞喷出 一扫把这荧光卷入其中 收入到袖口当中了 接着 他又站在附近一动不动了 神色自始至终 未变一下 仿佛真的毫无自主意识 但其身后的血光一闪 一名血袍人 诡异地浮现在的身后 一掌手掌 啪啪几声啊 连成一片的闷响声传出 这血袍人 竟把十几张俘虏一口气 都贴在韩丽的身上了 韩丽身上顿时血光影现 气息一下呀 强了小半多 而几乎同一时间 木轻身形徐徐飞起 在附近找到一块隐蔽之处 忙下一落 金花一闪 溃散消失 此女双足踩在了地面之上 木轻足上的鞋子 突然间无故自然起来 在一团诡异的火焰中 一对白嫩的狱卒 裸露出来 双袖一阵的轻盈的飞舞 顿时密密麻麻的光芒 从长袖中飞射而出 然后纷纷没入附近虚空中 不见了踪影 随即一个黑色光阵一闪地 浮现出来 但狂闪几下之后 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随之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了 在木轻悦耳的咒语声中 此女的双足忽然间 由白变轻 幻化成了粗大的树根 并向腿部迅速地蔓延上去 几乎一眨眼的功夫 木精从腰部以下竟然彻底地化为树木之躯 树根一阵蠕动之后 深深地扎入地下 十几丈的深处 马上附近原本有些光秃的地方 忽然无数的野花 从地面纷纷冒出 并瞬间开花结果 把这数百丈变成了百花齐放 匆匆郁郁之地 黑色光阵再次在地面闪现出来 这些花草树木恰好都在光阵之中 竟诡异的一株都未露到外界 绿蒙蒙灵光一闪 无论是树木花草还是中间的木青 全都模糊不见了 一边六族目睹此景啊 当即用神念网木青的隐藏之处一扫 结果双目一亮 好啊 木道友的天花乱夜 果然神妙 只要那明雷兽不是存心搜查此地 的确是无法发现我等 说吧 六族随意招呼其余之人 身形朝那绿色光幕飞了过去 两名血袍人 紫色傀儡和白发美妇等人 纷纷跟了过去 绿光一闪 一群人影诡异地在虚空中消失了 原地就剩下了韩丽孤零零一个 但片刻之后 他眉宇间的圆珠一闪 徐徐朝黑色光幕上方飞去 就大摇大摆地悬浮在高空中 一动不动了 在禁至遮蔽下的六族等几名妖王 则从身上各自取出了一样血红短刀 长不过三尺 刀刃翻卷是样奇特异常 一声招呼之下呀 几个人纷纷把妖力 往手中的血刃上灌注而入 顿时血盲大放 颤动不已 仿佛一条条血舌 在他们手中摇头摆尾一般 血刃一阵低鸣 几个妖王全都是一副叙事待发的模样 谁都没有注意到 空中看似木然的韩丽 缩在绣袍中的两只手掌 悄悄地动了一下 一时 手中灵光一闪 一只银色的浮露浮现在他的手里 另一只手中却无声地滚出了七八颗青色的圆珠 韩丽竟然并没有丧失神识 还保持着自主的意识 不过这时候的他心中一边富匪不已 一边躊躇不绝之极 那先前他被沐青等人禁止住身躯 被一丝黑芒射入体内的时候 也以为自己是在劫难逃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啊 黑芒只是一开始让他神识模糊了片刻 等到黑色圆珠一嵌入眉宇间的时候 暗藏头颅中的破灭法木 忽然自行激发起来 将从黑色圆珠中不停放出的一道道 射神黑丝全都吸纳得一干二净 让他的神识立刻清醒如初了 韩丽自己也有些莫名其妙 但是等六族一说圆珠 是资裂凶兽的第三颗妖目 炼之而成时 韩丽才恍然大悟了 深具破灭法木的韩丽 能将铜元之宝放出的神通抵消吸收 自然不是奇怪之事 六族纵然老谋深算下手无情 但也绝没有想到 韩丽本身就修炼有破灭法木的 韩丽心念一转之下呀 当即决定将计就计 看看能否借被智模样 寻找脱身的机会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六族等人让他去引诱什么 鸣雷兽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他们一个个都惧怕异常的样子 可见这个鸣雷兽的凶恶了 以他的本意呢 自然一百二十个不想当这个替死鬼 但是如今在几名妖王虎视眈眈之下 只要稍微有什么异样的波动 那么恐怕立刻会让六族等人察觉到 他们呢自然不会光有资猎之木 这种控制神识的手段 到时候另用其他秘术控制 可就真的糟糕透顶了 虽然凡胜折磨弓 可以把神念紧锁于神魂之中 但是对方恼羞程度之下 魂飞魄散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 韩丽表面上丝毫异色没有 但是心愿极转 同时感受着体内澎湃异常的灵力 也不知道地穴老怪啊 给他加持的是何种血浮 竟让他体内的血液一热之下 体内灵力瞬间大涨小半 这让韩丽啊有些骇然 虽然这种临时激发修为的秘术 多半有一些后遗症 但是现在的情形如此危急 修为能增加一些 倒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除此之外 韩丽抓着银色俘虏的手掌又是一闪 一杆寸许长的白萌萌的小翻也浮现出来 正是那杆乾坤翻 此翻看起来毫不起眼 但听六足之言 并且以白发美妇那般不舍的模样 可见此物的珍惜程度了 也不知道此宝本身就无法炼化呢 还是白发美妇故意不加以炼化 上面没有丝毫神念 痕迹残留其中 而韩丽的神念 往小翻上一扫 就发现此物操纵啊 极为的简单 应该可以轻易地发挥其威力的 六足既然让白发美妇 把此宝借给他呢 显然这东西可以抵挡那明雷兽几分的 否则根本不必多此一举 由此宝外 加上韩丽本身准备的几招后手 在一心逃命的情况下 也不是没有机会 从这个明雷兽口中逃生的 这明雷兽应该本身顿速 并不是奇快 足可以让他 有逃开一段距离的机会才是 否则六足等人 何必多此一举呢 而若是异动下 被几名妖王识破了伪装 虽不是说没有机会逃掉吧 但体内有印记情况下 又真的能逃到哪儿去呢 所以还不如冒险一搏 继续伪装下去 只要能逃出明雷兽的追逐 和这些妖王一分开 他就可以暂时压制住印记 反明为暗的 然后趁机夺了 原谣严厉二女 逃之夭夭 就可最终保住性命 韩丽脸上丝毫表情都没有 但是心中啊 终于有了决定了 而就在这时候 下边的六祖等人 终于出手了 一声低喝之后 树口血刃一颤之下 同时喷射出树骨粗大血光 狠狠斩在黑色的光幕上 显然这些血刃 是几名妖王专门准备 对付尽致的宝物 血光方一接触光幕 顿时啊 如同树颗石子 砸入了水面当中 整个光幕 默然间波动起来 并随着血光的不断展上 光幕本身也散发出嗡嗡之声 突然一声低沉的售吼 从光幕中传出 借着雷鸣声大作 游远极近地变大起来 六祖脸色一沉 手中血光一停 急忙低声说道 没东西来了 快收手 这血袍人和美妇人 心中一领呢 手腕一抖 停止了攻击 几乎与此同时 木青手中血刃一闪消失后 两手一夹绝 变成大树的下半身 绿光一闪 催动了足下的禁止 无形之力大作 把众人的所有气息 都遮蔽得一丝不漏 远远地看去 此地空荡荡的 似乎一切都在和六祖等人 出道之时一般无二 而此时的韩力 梅雨间乌芒一闪 通过炼化的破灭法目 直接接到了六祖 发出的吩咐 韩力慕然之急地 两手一搓 一声霹雳之后 一层金色电弧 从体内浮现而出 护住了全身 接着 袖袍一抖 那杆白色小帆 飞了出来 此帆不用法觉催动 立刻化为了一股 黑白之气 围着韩力上下盘旋飞舞 灵气中黑白颜色交织之下呀 隐隐浮现出一个个 大小不一的太极图案 神奇异常 背后 同时清白之光闪动 雨翅一下展开 变得晶莹异常 微微地颤抖不停起来 韩力 一副做好了准备的样子 不远处的黑色光幕表面 荧光一闪 突然被一道粗弱水缸 粗大的银壶撕裂而开 此银壶在空中一个盘旋 里面隐隐有什么东西存在的样子 尚未等韩力细看 神念当中 立刻接到了六祖 有些焦虑的催促 竟是让他不惜任何代价 急忙逃之夭夭 韩力一接到这个吩咐 想都不想 背后双翅一盏 一股清风吹来 人也在原地随风消失了 此时啊 银壶光芒一脸 现出了一头 马军那么大小的黑色怪兽 那此怪兽体型不算多大 外形酷似大狼 但背部遍布鳞片 头上生有银色的独角 双目金黄 四肢有粗色的银色电弧盘绕着 那这正是六祖等人畏惧异常的鸣雷兽了 此兽这个样子呢 倒不太凶恶 但是方一现行出来 双目立刻被顿到数百丈外的韩力吸引 那不应该是被韩力身上的辟邪神雷所吸引了 这鸣雷兽原本阴沉异常的目光 在一看到韩力身上浮现的金色电弧 目光马上变得火热飞长起来 此兽双目四下一扫 并未发现什么异样 口中一声低吼 四肢一动 立刻化作一道银壶弹射而去 也不知道此兽动用了什么顿术 四肢银壶大帽 雷鸣声不绝 一窜之下竟然顿出了上百丈之遥 只是几个闪动就要追到韩力的样子 韩力虽然没回头 但是自然感应到了此兽的来势汹汹 当即心中一紧 不禁暗骂一声 此兽的顿术并不快 恐怕也是六祖等人眼中而已吧 对自己来说 绝对是还能构成致命的威胁的 当即不敢再有任何隐瞒了 原本雪白的羽翅突然间 一个化作五色灵光 一个变成了青萌萌一片 两只翅膀同时一扇之下 这韩力竟一下化为了一根五色青丝 闪入附近的虚空 不见了踪影 再一闪的从虚空中浮现出来 人也到了极远之处 论顿素 丝毫不比身后的鸣雷兽 曼上多少 二者一前一后 眨眼间到了天边处 在狂闪几下之后啊 就踪影全无了 再过了一小会儿 绿光一闪 六祖美赋等人 闪现而出 六祖心急地吩咐道 快些动手 韩小子不会给我们 争取太多时间的 赶快破掉金纸 几个人手中血刃一亮啊 树到血光再次展出 这一次 血光方一喷出 立刻化作一条条血胶 张牙舞爪的直扑而出 威能明显是远胜上次 当一只巨大虫影在六祖头顶闪现上空浮现 张口一喷 一个黑色光柱而出 而紫血傀儡在血袍人的招呼催动之下 体型狂掌数倍 穆青此女呢 则下半身深入地面深处的根须 随即收缩复原 那转瞬间呢 就和平常人一般无二了 接着她手中的血刀 略以模糊 朝虚空飞快地挥动几下 扑斥一声 树道血光蜂拥而出 但又连结在一起 化作一道巨型的刀芒 劈斩而去 血芒 黑光如同狂风暴雨般地 在光幕上连连闪动 让其忽明忽暗起来 片刻的功夫 紫血傀儡已经狂掌数千丈之高 仿佛天地神灵般两手一横 一口紫色大幅浮现出来 双手持斧挥动成一片紫芒 对准黑色的光幕狠狠地斩下 仿佛打雷般的沉闷声响 连绵不绝啊 无数浮影同时 斩在了光幕同一处上 而白发美妇 却只是狂催手中的血刃 并没有再施展什么神通 就听到嘶啦一声 纵然此曾尽致 神妙无比 但在如此多合体级的联手下 还是被硬生生 击出一个直径十几丈的大口 虽然猎口马上光芒闪动 要再次合上 但这点耽搁 对几名妖王来说 却绰绰有余了 六族大喜手一扬 顿时击射出八团蓝光 随即狂掌变大 好 我用秘术把入口固定住 竟然是八根淡蓝色的柱子般的法器 全都一下没入裂口当中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蓝光一闪 裂口化作一个四方通道 四臂都是光滑的蓝色晶石 仿佛在光幕上早就镶嵌好了一般 六族狂笑一声 主位道友 在下先行一步 纵身化作一道黑红 一个盘旋 积涉而入 两名血袍人互望一眼 其中一个从紫血傀儡上 一跃而下到了地面 另一个则是单足一彩傀儡 紫血傀儡身形迅速地缩小 化作树杖大小 几个闪动后 和剩下的血袍人进入了黑色的光幕 哪不知这两个人怎么想的 竟留了一个人在外边 白发美妇看了一阵 而另一边的木青呢 却两只长袖四下一阵的飞舞 无数光芒从四面八方的射来 全都一闪没入了袖口中 他把布下的禁制 全都收得一干二净 木青冲着白发美妇一笑 提醒说道 蓝姐姐 你两位弟子还要一起带进去吗 虽然明雷兽已经被引出来了 但谁知道里边还有没有其他危险 他二人修为如此低劣 可必陨落在里边了 姐姐不想让一分苦心白费吧 金灵 你守在外面就可以了 说霸吩咐了一声金元 也足声金花飞了进去 金灵微微攻身 果然站在原地不动了 白发美妇却眉头一皱 目光朝呆呆站在一旁的 袁瑶和闫丽望了一眼 冷笑一声 放在外边 老身更加不放心 你们两个跟我进去 此女单手一掐绝 瞬间放出了一团灰蒙蒙的阴风 把自己二女全都一裹而起 接着呼啸地进入了裂口当中 转眼间呢 这外边就剩下了寥寥数人了 留下的那名血袍人 忽然冲金灵说道 我们几个就守在外边一会儿吧 顺利的话一会儿功夫 他们就可以取得神乳回来了 金灵对血袍人显然恭敬一场 晚辈也是希望如此 此事靠前辈主持 是不是在怀疑 我是不是地血本尊 还是区区一个化身而已呀 血袍人目光一闪黑黑一笑 金灵眼毛跳了一跳 平静地说道 前辈说笑了 主人曾经说过 地血前辈修炼的 是一魂分化的大神通 两个人都说是可以是 地血前辈的本体 也都是化身的存在 慕仙子对老夫知识 知道的倒不少啊 血袍人打了个哈哈 四下目光一扫 此刻还留在外边的 除了两人之外 还有残留的三名高阶妖物 这三名妖物啊 都已经能够幻化为人形 老老实实地在不远处站着 血袍人扫过这几人之后 正想目光闪动着想说些什么 但忽然其瞳孔一缩 单手闪电般一抬 丝毫征兆都没有的 朝附近虚空一抓 顿时 一只血红大手在那片虚空上方 充满兴气地浮现而出 化作母虚大小 向下狠狠地一抓 轰的一声啊 这虚空中一道荧光闪过 竟将血色大手一下斩成两截儿 接着附近人影一晃 在荧光下现出了一名身穿战甲血红之人 面无表情地望着血袍人挤人 竟是一名血甲傀儡 精灵不禁一呆 浮游族 一旁的血袍人暗自吃惊 小心点 不是普通的血甲傀儡 是被浮游族人附身的高级存在 刚才的攻击固然不是什么大神通 但是对方这般轻易地破掉 还是让他大出意外 他不禁双目微眯 盯向那道模糊不清的荧光 此道荧光灿灿异常 以其目力都无法看清楚什么 正让他心中莫名升起一丝警觉来 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荧光 不敢挪开半步 精灵听到血袍人的提醒 在见这般凝重的表情 也心中大淋起来 目光金光放了过去 这血袍人都无法看清楚荧光 在此灵源动用了灵目神通之下 竟然看得清晰异常起来 只见银蒙蒙的灵光当中 一道淡银色蛟龙翻腾盘旋 显得神妙万分 金灵眉头一皱 这时并没有认出那是何种宝物 不过多半应该是刀剑之类的东西 否则不可能一斩就切开血袍人的攻击 血袍人冷笑地开口了 你应该是浮游族的漏网之鱼吧 既然瞒过我等耳目 不老老实实在其他地方苟且偷生 还出来 难道是活得不耐烦了 想让我们送你上路吗 血甲傀儡冷冷地说道 哼 苟且偷生 要不是我们几个人以傀儡之身和你们争斗 你们真以为能如此轻易地击败我们吗 不过现在也是无所谓的事了 除了你们几人之外 其余的来者都已经进入神池之中 如此的话 倒是可以瓮中捉鳖 把你们全都杀了 血袍人扎巴扎巴嘴 没有动怒 反而阴沉一笑 灭杀我们 就凭你一个人 不错 就凭我一个人 还有手中这五龙杂 这血甲傀儡突然声音变得诡异 接着抬手冲空中一招 顿时一声清明的龙吟 一口光亮如镜的银色的闸刀 从空中坠落而下 被傀儡一把接到手里 并轻巧地横在了身前 血袍人凝望着闸刀 目光中闪过一丝惊疑 五龙杂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 听说过这东西 是吗 咱这都不重要 你们马上会陨落在此宝杂之下 一说完这话 紫血傀儡似乎不愿意多说了 目染手中一扬 单手持闸 冲着对面虚空晃了几晃 金灵和血袍人见此 立刻下意识地身形一晃 向左右击射 噗噗三声啊 三道其他颜色的眨影突然落下 目标正是远处三名残留的高阶妖物 这三名高阶妖物纵然也有防范呢 但是这虚影太快了 一闪而过之后 三名妖物坑都不坑 一头栽倒 身躯被斜着一分为二了 接着再一闪之后 三种闸刀虚影就此诡异地消失了 金灵和血袍人都吃了一惊 金灵身形滴溜溜一转 想要腾空顿走 而血袍人想都不想袖子一抖 一团团血雾浮现出来 但是对面站着的血甲傀儡 却目露讥讽之意来 只是将手中的闸刀再次晃了几晃 四道闸刀虚影同时从他们头顶 诡异地落下 这一次的虚影看似不快 但却一模糊之下 到了二者近在咫尺之处 金灵大惊失色之下 肩头一晃 原先背着的两口短剑 化作两道惊鸿 直接迎向了两道眨影 结果咔嚓一声啊 两口短剑瞬间变成了 四节的坠落下来 一道虚影一闪落下 金灵大叫一声 身形一阵地模糊 不好 闸影一闪而过 这只苍原顿时变成了两截 但马上尸身溃散消失 现出的只是一道残影而已 石鱼帐外的另一处地方 金光一闪 金灵的身形清晰地再次露出 但是尚未等他身形彻底显露 这只金元只觉得眼前一亮 一道闸影扑面而来 时机恰到好处的 根本是必无可避 扑的一声 硕大头颅被斩而断 金元无头尸体晃了几晃 翻身再倒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一反抓 突然浮现出一团绿火出来 里面包裹着一个迷你形的金色的小猴 一脸惊慌之色 冷笑了一声 血甲傀儡一抖手里这宝贝 顿时啊 这闸面表面 荧光一闪 这小猴一声惨叫 绿光就从灵火中灰飞烟灭了 这个时候啊 血甲傀儡的目光望向另一边 这间那边的血袍人呢 竟放出了母许大小的白雾 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纵然两道闸影在不停地来回斩杀 却仍被血袍人诡异地堪堪躲过 血甲傀儡目光中 绿芒一闪 冷哼了一声 突然把手中的闸刀啊 往空中一抛 顿时这闸刀荧光大放下 木然从上面分射出 无数道闸影出来 密密麻麻 无穷无尽一般 这一下啊 原本神色镇定的血袍人 大惊失色起来 不及多想地急忙一催促血云 就向不远处的蓝色的通道 击射而去 虽然他已经意识到了 手指闸刀的对方 显然不是他能够抵抗的了 可是血袍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到了此时 这五龙闸才开始 真正露出了獠牙来 血甲傀儡 猛然两手一催法爵啊 空中的闸影 突然全都溃散不见了 银色闸刀 在一声雷鸣之下 化作五条颜色各异的 五爪蛟龙 他们在空中一个盘旋之后 竟化为五口惊异的巨刃 一颤在原地消失不见了 而下一刻 在蓝色通道入口的上方啊 五口巨刃同时浮现出来 然后向下一落 下方正是堪堪飞到跟前的血云 这血袍人一见巨刃临头 脸色一变 身上血光大放 就准备施展什么神通出来 但就在这时候 五口巨刃 木然向外一扭 在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下一刻 五口巨刃 仿佛五扇板门一般 浮现在血云边缘处 接着表面一芒一闪 五片光木银河道般的倾泻出来 一卷而出 寒光森森间 一下就把这血云卷得纷纷溃散 丝毫无法抵御的样子 这血袍人巨色一闪 顾不得再施展什么法术 急忙双袖一抖 同时在一张嘴 一口青色的小盾 一片血色的青纱 和一件圆波 同时喷出体外 这三样宝物光滑万道 气势惊人 一看呢 就是非同小可的宝物 它们一被放出来 化作三层颜色各异的光照 把这血袍人护在了其中 而血袍人不光如此 猛然深吸一口气下 张口喷出竖团精血 接着一抬手 一张紫色的浮露 一闪即逝地 没入血团当中了 砰的一下啊 这血团爆裂开来 化为血雾 往其身上一包 一件紫色的战甲 浮现在身上 此战甲精致异常 表面电火 流光不定 仿佛不是凡间之物一般 这个时候 寒光已经把所有的血雾 展开到了血袍人的跟前了 几声翠响之后 光幕卷过之下 三层防御纸壶般的 被一切而开 狠狠斩在了血袍人身上 轰隆隆一声 紫色战甲 霞光一闪 总算让四周 寒光暂时一停 但是也只是 顿了那么一下而已 下一刻 五股 寒光 滴溜溜地 围着瓷甲 转动起来 里边隐隐传出了龙吟之声 呼的一声 紫色战甲 从腰部被一切而开 血袍人 纵然有万般神通 面对着仿佛 无坚不摧的寒光 也无计可施 紫色战甲 已经是他能施展的 最大防御的神通了 目光中 绝望之色闪过 血袍人身上突然 击射出上百道浮露 以及十几件 适样各异的宝物法器 但是爆裂声连绵一响啊 这些东西就在寒光中 纷纷被搅得粉碎 一声惨叫过后 血袍人身形就被 五股寒光湮灭了 连元神都未曾能 逃出来分毫 远处的血甲傀儡 见到此墓 目光中闪过冷色 自语了一声 哼 虎龙闸最大的威能 就是锋利无比 竟想用宝物 应当此闸的威能 这些自寻死路 说吧呀 他单手往虚空一抓 远处五口巨刃 一阵的嗡鸣之后 化作五条蛟龙光影 飞射而回 最后 这五条龙影 在傀儡头顶上一具 光滑大放的 又凝成了那口 银灿灿的闸刀 一落而下 血甲傀儡 眼中喜色一闪 抬手就想接过此闸刀 但是 目光中 忽然 神光一暗 身子晃了几晃 差点从空中 跌落下来 但好在 灵光一闪 身形又 马上站稳了 其目光中 流露出一丝 无奈之色 叹了口气之后 再次伸手 一把把 悬浮到身前的 银色闸刀 抓到了手里 单手往闸刀 血亮表面上 轻轻一浮 顿时 一阵嗡鸣声发出 傀儡若有所思地 自语了一句 此霸过人为利奇的 但消耗神念之大 也实实非同小可 看来下次动手 一定要速战速决了 这个时候啊 远处天边 忽然是阴风大起 一片黑云 在风中 黑压压地 压了过来 转眼间 笼罩的 大半天空的黑云 到了血色傀儡的面前 数名高阶妖物 驾驭着一团团阴风 从空中 跳落下来 站在了傀儡的身前 纷纷面露恭敬的样子 傀儡手中 闸道一晃 化作一道红云 没入袖口 开口问道 我让你们办的事情 做好了吗 一只僵尸般的 高阶鬼物 小心地说道 大人放心 我们已经办妥当了 只等大人爷 进入里面 立刻会用大阵 把附近全都封死 就是有外来者 侥幸从大人手中逃生 也无法马上逃之夭夭的 足可以困住 一时半刻的 嗯 哼 一半的人跟我进去 一半的人马上布阵吧 那些人纵然已经 把鸣雷兽引开了一只 但是绝对想不到 看守神辱的并非一只 而是雌雄一对的 血甲傀儡抬头 望着空中 重重的阴云 看了一眼 冷笑着说道 这名鬼物 似乎神志不低 迟疑地开口 啊 明雷兽虽然是当年 贵族长老留下来看守的 但是身上没有带 接引颇令牌进入此地 恐怕我等同样 会被此兽攻击的 放心吧 那些人既然走在前头 里面的雷鸣兽 就算攻击 也应该先攻击他们 我们只要偷偷跟过去 暗中下手即可 原本有五龙闸在手 我不过也只有一半把握 对付这几个人 现在有这只鸣雷兽相助 他们若还能逃的性命 反倒奇怪了 至于另一只鸣雷兽嘛 被引开也就被引开了 若非如此的话 这几个人又怎会自行进入死地的 在外面动手击败他们并不难 但要真正灭杀全部 可是千难万难的 其他鬼物听了 顿时不再说什么了 薛甲傀儡又想到什么问道 被只追出去的鸣雷兽也不能忽视 派人暗中追上去 若是那人很快被吞噬掉 或者另有什么变故 让鸣雷兽返回 马上用万里福提醒我们一二 大人放心 已经派出我们最擅长隐匿的 顿数的白鬼远远地跟过去了 绝对不会耽误什么事的 白鬼 就是那个 面对最厉害的外来者 只损伤掉一条胳膊就逃掉的 那个人吗 不错 正是他 若是此女 的确应该不成问题 好 我们动身吧 外来者应该进入神池之地的地下宫殿了 好 是 所有鬼物肃然答应 顿时 几名鬼物当中 三人跟着薛甲傀儡进入了蓝色通道中 而剩余的两名高阶鬼物呢 则仰天一声长啸后 从附近黑云中 纷纷涌出无数的骨架黑影 鬼气之声 大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丧子演播的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雅出品 韩丽单手一挥 顿时七八道金湖在雷鸣声中接连地向后击舍而出 目标正是其身后百鱼杖处 那里 正有一团银湖闪动不定 正是一条追出去不知多少万里的那只鸣雷兽 此兽一见金湖击来 不但不惊怒 反而露出兴奋之色 一张嘴顿时一股银霞席卷而出 树道辟邪神雷一接触银霞呀 立刻无声地被一卷其中 然后鸣雷兽大口一张地倒吸而回 甜甜大嘴轰隆隆几声低沉的闷响从此兽腹中传来 鸣雷兽目露欢喜之色 那仿佛吃下了什么人间美味似的 也就是如此啊 韩丽趁机背后双翅用力的一扇 化作了一根金丝一闪不见了 几个闪动后 瞬间出现在数百帐外 暂时把此兽拉开了一段距离 而鸣雷兽见此并不着急 口中一声滚滚低吼 四肢银湖缭绕 才奋力地脊椎而去 韩丽不用回头 也知道此兽的所有举动 同样的动作 此兽在这一路上已经不知道做过多少遍了 此兽的顿速之快 比他全力飞顿下还快那么一线的样子 即使拉了开点距离 不出一盏茶的功夫 又会被他一点点慢慢地追到身边处 接着此兽就会不客气地开始 远程攻击 一开始呢 此兽张口喷出一道道银色雷弧 威力惊人异常 但是 韩丽身怀辟邪神雷 和有雷袍护身之下 轻松异常地接了下来 明雷兽一见此情景 当即口中雷电一停 放出一道道青色的爪芒 这些爪芒啊 开始只有八张大小 但一离开 寿爪没多远 立刻在破空升宫 化作杖许般那么巨大 树根爪芒一抓之下 甚至连附近的空气都被一吸而进 让人产生逃无可逃的诡异的感觉 要不是韩丽背后的风雷尺也非同小可 可以短时间把风雷两种顿数合二为一 恐怕这一击之下 就要丢掉大半小命 也就是这样 韩丽也是惊险万分 在爪芒变化多端的攻击下 数次差点挨上一击 甚至在前不久的一次攻击中 只是被那爪芒扫中了钉点 立刻吃了一个不小的苦头 多亏了白发美妇 所给的乾坤帆 果然是神妙万分 变换出一个巨大的太极图 吸收了大半的攻势 但就这样 也让韩丽背震的 怨甲碎裂 雷袍溃散 体内的元气损伤了不少 如此一来 韩丽哪还敢让紫兽接近半点 只能在对方要追上的时候 不停地释放辟邪神雷 暂时迟缓对方的追击 而鸣雷兽在不断地吞噬辟邪神雷之下 似乎也不急于灭杀韩丽 只是弃而不舍的紧追不舍而已 如今小半个时辰过去了 韩丽带着紫兽 飞出了灰色山脉的边缘处 而且越顿越远 这也是他法力 远比铜节深厚的原因 那外加上精通顿术 和有大量的辟邪神雷 这要换作一名化神 甚至炼须即存在 早就被紫兽追上 一口吞掉了 怪不得 六祖等人都认为 他当诱饵是凶多吉少呢 前面为了破除明和禁止 韩丽已动用了不少的辟邪神雷 而没有了此神雷的牵制 六祖等人自然认为 他没法支撑太久的 韩丽一边不停地 小心身后的明雷兽 一边暗暗地估计 六祖等人应该已经破开禁止 无暇顾举自己了 韩丽开始思量脱身之策 这普通的办法 绝对摆脱不了身后 这只可怕异常的妖兽 他唯一的倚仗 就是身上的数十颗雷珠 两种新炼制的浮露 以及杀手锏 成熟体的 弑金虫 前两种东西都是消耗品 是原本准备用在 六祖等人身上的 后一种呢 一旦动用神石大损 不到生死一线之时 同样是不好使用的 韩丽目光闪动不定 心念飞快地转动着 上百上千只试金虫 他无法驱使对敌 但是放出几只骚扰一下身后的明雷兽 倒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他也不需要把此兽如何 只是让其顿速稍慢 他就可以逃之夭夭了 为了门陀起见 更要配合福禄 配合一二 成功的机会就更大了 韩丽苦思冥想之下 终于想出了一条 勉强可行的办法 当即他深吸一口气 神念瞬间沟通了 暗藏身上的灵兽环 轰得一声几声啊 韩丽又一次放出了 辟邪神雷 明雷兽身形 暂时一顿之后 绣袍一抖 三朵金花击射而出 那正是三只成熟体的 是金虫 这明雷兽 刚欣喜地 把几道金壶 吞入腹中 一见三只金色的甲虫 分来 正了一正 似乎随不在意的 一张嘴 一道银壶喷出 一晃又化作 三道弹射而回 分别击在了金虫上 结果三声霹雳之后 金虫在雷光中 被淹没了 但下一刻呀 这明雷兽的 一对金色的眼珠子 闪起了 亚人之色 哦 只见雷光一脸之后 这三只灵虫 非但没有化为灰烬 反而体形一下 狂涨了数倍 有些猙獰地 奔着此兽扑来 这明雷兽 虽然灵智无法 和一般人族相比 但是能拎到这个地步呢 神智自然不会低到哪儿去 他一见此中有些诡异 当即不再大意 一只缭绕的电弧的爪子 虚空一拍 顿时 三道青色爪芒 一闪地飞出 狂涨巨大之后啊 迎头斩在了金虫上 一阵刺耳的尖鸣声 爪芒爆裂开来 轻芒一下把金虫淹没在其中 一团团惊人凌风 四下散开 天地元气都被一吸而进 附近空间呢 仿佛塌陷了一半 鸣雷兽似乎对这一次攻击 信心十足 也不再看攻击结果了 身上银湖一闪 就要再次弹射而出 急迫寒厉而去 但是嗡嗡的几声 从青芒中传出之后 让此兽神色一呆 目光中露出难以置信的 你人的表情来 只见青芒中点点金光一闪 三只金色的飞虫飞射而出 几个闪动扑到鸣雷兽身前树杖 它们身上金光灿灿 哪有丝毫受伤的样子呀 这鸣雷兽真是吃惊了 但这也激起了 他心中的几分凶狠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几丝凶狠 此兽啊 不加思索 在一张嘴 一片银霞飞卷而出 一下把三只金虫包进了其中 这试金虫纵然是无物不适 但也不能马上咬破银霞而出 故而啊 此兽深吸一口气后 银霞倒转 三只试金虫全部吞入了口里 此兽大嘴一张啊 满口刁牙 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阵的猛嚼 然后胡伦吞枣 吞入了腹中 接着 他身形意矮之下 四只雷鸣声一起 化作一道银壶 在原地不见了 韩丽 已经趁这个机会 顿到千鱼帐外 回头摇摇看着此景 脸上的一色一闪 二话不说 背后双翅一盏啊 化作了一根金丝 击射而出 也在虚空中 不见了踪影 二者似乎再次回到了 一逃一追的局面 不过呢 鸣雷兽仿佛被韩丽 先前释放的 士金虫啊 彻底地激怒了 身形在银壶晃动中 目光不时闪过 胸利之色 似乎这一次啊 针对韩丽 起了必杀之心了 下面的情形 也果真正是如此 这韩丽再次放出 辟邪神雷攻击此兽的时候 这鸣雷兽身形一晃啊 直接从几道金湖间 洞穿而过 顿光丝毫未停的样子 此兽再无丝毫的 戏耍之心了 韩丽心中大灵 浑身发了一提 锁化精丝在虚空中 穿梭不定 顿光若隐若现 犹若鬼魅一般 不过纵然如此 只是片刻的功夫 鸣雷兽就追到了身后 百鱼杖出了 此兽被捕雷光交织 电弧弹射 竟在银弧交织中 形成了一对电翅 此翅长约两丈 表面银白一片 无数符文飘动不已 双翅只是轻轻一扇啊 这鸣雷兽就在轰隆隆声中 身形陡然一阵的模糊 下一刻韩丽身后 十余杖处银湖一线 鸣雷兽的虚影浮现出来 而在原来之处的虚影呢 才泡沫般的溃散不见了 影盾 感应到身形异样的韩丽 在顿光一扭头啊 正好看到这一幕 脸色有些发白了 此兽竟是身具顿术中 最诡异的神通 让他大出预料之外 心中一沉 这影盾术 也许不是世间最快的 盾术神通 但绝对是最稀少 和神秘的盾术 甚至世间亲见过 此盾术的人呢 都不会太多 要不是韩丽在天渊城时 曾经特意研究过 自己的雷盾术 翻看在城中出售的 相关典籍 也没法一眼 就认出这个盾术的 不过呀 此刻显然不是他吃惊的时候 明雷兽一再近前献出身形 一对电池就虚幻般的迎头 冲韩丽一抖 顿时啊 这对雷电凝聚成的翅膀 在雷鸣声中略以模糊 消失了 韩丽一正 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 头顶上 木人雷鸣声大作 一张巨大电网 从空中坠落而下 并到了近在咫尺的地方 韩丽大害呀 来不及多想 身形滴溜溜一转 身上的金色符纹 一阵地翻滚 雷袍就一飞而出 化为同样的一张金色的电网 抵住了空中的银弧 接着周身清光一闪 他身形一下倒射出去 要脱离电网的笼罩 鸣雷兽见此 目光中闪过一丝轻命 身躯一晃 再次模糊不清了 马上 韩丽身前荧光一闪 鸣雷兽的虚影出现在前方 同时 一只爪子冲其徐徐地一拍 轻飘飘地 似乎毫不费力 但给人的感觉呢 却像辞找一下 放大了无数倍 仿佛把韩丽整个身形 都照在旗下一般 但是 几声沉闷的巨响之后 四周的空气 木然一颤 这鸣雷兽 找下疯狂的勇去 仿佛一个能吞噬一切的 无形黑洞 出现在那里 韩丽的身子一紧 就被一股 无法抗拒的距离 往前一推 也要被硬生生地 送到这兽爪之下 他面色苍白 但是眼中马上 绿色浮现 突然一张嘴啊 一口数寸长的 金色小剑喷出 只是一闪 化作一道金红 斩在了此兽的爪上 明雷兽见此 非但没有收回爪子 反而轻蔑之色 一闪而过 当的一声脆响啊 金红光芒一脸 竟还原成 小剑的反弹而回 而兽爪 连晃都未晃一下 丝毫未损的样子 而且不禁这样 此兽另一只爪子 闪电般的一探 在模糊的着影中 竟一把把小剑 抓到了 爪中 此兽目光 争色一闪 光芒大放下呀 整只爪子 一下变成了 纯银之色 爪子一合 就要把金色小剑 就此毁去 明雷兽 不但天生神力 并且肉身强横 堪比顶阶宝物啊 两者结合之下 在以前 不知用自己的 一对利爪 毁去了多少 对手的宝物和法器 但是现在 此兽爪 一用力之下 满以为 可以像以前一样啊 把这小剑 抓得粉碎崩溃 但是一阵 金属摩擦般的 尖明发出之后 这金色小剑 在银芒中一阵的 卷曲颤抖 只是灵光 暗淡了几分 却安然无恙 此兽也太小瞧了 青竹风云剑的坚韧了 此剑 先后被韩丽 加入了数种 珍稀的材料炼制 别的不说 但是坚韧程度 在灵界也是少有的 小剑纵然无法 伤害到明雷兽的身体 但此兽 想毁去此剑 也不是短时间内 可以做到的 明雷兽一呆 未等他从吃惊中 回过神来 被其另一爪 进指中的韩丽 却脸上 木然浮现一片金侠下 口中一声大喝 身像金光大放 一片片纯金打造的鳞片 在肌肤表面浮出 同时背部金光一颤 显出一个三头六臂的 金色的人影 六条手臂同时向外缓缓一伸 微颤之下 让附近空间一阵的诡异的波动 仿佛平静湖面一下荡漾开了 而就这片刻的机会 韩丽背后双持一抖 一股清风吹来 整个人就随风消失了 鸣雷兽一声低吼 那只抬起的兽爪 突然一握成拳 冲三十丈外 虚空一击 轰的一声声响 一团无形之力爆裂而开 随之一股无形的气浪 四散一卷 翁鸣声顿时大响 一道人影 一个亮枪从虚空中 被硬生生地挤了出来 正是面线 骇然之色的韩丽 此兽竟然举手头足间 破了他的瞬移之术 神通之大 实在是难以想象 韩丽当即 身形丝毫停留没有地 向后倒舍而回 同时一只袖袍一抖 十几颗青色圆珠 呈漫天花雨之势 朝鸣雷兽击射而去 正是苦心炼制的雷珠 韩丽竟然一次动用了 近三分之一的数量 不可谓不拼命啊 鸣雷兽见到此幕 眼中闪过一丝机缝 身形在此模糊不清起来 竟打算施展影顿术 一闪而过 但就这时 远处的韩丽 忽然面现一丝古怪的表情 单手木然一掐绝 顿时 鸣雷兽只觉腹中一阵 刀割般的剧痛传来 身形一下 重新清晰起来 竟然被识破了影顿术 而就在这略以耽搁下呀 十几颗青色雷珠 就到了附近了 这名雷兽此刻腹痛如刀脚 还顾得上这些 毫不起眼的攻击吗 只是身上霹雳声一响 勉强激发出一层 银色电弧 护住全身 急忙查看体内的情况 此兽如此大意 让韩丽双目一亮 毫不犹豫的神念一动 十几颗雷珠同时一晃啊 轻芒闪动之下 同时的爆裂开来 啪啪啪啪啪啪 先是十几团青色雷球 浮现出来 一缩一掌下呀 化作了车轮那么大小的 青色光晕 十几股强大的雷属性之力 同时爆发出来 一个树木大小的雷云 刹那间浮现出来 将毫无提防的雷鸣兽 一下照在其中了 只见电光狂闪 雷鸣大作之中 雷云中传出此兽 惊怒异常的吼声 纵然此兽擅长吞雷吸电 但这相当于数名合体机 修士全力出手一击 自然不可能吸纳得了啊 况且此刻 含力狂催他体内的士金虫 让此兽一身神通大打折扣 只能硬着头皮 应接此击了 雷云中的天雷威能 已经是尽显无疑 无数碗口粗的青色电弧啊 在云中弹射闪动 霹雳声更是震耳欲聋 方圆百余里内 全都充斥着雷鸣之声 这含力呢 却不是这般的在一旁光站着 他双袖同时一抖 密密麻麻的福禄 飞射而出 围着其上下盘旋 银色符纹 若隐若现 这些福禄显得神秘异常 并足有一百零八张之多 含力两手一掐绝啊 冲着远处雷云 飞快地点指几下 神色变得凝重异常 顿时这些福禄一下化作百余道的银芒 一闪即逝 在韩力身前无影无踪了 下一刻 巨大雷云上空荧光一闪 一百零八张银符闪现出来 他们滴溜溜的一转 诡异地排成一个奇怪的图案 正好把下方的雷云照在旗下 韩力法觉一催之下 浮禄同时爆裂开来 一个银蒙蒙的巨型光阵浮现出来 在光阵中 一座巨大的宫殿的虚影 若隐若现 仿佛不是人间之地一般 这宫殿通体是荧光灿灿 无数的符文在上面是盘旋飞舞 同时天速般的月声从中心处隐隐传出 让人心旷神移 但说若有人呢 留神想听个究竟时 天月之声又荡然无存了 韩力一见光阵成形 大喜 急忙催动法阵 巨型光阵徐徐地向下降落而去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雷云中传出一声巨吼 几声惊天动地的雷鸣之后 青色雷云一阵的剧烈的翻滚 突然竖到水刚粗的电弧 破开雷云 强行击射而出 此电弧如此巨大 在云中几个盘旋 就仿佛巨龙在云中张牙舞爪 片刻的功夫 偌大雷云就在轰鸣声中 被扫荡一空了 雷云一灭 电弧随之消失 远处重新现出了鸣雷兽来 这时候的此兽样子狼狈至极 不但身上鳞片黯淡无光 未被鳞片遮盖的地方呢 更是焦黑异常 没有头上独角荧光灿灿 一层纤细电丝还缭绕不定 刚才的巨大电弧 显然就是此角发出的 但更让韩丽吃了一惊的是 此兽一现行出来 马上一张嘴 一团血光喷了出来 血光中金芒闪动 三只甲虫嗡嗡作响 赫然是他的石金虫 他们被此兽用法力强行 逼出了体外 如此的神通 让韩丽心中一寒 当石金虫 经意外被此兽吞到体内的时候 韩丽大喜之下 心中不由得起了一丝击杀之意 但是现在目睹此景 才知道是痴心妄想 将此念头马上抛到脑后 韩丽目光一扫 看着自己那口青竹风云剑 在明雷兽足下处漂浮着 闪动着淡淡的金色的光芒 显然呢 明雷兽在应付雷云和石金虫的加工之下 根本顾不得打此剑的主意 并随手把他扔了 反正此剑对他也没法构成威胁的样子 而明雷兽骤双目的死死盯着韩丽 目光中狠立之色是毕露无遗 他吃了如此大亏 一副恨不得把韩丽 马上撕成粉碎的模样 可是韩丽不等此受有何行动 单手一招下三只石金虫 冲出了血光飞射而回 那口金色小剑一颤之下 也木然在原地消失了 金光一闪 小剑一声低鸣出现在韩丽的身旁 一下没入绣袍中不见了踪影 随后飞尸的石金虫也同样如此地收了起来 明雷兽一正随即大怒 一声凄厉长吼 就想有所行动时 但这个时候头顶上空荧光一闪 巨大光阵 神鬼不知地降落下来了 如此大东西降临头顶 就算明雷兽一开始没有注意到 现在也不可能没发现的 他一抬头下目睹光阵 目光中闪过金色 但头上尖角马上 雷鸣一声一响 一道粗大的银湖一击劈出 轰的一声啊 这电湖结结实实地击在光阵下方 但是银湖一闪 粗大电湖就没入其中不见了 仿佛被光阵吞噬了一般 此兽这才觉得有些不妙 四肢电光一闪立刻击射而出 想逃出此地 对此兽来说却有些迟了 空中光阵一转下 一闪的诡异不见了 明雷兽方一射出石余杖去 目然眼前荧光一亮 一下身处一片光蒙蒙的白雾中 四下一扫 远处隐约可见高墙电雨 楼台阁楼 重重乱乱 也不知道有多少的样子 此兽先是一惊 但随即心静如水了 他不知道活了多少万年了 被人用法针困住的事 也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了 对一般的禁止呢 还不放在心上 他一扬脖 往空中望了一眼 高空中银蒙蒙的一片 看不出任何东西来 这明雷兽略意歪脖地 想了一想 当即身形一晃 化作一道银湖直冲高空而去 并在途中 两只爪子往虚空一抓 嗤嗤之声大作 石余道青色的爪芒 一闪地射出 狠狠击在银色的光幕上 连绵不绝地闷想后 荧光轻芒交织之下呀 青色的光幕晃动一下 马上恢复如初了 这明雷兽不禁身形一顿 停在了半空中 神色有些阴晴不定了 因为他的禁止 微能之大 还在他想象之上 似乎不是普通的法阵 这头明雷兽自然不知道 他身处的这个光阵呢 正是韩力花费了 偌大心血 才炼制成的一套 九弓天前符 此符一共是一百零八章 变化万千 在困敌之上神妙异常 那当然了 这也要看此真困住的 是何种存在了 以韩力的修为 不要说眼前的明雷兽了 就是一名合体级的存在 也无法真正困住的 刚才此兽的一击啊 让外面站在光源边缘处呢 正单手按在一张符文上 狂注法力的韩力 木然感受到一股巨力 身形被一阵倒退了两步 脸色竖变之下 好在韩力体内的法力 一阵流转就若无其事了 可见在此兽的攻击下 此尽致根本无法阻挡他太久 毕竟他的修为和明雷兽 差得实在是天差地别呀 不过呢 韩力记住这套扶阵呢 原本就没有如此打算过 只要能稍微给他争取一些时间就可以了 一见扶阵暂时困住了对方 韩力单手一收 立刻背后双翅一扇 化作一根青红掉头顿走 目标正是来路的方向 几个闪动之后 韩力到了天边尽头处 再次一闪就可以彻底消失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韩力忽然神色一动 手一扬 破空之声大作 数十口金色小剑一起抱舍而出 扎向附近某处虚空 让人大出意外的一幕 出现了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突然现出一个身穿闪亮白袍的女子身影 一只手臂连同衣袖都荡然无存了 竟是那名叫做白鬼的鬼女 此女被韩力一击逼迫而出 脸上都是震惊之色呀 其目光一闪 似乎想到什么的样子 但是韩力去脸上喊起一照 一只绣袍 提鸣声一响 飞出一道乌光来 一个盘旋落在地上 献出一只黑色的小猴 正是那个提魂兽 现在韩力是逃命要紧 根本不愿意和对方纠缠什么 一动手就换出了 专门淡鬼的凶兽 提魂兽 这白袍鬼女 一见到这个提魂兽 喉咙中突然冒出一丝尖明 脸上都是惊慌之色 目然之间化作一阵白蜂就要跑 但是提魂兽动作是更加的迅捷 身形眨眼间一晃 化作了数丈高的巨猿 大鼻子一横 一片黄霞飞卷而出 一下把白光包裹其中 并往后一卷 白光一脸 现出了这个白袍鬼女的身影 这鬼女啊 惊恐之下 身上的白袍 木然化作一层洁白的光照 把她身形彻底的护在其中 也不知道这白袍女子呢 到底是用了什么宝物 这提魂兽的射魂神光 竟然一时无法撼动 这光照的样子 提魂兽现出了凝重之色 喉咙中嘀吼一声 四周阴风一起啊 无数道闪电浮现出来 巨猿体积迅速地庞大 毛发开始变红 天灵盖处冒出了三根弯角 梅雨处呢 木然裂开之后 一只血红的妖目 现出来了 同时呢 此兽脸孔拉长 獠牙壁露而出 背后生出了三根 丈许长的黑乎乎的骨刺 上面黑气缭绕 是阴气逼人 一见这个提魂兽变身了 白袍闺女更显惊恐 突然口中一声长长的尖鸣 一股无形的音波 竟直奔提魂兽的 含力狂冲而来 但是含力早就对此有所防范了 单手一摸头颅啊 灰色的光霞和五光石色一卷而出 连同自己和提魂兽一起护在其中 如此一来呢 含力神识只是微微一痛 就若无其事了 至于提魂兽 那更是一点影响都没有 反而是脸上争色一闪 眉宇间那颗妖目 徐徐地张开 轰的一声巨响啊 一道顽口粗的电弧喷射而出 此电弧竟然鲜红似血 一下就洞穿了 射魂神光中无法动弹分毫的白袍鬼女的身体 护身的白色光照 根本无法阻止血壶分毫 就见这鬼女一声惨叫啊 血色电弧仿佛灵蛇般的一个纠缠 就将此鬼物绑了个结结实实 然后往回以拉 这鬼女被一卷飞起 并在电弧中迅速一个晃动 就到了血盆大口之前了 被提魂兽毫不客气 一口吞下 砰的一声 嗯 噗 一个东西被提魂兽 眉头一皱地吐出来了 竟是一块乌黑的玉盘 韩丽单手一抓 此物被拿到手里头 稍价翻转打量了一遍 万里浮 虽然和人足的有点不一样 但是韩丽还是一眼就认出了 此物的用途了 脸上一丝惊讶 又闪过若有所思之色 忽然 远处光阵传出轰隆隆之声 里边隐隐约约的 有暴怒之急的吼声传来 韩丽身形一阵 急忙冲着提魂兽一招手 顿时此兽身形迅速化作一道乌光 没入韩丽的袖口里 韩丽同时一跺脚 身形往地上一滚 木然化作一只青色大棚 往远处是风驰电掣般的 飞走了 这大棚在空中啊 化作一道清光 双尸一扇 射出石鱼杖去 速度之快 犹如电闪雷鸣一般 但是化身大棚的韩丽的身影啊 体内大眼爵疯狂地运转着 用强大的神念 将那四名妖王印记强行包裹起来 不过这些妖王的印记实在是太强大了 他即使施展了大眼真经中的数种秘术 并同时借用了变身之后的天鹏之力 也不过是暂时性的封印而已 估计顶多是一日一夜的功夫 那印记就会冲破封印再次显现出来 韩丽这么做 自然是让六祖等妖王认为 他已经陨落了 好方便他下边的行动 现在要做的事啊 尽快把原谣二女从鬼婆子手里救出来 然后找到一个基因之地 让二女给他驱逐印记 如此一来 他才彻底能解除心头大患呢 一般的情形下呢 韩丽自然无法做到此事 不过有鸣雷兽做掩护的话 那自当另当别论了 算算他给几个妖王争取的时间 并不算太长 他们应该刚刚进入了所谓的 神池之地没多久 就算知道此兽已经返回了 以他们对明和神辱的重视 也绝不会前功尽弃地急忙退出的 而明雷兽从九宫天前浮中脱困 怒气冲冲返回巢穴之时 应该正好能堵住这几个妖王 这个时候祸水东引之下 他只要不是和六族穆青等人正面的对上 那么救出圆瑶二女 还是大有机会的 韩丽的心中飞快地思量着 锁化的天鹏 像来路一路地风驰电掣地狂飞而归 眼看他再次进入灰色山脉的时候 忽然一声轻微的闷响从天鹏身上传出 清光一闪 这大鹏一下幻化成了人形 韩丽显现出来 绣袍一抖 一块白色的玉盘飞射而出 一个盘旋后落在了手里 玉盘上明印着一个巨大的九宫图 但是此刻却从中心处碎裂成了无数片 韩丽的脸色微变 身形往后下意识地望了一眼 当即把玉盘一收 另一只手往储桌上一扶 灵光闪动间 一张闪动着神秘符文的紫色的符露 浮现在手里 那正是太医化轻符 韩丽没有多加迟疑 单手往身前轻轻一晃 随即松开了手指 紫色的符露爆裂开来 数个银灿灿的符文随之浮现出来 围着韩丽一阵上下的飞舞 扑斥几声轻响之后 这符文化作一团团的银雾 眨眼间就把它淹没其中了 片刻后银雾散尽 原地就空无一人了 韩丽已经虚化了身体 并向下方徐徐地落去 最后呢 藏在了一棵大树的下方 然后抬头凝望着空中不语 足足一顿饭的功夫之后 天边隐隐传来雷鸣之声 不久之后 空中雷光一闪 就听到 这鸣雷兽在电湖的包裹下呀 在附近空中一掠而过 丝毫没有察觉到 暗藏在下边山脉中的韩丽 几个闪动后 银湖在天边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韩丽目光闪动下 仍然保持着隐秘的状态 待在树下不动 过了半可钟的时间 韩丽终于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在肩头一抖 银光一闪 身形缓缓地显现出来 银色的符纹从它体内接连飞出 往低空中 一具幻化成一张紫色的符露 轻飘飘地落下 韩丽单手一招 这紫色符露化作一道的紫光 没入她的袖口里 随之 韩丽的身形轻光一起 再次化作一道青红 向天边飞了过去 看方向和刚才的鸣雷兽 正是同一路线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丧子演播的 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雅出品 没有多长时间 韩丽回到了原先的黑色光幕处 当它顿光一脸 悬浮在附近空中 向下一扫望 神色是微微一变 只见呢 下方焦壶之气冲天 数以千计的鬼物的尸体 堆满了附近的地面 大都是乌黑一片 一副惊雷狂扫过的样子 而四周呢 阴风滚滚 残留着强烈异常的静止波动 似乎才不知道一半 就被人强行破除掉了一半 嗯 韩丽脸上亚瑟一闪 露出几分惊疑了 他自然不知道啊 有血甲傀儡等一行人 黄雀在后的事 而提魂吞噬掉的白袍女鬼后呢 这些鬼物丝毫不知道 鸣雷兽返回的如此之快 躲避掩饰的不及时 那自然被愤怒之极的凶兽 用无数惊雷化作了灰烬 血甲傀儡若是知道 在外面预先留下的后手 被一扫而空 自然会气得暴跳大骂 若是白袍鬼女安在 事先用万里服通知一下 那么这些鬼物 大可以从容地躲避开鸣雷兽 再继续返回不止阴阵的 他让一个高阶鬼物暗中盯上 韩力和鸣雷兽的踪迹 原本呢就有用意在这上面 但是没想到 让韩力给破坏了 韩力在低空中一转 没有再发现活着的鬼物 不知道是全被鸣雷兽灭杀掉了呢 还是残存的鬼物 早就逃之夭夭了 韩力没有对此多加研究 当即眉手一动 重新停下了身形 目光落在那个 蓝光闪闪的通道中 韩力摸了摸下巴 沉吟起来 但是目光一闪之后 袖袍一抖 一滴银色的浮露 飞出体外 符纹闪洞间呢 赫然又是一套 九弓天前符 那因为此符炼制不易 韩力一共就炼制出 这么两套 此种浮露 先前已经用过一套了 那么这自然是最后一套 九弓天前符了 韩力两手掐绝 对准这些浮露 打出一道道的法觉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在韩力催动下 银色浮露朝通道入口 纷纷地积涉而去 但是附近的虚空中 又消失不见了 似乎被韩力施展了某种秘术 这套符路隐匿不见了 韩力手中法觉一收 目光中蓝芒闪动地 打亮了这些符路的隐藏处 满意地点了点头 接着又想到了什么 手掌在一翻转 又两张银色的符路浮现出来 只是此符路却和先前的九宫天前符大不相同 上面没有什么符文闪动 却分别明印着一道淡淡的人影 全倒是五官模糊 一身金色战甲全身 其中一张银符上的人影呢 手持一杆金色长枪 另一张符路上却是双手提着刀 神奇的是啊 两道人影在符路上徐徐地晃动 不时地挥动着手中的冰刃 就好像活着的事一般 韩力亮出此符之后 把他们两手往空中一合 顿时荧光闪动下 两张符路径砰砰两声爆裂开来 在荧光闪动下呢 两道金色的虚影一闪即逝地 击射出来 在附近一个盘旋后 纷纷朝着地面上的惊鸿般射去 竟没入地面上 韩力倒映地面上的影子中 韩力漂浮在空中虽然不算多高 但是倒映在地面上的影子 却也奇淡无比了 也就是这样 这两道俘虏中的淡金色虚影 一没入其中立刻不见 踪迹全无起来 这正是韩力炼制的另一种 玉书残业中的符路 甲园符 这种符路呢 韩力不过也炼制了三张 刚才一下就用掉其中的两张 可见对此行的重视了 这也难怪了 在黑色光幕中的存在 那都是合体级以上的可怕存在啊 哪一个那都不是韩力能对付得了的 只能多些准备以防万一了 记住了甲园符的韩力 还没有把手 一张嘴之下又喷出了一团银色火球 第66一转下呢 化作了一只持续变大的 士灵火鸟 韩力单手一扬 使一颗青色的雷出 击射而出 被银色火鸟一张嘴下 全部吞到了腹中 随即此火鸟一个盘旋下呀 也一头扎进了附近一颗 苍天巨树上 隐匿不见了 做完这一切之后 韩力长吐了一口气 重新定了定心神 单手一动 手指尖再浮出一张紫色的浮路 一晃之下呀 身形在一团雾气中 化为了虚空 就这样 韩力徐徐向看似 龙潭虎穴的蓝色入口飘去 无声无息地进入了其中 方仪进出黑色的光幕 韩力眼光一扫之下呀 这眉头不尽一皱 只见四周黑油油的一片 黑暗无比 只有或远或近的地方 有一些青色石块 闪动着淡淡的光芒 让韩力差点以为 自己又回到了深渊之地一般 不过 以韩力的明清灵木 自然不会在意 他双目萎靡之下 就把附近的一切 看得清清楚楚了 附近开起来 似乎非常的荒凉 地面上除了一些 大小不一的石块外 再也没有其他的景色了 甚至远远地望去 连一棵高大树木 都未曾出现在眼里 偶尔有些草木 也不过是一些 低矮异常的怪木丛 韩力呼吸了几口气 感应着附近空气中 浓郁异常的灵气 心中暗暗有些奇怪 不过 他并未在入口处 多加停留 身形一起 往前方飞去了 虽然不知道 所谓的神池在何地 但是一般来说 往进至中心处查看 总是不会错的 即使是虚化了身影 但以韩力的顿速 仍然不慢 十几里的路程 转眼间就到了 结果韩力 双目一亮 远处黑暗中 隐隐出现了一座 类似宫殿的建筑 此建筑并不算高大 只有数十丈高的样子 并且看起来呢 全都是用粗糙的 普通石块 累气而成 但也足以证明 他真的没有找错地方 韩力当即催动法觉 向那宫殿 快速地飞去 宫殿的入口 是一个正方形的 十余丈高的殿门 一扇乌黑的石门 正冲着外边大敞着 韩力下意识地 往石门中附近一扫啊 木燃中 目光一色一闪 身形一下停了下来 在此扇石门两侧 各有一股不弱的阴气 似乎有两名高阶鬼物 隐藏在那里的样子 韩力心中有些吃惊 但转念一想 在入口处被灭的 数千鬼物 心中又有些恍然了 不过 韩力可不希望 意外的因素 影响到自己的计划 当即眼中杀鸡一闪 神念 往灵兽环中一招 一生圆蹄之后 一道乌光从虚空中 激射出来 直扑垫门一侧 而韩力自己身形一晃 也从虚化状态中献出 扑向另一侧 这时候 两声惊呼 从垫门两侧传来 啊 是谁 一边阴风一起 献出一个长着两颗头颅的巨大骷髅 另一边兴气大放 一只两眼血红的白毛僵尸出现了 此僵尸背后一对绿色的翅膀 是腥臭异常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一股黄霞喷出 冲着这双头骷髅啊 就席卷过去了 这骷髅口中发出一声怪笑 两条手臂是一阵模糊 无数着影 漫天浮现 扑斥之声打坐 这名高阶鬼物 显然对自己的身躯强横度啊 大有自信 那竟然想赤手空拳 撕裂射魂神光 而不是和当初的白袍女子那般 远远的净退而走 结果两者方一接触 密密麻麻的鼓爪虚影 立刻溃散而灭 这霞光一扫下 反将一对鼓爪包入其中 光芒闪动之下 双头骷髅头一声惨叫 原本应该坚硬似铁的一对鼓爪 瞬间化为团团的黑气 这骷髅头大惊失色呀 这才连忙身形移动向后射去 但这个时候已经是有些迟了 黄霞一闪 把整只骷髅都卷入了其中 白骨的身躯和那对鼓爪 滴溜溜一转之下 霞光一卷同样诡异地 化作浓浓黑气 被蹄魂兽一下吸入到嘴里 此兽呢 欢喜得口中一声提鸣 头颅一转过来望向韩丽那边 诶 正好看到韩丽悬浮在白毛僵尸的头顶上 单手点指十余丈高的圆瓷神山 镇压住下方的鬼物 而两名一身金色战甲的虚影 正把一杆金枪和两口长刀啊 从这僵尸背后抽回 其中枪杆表面金壶跳动不已 洞穿了僵尸的心脏处 让伤口附近焦糊一片 两口长刀呢 则从僵尸的背后抽出 一层白毛闪动不已 那对腥臭的绿色的翅膀 化作了轻盈寒冰 给冰封起来的样子 韩丽并没有让两名影傀儡再出手 击杀此物 而是冲着远处的提魂兽一招手 哎 这提魂兽先是一愣 随即就明白韩丽的用意了 当即大喜的身形一纵 击个起落 跳到韩丽的这边 鼻子中再次放出青色的霞光 把这只僵尸呢 也活生生化作了阴气 吸入了口里 此兽扎扎扎扎嘴 兴奋异常的用双手使劲 捶了一下胸膛 这三只鬼物 那都是明河之地 精修多年的厉鬼凶魄 那对提魂兽来说 自然是大补之物 韩丽微微一笑 神念一动 心中突然冒出一个主意来 他上下打量了几下提魂兽 目然间一动 暗暗向提魂兽 吩咐了几声 这提魂兽啊 睁大双眼 听了几下之后连连点头 在圆处呢 翻了个跟头 通体乌光一闪 幻化成了一只啊 头生独角 四肢带电的怪兽 这只怪兽 赫然是先前差点 试掉韩丽的那只明雷兽 只不过这个体型啊 照着真的小了一圈的样子 韩丽黑黑的一笑 冲着提魂兽的明雷兽 一招手 此时候立刻缩小到了 数寸大小 摄入到他的袖口里 拿出了太义化金服 往身上一拍 啪 韩丽的身形再次虚化 飞进了殿门之中 这宫殿 是有一处正殿 和偏殿组成的 韩丽直接进入了 大殿之中 殿中干净异常之外 除了十几根粗大的石柱外 显得空空荡荡 韩丽对此毫不在意 目光全都被大殿中 闪着一个白色的大洞吸引住了 小心地靠过去 并在边缘处柱足 探神往下看了一眼 神色为之移动 此洞啊 竟然斜着往下 四臂圆弧状 并且光滑异常 并没有什么阶梯之类的东西 而且一眼望去 下方泛着白白的淡光 根本看不到底部 韩丽想了一想 身形一动 投入到石洞中 身形缓缓地飘落下来 洞窟极深 一口气 落下千余杖 还没有到底的样子 但是阵阵凉风 从下边吹来 显然里面 另有什么通风之地 在落了数百丈之后 韩丽神色一动 耳中隐隐传来了 阵阵雷鸣和售吼之声 偶尔还夹杂着一两下 惊天动地的巨响 让四臂都微颤不已 韩丽心中一领 下落之势一环 神念开始往下一照 结果片刻的功夫之后 下边刺目的白芒闪动 出口赫然已经到了 神念扫过之后 并没有什么东西藏在下面 让韩丽心中一安 无声无息地落在地面上 飞快地四下一扫 这里已经又是一座巨大的殿堂 面积之大呀 足有上面宫殿的数倍之广 但是精致的程度和上面相比 简直是天壤之别 地面上不但铺着 华美异常的精美的白玉 四周和顶部 更是镶嵌着 磕磕 碗口大的金石 这些金石闪动着柔和的白光 把整座大殿 映照的是富丽堂皇 附近的灵气浓密程度 也远超上面 一些五颜六色的灵花灵草 生长在大殿两侧的两个小型花坛里 一个个是鲜艳欲滴 灵光淡淡 不知道在这待了多少万年的样子了 韩丽看了之后皱了一眼眉梦 马上不感兴趣把目光挪开了 那以她的眼力自然一眼看出了 这些花坛中的花花草草啊 故人珍惜 但大都是观赏性质的居多 真正有价值的寥寥无几 不过韩丽的目光呢 也只能看到 殿中大半的景象而已 因为另一小半啊 此刻全都被浓浓的血雾 和狂闪电弧笼罩住了 这殿中一段低空处 一团团的闪电血雾 水火不相容的 不断地翻滚爆裂 但明显电弧之力呢 远超血雾 要不是血雾中阴风阵阵和不时有 无数的绿丝 激射出来 加以辅助 恐怕血雾早就无法支持大败了 但就是这样 银色电弧在雷鸣不绝中 幻化出一颗颗拳头大的雷球 四下波荡后 纷纷爆裂 让血雾崩溃消散 大楚下风的样子 血雾中无声无息 无法看清楚分毫 但应该是地穴老怪等人联手之事 而对面雷电狂涌中呢 却有两只独角怪兽 若隐若现 并怒吼不已 竟仿佛有两只鸣雷兽 在驱使雷电之力 狂攻不停 哦 怪不得 这几个妖王连手也不是对手的样子呢 韩丽这心中暗暗吃惊啊 怎么有两只怪兽呢 凝望着战团片刻 目光往下一扫 瞳孔骤然一缩 在战团正下方处 赫然是一个树杖大的 翠绿的水池子 池中白雾缭绕 灵气盎然 隐隐有一层血盲透出的样子 韩丽心念急转地想到 这就是明和神辱 但是呢 韩丽未在池上多停留什么 继续四下搜寻着什么 结果他双目一亮 在战团另一面的宫殿偏僻角落中 看到了呆呆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的 圆窑和炎力 这二女脸色木染 似乎对不远处的激战 完全无动于衷的样子 韩丽见过二女被禁止时的情形 自然知道 他们神志其实尚在 只是呢 身体一切都全都无法自主而已 这种禁止的话 他倒是有几分把握能解得开的 望了一眼挡住了去路的 轰隆隆的战团 韩丽按压住心中的欣喜 小心异常地向大殿其他地方打亮着 他可没有忘记 在黑色光幕外 以及地面宫殿入口出现的其他鬼物的事情 此地呀肯定还有其他高阶鬼物潜入进来 他可不想被人做一次背后的黄雀 在没有发现潜伏鬼物之前 他绝不会轻易地动一下的 神念悄然地放出 但是扫过战团外的所有的地方 并没有发现异常 韩丽眉头紧皱 心念一转 目光中淡淡的蓝光一闪即逝 在这种危险重重之地呀 他可不敢把明清灵墓全都开开 只能用最小的灵力 调中的那么一点神通飞快的一扫 结果他终于有所发现了 那在离战团最远处的那一处宫殿的角落中啊 赫然有一条这么淡淡的绿气 即使在灵墓神通下 也奇弹异常 仿佛彻底是透明的似的 这就是那潜伏进来的鬼物吗 韩丽心中一领下 未以思量 不惜啊 想冒险 突然放大 这目中蓝芒 爆射一下 先看清楚 此妖物的本体是什么 结果除了绿气中的丝丝黑芒 又在中间看到了一颗 仿佛水晶球般的圆珠 悬浮在那儿 并缓慢地异常地转动着 韩丽看到这此物的同时 此圆珠目然一凝停止了转动 表面马上泛起了一层绿光 但一闪即逝 韩丽脸色一变啊 目光中蓝芒刹那间 消影不见了 她隐隐感觉到 在她发现圆珠的同时 此物似乎也有灵性 马上发现了她的窥视 不过呢 韩丽自信 自己的灵觉反应够快 断掉灵木也够果断 对方无法捕捉到自己的存在 就算对方神念够强大 但在此时此地此刻 又怎敢放出多大神念 搜查她的位置 神念放出了自然不可能 看破太医发青符的隐匿 太强了 恐怕殿中正激斗的妖王和鸣雷兽等 会马上发觉她的存在 她相信呢 此鬼物绝对不会做此不明智之举 果断片刻之后 一股淡若不见的微弱的神念 从韩丽战利之地一扫而过 但丝毫异常没有察觉地扫向他处 韩丽心中一松啊 还真放下心来了 但是还未等她开始思量 如何把这二女悄悄地带走的时候 大殿中血雾中突然传出 大吼传出 激战木然间起了变化 血雾一阵地翻滚 突然紫红色光芒大放 一个魁梧的身影迅速地巨大起来 转眼间 二十几丈高的紫血傀儡 一下从血雾中猙獰变大献出 身躯还不断狂涨的样子 而在此傀儡尖头的一侧呢 上边赫然站着一个双手倒背的血袍人 紫血傀儡一现行出来 六目同时转动之下呀 闪动诡异的血芒 突然两手虚空一抓 一杆血色巨斧出现在手里 冲着对面一斩 这巨斧小山般地直压而下 尚未真的斩到什么 一股惊人的风压先呼啸而至 把下方的银色电弧 全都激荡着剧烈地一晃 要生生地劈开的样子 一声售吼从雷光中爆发而出 下面电弧瞬间活过了一般 交织在一起 竟然在轰鸣声中 幻化成了一杆带银色的雷剑 冲着空中一迎 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之后 这血芒电弧撞击中 两柄巨人一颤 竟同时寸寸断裂 化作了乌游 雷光一闪 树道杖许长青色的爪芒浮现出来 直奔紫血傀儡积涉而去 站在紫血傀儡肩头的血袍人 见此 鼻中一声冷哼 一张嘴一团惊血喷出了口外 反手一抓再猛然一头 那团惊血滴溜溜一转之下 化作了一根血色的长枪 击射而出 扑扑起声之后 血枪瞬间洞穿了几道爪芒 一闪即逝要没入下方雷电之中 但是突然荧光一闪 一颗铭雷兽头颅瞬间 放大数倍从雷电中映现而出 一张口之下 就将血色长枪吞噬到了口里 然后在反口一喷之下 一道奇粗异常的电弧 化作一条银胶 冲向了血袍人 紫血傀儡前面的两只血木一闪 两道血光一闪即逝地喷出 正好积在电胶之上 两者同时溃散消失了 紫血傀儡血袍人 和一只鸣雷兽闪电般的交手下 竟没有分出高下来 但是马上血雾中 无数绿丝朝空中积射而出 瞬间汇集一点 在绿光闪动中的幻化 出了一条苗条身影 足彩金花 赫然是木青雌女 与此同时 阴风在附近狂卷之下呢 也露出了白发美妇的身影 两者都面色凝重异常 眼睛眨也不眨地 盯着对面的兽手 对面的鸣雷兽头颅 见此争色一线 下放雷电大作呀 另一颗独角头颅 虚影显现出来 体积呢 势必第一颗稍小 并且独角纤细一些 见到两颗鸣雷兽头颅 白发美妇 脸色有些难看 喃喃说了一句 此地竟有两只鸣雷兽 我说鸣雷兽纵然够厉害 上次闯入的猪道友 怎会那般容易轻易陨落的 血袍人这时候冷哼一声 阴阴地说道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神叶和此地灵脉是连接一体 想要切断两者联系 把他们取走 必须要给他多争取些时间 我们三个只有拼命了 木青和白发美妇见此 互望了一眼 血袍人表现并不奇怪 任谁忽然知道 自己留在外面的分身被灭 没有当场暴跳如雷 就算不错了 木青美目寒光一闪 缓缓地说道 地穴道友 离你留在外面的化身 被灭已经不少时间了 而且是在另一头鸣雷兽 返回之前的事了 看来此地除了两头鸣雷兽外 应该还有什么东西来了 他们不是留在外面 准备埋伏我们 就是已经潜伏入此地了 说不定 就在看我们这两只鸣雷兽大战呢 白发美妇叹了一口气 哎 就算知道又如何 这两头鸣雷兽已经如此难缠了 哪还顾得其他呀 倒是我 始终感应不到韩小子的印记 看来他真被另一头鸣雷兽灭杀了 这实在太可惜了点 血袍人 木然开口了 既然鸣雷兽如此快地返回 韩小子肯定是小命不保 还是对付眼前的鸣雷兽要紧 这两头凶兽虽然灵智不高 但一身的雷属性神通 可是大半克制我等 也只有六族道友可以立敌 但偏偏只有他能切断灵脉 无法分身 看来我们只有拼命一把了 至于外面灭杀了我分身之人 即使到现在都不敢现身 显然实力不足为惧 只要多加小心一些 别叫对方偷袭钻了空子 也就可以了 对面的头颅虚影 其中一颗突然体积狂涨 大口一张 向三人狂吞而来 另一只头颅则一低头 头上独角电光大放 刺目耀眼 树道粗大的鹰狐 在一声霹雳下 向几人狂击而来 下面两只 明雷兽本体同时驱动雷电之力 幻化出更多的银色雷球 向对面的血雾狂涌而去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人呢倒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但是足下的紫血傀儡 六目齐张 六道赤红的光柱喷出 同时最下方的血雾一阵的骚动 也不甘示弱的 向众雷球反卷而去 刹那间呢 这三大妖王和两只明雷兽的拼斗 骤然地爆裂起来了 只见血雾翻涌 雷鸣声大震 众多异象 瞬间把穆青等人 在此淹没其中了 韩丽静静地站在入口处附近 眉头紧锁 宁神细思着 如何把这二女给救出来 若是没有那道滤器存在呢 倒是一切都简单了 只要他趁几个妖王和雷鸣兽竞争最激烈 无法分身之际 他木然出手劫走二女 白发美副等人 为了鸣和神辱啊 多半不会放弃对手来追他的 但是现在多了一道不知底气的滤器 万一在他动手拦截期间 他截断韩丽的后路 他岂不是倒了大霉了吗 韩丽可不愿意轻易冒此危险 韩丽的目光闪动不停 各种念头飞快地转来转去 随着时间一点点地过去 战团中的鸣雷兽和白发美副等 各线神通激烈程度越发地爆裂起来 两只鸣雷兽似乎知道 拖延下去对他们极为不利 焦躁不安暴虐之气太浓 并在雷鸣兽的兽吼声中猛烈异常 这二兽本体啊雷狐万道 头上的独角一下变得粗大数倍 从上面击射而出的电光 每一道都仿佛天外神矛一般 一击过去 必定把三名妖王中的一位 震得后退几步 这二兽明显是大战上风啊 力压木青等三名妖王一头 但若说马上击败三名妖王 短时间把他们从下方水池中曲曲 似乎也大为的困难 韩丽望着情形双目一眯之下 虚化的身形向远处 徐徐地移动过去了 不管怎么说 先挪到原谣和严厉的身边再说 其他事情只有见机行事 那人他是一定得救走的 为了怕战团中的几个人和鸣雷兽 发现他的存在 韩丽移动的过程自然是缓慢异常 大殿中 哪一名存在 那境界修为都远胜于他 即使动用了太医化轻服 合体级的存在若是神识全开 对其全力扫描之下 仍有不小的几率被他发现 好在这几个人这时候逗得你死我活 一般的怎么会想分神做这个事呢 当韩丽常常吐了口气 人终于从战团附近绕到了大殿的另一端角落 来到二女的身旁 目光飞快地往圆摇身上一扫啊 如此近的距离下 韩丽看到此女原本 预知般的脸庞上 一根根血丝若隐若现 这些血丝纤细如发 不是如此近距离 并且有灵目神通辅助 普通人根本看不出丝毫的 韩丽的眉头一皱 二女是被地穴老怪 用奇怪的血符禁止住的 此种东西一看呢 就是一种极厉害的邪术 用辟邪神雷或者士灵天火 都应该有奇效的 不过士灵火鸟被其布置在入口处 要破除此近距的话 也只有动用辟邪神雷了 当然了 现在呢 不是动手的良机 此禁止一破除 不但自己身形显露 地穴老怪也会立刻感应到的 韩丽的心中如此想着 把目光一收 再向氯气存在处忘了一眼 此东西肯定和外面那些鬼物有关 他可不相信 对方只会光看着没有行动 眼下绝不是他出手时机 只能和对方比比耐性了 韩丽百般的念头一转之下 只能做出这般保守的决定 况且让他如此做的最主要的原因呢 还是在那名地渊妖王中神通最大的六族 此刻不在这 踪迹全无 他在不知道对方行踪之下 绝不敢轻举妄动的 不过 当韩丽把目光从氯气处挪开之后 又看了一眼战团下方的诡异的水池 心中自然怀疑 六族此妖王是否潜藏其下 毕竟这宫殿呢 就这么大 除了这块水池之外 就再无任何可藏人的地方了 但是可惜的是 池中漂浮的雾气 有阻断神识之效 韩丽神念轻轻扫过后 根本无法深入其中 只能感应到那白色的灵物 蕴含的灵气之精纯 竟是他生平仅见 似乎深呼吸一口此白物 就可以让其省却数日苦修之功的样子 这也是韩丽为何 一眼就认定 池中东西那就是明和神儒 韩丽开始的时候自然大为奇怪 沐青等三人为何不马上从池中取水就走啊 两十名雷兽纵然是厉害异常 但不至于让三人连偷取神乳 这个机会都没有啊 特别是三人已经占据了绿池上空的情形 那更不是难事 后来稍微细想之下 韩丽也就明白过来了 不是那绿池中设有什么厉害禁止 让三名妖王不敢贸然下手 就是这明和神儒到手的方法 另有什么诡异之处 他们无法轻易得到手的样子 说不定六族没有现行出来 就和此事有什么关系 韩丽如此想着 就越发不愿意贸然出手了 他就老实地站在二女一旁 静等着绿池上空的战团 决出胜负 或者那道绿汽有什么举动 虽然他体内 印记封印无法维持太长的时间 但是看低空处战团激烈的程度 和明雷兽的焦躁模样 也不可能一直僵持下去的 机会随时有可能在下一刻出现的 韩丽果然没有料想错 就在一盏茶的功夫之后 两只明雷兽终于按捺不住 开始拼命了 下方绿池中雾气一阵地翻滚 一股精纯灵气外溢而出 同时附近地面轰隆隆地颤抖起来 这两只明雷兽互相望了一眼 目光中流露出惊怒的神情 同时发出暴虐的大吼 接着身上电弧一脸 下半身双肢一粒 竟常人一般站立而起 一股股漆黑怪风在四周浮现出来 围着两只直立而起的凶兽一阵的旋转 就将他们的身形淹没其中了 白发美妇和穆青等人见此心中大灵 以他们的经验 自然知道下边绝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 两只明雷兽准备另行施展什么厉害神通的样子 当即美妇口中一声低笑 满头白发刹那间变得奇长无比 并对对面的虚空低头一甩 无数白芒破空射出将黑风一下笼罩在旗下 这些白芒每一根笔直如针 发出刺耳的尖鸣声威力极大的样子 而穆青则单手一掐绝身上霞光大放 碗口大的花影在四周漂浮显现 略以模糊下化作了五颜六色的法轮 这些法轮边缘处奇薄无比 滴溜溜一转呢 就无声无息地暴射而出了 一时间空中寒光森森 白芒遍布 让人不禁毛骨悚然 两种神童一看都非同小可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丧子演播的 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雅出品 但是大出预料的一幕出现了 黑风中二寿 竟然丝毫动作没有 任凭密密麻麻的法轮和白芒 积涉而入 但随之里面却发出了金属摩擦般的怪异之声 接着所有的攻击都从风中一弹而回了 两种攻击仿佛都击在了铜墙铁壁上一般 二女位置一正 就在这个时候 黑风滴溜溜的一散 献出两个身高实丈 但是面目猙獰的人形妖物 他们头上有脚 身披银铃 正是原先的鸣雷兽变化而成 只是四肢和身躯都十分接近人形了 让木青此女脸色一凝的是 这二兽刚一现行出来 就立刻双手掐动法掘起来 一张嘴下各喷出一雾来 一个乌光一闪 是一杆黑蒙蒙的小旗 另一个白侠万道 却是一个精致异常的法盘 血袍人最先反应过来 木然一清大声喝道 不好 快阻止他们 他们想催动 浮游族部下的尽知 随之 他顾不得催动傀儡 双袖一抖啊 一顿数寸长的短剑 轻鸣飞出 一闪即逝后 化作两道血光 直扎那两件器物 两名人形鸣雷兽 却似乎早有防范 同时一晃头颅 两根独角竟自行脱落 化作两道雷光 迎了上去 轰轰两声巨响之后 独角和血光方一接触 爆发出刺目的电光 竟是以雷霆之力 把两口短剑 瞬间击碎的 微能之大呀 让人瞠目结舌 这也难怪了 这两脚本就是二兽身上最坚硬的部位 再加上不知道被祭练了多少万年 但以坚韧而言 那绝不下于灵宝级的刀剑 两只凶兽变身后的权力一摧 那微能之大 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两根独角不光是只此一击 在一闪后 就在原地 诡异地消失了 下一刻 两道雷光从虚空中 轰鸣地一弹而出 出现在血袍人身前 树杖之处 毫不迟疑地雷霆一击 这两头鸣雷兽啊 显然也看出来了 三名对手中 血袍人实力最弱的样子 准备先合力啊 击杀他 血袍人一惊 但是两根独角 顿速太快了 想要躲避 却有些来不及了 只能惊怒地身上 血光一闪 两道血影 从身上投射搬出的 直接投出 挡在了身前 那正是他继练的血傀儡 随之 他本身血色长袍一鼓 一层血色光照 木然地浮现在身上 这两只血傀儡 纵然实力不弱 但两根独角 忽然合二为一呢 化为了一根 雷锥般的电光一闪 就如同摧朽木般的 洞穿两名血影身体 扎在了血袍人的身上 中间的两头血影 瞬间在雷鸣声中 溃散消失 而那层血色的光照呢 也只能让雷锥 顿了一顿 就纸壶般地 被一扎而破了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血袍人的胸口啊 现出一个顽口粗的血洞来 血袍人目光中一光连闪 双手车轮般地 往身上一阵的猛拍 将一口气贴上了 十几道血色的浮露 诡异的情形出现了 如此大的血洞 但是里边滴血未流 所有的血肉 都在边缘处一阵的蠕动 并往中间飞快愈合的样子 见此情形 美妇和穆青神色一缓 若是血袍人 真的因为一时大意 被灭杀的话 单凭他们两人 可无法抵挡两只 鸣雷兽多久的 但是这时候 雷锥在血袍人身后处 一个盘旋 又一闪地击射而回 这一次瞄准的 赫然是血袍人的头颅 但是未等穆青和美妇出手拦下 忽然空中黑暗一闪 一只紫红的手掌 蒲扇般地一把捞来 虽然此手巨大异常 但动作呢 却快得难以置信 只见巨手略以模糊之后 虚幻般地一闪 就把那根雷锥啊 抓到手里了 并死死地抓住不放 但是下一刻 巨手中轰鸣声大作 雷锥迸发出无数的电光 竟银舌般地挣脱而出 从五指缝隙中 一闪地射出 几个闪动后 雷锥到了两只 人形鸣雷兽处 然后一晃地再次 一分为二 重新没入二者的头顶上 化作两根银色的独角 这二角看起了 荧光灿灿 刚才一番激烈娇肘啊 竟然毫发未伤的样子 不过 也就是因为 这粗略的一耽搁的时候 对面的二兽呢 已经催动身前的 小帆和法盘完毕 同时一张嘴 两团精血 化作血雾 喷到了法器之上 小帆和法盘光芒一闪 把血雾一下子吸收殆尽了 随之啊 一个化作了一团乌云 冲天而起 一个闪动后 没入大殿的顶部 不见了踪影 而那个法盘 往下边一坠 化作一道白气 没入到地面中 木青和白发美赴心中一惊 尚未等他们马上出手 在缠住二寿时 这时候突变骤起 只见上空精致异常的 垫顶表面灵光大放 突然浮现出一道道 黑色的花纹 它们蚯蚓般的 飞快如动组合之下 竟化作了一个 黑幽幽的巨大的法阵 这法阵通替黑光闪动 周心处呢 更是黑而深邃 里面狂风呼啸 似乎硬生生 打开了通往 另一条空间的道路 而同一时间 下方地面白光大放 一个个拳头大的符纹 从地下纷纷冒出 原本颤抖嗡鸣的绿池 在符纹出现的瞬间呢 雾气一阵的翻滚中 现出一个大型的 金色的光阵 此光阵一从雾气中浮出 一下把整座池子 都照在旗下了 并且金芒闪烁 让人根本无法知识 虽然不知道 被光阵罩住的池下情形如何 但是池外地面 颤动等异常的情形 一瞬间消失不见了 木青和白发美妇 这次自然是又惊又怒 虽然他们绝不相信 六族会如此简单的 真被困在下边 但是此禁止已被激发起来呢 想要在短时间内取得神辱 肯定不大可能了 更麻烦的是 空中那座黑色的光阵 在不停狂涨中 将几个人也照在了下方 并在二寿面带 猙獰的一催之下呀 徐徐从大殿顶部脱落 开始照下 如此一来 他们要么让出绿池的上空 要么就只能硬着头皮呢 直接面对此禁止了 就在木青心中 略意愁愁的时候 耳中木人传出了 白发美妇苍老的声音 木道友 我二人连手一击 先一步击碎此东西 地穴兄 你和那傀儡 替我们二人掩护一二 他心念一转点点头 那似乎只有如此了 同一时间 站在紫穴傀儡身上的血袍人 也听到了同样的传音 此刻 他胸前对常人致命的大洞 已经愈合得七七八八 除了双眼神光暗淡几分 并没有大事 听到这老腹的传音声 血袍人 眉头皱了一皱 目光一下扫到 下方紫穴傀儡 抓住的雷霆的大手 只见其五指内竟然一片焦黑 还隐隐传出一股焦糊的味道 血袍人长吐一口气 缓缓地点点头 单足猛一点足下的紫穴傀儡 自己呢 则单手往袖袍上一摸 扔出了一根金色的木匣子 口中念念有词 冲他一点呢 顿时这匣盖一飞 从里边倒射出了七道 颜色不同的顿光 光芒一脸 现出了七名形态各异的傀儡 这些傀儡有的是妖兽形状 有的是非灵人的打扮 有的则是半人半腰 甚至还有两只虫形状的傀儡 一只仿佛巨大蚯蚓 另外一只呢 却是放大无数倍的巨型蚂蚁 这七个傀儡都是用金属材料制成 身体表面更是遍布符纹 那显然是地穴老怪 精心炼制之物 白发美副见到此目 口中发出一声低笑 身形滴溜溜一转 从身上也一下飞出了八股黑气 里边各有一名身穿黑甲的 模糊的人影 那正是被美副收起的八名 一直在暗中恢复元气的 阴甲鬼王 这八名鬼王一出现呢 二话不说 围着白发美副盘膝坐下 身上漆黑的阴气弥漫而出 转眼间呢 幻化出一块母许大的黑云来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两手掐绝之下呀 无数青丝浮现画出 一片片的奇花异草 瞬间将四周若隐若现 把此女簇拥到了其中 空中的两头半人半腰的鸣雷兽 此刻却根本不管下边三人如何举动 而这只是浑身灵光闪动的 狂催空中的法阵 一副对此禁止大有信心的样子 眼见呢 双方真的要马上一决生死了 躲在一旁角落中的寒厉 神情一动 绣袍一抖 十几颗青色的圆珠 滚落到手心里 然后她双目微眯 朝大殿的另一角处 淡淡地望去 在那边的绿气和其中包裹的圆珠 终于开始有所行动了 在寒厉的目光蓝芒闪动之下的注视下呀 那颗水晶般的圆珠 白光一闪 从绿气中消失不见了 即使用明清灵目神通 也根本无法追踪的样子 寒厉心中一领啊 急忙把神识全部放出 把方圆数丈之内 全都笼罩在其中 她可不想被人 神不知鬼不觉地 栖身近前 反被偷袭了一把 虽然这种可能性极低 也不得不小心一二的 寒厉投入一篇 扫了一眼近在咫尺的圆摇死女 又望了望不远处的战团 把手中的雷珠握紧了几分 即使她经历过如此大的大风大浪 此刻也把心彻底地提起来了 寒厉很清楚 若是现行救人 绝对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要是失败 此殿就是她的陨落之地 千余年的苦修都要毁于一旦的 这种生死一现的感觉 让寒厉的心也无法自主地狂跳起来 这个时候远处的木青和白发美妇 已经出手攻击空中的黑色法阵了 而血袍人祭出的七只金属傀儡 则挡在二人的身前 一副充当护卫的模样 而紫血傀儡本身六目微转 也站在傀儡旁边是一动不动 只见每副所部的阴云当中 忽然鬼笑刺耳间鸣 一阵旋转之后啊 竟从里面冒出了一只白骨森森的鬼爪 此鬼爪只是往虚空中一抓 就从指尖处放出了一团团灰色的光球 鸡蛋那么大小 冲空中狂涌而去 而木青四周的花草 则滴溜溜一转之下 同时往身中一墨而入 此女在灵光狂闪中 缓缓的一张口 一道绿色的光柱喷了出去 此光柱翠绿欲低 犹如琥珀般的凝厚 看上去诡异之极 两种攻击一闪即逝之后啊 就到了黑色光阵的正下方了 灰色光球纷纷长缩不定 而绿光呢 无声无息 同时积在了法阵的中心铺 高空中的两只人影明雷兽见此 目光中凶光闪动 手舞足蹈之下 一摧空中的黑色光阵 轰隆隆一声巨响传来 光阵中心处一股黑风吹出 此风爆裂异常 狂猛如刀 并且风中金光闪动 有无数黑色晶莹的沙力混在其中 风沙和光柱光球方一接触 爆裂声大气 各种光团在法阵下方 闪动不已 片刻之后 一股灰绿色的光霞浮现出来 挡住了黑色光阵的下落 两者一时间僵持不下 但是随着黑风不断地涌出 黑色沙力在风中变得黑压压的一片 将灰绿色的光霞压得嗡鸣声不断 渐渐下坠而去的样子 木轻见此 脸上一色一闪 单手一晃 手中木然多了出一小节树枝类 此物长约三尺 生有几片嫩绿的枝叶 但上面灵气盎然 丝毫不见枯萎之色 把此枝条冲着空中一抛 一团绿光绽放 枝条转眼间化醉了一棵翠绿玉滴的小树 枝叶茂密 晶莹闪烁 仿佛用美玉雕刻成一般 木轻面色凝重 低头念动几下口诀 此树主干狂涨而起 枝条四下一伸展 低溜溜的一转 无数树叶状 翠影从树上飞出 密密麻麻下 纷纷加入到空中的攻击 看起来声势是惊人一场 阴云中传出了白发美妇惊喜的声音 木道友好神通啊 蓝道友 你也该用些手段了吧 我可不信你只有这点神通的 阴云中传出了美妇的低笑声 借着八名鬼王的长笑声传出 无数阴气朝中心处一处翻滚凝聚 里面鬼影闪烁 鬼哭之声 木然大响 片刻之后 阴云一散 一个巨大身影从云中冒了出来 此身影身高约七八丈 身穿一身黑油油的复古战甲 首提一柄大锤 战甲表面遍布持续长的黑色的尖刺 明映着玄傲之极的银色的花纹 至于那柄锤子呢 适量更加奇特 同样是乌黑颜色 但是表面呢 同时镶嵌着八个白森森的骷髅头 这些骷髅头在锤子 如动不已 张口哀鸣之下呀 喷出一道道黑气 让人看了不寒而栗 此人正是白发美妇巨大化的 身躯厚的样子 而锤上的八个骷髅头呢 赫然是用那八名阴甲鬼王 幻化而成 木青见到此景神色一动 但尚未等他开口问些什么 白发美妇脸色一粒 一斗手中的这个怪锤啊 冲着空中一抛 接着他两手捏出一个古怪的法觉来 顿时大锤一个盘旋下 八个骷髅头尖尖地叫声一起 在一张口阴气翻滚下 八股绿燕滚滚喷出 冲着空中席卷而去了 一时之间呢 烟火脆影重重叠叠 把空中遮蔽得严严实实 眼看就要冲破封锁的黑色光阵 再次顶在了半空中 并大有被反卷而回之时 见此情景 两只鸣雷兽却丝毫不及 二者只是空着空中 发出几声歼鸣 身形在胀大了数分之后 借着四只大手同时 冲上方一举 数声霹雳之后 无数银丝在此浮现出来 顺着四条手臂画索了一道道 巨大银壶弹射而出 一闪即逝地 没入到黑色的光阵中 刹那间呢 这光阵中轰隆声大作 光阵狂闪几下 面积一下扩炸到了大半 从里边涌出了风沙 一下多了数倍有余 黑色光阵瞬间占据了上风 竟再一次压了下来 白发美妇和木青大惊失色 二人慌忙再次施法 一个张口喷出一团惊血 一个羊头发出怒极的长笑 他们全身发了一体 大催动空中的宝物 翠树和怪锤 让飞出的翠影和火焰位置一胜 这才堪堪抵御住了黑色的光阵 但是此光阵仍然在 一寸寸的徐徐的压下 白发美妇和木青两人脸色大变了 此劲致竟如此的厉害 他们真是无法敌注的样子 木青吸了一口气 一转头 冲着一旁的子血傀儡喝道 地穴道友 你也赶紧出手 此东西真要落下 麻烦就大了 子血傀儡中的血袍人 没回答什么 但是原本站成一排 防护二女的七只金刚傀儡 同时移动 忽然化作了七道顿光 往高空中 两只鸣雷兽击射而去 看来啊 地穴老怪也很清楚 那黑色的法阵纵然厉害 但若是没有二寿的直接操纵 威力自然大减 这七只傀儡呢 无需正面硬拼二寿 只要稍加纠缠 让他们分心一二即可 七道顿光方一接近啊 两只人形鸣雷兽 四道阴森的目光朝他们一扫 手中的法觉位置一变 突然间 二者的身后现出一团黑色大洞 直径十丈之距 两只鸣雷兽一晃 立刻身形模糊的一分为二 分别悬浮在黑洞的两侧 而中心处轰隆隆的一声响 一片黑蒙蒙的光霞喷射而出 闪电般的一扫啊 就把所有傀儡扫入其中了 骇人的一幕出现了 这七只傀儡乌芒大放 在霞光中一闪的消失了 下一刻黑洞边缘处灵光一闪 这七只傀儡闪现出来 他们全都被一团团光霞包裹着 一下被扯入了黑洞中 就此踪影全无了 木青等人倒吸一口凉气 这两只鸣雷兽得意的低声叫了几声 随之毛手毛脚的一掐掘 黑洞模糊一下后 就此溃散消失了 紫血傀儡体内 木然传出了血袍人暴怒的大吼 此傀儡尖头血光一闪 血袍人幻影般的再次浮现而出 显然啊 七只傀儡莫名的失去 让此位怒极了 他二话不说 单手一摸脑勺 木然气血滚滚而出 往身前一拧下一颗巨型的血球浮现出来 血袍人手臂一抖啊 似乎要催动此物来攻击鸣雷兽 但就在这个时候 木青朝附近的某处一扭头 口中立合一声 是谁在那儿 赶紧给我滚出来 此女手中的动作比话语声快了几分 袖子一抖之下 密密麻麻的青丝破空而出 一闪即逝后 射在那边的虚空处 这时候一声轻疑传出 随之碰的一声声响啊 一团氯气爆裂开来 痴痴之声打坐 青丝瞬间洞穿氯气 空空如也 而在下一刻 木青上空 微弱之极的空间波动一起 一颗晶莹圆珠现行出来 此物出现的一瞬间 滴溜溜一转啊 是白光刺目耀眼 让所有人都不禁双目一臂 无法失误 一声脆响传开 圆珠表面在白光中一下变形幻化 一模糊下呀 竟同时献出了两道人影出来 一道乳白 一道淡金 那条淡金色的人影立刻手一扬 一道银红呼啸射出 一个闪动后到了木青头顶处 光芒一脸 往下闪电般的一落 那竟然是一口明亮如镜的银色的闸刀 正是那五龙闸 那那条淡金的人影呢 自然就是金甲傀儡了 木青虽然因为头顶白光药木 被迫双目壁了一下 但神念早就放出了 将附近十几丈的一切了如指掌 当其镇定异常的 猛然双手冲着空中银闸一点 顿时瓷宝附近空中点点青光一闪 无数青丝诡异的浮现 交织闪动之下 一部分飞卷的将银闸包裹的风雨波透 另一部分呢 在头顶上空一凝 幻化成一张青色的纱金 护住了上空 木青此女倒也是老谋深算 竟不知何时 早在身旁布下如此多的隐形灵丝 那难怪这金甲傀儡 即使借助另一鬼物的诡异神通 才一接近此处就立刻暴露了身形 让突袭的打算落空了 不过五龙闸的微能之大 也远在木青的想象之上 银闸表面寒光一卷 包裹着青丝化作无数截 直接被斩碎了开来 此闸丝毫停留没有 轻芒一闪地 斩入了青丝纱金上 呲啦一声啊 这纱金纸糊的一般被切开了 一片寒芒直奔木青头上一照而下 木青面色大变 这才知道此闸刀竟如此的犀利 再想躲闪却有些迟了 闸刀在途中一晃 幻化出片片的虚影 一闪之下 没入虚空中消失不见了 按道一声不好 木青身上只来得及浮现一层青色的绿甲 四面八方不远处 浮现出一口口荧光闪闪的巨刃 巨刃表面间鸣声一起 一波波阴森的寒光滚滚的袭来 把木青包围的是风雨不透 木青脸色刷得一下 苍白无血 但随即一咬牙呀 木然双袖一抖 手中各多出一根乌黑的短棒 此女略一挥动下 如山的棍影 顿时在身前浮现 身形一动 直奔一面寒光冲了过去 那木青很清楚 自己失了仙姬 若留在原地 绝对是有性命堪忧 乒乒乓乓的 一阵暴风咒雨般的吉祥发出啊 那对黑色木棍 也不知道是何宝物 锁花棍影一开始 便硬生生砸开了韩光 护着木青 冲进了其中 但是片刻之后 韩光是一波接一波 仿佛无穷无尽地浮现出来 黑色棍影瞬间变得稀疏起来 竟是两截黑棍 被韩光一阵急斩下 残缺不全起来 木青大害啊 在想双手一缩地 想另行施展其他神通时 四周韩光滚滚地突破了 残余磅影的防护 卷到此女的身上 只见绿甲只来得及 狂闪几下 就被韩光彻底地淹没在其中了 一声惨叫过后 里边就再无其他的声响 木青竟这般陨落的样子 白发美妇目瞪口呆 几乎不相信自己看到的事啊 他可很清楚 木青的神通绝不在他之下呀 这时候金甲傀儡冲着 韩光轻轻一点 顿时光芒一脸 所有的韩光往空中一聚 再次凝结成那口银色的闸刀 而在闸刀的下方 木青的尸体被分成无数碎片 在空中悬浮着 但是诡异的是 这些碎屑竟然滴血不流 不是血肉之躯一般 但金甲傀儡只是扫了一眼 就不在意此事了 以他的眼力 早就看出木青是木妖之体 尸体会变成这种情形 倒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如今他争笑一声 单手法掘一催 顿时扎到一个盘旋 再次击射而出 目标正是附近的紫穴傀儡 此傀儡如此大的身躯 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靶子了 原本按照他的心意呢 自然是趁几人法力消耗得 差不多的时候进行偷袭 把几人一网打尽 但是偏偏六族潜入到池子的下方 还懂得含有人知的切断灵脉之术 这也让金家傀儡心中大吉 若真被对方切断了池子和此地灵脉的联系 他就是能击杀这几名外来者 回到族中仍然是会获大罪 故而等待这般长的时间 他再也无法忍耐地出手了 但没有想到的是 木青竟警惕异常地在附近布置了如此多的警戒灵丝 让其不察之下暴露了刑迹 那不过对于金家傀儡来说呢 这也是无所谓的事 有那五龙闸在手 眼前的敌人消耗不了多少灵力 另外还有鸣雷兽的牵制 如此多的有利条件 除掉他们是十拿九稳的事了 站在紫血傀儡上空的血袍人 眼见着银红飞来 目光中闪过一丝巨色 不由分说下 单手冲着迎面而来的银红一指 顿时身前的巨大血球一颤 化作了一道血光积涉而出 几乎与此同时 身下的紫血傀儡在紫光闪动中 体型迅速地缩小 眨眼间 化为和常人无异 但六目同时一闪 六道血红的光柱化作一道直线的 先后喷出 紧随着血球而去 而血袍人则身形一个飘动 落在紫血傀儡的身旁 轰的一声啊 银红和血球一接触之下 竟无声无息地 没入到求中 血袍人见此大喜起来 他这颗血球可不是普通的 鲸鞋所化 而是采取了万年晦气 炼化而成 专门误会各种宝物灵器 几乎从未施过手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采取万年晦气 炼化而成 专门误会各种宝物灵器 几乎从来没有施过手 这道银红纵然厉害 也绝不可能一点影响都没有的 这些念头啊 在血袍人心中转过 轰的一声爆裂声后 这血袍人目光中笑意一下就凝固住了 这颗血球竟一瞬间被无数的银芒 洞穿表面硬生生地爆裂开来 化作了一团刺鼻的血雾 此血雾只是飘荡片刻 再化作了腥臭的黑气 溃散消失了 而这个时候五龙闸的银红又和六道血红的光柱撞到了一起 那说也奇怪了 表现犀利之极的银红一展到血柱上啊 竟然表面荧光一放 鸡舌的速度不绝地慢了一慢 几道光柱瞬间的功夫 接连射到其上 让银红颤了几颤 献出了原形出来 这血袍人双目一亮 急忙单手一瞎法掘 顿时那几道血色光柱一凝啊 竟幻化成了一口血色的大剑 往闸刀上一扑 与其交织缠斗了起来 五龙闸犀利的程度让人难以置信 但斩在血色飞剑上 却无法马上将其一斩成两截 竟一时被抵住了 金家傀儡见此目光中凶光一闪 心中一摧相关的口诀 顿时这五龙闸是荧光大放 滴溜溜一转之下呀 无数寒光狂涌而出 最终砰的一声之后 血剑还是被寒光斩成了树截 化作了一团血光 远处的血袍人见此目然一张嘴 喷出了一团惊血来 随之此血化作数个血色符文 就在血袍人面前一晃 诡异地消失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远处血光狂闪两下 再往一处一聚 竟再次幻化成了 另一口血色的飞剑 此飞剑一生的嗡名 一闪即逝缠上了五龙闸 不让其飞顿而走的样子 白发美副原本因为木青的意外隐落呀 心中对着五龙闸惧怕起来 现在一见此宝镜意外地被血袍人的血剑挡住 当即心中大喜 他也顾不得头上的黑色光阵如何了 急忙单手一翻转 手中木然多出一个黑色的皮袋 往高空中一记 此袋子轻飘飘一转下 带口倒转 一股灰蒙蒙的阴气狂涌而出 里面赫然献出了百余明 身材高大异常 全身武装的阴甲鬼兵 此女一直留着这么一批鬼兵备用 白发美副口中一声尖笑 冲远处的金甲鬼蕾飞快地一指 鬼兵立刻刀剑齐举 驾驭着阴风直奔金甲鬼蕾喊煞而去 远处的金甲鬼蕾见到此等情形冷笑一声 他一转头对旁边一名马面人参的鬼物问了一句 这些东西交给你了 没有问题吧 这马面鬼物身体经营异常 弓身地说道 大人放心 不过是些低阶鬼物 怎么会是在下的对手呢 嗯 金甲鬼蕾点点头 顿时 这鬼物身体表面琉璃之光一闪 化为一股五色霞光 激射而出去 片刻之后 他就气势汹汹地扎进了阴风之中 凭空幻化出一对长刀 和那百余名鬼兵站到了一处 金甲鬼蕾则看也不看那边的厮杀 而是立刻口中念念有词 再次不惜神念 狂催起五龙闸来 顿时血剑蝉斗的银红一声长长的清明之后 以一划五分出了五道颜色各异的金红来 其中一道继续和炫剑交织争斗 其余的四道呢 却两两一分分别冲血袍人和白发美妇 电闪雷鸣般地积涉而去 白发美妇面色微变 忘了空中因为缺乏木青 其法力的支持 已经摇摇欲坠的绿色的光幕 又看了一眼和紫血傀儡并丽的血袍人一眼 脸色不禁阴晴不定啊 此女见取胜无望 心中不由地产生一丝退意 但就在此时忽然下方笼罩绿池的金色光阵中 一声低沉的长啸发出 接着光阵表面一阵剧烈的波动 让附近地面又是一阵轻微的晃动 这白发美妇耳中忽然传出血袍人冷冷的声音 是六族道友要出来了 这白发美妇一阵之下 面色稍一迟疑 前面寒光一闪 两道惊鸿 奇快无比的 到了进田处 无奈之下呀 白发美妇背后 披发鬼影一现 两手朝前虚空一抓 顿时两只黑色大手在金红上方一线而出 朝下一把捞去 同时美妇自己单手一翻转下 手中多出一杆白色的小翻 略以挥动 灰色霞光狂涌而出 也朝金红席卷而去 另一边的血袍人和紫血傀儡联手之下 也被另外两道金红团团围住 陷入了苦战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白发美妇心头起了一丝征兆 那不由得朝宫殿一脚扭头瞥了一眼 结果呀 此女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只见 那边宫殿角落处 原本呆呆站在那儿的 袁瑶和严丽二女的身旁 竟然不知何时 现出一个青年 此人 两手按在二女的肩头处 正有无数纤细的金红 从手中弹跳而出 往二女身上狂注而入 这青年自然是寒丽了 原本神色木然的 袁瑶和严丽 身体微颤不已 一根根血丝正被逼出体外 脸上露出了痛苦不堪的神色 白发美副惊怒之下 木然一声立鹤 小贼 你敢 韩丽对着美副的大鹤 视若无睹 只是手中涌出的金色电弧 瞬间更大了几分 也让血丝瞬间 全都逼出了体外 就被辟邪神雷 化为了乌有 二女身躯一软 往地面栽去 韩丽身上轻霞大放 把二女一下卷入其中 然后化作一道青红 直奔大殿的出口处 鸡舍而走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丧子演播的 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雅出品 白发美副一边苦苦抵挡 两道银红的攻击 一边用法力支撑着头顶的进制 延迟黑色光阵落下的速度 根本无法飞身追他 但是此女怒急之下 仍然一咬牙 木然抬手冲着青红 摇摇一拍 就这片刻的分心 头顶的光阵 马上又下落了许多 这美副心中一惊 顾不得去看攻击的结果 急忙催动空中怪锤 加大了重窟楼头 喷出的绿燕 勉强又让光阵 下落的速度位置一顿 这个时候的韩丽 眼见就要驱动青红 横跨数十丈的距离 马上就到了大殿出口了 忽然面色大变 顿光位置一顿 方向骤然间改变的斜飞出去 结果在其原先头顶的上方 阴气一凝 一只灰色鬼爪从空中浮现出来 闪电般的一抓而下 此爪足有丈许来宽 五指乌黑 有绿燕缭绕其上 鬼爪所过之处 甚至让附近空气 都是一阵的扭曲 要不是韩丽见机够快 提早躲开 一下就要被抓个正着 不过此鬼爪虽然威力其大 但只有一击之力 鬼爪落空之后 砰的一声轻响 顿时溃散消失了 韩丽心中一喜 正想一股作气飞到入口处 身后却传来凄厉的尖鸣 声音之快 在响起的同时 一股尖锐之风 到了身后附近的样子 韩丽面色大变 顿光骤然间一模糊 一下横着射出 出现在树杖外去 而这个时候 一道碧绿色的脆芒呼啸地 从原来之处一闪即逝地射出 但马上溃散消失了 韩丽也不回头 木然一手掐绝 一只绣袍向后一抖 背后金光大放之下 浮现出一个三头六臂的金色虚影 六只手臂同时一动 向后狠狠地一击 六团拳影一晃之下 就合为一股金色进风狂卷而去 绣袍中则飞出了十几颗圆珠 一晃地化作了团团清光 滴溜溜地击射出去 同一时间呢 韩丽的凡胜真魔弓 运转到极致之下 身上赫然浮现一层 仿若纯金打造的鳞片 身上黑气缭绕一下 一层黑色院甲也浮现出来 而在黑甲方一浮现 雷鸣声再起 又一层金色长袍罩在了身上 韩丽在瞬间呢 给自己加持了三道防护 他心中一松 回头望了一眼身后 还尚未等他看清楚什么 就听到轰的一声惊天巨响啊 从身后爆发了 接着一股气浪滚滚而来 只见他身后三十丈外 一道金霞和绿光融合在一起 飓风冲天而起 里面隐隐有一青色人影 韩丽目光中蓝芒一闪 灵目神通瞬间施展出来 才看清楚飓风中的人影的真实面目 结果神情一下变得难以置信 韩丽一下失声起来 啊 怎么可能 人影双袖一扶 硬生生分开了飓风里 走了出来 但是十几团青光啊 却到了其眼前了 人影冷横一声 袖袍一抖之下 一股光霞飞卷而出 想要把这些不起眼的青光呢 同样一扫而出 但是他自然却看走了眼 太小看这些雷珠的威能了 在霞光一接触雷珠的瞬间呢 青色光团障缩之下 纷纷化作了车轮般大小 骑往此人身上一滚 雷鸣声大起 光团爆裂开来 一片片青色雷云浮现而出 符纹滚动之下 瞬间就将不及防的人影 照在了其中 那人影一惊 身上骤然灵光闪动 一颗翠树虚影在身上浮出 如此凶猛的雷电之力 都挡在了树影之外 此人面色难堪异常 在雷云中冷冷注视着 不远处的寒历 他竟是原本应该陨落掉了的 木青 此女不知道使用了什么 桃李戴江的秘术 在五龙闸下逃得了性命 并一直躲在一旁 一副安然无恙的模样 但当韩丽出现 打算逃之夭夭的时候 此女再也按耐不住 木然出手了 但却一时大意 被青色雷云困在了里头 此雷云虽然无法伤及 她的性命 但是木青一时之间 根本无法离开原地 韩丽被此女目光一望 心中微寒 但身形一动 人就再次出现在 大殿入口的下方 一团青霞 卷着昏迷不醒的 袁瑶丽二女 韩丽飞快两手一招 青霞立刻飞卷过来 手臂一抬 一手拦腰抱住一个 她深气一口气 背后雷鸣声一起 双翅一扇 就要一下冲天而起 顿出此地 就在此时 异变再生 一侧空间波动一起 一团血雾爆裂开来 随着雾气中 一声怪笑发出 一直散发着血腥的大手 从虚空中闪电般地探出来 并一把抓向韩丽 这血手出现的如此诡异 几乎是紧贴着 韩丽的身子出现的 韩丽纵然伸手再灵活 也根本必无可避 只能面色一白之下 身上金光大放 凭借自身防御 硬接了 轰的一下巨响啊 血手无止 血光反卷下 一下抓破了雷袍 和黑色战甲两层防护 直接抓在了韩丽的尖头 那显然这血手主人的意思 并不是想直接击杀韩丽 只是想制住他而已 但是此人明显也是 小看了韩丽身上 那层金色鳞片的防护能力 血焰在和青袍接触的一瞬间 将其化为了乌有 但是五指 抓在金色甲片上 却感到了指尖一阵冰凉异常 并被一划而开 竟无法抓破韩丽体表 不过呢 韩丽的情形也好不到哪去 他被血手一击之下 身形一个亮呛的 差点飞了出去 但好在 韩丽身法诡异 也不是普通修饰可比 身子只是诡异的一扭 略以模糊之下 就在原地化作一道虚影 不见了踪迹 根本不给血爪 第二次出手的机会 这个时候 附近空中血光大放 一个血蒙蒙的人影一闪而出 看其打扮穿戴 熟悉异常 赫然是一只血傀儡 只是这只血傀儡厉害程度 竟然不下于 合体期修饰的样子 根本不是韩丽当初击杀的 那两只可比 远处那只紫血傀儡 在用六目不停喷出血色光柱 抵挡五龙闸的两道银红的同时呢 脑后双目突然诡异的一转 朝韩丽这边森然地望了一眼 哪还有丝毫受人控制的模样啊 韩丽自然不知道这一切 但却清晰自己绝不能被眼前意外出现的血傀儡 纠缠住 否则只要殿内的木青等妖王 有哪一个缓过手来 自己就插翅也难飞了 更何况那封印住绿池的金色光阵 一直轰鸣声不断 最为忌惮的六族也马上要冲出封印的样子 就在此时 血傀儡一转身 面无表情地叮嘱韩丽 缓缓地抬起了双手 五指上数寸血芒 若隐若现 闪动不定 韩丽心中大灵啊 口中却一声低贺 身形一晃 突然幻化出数条虚影 同时向四面八方击射而逃 所有虚影 手中各抱着两名女子 都是一般无二 血傀儡目光中血芒一闪 目光一扫之下 马上就盯住了其中一道 贴着地面射出的虚影 阴森森笑声传出之后 身形一晃 木然在一片血色霞光中 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 那道被盯住的虚影旁边 血光一闪 血傀儡身形一线而出 两手毫不客气地一挥 无数血色爪芒 呼啸而起 一下把此虚影密密麻麻 笼罩在旗下了 下边的虚影自然就是 韩丽本人了 不过 她见没有玩过此傀儡 脸上镇定异常 两手一动 一只手中黑光一起 一座黑色的小山 狂掌挡起了身前 另一只手袖袍一扬 却是一口青色剪刀 击射而出 纵然血傀儡的爪芒 厉害无比 但自然不可能抓住 拥有原词之力的原词山 只见一道血芒 在小山表面 连绵暴力而起 让小山低名不已 接连颤抖 最终安然无恙地 全都接了下来 血色傀儡目光中 一光一闪 显然大感意外 这个时候 被韩丽寄出的 那口青色剪刀 一闪到了血傀儡面前 电弧大放下 木然化成两条 青色的雷胶 一声长鸣 往血傀儡身上交叉一扑 正是天鹏足的 那口雷胶剪 血傀儡面无表情 两手手臂反手一抬 竟然用双手 直接抓向两条蛟龙 韩丽见到此目啊 脸上一丝古怪之色一闪 忽然向后退了几步 背后双翅一动 清光大放 竟带着原谣 严厉二女 化作了一根银丝 没入虚空中 不见了踪影 这血傀儡口中一声低吼 木然两手改抓为拍 轰轰两声之后 两股血侠一转之下 将两条蛟龙击飞而出 血傀儡身形一晃 也就要驾驭顿光追去 在这刹那间下方地面金光一闪 一道金色剑气 两道雪亮的刀光破土射出 一个闪动就到了近在咫尺的 血傀儡的身下处 一展而上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帐外的一侧 看看避过这出奇不意的一击 同时向下吃惊地扫了一眼 只见在下方地面上 两道金色的人影浮现出来 两个人身高丈许 均为一身的金色战甲 一个手里持着一杆金色长枪 一个双手各持一把长刀 竟是两名面色紫金的甲氏 双目目然 血傀儡目光一抬 抬手望向了一眼空中 就见这片刻的耽搁 韩丽就已经再次出现在入口处 并化作一道青红 飞射而出 一声冷哼 血色傀儡刚想有所行动 下边的两个甲氏 却身形一模糊 下一刻出现在血傀儡的两侧了 一个长枪一动 化作了一条金色巨蟒 猙獰扑出 另一个双刀一舞之下 破空之声大起 无数金色的锋刃席卷而来 两名金色的甲氏啊 正是韩丽用甲元符 召唤出来的两名影傀儡 二者大概都有韩丽 七八分实力和部分的神通 但就是这样也不可小瞧啊 血傀儡惊怒之下 无法肆无忌惮地去追韩丽 否则他这边顺移踩起 就会被攻击硬生生打断施法 他双袖一抖 一股血红的腥风狂涌而出 一下把锋刃和巨蟒 全都一卷而飞 接着在一张口 扑扑两声 两道血色的光柱一喷而出 雷鸣电闪般地洞穿了两名甲氏的身躯 在胸膛处轻易地各开出了一个洞来 但是血傀儡马上瞳孔一缩 目光闪过吃惊之色来 只见两名甲氏 金色的甲氏在金光闪烁下 身上的大洞啊 若无其事地自行愈合了 并且其中一个手中的金枪雷鸣声一起 弹射出淡金色的电弧 又一动下 一下化作了十几条金色电蛇 诡异地袭来 另外一个呢 则双手双刃往空中一抛 顿时 双刀一阵盘旋狂舞下呀 隐隐有五颗骷髅头虚影 在金光中浮现而出 同时一张口下 一股五色寒咽滚滚而下 血傀儡目光中亚瑟越发的浓重了 但是这点神通 别说只有含力七八分的威能 那就算是含力亲自出手施展 他也不会放在心上 他两手一掐绝 身体四周点点血光闪现而出 随之血光目燃大放 密密麻麻的血色光球 在附近浮现而出 傀儡随之一催之下呀 这些光球无声无息地 朝四面八方击射而去 轰隆隆一阵闷响 光球和电弧方一接触 竟化作了一团团血色的光焰 无论是电弧还是寒焰 都纷纷地溃散消灭 而血焰朝两侧在一翻卷 立刻将两名甲氏卷入了其中 纵然两名隐傀儡 拼命挥动手中的冰刃抵挡 并放出了片片灰色光辖 护住了全身 但也不过让血焰略微一凝 就一压而破 血焰一下落在了两名甲氏的身上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两名甲氏在熊熊燃烧的血焰中 身体迅速地溶解消融 转眼间化作两团血水 在血焰中彻底消失了 血傀儡丝毫不停 身形移动 化作一道血光 向入口处积舍而去 虽然寒历似乎早就跑掉了 但是此傀儡却毫不在意 只要寒历未能一口气跑出 百里之外 他神念一扫下 仍可轻易地找出寒历的位置 然后追上他 当血光从地下一下冲天飞顿出来时 地上宫殿空荡荡 哪还有寒历的丝毫踪影啊 傀儡在顿光中现行出来 一扫附近的情形 口中发出了阵阵冷笑声 他双目一闭 两手一掐绝 就在此地放出了神念 往四周一扫而去 仅仅片刻的功夫 傀儡睁开了双目 口中一声长啸发出 血光一起 再次化作一道血红 飞射而出了 看方向啊 正是那蓝色通道的出口处 几个闪动中 血红就在宫殿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全力飞顿之下 这血傀儡速度实实惊人啊 在几个闪动中 血色顿光就出现在了 原先的入口之地 只见蓝色通道安然健在 在血傀儡神念的感应中 韩丽早已顿出了百里之外 故而他丝毫迟疑没有 驱动顿光 一闪地没入蓝色通道中 血红几个闪动后 一下冲进了入口处 突然面对一声怪吼声发出 接着雷鸣声大作 血傀儡一惊 盲定睛一看啊 只见一头体型树杖的 大的雷鸣兽 那在入口处上空趴扶着 周身银湖闪动不定 吼声一起 此受立刻气势汹汹一扑而下 血傀儡大惊失色不禁 尸声大叫 不可能 这下方的宫殿啊 已经有两只雷鸣兽了 此地怎么又木人冒出第三只了呀 但是面对此凶兽 这血傀儡满肚子的惊骇 哪还过得上去追韩丽啊 当即身上灵光一闪 以免木牌飞射而出 磁宝滴溜溜一转之下呀 喷出了一片霞光 一下把他护得严严实实 血傀儡又双手一掐绝 从身上冒出团团的血雾 将其身形若隐若现地 淹没进其中了 面对雷鸣兽啊 这种可力敌合体巅峰的可怕存在 他如临大敌般采取了坚守之策 只有如此做呢 他才有可能挡下雷鸣兽 一轮凶猛的攻击 再另谋他脱身之策 就在血傀儡身形在入口处一顿 略以耽搁的时候 附近虚空中一阵的嗡鸣声传出 一道道银符在虚空中诡异的浮现 灵光一闪下呀 同时碎裂开来 荧光大放 在无数符文翻滚下 一座巨大的银色光阵隐隐成形中 这正是韩丽事先布置在此地的九宫天前府 也不知道使用了什么秘术 人在百里之外 仍能让血傀儡一下触发了此埋伏 那只鸣雷兽却面上古怪之色一闪 身形一凝 竟停在了光阵的正上方处 这血傀儡心中一领心智不对呀 但望着上空的鸣雷兽一眼 略以犹豫下 身形却往地面一坠而去 但其身形方一下坠数丈时 下方一声悦耳的清明声传出 银光一闪 一只银色的火鸟在虚空中诡异地浮出 此鸟只有持续大小 一张嘴 十几颗有些眼熟的青色圆珠 喷了出来 一闪即逝地冲着血傀儡积射而去 这血傀儡心中一惊啊 这些个圆珠的威力 它是亲眼见识过的 怎肯应接它们 向一旁闪避 如此近的距离 十几颗圆珠已化作青色光团 同时射来 却有些来不及了 无奈之下 它只能身形猛然向后一退 想暂时拉开些距离 先避过这些雷珠再说 但让血傀儡没有想到的是 当其身形再次没入银色符纹中时 九宫天前浮 所化浮振微能 一下爆发而出 它只觉得眼前荧光一闪 四周景色一阵的恍惚之下呀 人就木然身处一片光蒙蒙的白雾中 血傀儡慌忙四下一扫 远处隐约可见高墙电雨 楼台阁楼 不知有多大宽广的样子 而空中荧光一闪 将整个天空遮蔽得 严严实实的样子 血傀儡不禁震住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桑子演播的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雅出品 以他的见识 自然一眼看出四周禁止 非同小可 想要短时间内冲出去 恐怕不太可能 与此同时呢 在光阵外面 十几个青色光团 即将没入光阵中的一瞬间 忽然一颤地悬浮不动起来 纷纷现出了圆珠的圆形 这些雷珠表面闪烁的 青光一脸全灭后 目然倒舍而回 被银色火鸟一张口 从容地在吸入了肚中 双翅翼盏之下 银色火鸟发出了 几声清明之声 似乎欢喜异常 空中那只鸣雷兽 却发出了几声怪异的圆体 身上银色电弧 纷纷溃散湮灭 紧接着黑芒一闪 体型迅速缩小 竟化作了一只 半尺高的黑色的小猴 正是韩丽的蹄魂兽 此时一见法阵 真的困住了血傀儡 二话不说一扭头 立刻化作一道乌光 也朝远处飞射而走 而银色火鸟在空中 盘旋了几圈 身形一晃 竟化作点点银雁 溃散不尽了 百里之外处 韩丽正勇霞光卷着二女 一路狂顿而走啊 忽然她神色一动 脸上露出喜色来 单手一掐绝 再往虚空一抓 砰的一声轻响 一团银色火焰凭空浮现 在滴溜溜一转下 木然化为了银色火鸟 此火鸟方一现行出来 立刻一张嘴 将十几颗雷珠 再次喷射出来 韩丽袖袍一抖 霞光一卷之下 雷珠就一下不见了 随之火鸟 往韩丽身上一射而去 没入其身体中 不见了踪影 韩丽目光中一芒一闪 随即闪过了 若有所思之色 并将顿光略微放缓一下 仅仅片刻的功夫 后边天空破空声传来 一道乌光从天而降 随之光芒一脸 提魂兽化作的小猴 从空中一个跟头 落到了韩丽的尖头之上 韩丽面露微笑之色 伸手抚摸了小猴几下 刚才提魂兽 和士灵火鸟的配合举动啊 它都从暗藏火鸟中的 一丝分念中 知道得清清楚楚了 能够如此轻易地困住 那只可怕异常的血傀儡 这也有些出乎韩丽的 预料之外的 它袖袍一抖 这小猴也化作一道乌光 射入其袖中 被它收藏到 袖口中的灵兽环里了 下面 韩丽不在座任何保留 背后双齿狂山际下 在五色灵光和青色霞光的闪动 木然间化作一根精丝 破空而出了 只是几个闪动之后 精丝就在天边尽头处消失不见 再无任何踪迹了 同一时间在地下宫殿中 木青此女仍被困在雷云中 但是此女接连攻击情况下 雷云终于开始摇摇欲坠 即将危能耗尽的样子 在绿池的上方处 白发美妇和血袍人 紫色傀儡 仍苦苦地抵挡着五龙闸的攻击 在他们的四面八方处 一口巨刃耸立在那里 无数寒光从这些巨刃上席卷而出 其犀利程度 即使二人和傀儡联手下 也已经损坏了十余件宝物了 只能苦苦地用本身真元 催动着本命神通 勉强维持着 不让这些寒光近身 在空中的黑色光阵 已经离他们不过十余丈高了 一副随时可能彻底落下来的样子 至于白发美妇和百名鬼兵呢 和金甲傀儡那边 那一只高阶鬼物混站在一起了 这些鬼兵联手配合下 竟然大战上风 反将此名鬼物困在了其中 而金甲傀儡两手掐绝 目光中神色不定 似乎想做什么 但又犹豫不决的样子 就在此种混乱之极的局面下 那封印绿地的金色光阵 一阵的轰鸣 寸寸地破裂而开 再次露出了 翻滚不已的白色的灵雾 池中一声长啸 黑光一闪 一道高大人影 从里头一飞出来 数刻钟之后 被黑光 光幕笼罩的区域中 传出了几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接着光幕剧烈地颤抖起来 轰隆隆地爆裂声 接连不绝地从地面下面传出 随之 以地上宫殿为中心 方圆数里的地面 都被几道粗大的光柱 冲天而起后 轰然坍塌而下 这宫殿彻底地崩溃消失了 在原处最后 现出一个超级大坑来 而在大坑的附近的地表 更有几道粗约树杖的长长的裂口 一直延伸至十余里外 随着坑中传出了几声怒吼之声 树团灵光从里面前后追逐地飞射而出 其中的一团在前百余杖 其他灵光在后 那风驰电掣一般一闪之下 就飞至蓝色通道的入口处 全都冲出了黑色的光幕 然后破空之声大起 再次向远处击射而去了 木然 后面几团灵光间 竟爆发了争斗 他们一边出手相互攻击 一边紧追前面的那团光不放 其中一个光团一顿 突然从基站中脱离开来 竟方向一变 单独离去了 转眼间 黑色光幕附近再次安静下来 四下一片寂静无声 韩丽一边用青霞卷着 圆瑶二女鸡舍飞盾 一边小心地将神石内侍 查看体内印记的封印情况 还好 印记到现在还凝固如初 并没有松动的意思 韩丽这才稍安 但是提制的心呢 始终没有彻底放下来 他很清楚 这是因为几名妖王 现在有钥匙缠身 无暇分心他身上 等六祖等人空闲下来 想起了他了 一催动印记 他根本无法压制多久 故而啊 韩丽带着二女 并没打算就这么一只狂奔逃下去 飞出了百月里外 前方出现了一处黑气弥漫的丘陵地带 阴气凝结厚重 韩丽心中一动 略以思量 带着二女啊 顿光一落 几个闪动中 青红一下没入黑气 不见了踪影 这丘陵中的景象 并不是韩丽想象中的那般凄凉 高矮不一的地面上 除了生有低矮的灰色灌木 还有另外几种高大树木长着 这些树木颜色都有些暗淡 但是枝叶呢 却极为茂盛 几乎覆盖了近半大的大小丘陵 韩丽在淡淡的黑气中又飞了片刻之后 在一座类似小石山的丘陵处停了下来 但是念四下一扫 确定附近没有什么强大鬼物之后 立刻双袍一抖 一口金色小剑击射而出 一晃之下 这小剑为树道金光 往一处石壁上狂斩而去 轰隆隆的一声 低沉闷响后 一个硕大洞口浮现出来 金光仿佛灵蛇般的狂钻而入 韩丽就双手倒背地站在洞口前 过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 这金色小剑一飞而回 韩丽神色一动 一翻手掌 手中多出了一叠颜色各异的小旗 抬手一抛之后 五颜六色的光芒 没入洞口附近不见了踪影 顿时 一股看似普通的黑雾滚滚涌出 一下和附近的阴气凝结在一起 再不分彼此了 韩丽单手冲着身后的青霞一招手 身形一晃 飞入其中 二女则在青霞包裹中一闪 同样轻飘飘 没入到黑气之中 这个临时藏身之所的最深处 开得并不大 不过方圆十余丈而已 倒是所处深邃之极 只同丘陵腹部的最中心处 当韩丽身影 一晃地出现在石头 动得尽头 并靠着石壁一端盘膝坐下之后 二女也被霞光一卷 放到了这里 并缓缓地平放到地上 霞光一闪 彻底溃散消失了 二女双目紧闭 仍然昏迷不醒的样子 韩丽对此毫不稀奇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这些神雷灌注二女的身体 而二女呢 又多是半鬼之体 自然无法安然承受这番喜荡之苦的 那当然了 这也和圆瑶二女本身肉身 并不强横有关系 要是换作韩丽这般强大的身躯 根本不会在意这点痛苦的 不过 韩丽敢施展此霹雳手段 肯定是胸有成竹 另有办法马上唤醒二女 只见她双手灵光一闪 十几根细长的银针 和一叠青色的符露出现在手心当中 她单手一扬 十几根青丝发出痴痴之声 击射而去 一闪地没入了二女的身体里 只露出了半截儿来 二女虽未行转 但是脸上马上露出痛苦之色 韩丽对此视若无睹 另一只手上的符露 却转化为一片清光 朝二女迎头照下 在青蒙蒙的灵光中 二女痛苦之色慢慢地消失 气色大好起来 而韩丽呢 两手掐绝 一道道玄傲的法绝 透过青色的光幕 纷纷没入二女体中 而那十几根银针 则随着这些法绝的打出啊 也在极其有规律地轻颤着 同时银针本身银芒 忽暗忽明 闪动不停 韩丽轻吐了一口气 单手一招 二女身体表面银芒一闪 十几根银丝 积涉而回 没入到袖口当中 韩丽张口 淡淡说了一句 二位道友 还不醒来吗 韩丽的声音虽然不大 但是话语中呢 却用了一分精神刺神通 当然了 只是轻微至极 根本不会伤到二女的神识 但是就这一点 足可以把二女唤醒了 袁瑶口中 英宁一声 长长的睫毛一动 睁开了美目 目光有几分茫然 但马上想起了什么 目然一惊 坐直了身子 韩导友 是你 一看到近在咫尺的韩丽 袁瑶神色一松 阴口一张 又想再说些什么 但是韩丽白白手 神色凝重地说道 袁姑娘有话 一会儿再细说吧 先看看体内是否有样 袁瑶神色一临 点点头 当即盘膝做好 再次闭上了双目 片刻之后 严厉也苏醒了过来 结果在韩丽的嘱咐下 同样内视体内的情况 过了一小会儿功夫 二女常常吐了口气 在此睁开了双目 严厉站起身来 冲着韩丽 脸人一礼说道 我体内东西 都已经清除干净了 这一次 多亏韩兄出手 否则我和师妹 再接难逃了 她在昏迷之前 虽然身体无法自主 但是神识呢 却异常清醒 被禁止住之后 二女自然心中恐惧 非常 以为这一次 真要遭那白发美妇的毒手了 但是没想到 韩丽在如此的情况下 还能出现身边 救走了他们 昏迷之后 严厉不知道 韩丽如何做到 这种近似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想成 过程呢 必是极其凶险 故而 此女感谢之言呢 说得极为的诚恳一场 袁瑶也随着严厉 同样试了一礼 虽然没说什么 但是面上的感激之色呢 自然不会少哪儿去 事关自己的小命 韩丽没有多说什么客气的话 直接提到了印记的事 啊 二位道友不必多礼 在下如此做 其实有不少是为了自己 现在我强行镇压住体内印记 但无法持续太久 鬼婆等人 随时都可能催动他 二位不妨看看 此地的阴气 是否可以用来驱除我的印记 听韩丽这么一说 两人互望一眼 随即四下一望啊 感应到此地的阴气 袁瑶低头沉吟一下 缓缓地说道 这里的阴气 虽然没有我二人 想要那般浓厚 但驱使起来的话 倒有六七成的希望 韩兄觉得我们是另寻一处 阴气更凝重之地呢 还是就在这儿 冒险试一试 韩丽思量了一会儿 毅然地说道 六七成 这已经足够了 在另寻其他地方 恐怕时间来不及了 那些妖王 已经知道我没有陨落 一旦缓过手来 肯定会催动印记 寻找过来的 韩丽的性子 虽然一向不做 没有把握的事 但是真到了 必须赌上一把的时候 韩丽可丝毫不会犹豫的 哈 我和师妹就依韩兄之言 马上布置转轮聚阴阵 凭借此阵的威力 足可以在短时间内 聚集惊人之极的阴气 借用这些阴气之力 我们三人在合力之下 就可以一下驱除那几个印记的 显然此女也属于在此地形式的 圆瑶美目 眸光流转几下 也连点头 时间如此紧迫 三人自然不会再磨蹭什么 一达成共识之后 三人立刻飞出了洞窟 来到了低空处 严厉的目光在附近一扫 当即单手一抬 手中一团阴风 木然浮现 凝聚一团 转眼间化作了一感灰蒙蒙的小齐 把此棋往空中一抛 此女口中念念有词起来 小齐在法觉催动下 滴溜溜地在空中转动不停 同时喷出无数道灰色的阴丝 漫天飞舞 韩丽望向空中的小齐 双目微眯 结果呀 如此多阴丝忽然往同一方向上 笔直的一凝 画作了一根笔直的尖锥 直直地指向了不远处的 另一座小丘陵处 严厉悦耳的声音从空中传来 找到了 那里应该就是附近阴气最浓的一点 最适合当作转轮聚阴阵的法眼 他们和韩丽并肩一起的圆瑶 听到这话呢 脸上也现出了一丝喜色来 当即 三人立刻飞射过去 然后韩丽继续在悬浮高空警戒着 圆瑶二女开始以那丘陵为中心 布置起一个超大的法阵起来 此法阵面积广阔至极 足可将下方 整座丘陵包括其中 韩丽在空中看着下方逐渐形成的法阵 单手摸了摸下巴 脸上不时浮现出若有所思之色 两个时阵之后 下方法阵还在布置当中 如此长的时间 即使韩丽平常再如何胸有成竹 也有一丝交集了 毕竟 现在时间对他来说可是紧迫之极 六祖等人随时可能催动他体内印记 不过韩丽本身也精通阵法之道 知道这般巨型阵法布置起来的繁杂 故而还是强行按耐住心中的担心 默默地在空中等候着 又过了大约一顿饭的功夫 圆瑶二女从地面上飞起来来到韩丽的身前 严厉此女满脸笑容地说道 韩丽 法阵已经布置完毕 可以凝聚 阴气给你驱除体内印记了 韩丽大喜刚想回复什么 但忽然面色一白 身形一颤 体表一阵清光荡漾 二女吓了一跳 圆瑶更是大惊失色 这是 有人催动印记了 就是不知是那几个妖王中哪一位 韩丽身上金光一闪 重新站稳了身形 声音一沉地说道 说这话的时候啊 她体内的灵压忽高忽低 显得极其不稳定 二女护望一眼露出了担心之色 没关系 现在此印记我还镇压得住 先一步把催动的印记除掉 就没事的 韩兄所言有理 师姐 我们快点施法吧 嗯 这个自然 不过有件事 我二人还未和韩兄提过 这阴气入体秘术 原本是在鬼羞和鬼物身上的 韩兄以常人之躯 接受阴气贯注 肉身要承受剧烈的痛苦 一个不小心 当场昏死过去 也是可能的 但一旦昏迷过去 没有韩兄亲自引导阴气的话 施法也就失败了 韩兄明白小妹的意思吗 剧痛 放心 韩某别的不敢说 对自己的肉身 还是有几分自信的 韩丽这话倒是一点没夸大 如今她肉身的强横 实时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 先后修炼过 数种肉身锻炼的秘术 外加本身多次的奇遇 用数种灵药不断地淬炼过 对别人身体的致命伤害的东西呢 她却可以完全忽视的 见韩丽这般自信 严厉点点头 当即招呼韩丽 往下方阵眼处 也就是那座丘陵处 落了下来 丘陵顶部只有十余丈大小的 一小片平地 故而此地呢 早已布置下一个阵中之阵的 小型法阵 三人并肩 走进了这个小型法阵中 韩丽盘坐居中 二女两侧稍后处 当韩丽缓缓闭上双目时 二女同时一张口 喷出一颗乌黑的圆球 此圆珠滴溜溜一转 向小型法阵两端积射而去 一闪后 分别镶嵌进了法阵中 两个早就准备好的凹槽里 然后二女同时掐绝 一催之下 法阵嗡鸣起来 从法阵四周 冒出了一股股黑色霞光来 波浪状地 向四周一下荡漾开来 刹那间呢 以丘陵为中心 整座巨型法阵 一下被激发了起来 一团团阴气 从法阵各处冲天而起 随即在禁止之力的作用下 飞快地旋转起来 竟在百鱼杖高空 形成了一个巨型的漩涡 此漩涡面积之广 足可以将整座法阵 照在其下还绰绰有余 让人看了不禁心惊肉跳啊 在漩涡巨大的吸力下 无论是空中还是深埋地下的精纯阴气 都化作屡屡的黑气 源源不断地狂涌而出 被空中黑洞一吸而入 让黑色漩涡变得更加壮大 吸引阴气的范围呢 也越加地宽广 韩涡这时候若是朝高空望去 可以看到漩涡中心处 一团团黑色的光霞在飞快地转动不停 不断地把各种阴气搅碎 然后重新融合一起 里面正有一颗漆黑如墨的球体 在徐徐地成形 在乌黑球体中 一股惊人的灵压 隐隐散发而出 似乎包含着一股强大之极的力量 似乎随时都可能从漩涡中坠落下来 圆瑶和韩力 滴滴地念动着 晦涩玄奥的咒语 两手不停地掐绝 朝自己所处的小型法阵 打出一道道的法觉 从而让空中漩涡越转越快 仅仅片刻的时间 漩涡吸纳的音气数量就骇人听闻了 就在这时候 四周远处忽然鬼笑声响起 鬼哭之声接连不绝 此起彼伏 似乎无数的鬼物 都被空中的黑色漩涡所吸引 冲这边聚集而来 圆瑶听到鬼笑声 眉头微微一皱 虽然从气息上 并未感觉到 有什么强大鬼物存在附近 但万一在施法关键的时候 有这么多鬼物冲击法阵 那也不是说笑的事 看来他们还是小瞧了精纯阴气 对鬼物们的致命吸引 当尚未等此女起身 想先灭杀掉这些低阶鬼物的时候 前面盘坐的韩丽啊 忽然绣袍中冲着空中一抖 竟把一只乌黑的灵兽寄了出去 此环 滴溜溜在半空一旋转 一道金光和一团乌光射了出来 光芒一脸呢 献出了一只豹子般的小兽 和一只乌黑的小猴 那正是提魂兽 和进阶后的豹灵兽 二兽方一现身出来 在韩丽的一摧之下 一个在黑光闪烁中 化作了十余丈高大的巨猿 冲一边大步一脉 纵跳而去 另一个身形一晃呢 则幻化出了十几道的残影 向另外一侧一闪即逝地不见了 袁瑶见子一正 严厉却笑着开口 严师妹不用担心 韩师兄 能从鬼婆等人手中 把我们救出来 神通之大可想而知了 自有办法驱除这些低阶鬼物 不会打扰我等施法的 袁瑶奄然一笑 师姐说的是 倒是羊儿多虑了 韩丽微微一笑 并未睁眼 袁姑娘高看韩某了 不过区区鬼物 倒的确是无需在意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边远处响起了 冲天而起的原题之声 声音滚滚而来 微风凛凛 那边鬼物叫声 顿时戛然而止 再也没有任何声息了 与之相对的另一边 无数鬼物发出了 凄惨之极的哀鸣之声 鬼笑声大乱起来 接着笑声 似乎变得恐惧异常 并飞快地远去 最终再也无声无息起来 严厉亚瑟一闪 看来韩兄两只灵兽 真的非同一般 竟这么快就把那些 鬼物驱除干净了 此女虽然相信这些鬼物啊 肯定不是那两只灵兽的对手 但是 这么快就办到此事 还是让她有些意外 韩丽听了 笑了一笑 那只暴灵兽 或者只击杀了一小部分鬼物 将大部分呢 只是驱逐而走而已 提魂兽那边呢 所有的低阶鬼物恐怕呀 此时都到了此兽的肚子里了 心中想着此事 韩丽没有接口说话 反而说道 我已经调节好体内经脉 空中阴气也聚集了不少 应该足够施法了 我们开始吧 现在只有一名妖王催动印记 再多上两三位的话 我就可以无法压制住了 嗯 的确差不多 师妹 施法办 严厉抬头往空中漩涡看了一眼 双目一瞇 凝重地说道 袁瑶肃然点点头 并无反对之意 于是 当即二女手中黑霞一闪啊 各自手中飞出一杆 寸许长的乌黑番旗 同时往两阵 两侧一抛 一下化作了两杆黑乎乎的巨番 耸立在法阵之外 接着 二女再一掐绝 轰隆隆的嗡鸣声 立刻从高空中传了过来 随之 漩涡中黑色巨球表面 霞光一闪 徐徐转动起来 竟有两股黑色霞光 包裹着两股浓稠如液的 黑气滚滚而下 直接没入到两杆巨番之上 不见了踪影 盘坐在韩丽身后的原谣二女 身上骤然间黑气滚滚 一股股强大之极的灵压呀 木然从她们身上散发而出 二女一声娇斥 同时两手一抬 食指冲着韩丽身后连弹不停 痴痴地破空之声大作 无数道黑丝从二女指尖探出 一闪即逝地 没入韩丽的后背之中了 韩丽身形微微一颤 若无其事地接受下来 袁瑶和颜丽 见到此行星 不禁互望一眼 均从对方眼中看出了 几分钦佩之色 但是二女手中 手指不停 密密麻麻的黑丝 如同狂风暴雨般击射而出 瞬间功夫就没入了 韩丽身体各处 但是这个时候 韩丽除了身上的清光微闪之外 丝毫异样没有 这一下 袁瑶和韩丽严厉呀 不光是佩服了 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要知道当初她二人 被辟邪神雷没入身体时 几乎一瞬间功夫 就剧痛晕了过去 韩丽现在承受的阴气之多 已经远在他们承受的 辟邪神雷之上了 二女不禁迟疑起来 继续灌注阴气 我已经感受到阴气 有一丝松动了 就在二女愁愁的时候 韩丽清冷的声音 木然传来 听到韩丽这么一说呀 严厉深吸了一口气 冲袁瑶点了点头 当即心中秘书一催 此女身上黑气一阵翻滚 高涨背雪之高 随即凝聚一起 化作一团刺目的黑光 将此女身形彻底地 淹没其中了 一旁的袁瑶瑶犹豫呀 但看了韩丽一眼背影 见起一副 稳稳端坐的样子 似乎觉得无碍 当即也同样失法 身上浮现出黑色的光霞来 片刻之后扑扑两声 两道漆黑如墨的光柱 从两团黑霞中喷出 一闪即逝 没入韩丽的身体之中 如此大量的阴气 一下灌注体内 韩丽不禁闷横一声 身形晃了一晃 体表的清光一阵地闪烁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上的漆黑黑的球体 从漩涡中缓缓地浮现出来 不是有黑色光霞席卷而下 狂注到下方法阵两侧的高大翻旗上 而两杆巨翻通过禁制之力 将一股股精纯之力 传到了巨型法阵的阵眼处 此刻丘陵顶处的小型法阵 彻底被黑色的光霞笼罩住 韩丽三人身形全部淹没其中 黑乎乎的一片下 不见其中的任何情形 附近除了法阵运转发出的阵阵低名外 再也没有其他的动静传出 随着时间的流逝 悬浮在高空的巨大黑球 体积渐渐地变小 这自然是因为精纯阴气 迅速流逝的缘故 忽然啊 下方法阵中传出一声大喝之声 阵的黑色光霞一阵地颤抖 接着砰的一声 一团拳头大的绿光 竟破开黑霞冲到外边 一个排旋 想要朝某个方向飞走似的 但一声冷哼之后 一道金色剑光从黑霞中击射出来 一闪击射后 瞬间化作了一团刺目金芒 把绿光卷入其中 给斩得粉碎 黑霞一阵地翻滚之后 立刻变得稀薄起来 露出里边若隐若现的 三名盘作人影 同时呢 小型光震嗡鸣声一指 暂时停了下来 片刻之后 黑霞中传出寒厉 有些疲倦的声音 但声音中难掩 一丝兴奋 有了倒有了 第一个印记已经拔除 我们开始下边一个吧 寒凶 灌注如此多阴气 你的身体真能支腾下去吗 要不要稍加休息 再接着进行呢 一个悦耳的女子的声音 颇为关心地问道 寒厉苦笑一声 多谢袁姑娘好意 但是时间紧迫 必须抓紧 把其余三个印记 解决掉才行 否则 持则生变呢 严厉的声音 肃然地传出 既然寒兄觉得无事 我师妹就不再劝说了 倒有实在无法坚持下 提前说一声就行 好 寒某知道了 下面我们继续吧 寒厉似乎笑了笑 但口气毫不犹豫 于是 袁瑶一声轻叹中啊 法阵中的黑色霞光一盛 又一下 嗡鸣起来 在黑霞当中 身形模糊的 袁瑶二女 再次释放出 一道道漆黑光柱 纷纷纷 纷纷没入到 韩丽的身体里 就在 韩丽逼出第一道印记 把他毁掉 同时 在离韩丽等人 数十里外的地方 一座千丈高山上 一个浑身绿蒙蒙的人影 站在一块巨石上 正面 带着惊疑之色 望着韩丽 身处的方向 怎么可能 我留下的印记 竟然被毁了 按理说这些印记 不到合体级以上的修饰 不可能逼出来的 难道另有高人助他 这个人影 身材高挑 面容秀丽 赫然是木青 此女不知何原因呢 竟然没有和六祖等人 在一起 独自前来寻找韩丽 并在途中 她还施展秘术 催动了韩丽体内的印记 让韩丽不得不 第一个先毁掉了她 所种下的印记 此女秀眉紧皱喃喃几句 这可有些麻烦了 印记最后毁掉的感应 应该是此方向不假 但如此大广阔的面积 搜索起来可极为不易 只能碰碰运气了 说吧 此女丝毫不迟疑 身形一晃 化作一道绿红 击射出去 另一处白骨遍地的荒原上 三个人 一个傀儡 正悬浮在空中 互相对峙着 说话的是站在紫血傀儡 肩头上被一团血物包裹的血袍人 刘祖兄 现在我等已经甩开那名浮游族人 和两只鸣雷兽 你该把鸣和神乳拿出来 三人平分了吧 白发美妇在八名鬼王的簇拥下 面孔阴森地说道 道友先前对我等的呼唤一直不理不睬 难道心生独吞的念头了 六族兄不会忘记我等出发前所发的誓言 以及用血皱树彼此共下的禁止了吧 若是我等几人拼着元气大伤发动禁止 道友的修为也会损失大半的 一个身兆黑袍生有富眼的男子 自然是六族了 此刻的悬浮在白发美妇等人对面 目光在对面两人身上一扫 终于淡淡地开口说道 按照我的本意 自然想和几位道友平分神乳 但可惜的是 池中的神乳在不久前 被人娶过一次的样子 剩下的这些 不过勉强够我一人质疑 如何跟你们平分 这样吧 神乳全部归我 我另有许多珍惜之物作为交换 也算没让你们白跑一趟 二位觉得如何 白发美妇脸色一沉 怒声说道 什么珍惜之物 能和明和神乳相提并论 除非你有对进阶大成期的 有效的灵药 否则其他东西 在普通修饰眼中 再价值连城 对我等这样的修为之人 又有何用呢 血袍人听了这话 目光连闪 没有马上言语 见血袍人没有一口回绝 六族直接点名问道 地区老弟 你觉得怎么样 虽然眼前有两个人 但是只要其中一个 答应这个条件呢 另一个人自然无法反对 必定六族的修为远胜二人中的任何一位 只剩一个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白发美妇一扭头冷冷地说道 地区 你不会真老糊涂想答应这个条件吧 血袍人低沉地说道 若神儒真的只剩下一份 就算六族道友真愿意拿出来和我们平分 数量如此稀少 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大用 若仍是只能归一人所有 和现在又有什么区别 还是蓝道友觉得 自己应该占据这份神儒 六族阴沉一笑 的确道友所言极是 在下也是这么想的 你 白发美妇略微一睁 但随其冷笑着说了一句 谁知道他手中是否真的只有一份神儒 我等可没亲眼看见 血袍人眼中绿色一闪 盯住六族面孔不放 不错 这也是本人犹豫之处 六族道友 你是否该证明给我等看看 刚才所说之话 六族沉默了一下 半赏后尝出一口气说道 明和神辱作用 只在第一次才有神效 第二次在服用和洗涤的话 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这一点 两位道友应该是清楚的 在下除非是头脑昏了 才会为了无用的东西 和两位道友翻脸 二位还不知道明和神辱是如何装取的吧 白发美副怀疑地问道 六族道友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明和神辱的取出除了切断相关的灵脉之外 还另有什么玄机吗 六族覆墓上绿芒一闪 袖袍一抖 一雾飞出 落到的手里 然后轻轻拖起 竟是一个晶莹剔透的长方形的砖块 仿佛水晶制成 表面光滑异常 透明清澈之际 而在此砖的中心处 却有一团拳头大小的鲜红液体 里面轻轻晃动着 虽然隔着一层晶体 仍然是一股惊人灵气 从砖上散发出来 并飞快地形成一缕缕乳白色的灵雾 在附近盘旋不定 转眼间就被此砖包裹的样子 六族冷静异常地说道 此物叫做脆精砖 是浮游一族 专门用来汲取和存储 明和神乳的特别研制出来的 平常此物一安置在那地下大殿的池子下 便会立刻和灵乳灵脉融为一体 想要再取出来是千难万难的 神乳一旦被汲取在此物中 除非有浮游族特制的一种秘符 否则就是合体级的修饰 短时间内也无法取出神乳分毫 除非我等修饰用体内真火 静静炼化此物十余年之后 才有可能把此砖炼化 现在神乳数量有多少 二位倒有可以亲自辨认一下了吧 血袍人目光 在那水晶砖上扫了数遍 不觉得闪过了一丝贪婪 口中又不信地说道 此物灵气 的确和那池子中的灵物气息一般无二 应该是明和神乳不假 但是说我等无法毁掉此物 倒有不觉得有些夸大了吗 看来空说无凭 这样吧 我把此物放在头顶上空 两位倒有尽可以全力摇空攻击此物一次 若是能伤到此物半分 我立刻把明和神乳奉上 若是不能 此物就归我所有 我另给二位倒有补偿 否则的话 就算几位催动的血咒术 也不会比在下好哪儿去 反而在此地可能便宜其他人 白发每副双目一亮 大动心 此话当真 我就在这里如何可骗 好 就这么说定了 白发每副一口答应下来 显然对自己同样有些信心 血袍人目光闪动几下 竟这般说道 若是我无法击破此物 我也不要什么其他交换 我只想让六足兄 陪在下去一趟磨坟 帮忙取两件宝物出来就行了 去磨坟 那些天外魔头虽然身死不知多少年了 那些魔器已经通灵化形 比一般的通天灵宝还要厉害几分 再加上那里身处魔器和阴气混合凝厚异常 一般人可是在里面寸步难行 上一次木青道友你们不是闯过一次 无功而返了吗 六足道友何必明知顾问呢 既然那韩小子没死 有他的辟邪神雷开路 再有六足兄相助 此行绝没有问题 木青道友途中离开 说不定已经去寻他了 听了血袍人如此一说 白发每副眉头一皱 目光闪动不定 去磨坟的话 恐怕要耽搁不少时间啊 万一浮佑族的援军忽然到了 可谁都走不了 血袍人黑黑一笑 若是浮佑族真的那般快地进入此空间 那名残余的浮佑族 富神傀儡 又何必这般和我们拼命呢 只要静待援军岂不更好 短时间内 浮佑一族应该不会有什么人进入此界 当然了 其中自然有些风险 但六足兄 以独享鸣和神儒 为我等冒些风险 也是应该的吧 六足面上没有什么表情 但复眼一阵地流转 暗自权衡其中的利弊 好一会儿后缓缓地说道 好 我可以陪你们去磨坟走一趟 但是只能助你收取两件磨器 想要再多的宝物 就要看到有你自己的本事了 一言为定 至于这脆金砖之事 在下相信六足兄之言 就不用出手了 血袍人哈哈大笑 身形一晃 竟徐徐向后飘落树杖 一旁 化为和常人无异的紫血傀儡 也目然同样退后了几步 见他和地穴老怪谈妥了条件 六足目光一转 副眼盯住了白发美妇 隐隐地有韩丽之色闪过 谭道友 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条件和地穴道友一般 不过 我还是要试试这脆金砖 是不是真的牢不可摧 何宇 道友放手攻击吧 六足道也干脆一口答应下来 手一抬 那块脆金砖 立刻飞到头顶上空七八丈处 悬浮不动了 白发美妇盯着金砖 目光中火热之色一闪 袖袍一抖 身后的八名鬼王 瞬间往旗上一扑 黑光闪动间 白发美妇再次啊 披上那层黑幽幽的战甲 手中多出了一杆怪锤出来 单手轻轻一抖 顿时一阵怪笑声从锤上发出 八个骷髅头虚影在锤头附近 一阵的乱晃浮现 六足的目光在那锤上一扫 声音丝毫不变地说道 道友这件宝物纵然神通不小 但想要碎开脆精砖 却不大可能 不过丑话说在前头 蓝道友最好只攻击脆精砖 若是想在攻击时另有什么手脚 可别怪在下翻脸无情 白发美妇没有理会六足后面的威胁 木然把手中的怪锤往空中一抛 是不是真的坚不可摧 试试之后再说吧 刹那间鬼气森森 阴风大作 这怪锤一下狂掌数倍 表面镶嵌的八个骷髅头 一阵蠕动不已 口中乱嚼怪笑不已 接着一团团绿燕在此锤附近凭空浮现 将锤子化作了一团巨大火球 这些绿燕似乎具有莫大的威能 熊熊燃烧之下 甚至让附近的空间都隐隐地模糊不清 仿佛被扭曲了一般 六足面无表情 只是双手抱毙站在那里 静等白发美副出手 血袍人目睹怪锤的威姿 却双目一眯 藏在血光中的面孔 露出了一丝莫名的诡异 美副口中这时候一声大喝 这怪锤跌溜溜一转 朝那不过持续大小的金砖 狠狠地砸了过去 不过这巨锤在落下途中猛然一颤 绿燕高涨 竟幻化出数以百计的锤影 从四面八方同时击在这金砖之上 这一击几乎相当于百鱼击同时击出 六足目光中一正 但嘴角还是露出了冷笑之色 轰隆隆的巨响从空中连绵不绝地传出 仿佛有数百计惊雷在高处同时爆发 让附近的空气都嗡嗡回响不已 血袍人面色微变 此锤在对抗地下大殿中的黑色光阵时 并未看出有多大威能 现在一攻击食物竟会有如此大的声势 至于那块脆精砖呢 早被刺目的绿芒包裹到其中 一时间根本看不出如何了 片刻之后白发美副单手虚空一抓 顿时所有的锤影都一散消失 只有怪锤本体化作一团绿光飞射而回 然后此女望精砖上一望 脸色异常难看了 那脆精砖在如此猛烈的攻击下 竟完好无损 表面光滑异常 一点凹痕裂缝都没留下来 六族平静地说道 怎么样 如今蓝道友应该相信在下之话了吧 这明和神辱就是在下 也无法在途中取出 另行偷龙转缝的手段 事已至此 再说这些还有何用 神辱归你 你陪我二人走一趟魔坟吧 美副长吐一口气 似乎要把心中的郁闷都一吐干净 随之此女两手一掐绝 把身上战甲和手中的怪锤再次散去 重新化作了八明黑影 分裂其后 此事好说 那魔坟距离此地似也不近 我们就算再快也得花费半月之久 不过在此之前 是不是先寻找一个人再说呀 六族说吧 点点头 抬手冲空中一招 脆精砖 一晃 凭空消失不见了 连对面二人都未看出 此物是如何被六族收走的 美副和血袍人互望一眼 不禁对六族忌惮之心更深了一分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凡小子体内有我种下的印记 就算他身在天涯海角 也别想逃过我等的感应 过一会儿我就催动下印记 看看这小子跑到何处了 此人也真是够胆大包天 还敢掳走我门下弟子 血袍人一声怪笑 嘖嘖称奇 哈哈哈哈 蓝道友 你明知道韩姓小子 和你门下二女 有说不清楚的关系 还打算吸取他们的阴气 难怪别人就美而去了 我倒是挺佩服这小子 不但能从鸣雷兽口中 安然逃脱 而且还敢在我等眼前 大模大样地抢人而走 嘿嘿 连我苦修多年的血魁蕾的化身 都无法拦下他 这可不是一般的小辈 敢做的事啊 哼 老怪物 你如此看好此子 何不把他收入门下 说不定还能清除于蓝 胜于蓝呢 嘿嘿 老夫修炼的是血之道法 除非这小子 愿意被本座抽水换血 否则想都别想的事情 而且老夫一直是孤家寡人一个 从来没想过 将自己的神通传给任何人 要什么徒弟啊 六族悠悠地说道 那小子虽然修为不高 但是身上恐怕有不小的秘密 而且赶走法体双修的修炼路线 还能修炼到如此地步 无论神通法力都远超同辈之人 若是有一天他能进阶到和我等同样境界的话 恐怕我等几人联手都不会是他的对手 当然了 这也得此人能修炼到这个地步才可以 法体双修进修之难 远比普通的修炼之法 艰辛数倍 什么 法体双修 倒又没看错吧 如何知道此事的 血袍人闻言 血盲一闪似乎也是一阵 为什么 在下有一种天赋神通 恰好可以看穿 一个人肉体的大概强横程度 这小子 应该是天元大陆偏僻角落中的人族修士 并非是什么非灵族人 只是不知怎么 竟混入了非灵族圣子的试炼中来了 而且据我所知 人族是天元大陆肉身最弱的几族之一 而这个小子的肉身强横 甚至不在我等之下 普通的兵刃宝物 恐怕都无法轻易打开他的肉体 论真正的神通 应该可以立敌 灵帅后期的存在 甚至此人 若还有什么独特神通 一般的灵帅后期 多半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听到六族竟敢含力这么高的评价 白发美妇和血袍人互相望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一丝骇然 他们虽然知道含力不是普通级别的存在 但是也没有要将其高看如此的地步 大都呢 把他当作灵帅初期或者中期的存在而已 现在听六族之言呢 似乎对方已经是 合体级以下最顶级的存在了 白发美妇不敢太相信地说道 灵将后期就可以立敌灵帅后期 纵然世间有些神通却很逆天 但说此人能横跨三四个境界 未免太不可信了吧 血袍人目光中奇光一闪 蓝道友 六族兄之言 我倒是相信的 我新年也曾见过一名炼须级的人族修士 结果此人凭借一套剑阵 竟然可以力展合体初期的存在 人族虽然弱小 但是有不少古怪的法门神通 倒可不可小瞧啊 哼 白发美妇哼了一声 脸上神色同样阴晴不定 也不知道是否真的 应该相信他们二人 六族冷静地说道 好了 这小子纵然有不少秘密 潜力也真是不小 也得他能走到这一步才行啊 现在最重要的是 先寻到此人 他也不知道用事何等办法 竟然暂时屏蔽我等的感应 不过我们一起催动一下印记 这种屏蔽无法坚持多久的 想要尽快赶到魔坟去 二位道友还是快些施法吧 血袍人低笑一声点头赞同 好 六族兄所言极是 蓝道友 不好 我的印记什么时候被毁掉了 这血袍人还想冲着美妇说几句 忽然周身血雾一颤 口中木然传出了惊怒之音 啊 有这等事 我来试试 白发美妇一惊 急忙双命一臂 口中念念有词 催动起 发觉了 结果片刻功夫之后 这白发美妇双目一正 脸上浮现出 猙獰之色 我的印记还存在 只是被屏蔽的厉害 短时间内是无法突破封印 六族兄 你我二人一起催动吧 一起催动 恐怕无法做到 我的印记 早在地穴倒有之前 就已经消失了 什么 白发美妇和血袍人文言 大眼瞪小眼 白发美妇脸色有些铁青 这么说 现在只有我的印记 还在那小子体内 这一次明河之地之行 若是不但神辱没到手 甚至连魔器也无法寻到的话 还真是白白冒此大风险了 奇怪的是 六族固然平静异常 血袍人惊怒之后呢 也马上恢复了镇定 只是他目光中 金光闪动不定 似乎在思量着什么 白发美妇顾不得再说什么 马上悬浮空中 盘膝坐下 身后八只鬼王 同时化为浓浓的阴气 一下把此女包裹在其中 好助其修为大增 来强行突破 韩力对印记的屏蔽 只见黑气翻滚不定 里面不时传出鬼哭之声 让人听了毛骨悚然 显然呢 白发美妇已经动用全力了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转眼间大半时辰了 鬼物中仍然未有 白发美妇得手的消息 六族和血袍人 倒也耐得住性子 就这么静静地在空中一直等 谁也未曾开口催促什么 再过了一小会儿 白发美妇恼怒的声音 终于传来了 我的印记也被毁了 此次绝无法自己做到此事 难道是 木青帮他做的好事 黑色雾气 一下子四散溃散消失 现出了面线怒容的美妇 血袍人摸摸下巴 若有所思地说道 木道友 这还真说不定 他对磨坟中的宝物 似乎比神辱还要看中几分呢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丧子演播的 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雅出品 就算在场之人 个个都老奸巨华 也万万没有想到 是原谣二女 竟懂得聚集阴气的秘术 并将此数 将韩丽体内的印记 一一拔除掉的 那当然了 这也是因为 二女修炼的是 鬼道功法 的确有其 独特之处的缘故 不管是什么人 做的此事 我若是知道 绝不会善罢甘休 倒是地穴兄 那摩奇对你 作用似乎更大吧 你如此沉得住气 莫非留有什么后手 六族也望向了血袍人 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 血袍人干笑了几声 考虑了一会儿之后 慢条丝里地说道 老夫的确在 韩小子身上 做了一些小手脚 但若要准确地找到他 仍要大费周折 可无法像原来印记 那般有效 不过估算他大概的方位 还是不成问题 这小子倒也激进 收下我一套灵事之后 竟能忍住一次都不尝试 召唤出来 否则他已中了我的秘书 哪还能惹出这么多的事情来 听到血袍人这话 白发美副脸上 献出了一丝怪异 随其眉头一皱 道友莫非说的是玩笑之言吗 那小子神识不弱 你在灵事上做了手脚 他岂会看不出来 哈哈哈哈 蓝道友这就不知了 我的灵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关键是我输入灵事中的 是我独创的梦隐血气大法 只要用自己的神念灌注灵事中 亲自使用一次 就绝对摆脱不掉此秘书的引诱 而想再动用第二遍第三遍 最终不知不觉 坠入其中不可自知啊 只可惜到现在为止 此子都没有动用过一次的样子 否则我必定能感应到 控制于他于无形之中啊 血袍人似乎觉得快要进入魔坟 现在瞒着也没有意义 直接把自己所安排的后手 大概讲了出来 白发美妇脸色微变之下 一时无语 六族则复言闪动几下 露出惊讶色来 白发美妇又追问了一句 既然韩小子没中你的圈套 你如何探知他如今的方位 这个倒简单啊 我给他的灵事中掺入了 子武石这种材料 子武石 这一次连六族都不禁开口称赞一句 这种一道子武 两石阵就会变成智阳属性 相互兼感应的古怪石头 道友手中肯定有另外一块了 也只有在明河之地 这种极阴之气极重的地方 这种材料的感应才会起作用 到了普通环境下 可连我们都无法察觉它们的感应 也真亏了道友 能找到这种鸡肋之物 据我所知 这种石头在我们天元大陆 根本不产 就算其中两块大陆之树 也是稀少至极 对我们修道之人来说 也是用途甚少 地穴 狡诈地说道 这东西可不是我主动找来的 而是早年修炼时 从一名灭杀的其他一个大陆人身上寻到的 那也就是这么一小块 全混入那些灵世当中了 现在也算是用得其所 两者感应只是一瞬间 就算那韩小子用什么静止封印那些灵世 也切断不了此中联系 他本身没有子午时 更无法发现其中的奥妙啊 六族抬头望了望灰蒙蒙的高空 提醒说道 如此身好 我们先按照印记最后消失的方向赶去吧 现在离子时不远 到时候再感应几次 应该就很接近了 不过在途中 还要小心 那手持一宝的浮游族小子 那个人手中的灵宝 似乎是传闻中的五龙闸 此宝可是混沌万灵榜上的上榜之宝 我等最好不要立敌 倒是那两头鸣雷兽 不会离开巢穴太远 已经无需担心了 白发美副 目光中奇光一闪 轻笑起来 说起来 我二人也没有想到 六族道友真有办法 能立敌五龙闸这等异宝 将那具傀儡还硬生生给逼退了 难道又过奖了 那名傀儡可不是我逼退的 而是他的修为 不足以支撑五龙闸太长时间 是自行退却的 否则时间稍长 在下也要受磁宝下陨落了 美副和血袍人互望一眼 想起当日大殿中 韩丽走后发生的情形 也是脸色微白 那五龙闸在后来展现的神通 实在是匪夷所思 若是一开始 那傀儡就把磁宝威力全开的话 他们二人呢 说不定早就陨落当场 六族又恢复了从容的状态 不过也不用太担心此事 那面傀儡自然最后发挥出五龙闸的石城威力 但是也透支了自己的神识 能否卷土重来还是两说之事 我们只要警惕一些 别分散让其各个击破就可以了 没错 一听六族的话 每妇人和那血袍人都点头表示赞同 接下来三个人没有在此地停留片刻 略意商量 纷纷驾驭顿光 远去了 在明河之地的深处 白色山脉的石洞前 血光一闪 血甲傀儡一个亮枪从虚空中闪现而出 刚想抬腿走上几步 却忽然身上灵光狂闪几下 扑通一声 啪倒在地了 接着傀儡身上嗡鸣声一起 一道银红飞射而出 在空中一个盘旋 没入洞口中 不见了踪影 不久后 洞中响起了苍老的声音 仍然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 怎么变得这么狼狈啊 难道老夫的五龙闸 威力不够大 这世间的确没有几件事 能再引起他的兴趣 血甲傀儡双目绿光一闪 缓缓地爬起来 但声音仍然恭敬一场 五龙闸的确威力无穷 是晚辈没用 到最后神识突然不知了 否则只差一点点 就可把他们全都一网打尽 神识不知 你是不是动用了两次五龙闸呀 并且动用的时间太长了吧 苍老的声音听不出任何感情出来 仿佛只是在讲述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是晚辈太贪心了 晚辈一开始并未动用五龙闸全部的威能 而想将那些外人全部引出来 同时击杀 却万万没想到 那些人中的一名本族叛逆 修炼有一种神通 恰好可以抵挡五龙闸一时半刻 而晚辈事先布置的一些手段 也意外遭人破坏 这才导致功败垂成啊 哦 原来如此 洞中的苍老的声音只是呕了一声 就再也没有动静了 忽然 血甲傀儡目光中血光大盛 声音略大几分 江前辈 晚辈还有一事相求 相求 我记得和你的交易早已做完了 不要指望我会为你们浮游族出手 晚辈 怎敢奢望此事 晚辈只想 求江前辈 用在下的一丝残念 做成引子 用破解之术 接晚辈 本体到明河之地 那些人已经夺走了神辱 若不抢回此宝 击杀这几人 晚辈罪责不轻啊 让你的本体到这里 你脑袋没糊涂吧 你们浮游一族 无法在明河之地生存太久 多则年许 少则数月 你们就会在阴气侵蚀下 修为大减 而且听你所说 那几人修为都不弱 你本体来了 多半也不是他们联手的对手 难道还想再借老夫 五龙闸鱼用吗 晚辈 晚辈自然是打算再借用一次 但是却不一定需要动用他的 晚辈的本体 会带来一支神巢 一同降临此界 神巢 我没听错吧 为了几名金服级的存在 竟然就要动用此物 再说 你怎会有动用此物的权利啊 我没记错的话 这些东西 可是一直掌握在你们族中 那几个老不死的手里 是你们一族不到生死关头 不会动用的大杀气啊 这一次 苍老的声音 大感兴趣起来了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可不是族中圣物 而是几位大人 不久前炼制出来的一种纺织品 其实应该叫做小神巢才是 磁宝可以幻化的圣虫 也只有一种而已 还是非常低阶的那种 而且此种纺织品 只能使用一次 用过之后 就会完全报废了 哦 小神巢 有些意思啊 我可是九文浮游族的神巢大名 可惜一直无缘得见 既然无法看到真品 看看纺织品也不错 我可以免费帮你 召唤本体过来 不过还打算借五龙闸的话 不再付出些代价 不行的 血甲傀儡目光中 血光一闪 迟疑了起来 这 可是晚辈只带了一瓶阴水窥精啊 这没关系 等你用完了那个小神巢 把废弃的原物交给我就行了 此种交换 不算过分吧 一听这一话 血甲傀儡声音一变 前辈要小神巢 这 不愿意就算了 我之所以想要此物 也不过是想掌掌见识而已 难道我还真能凭一个废物 就弄明白你们神巢的秘密吗 当然了 你若是不愿交换 也就算了 好 晚辈交换 但是晚辈也有一个条件 等神巢用完之后 前辈只可研究粤鱼 到时 原物还是要返还的 否则晚辈无法和族中长老交代呀 血甲傀儡想了想 总觉得单凭神巢之力 还没有十足的把握 对付六族等人 一咬牙就答应了 好 有你这话就行 我这就帮你施法 召唤你的本体过来 这也幸亏 你有一丝分神在此 否则想凭空破戒射人 老夫也无法做到啊 砰的一声闷响啊 一棚银丝积舍而出 一卷之下 把血甲傀儡包裹其中 再往洞中积舍而回 几个闪动后 血甲傀儡就踪影全无了 一盏茶的功夫之后 白色山脉中忽然一股 强大之急的灵压冲天而起 接着一道金黄色粗大的光柱 从下方积舍而出 直察高处的虚空之中 随之阵阵阴风 狂往光柱上聚集而来 同时轰鸣声大作 四周浮现出无数的黑气 这一切天象将附近虚空遮蔽的 严严实实 看不清里面的情形分好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道仿若蛟龙的惊雷 在黑气中一闪及时之后 忽然一声刺耳的尖鸣 从里面凄厉地发出 此声尖鸣似乎怨毒异常 又满腹煞气的样子 韩丽长吐了一口气 双目一睁 可脸上全是欣喜之色 袁瑶月儿的声音 在背后响了起来 韩道友 可将最后一个印记炼化掉了 韩丽站起身来 一转身冲着二女抱拳失礼 神色诚恳 多谢二位道友相助 没想到这最后一个印记 如此难缠 在体内如生了根似的 竟无法驱除分好 只好大费一番手脚 在体内直接炼化了 如今四个印记全毁 总算解决了心腹大患 韩兄何必这么客气 我二人的性命 先前也是韩兄所救的 袁瑶略显疲惫的一笑 严厉同样是微微一笑 面色有些苍白 这也难怪了 任谁一直操纵 如此大的法阵大半日 法力消耗 也绝对不小的 韩丽见此二话不说 袖袍一抖 两个翠绿的小瓶飞出 分别落到了二女身前 悬浮在那里不动起来 韩丽开口解释说道 这是两瓶绿阴丹 属性阴寒 对两位道友 应该是大有用处的 严厉 奄然一笑 长袖一卷 把这瓶呢 药呢 就卷入手里 随即 在一只手中浮现出来 并往外一倒 我和师妹 还真是需要此物 就不和韩兄客气了 顿时啊 一颗墨绿色的丹丸 滚落出来 一股浓浓的寒气 散发开来 严厉略以感应此丹药的威力 双目一亮 用两根玉纸 把丹丸夹起来 放在眼前仔细地看了片刻 往坛口中一送 吞到了腹中 然后她闭上双目 运功开始吸收药力 一旁的袁瑶 见此略意犹豫 对韩丽称谢一声 也把眼前的药瓶收了起来 同样扶下了一颗丹药 韩丽呢 则在一旁看着二女 此时空中的漩涡 已经消失得不见了 那颗黑色的球体 则缩小到杖许大小 并且因为四周法阵 停下来的缘故 正雾化地徐徐散开 看样子 不久就会彻底化作无形了 过了一顿饭的功夫 二女先是睁开了双目 气色大好起来 严丽高兴地说道 韩丽 你这丹药恐怕价值不菲吧 我和师妹损耗的阴力 一下就恢复了大半 能对二位道友有用 自然是最好 韩兄 这里不是什么久留之地 我们下面如何行动 先前商量的计划 也是如何摆脱鬼婆等人而已 袁姑娘所言极是 此地 的确不能再待下去了 必须马上离开 毁掉印记的一瞬间 那些妖王 还是能感应到 我所处的大概方向 至于下面如何行动 自然是想办法 破开此地空间 返回到灵界去了 当然 此事颇有些棘手 我虽然有些打算 但必须从长计议 我们边走边说吧 好 就一韩兄之言 我们先收起法阵 然后马上出发 这三个人当中 以韩丽的修为最高 二女自然以他为主 于是二女身形一动 化作两道乌红 开始把附近布置的器具 一一地收起来了 韩丽呢 则直接一仰头 一声滚滚长啸出口 声音如同闷雷般的 远远地传开 在附近游荡的 蹄魂兽和暴林兽 马上一个高声提鸣 一个低吼不已 同样的出声相依呼应 并向韩丽这边 积涉而回 一道乌光和一道金影 同时闪过之后 没入韩丽的袖口里 二兽就被韩丽 收进了灵兽环中 片刻之后 等二女也忙完之后 三人选定了一个方向 立刻催动顿光 离开了此地 而就在韩丽等人 离开这片丘陵 不过半日的光景后 附近空中绿光一闪 一道绿光破空而至 直接出现在附近的高空 绿光中隐隐有一道 曼妙的身影 这道人影在附近之地 一个盘旋之后 在先前韩丽等人所处的 丘陵峰顶上一落 现出了身形 正是木青此女 木青的目光 在附近飞快地一扫 面色渐渐地阴沉下来 在旁人看来 似乎一切正常的景象 在其眼中却破绽百出 他能很轻易地看出 此地巨型法阵的各种残留痕迹 以及空中尚未完全散尽的禁止波动 和那远超寻常的精纯阴气 木青难难几句 看来我来晚了一步啊 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 原来是借助法阵之力 来驱除的印记 不过既然离开这里 再找到他 可就难上驾难了 木青脸上一副愁愁之色 似乎有什么事情让他拿捏不定 嗯 罢了 为了磨坟中内物 我就拼上一次 早知如此 当初就应该在姓寒的小子身上 多下一道禁止 木青一剁足 狠狠地说道 玉绒上出现绝绝之色 他身形一起 再次化作一团清光 破空离去 但是这一次啊 此女的顿光 却并未飞出太远 大半时辰之后 清光忽然一落 坠入到下方一处 平平无奇的小型山脉中 并直接在山脉中的一处 偏僻的山谷中 落了下来 这座山谷阴气稀薄 甚至还比不上 山脉之外的普通之地 故而一个鬼物都没有 此种情形呢 却正是木青此女所希望的 他把山谷搜查了一遍之后 确定附近没有什么异常 才双袖一抖 袖口中绿芒一闪 扑扑之声大作 飞出了无数拳头大的光团 绿蒙蒙地密密麻麻 向四周积涉而去 所有光团 纷纷往山谷处落下去 一闪及视后 纷纷没入地面中 不见了踪影 而木青此女 单足一彩足下地面 腰部以下灵光一闪 木然 幻化成一个 青木之身 无数乳白色的根须 向地面一扎而下 向四面八方深处 伸展开来 结果此女口中念念有词 两手一掐绝之下 整个山谷的地面 都立刻轰隆隆地晃动起来 而没入绿色光团之处 则泥土一分之下 一棵棵脆绿色的树苗 破土而出 随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飞快地疯涨起来 几个呼吸的功夫 竟然变成了一棵棵 高约数十丈的参天大树 整座山谷一下 变得匆匆郁郁 木灵之气 浓稠异常 更吃惊的是 所有树木在木青 法觉的催动之下 竟然一个个会土盾般的 根本不受锁处泥土的限制 一个个模糊的晃动之下 纷纷变换着位置 片刻的功夫之后 一个古怪异常的巨大阵法 木人以木青为中心形成 几乎遍布了 整个山谷的深处 将此地防守得极其严实 几乎是风雨不透 做完这一切之后 木青木然一张嘴 喷出一物来 竟是个乳白色的圆珠 鸡蛋大小 表面遍布古怪的 金色的花纹 略有些透明 圆珠在木青身前 仗许处徐徐地转动不停 木青凝望此珠半赏 轻叹一口气 伸出一根玉纸 轻轻一点此木 这圆珠 砰的一声轻响 绿芒大放下 喷出了一股青霞来 霞光中 有一物若隐若现 灵光一脸下 现出了圆形 竟是一棵通体乌黑的 巨大松树 耸立在哪 此木巨大异常 但是外形非常奇特 整株树木从中间 仿佛有一条 无形的界线 一半树叶浓郁 茂密异常 一半干瘪枯萎 寸叶不生 仿佛死木一般 竟是木青的灵木本体 此女望着此树 脸色复杂之下 食指连弹 一道切一道的法觉 激设而出 一闪即逝地 纷纷没入黑树之中 而此木 木然一颤 往下面地面一坠之下 竟然小半截身躯 一下没入了地面之中 稳稳地移动不动了 但是木青 却并没有就此助手 在一张口 喷出了一团 翠绿色的精血 此精血 被一催之下 飞向了身前的黑幕 一闪即逝后 没入树干 一个略微鼓起的部位 不见了踪影 木青口中念念有词 两手棋台之下 又有两股绿色的光柱射出 同样没入黑幕中 不见了踪影 但是下一刻 精血没入的地方 一团绿光 木然地爆发而起 光芒刺目而耀眼 树干表面竟然扭曲变形 浮现出一张栩栩如生的木雕 脸孔出来 此脸孔如动不已 显出痛苦之色 好像活着一般 仔细地端详一下 赫然是苍原金灵的面容 还不快快醒来 木青双眉一挑 空中一声娇斥 再一道法掘打出 咔嚓一声啊 黑色巨树主干的一小部分 竟然从中间寸寸裂开 随之啊 一只金毛猿猴 从树干中一跃而出 参见主人 主人将我唤醒 难道是 这金元一现身出来 立刻跪拜在地 金老 起来吧 幸亏当初 出发的时候 你将一具分身 留在我本体之内 现在金老主元神 已经陨落了 你就是金灵了 原来 真的陨落了 我说怎么无法感应到 本体的存在 既然这样 从今之后 金灵继续为主人 小拳马之力 但主人现在不惜精血 将我唤出 应该有什么事 需要金灵去做吧 嗯 我在韩小子体内的印记 被毁掉了 又跟丢了此子 准备施展 墓之领域 来寻找他们的下落 如此一来 不得不动用 本体之力量 孤儿 需要你帮我守住 本体陵墓 我已经在附近 布卸了青墓周天大阵 就是六族这等闯入其中 也能困住一时半刻 足够你带我本体 安然逃脱了 金元神色一惊 啊 墓之领域 此法可是极其损耗 主人的本源力量 并且一旦施展 千年之内 无法再动用第二次 主人真的要如此做吗 恐怕必须如此 上次在磨坟中 见到那颗珠子 里面蕴含的力量 竟然和我本源之力 一般无二 但是 论精纯和数量 却是我本体的十倍有余 只要得到此宝 花些时间 把里面力量吸收殆尽 我不但可以 立刻突破眼下境界 就是再次进阶 更高层次 也是大有可能的 论功效 此物对我 可比那所谓的 明和神辱 更为重要 既然主人如此说了 金灵 一定好好照料 主人本体 好 有金老这句话就行了 你原本 肉身已经被毁 现在的身体 虽然是借助 我本体之力 所化墓园之身 但是修为 却只有 灵帅出阶的境界 稍微弱了一点 这样吧 我将此物留给你 木青略一沉吟 忽然一张嘴 喷出了一口 轻蒙蒙的镜子 只有巴掌大小 镜被是翠绿色的木纹 在空中略于晃动 霞光万道 锐气冲天 此物一看呢 就是非同小可的至宝 这不是主人的天目镜吗 此宝可是主人 从得道之日起 就一直培炼至今的宝物 小的如何敢呢 主人要去磨坟 正好需要此宝 退敌护身的 本体若是不宝 我又如何能存在于世间 况且金老不是不知道 我前些年 另得了一件灵宝 威力不在此境之下 并且在克制魔器上 比此境更加有用 听到木青这么一说 金灵犹豫了一会儿 最终答应了下来 他抬手冲着镜子一点 顿时此物化作一道清光 没入到他的身体里 木青想了想 单手冲黑色巨树上 虚空一抓 除了天目镜外 这两口长青色的木灵剑 远胜原来的两口 你也收下吧 两根树枝一颤掉落之后 竟青色霞光闪过 化作两口寒光闪闪的 青色剑枝落了下来 金灵面上一洗 这次没有推脱 一个纵身把两口飞剑抓了 略以打量 麻利地背在了身后 做好了这些布置 木青才身上一缓 又嘱咐金灵几句 接触了自己半身的木画 把自己的身躯 恢复成圆状 随后一道青红 从谷中破空飞出 几个闪动后 离开了山谷 而就在木青离开后不久 金灵发动了木青布置的 法阵禁制 山谷四周空间 一阵的扭曲模糊 竟然仿佛水面折射般 幻化成了一副 空空如也的平常之相 并且远远看去 没有丝毫破绽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只见这时候的她呀 十丈之内 全是绿光点点 花草树木 等虚影飘飞舞动 一股精纯异常的 木灵气散发而出 木青此女身上绿光迎燃 一颗翠绿的巨树虚影 在她身后若隐若现 让她宛如草木仙灵一般 仿佛这绿光之中啊 另成一番小天地似的 片刻的功夫 木青就回到了 当初发现 寒历踪迹的丘陵处 把顿光一落 站在了山顶上 两手一抬 四周的绿光笼罩的范围 突然间向四周扩张而去 仅仅几个呼吸的功夫 就把整座丘陵 都包裹在里头了 这些草木花草的虚影 在一瞬间 竟然全都幻化成了石雾 纷纷地在上面安根扎寨 迎风摆动 丘陵附近呢 一下变成了草木的世界 同一时间 木青背后的大树根部 突然呢 化为了无数青丝 积舍而出 有的没入树丛中 不见了踪影 有的却一闪即逝地 钻入地下之中 此女在此时闭上了双目 神色凝重 秀眉紧皱 似乎在搜索着什么 足足过了一盏茶的功夫 她忽然一睁双目 喃喃一句 原来是借助鬼婆门下 二女力量回去的印记 看来连鬼婆都不知道 自己的门下 懂得此秘术吧 不过既然知道 他们顿走的方向 总会找到他们三个的 木青自语完毕 木人一掐绝 四周散去的绿色光幕 再次从丘陵附近收缩而回 光幕撤离之处啊 所有幻化出来的树木花草 纷纷溃散消失 当丘陵附近 一切都恢复了原状时 此女一飞冲天 竟真的跟着韩丽 当初离去的方向 追了下去 韩丽呢 自然不知道木青六祖等人 同时把目标 放在自己的身上了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啊 她带着二女 在离开丘陵之地之后 在途中不停地变换着 前进的方向 在她看来 纵然还有什么痕迹破绽留下 也不足为虑了 显然她似乎有些小瞧了 那些妖王的神通了 现在 韩丽正带着二女 飞行在一片黄沙之地的上空 一边飞行着 一边和原谣等人说着什么 什么 韩丽还打算寻找空间节点 返回灵界 一声惊呼 从严厉的口中传出 似为颇为吃惊 不错 经过我在人界和灵界 对空间之道的研究 早就发现 无论空间大小 任何空间都会存在一些节点 并且越小的空间 这种空间节点呢 越容易发现 那些所谓的空间裂缝 其实也不过是 空间节点的一种变异而已 我们只要能找到 明河之地的空间节点 再冒一些风险的话 应该有很大机会 返回灵界之地的 袁瑶迟疑地说道 可是韩兄 虽然空间节点不多 但我和师妹 倒也听说过其中的凶险 其中不但常有空间风暴出现 节点的出入口处 更是无法控制的 危险未免太大点了吧 风险自然是有的 但是若是由我带路的话 却至少有七八成的把握 可以安然离去 毕竟这明河之地 只是附属灵界的 一个稍微大些的空间之地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一界之地 除非二位道友不打算离开 真想就此在这明河之地 长久地居住下去 严厉在顿光中 眨眨美目奄然一笑 其实我们先躲藏一阵 等那些人离开之后 暂时在此地修炼 也未尝不可呀 此地阴气灵异 都极为充沛 对我等修炼 也大有好处的 韩丽双目一眯 缓缓地分析 这恐怕不行 严姑娘难道忘了 浮游族之人了吗 那些傀儡和援兵 谁知道什么时候 会破戒降临此地来 连牧卿鬼婆等人 都对着浮游族 极为忌惮 可见此族的可怕了 并且这明河之地 既然是此族圣地 他们对此地的了解 肯定在我等之上 就算躲藏得再隐秘的地方 也不保险 还有一件事 两位道友 难道不打算返回人族 寻找恢复人身的方法了吗 听到韩丽这么说 冤瑶二女互相望了一眼 脸色阴晴不定起来 他们二人自然不会放弃 正常之躯的念头 沉默了好一会儿 严厉苦笑地说道 是切身见考虑了 听韩兄先前之言 似乎已经闯过了空间节点 若是如此的话 真能够找到稳妥的节点 我和师妹自然也希望离开此地 但是如何寻找空间节点 我二人对此却一笑不通的 这点二位道友尽管放心 在下在这方面有独特的手段 不过真要动身寻找 要稍等一段时间 躲过鬼婆等人的搜索后才行 他们几人 不管最终有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 因为浮游族的缘故 都不会在此地停留太久 在他们离开明河之地 浮游族的人到来之前这段时间 才是我等四下寻找节点 脱身的最佳时机 现在 我等还是寻找一处 极其隐蔽的地方 暂时躲上一段时间再说吧 嗯 袁瑶和严厉二女听了之后 觉得韩丽说得很有道理 当即连连点头 于是三人商量完毕之后 顿光丝毫不停 从附近空中一闪即逝地飞过 最终消失在天边的尽头处 数日之后 韩丽一行人出现在一片 诡异的水面上空 下方水面壁中带黑 另有一层淡淡的黑雾 缭绕其上 更奇异的是 在这不知是海 是湖的无尽海水里 各种大小的岛屿 遍布其上 兴罗其部 韩丽等一口气 深入其中一日一夜 仍未见到丝毫尽头的样子 韩丽带头把顿光一停 目光中蓝芒一闪 目光在下方一大片 浓稠异常的黑雾中一扫 缓缓地说道 我等就在这里藏身吧 此片水域如此广大 恐怕不在一般的海洋之下了 想来就是那些妖王寻来 也绝无法短时间内找到我们 而且我隐隐感觉到 水底深处似乎有不少可怕的东西 藏在其中 有些东西存在的话 鬼婆等人也不敢过于肆意地 用神念搜查 这在一定程度上 充当我等的屏障了 这样凝结起一团浓稠的雾团 他们一路上已经见过了不少 但是此片黑雾 在其陵墓的神通之下呀 隐隐一座小岛 暗藏其下的样子 原谣二女虽然无法看透黑雾中的岛屿 但韩丽既然这么说了 二女倒没有什么迟疑 当其答应一声 随同韩丽向下方的黑雾中落去 让三人一惊的事出现了 这些黑雾似乎很平常 但是三人方一飞进其中 突然只觉得四周黑雾 一阵地翻滚 往身上一扑 随即浑身灵气一散 竟让三人顿光 瞬间溃散消失了 啊 袁瑶和严丽大吃一惊 面色大变地狮声叫起来 他们提表 尽管各种灵光接连闪动 但身体还是直往下 雾气深处坠落下去 韩丽的心中同样骇然啊 但好在 其经历了各种突发事情 不计其数 体内瞬间连换数种法诀 原词神光 凡胜真魔弓等身法 连连地运行 但是同样 失效无法提起足够的灵力了 但是集中生智之下 韩丽催动起精浙十二诀 昆鹏变体 突然体表骤然间 清光一闪 一下化作了青色大鹏 恢复了全部的法力 韩丽大写之下 双翅一盏啊 体型狂掌数倍 身形一动 把二女一爪一个地 抓在身躯上 然后一晃地 往高空中 击射而去 几个闪动中 青色的大鹏 飞出了雾气 出现在更高的地方 清光一脸 大鹏消失不见 韩丽再次幻化人形 出现在虚空中 而 袁瑶和严丽 此时重新恢复了法力 花容失色地 重新悬浮在虚空当中 严丽 花容失色地 喃喃说道 怎么回事 这黑雾怎么如此恐怖 要不是韩兄出手 我等恐怕要吃一个大亏了 袁瑶也面色苍白 但是明眸闪动之下 却献出了一丝 奇怪的表情来 韩丽双手一背 打亮了一下下方 翻滚的黑雾 同样露出沉淫之色 韩丽一扭头 向袁瑶问道 的确是有些古怪 但是这种感觉 袁道友 你是不是也有 很熟悉的感觉 嗯 韩兄说得没错 这种遭遇 我以前在人界 的确经历过一次 就是在乱星海 被那团鬼物 卷入其中的时候 进入阴明之地时 阴明之地 明和之地 这两个听起来 还真有些相似呢 再加上这种古怪的 让人失去法力的雾气 应该有什么联系吧 袁瑶不太肯定地说道 可是还是有些不同的 感觉这里的雾气 夺人灵力的功效 似乎比人界鬼物 稍训一筹 虽然无法提起法力 但还是能感应 灵力的存在 而当日 被那鬼物 卷入其中之后 可完全和凡人 一般无二的 嗯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具体的缘由 可能真是此地的怪物 不比上人界的 也可能是我等 修为大尽后 鬼物自然显得 远远不如当初了 不过两者有些不同的 人界的鬼物 似乎更有灵性 会主动吞噬附近的修饰 而这里的 原谣 双目一亮 有些兴奋 还真像 韩兄说的那样呢 这里的黑物 并没有主动吞噬的迹象 但人界鬼物 可以 持人卷入 阴明之地 此物 不会也通向 其他界面和空间吧 这个倒不太清楚 毕竟人界的鬼物 和阴明之地 我等就一直未能搞清楚来历的 严厉 一直在旁边听着 忽然目光一闪 我看附近的黑物都差不多 其他物体也有这样厉害吗 这个 韩某还真没注意过 二位导游 在这里稍等一下 我走一趟就回来 说吧 韩丽身上清光一闪 再次化作一只青色大棚 双翅一扇 就立刻击射出十余杖的距离 朝远处飞顿而去了 只留下了面面相去的二女 严厉嘖嘖称奇地说道 严师妹 韩道有修炼的神通还真不少 竟然连这种非灵族变身秘术 也学到手里了 世纪难道忘了 韩兄可是以非灵族圣子的身份 进入地渊的 会这种秘术 不是太奇怪的事 师妹有所不知 非灵族圣子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于目混珠的 我从其他人口中 听过有关这方面的事情 非灵族分支圣子 不但虚具具有 非灵族分支的真灵血脉 而且其他种种苛刻的条件 就是非灵族本族人 能成为圣子 都是千难万难 也不知道韩道有事如何做到 并学到这种神通的 哦 原来如此 圆瑶点点头 目光略微有些迷离地 望着韩丽消失的方向 严厉 见圆瑶这等神色 美目中一丝溢色闪过 但马上含笑说道 相比此事 我倒是更好奇了 为何韩兄变身大鹏之后 反而不怕这鬼物了呢 是有些奇怪 我也有些不解 难道非灵族的变身秘术 还另有什么不知的神通 圆瑶被问题一分心呢 把目光收回来 同样目露迷惑之色 这个不好说 回头问问韩道有吧 也许他知道什么 这不太好吧 这等关系神通功法之事 玩人似乎不便直接询问的 你师妹和韩道有当年的交情 这点小事应该不算什么吧 我等又不是想探究 他功法的口诀 只是这鬼物如此诡异 想看看能否从中 得到什么克制之法而已 不过 我毕竟和韩道有不太相熟 还是由师妹来问 较为妥当 嗯 元瑶听了这话秀门一咒 想了想 无声地点了点头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桑子演播的 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雅出品 足足半个时辰之后 天边清光再闪 一声清明 青涩的大鹏 在此积涉而回 几个闪动后 一阵的狂风骤起 这大鹏一下出现在二女的身前 接着清光一脸 大鹏消失不见了 原地现出了韩丽的身影 严丽忍不住抢先问道 怎么样 那些黑雾 也有古怪吗 不是所有 而是其中一部分 都有吞噬灵力的能力 而且大都是雾气凝结面积 比较广 比较浓稠的雾团 这 一听韩丽的回答 二女眼面露惊讶之色 严丽长吐一口气 那还要进入黑雾 探个究竟吗 嗯 韩丽略以迟疑 按理说 我们自己有麻烦在身 再探究此事有些不明智 这些黑雾 具有拘禁和神念的神奇作用 我们若是躲进其中 就算那些妖王再是神通广大 也绝对无法找到我们 唯一的忧虑是 这些黑雾深处 不知是否有什么危险 严丽却笑着说道 只要能躲避开鬼婆等人的搜查 就是冒些风险也值得 再说韩兄 你不是变身昆蓬后 不惧怕此物吗 韩丽畏畏一笑 尚未想说什么 袁瑶犹豫一下 却开口问道 韩兄 你的变身秘术 是出自非灵异组吧 为何变身之后 就不惧怕这怪物的限制灵力呢 我想知道其中原有一二 我二人是否也有办法 避免在雾气中发力全失淡 韩丽听到袁瑶此问 想了一下慎重的回答 昆蓬变身术 的确是出自非灵族的分支 天蓬族 至于为何变身后 不惧怕此物起影响 我倒真不知道原有 但是我在路上思量一番 心中倒是有一个不成熟的猜测 也不知道是否能当真 啊 严厉的明眸流转笑了起来 韩兄有什么想法可以直说 难道和我二人见外吗 呃 韩丽神色率有些尴尬 二位道友 既然在人界阴鸣之地 修炼如此多年 想了应该知道一些 有关此地的传闻才是啊 袁瑶神色一动 韩兄说的是 阴丝之界和罗侯兽的说法吗 不错 阴丝界原本就是太缥缈之处 是否真有 谁都无法证实 但是罗侯兽 再下去曾经在人界 亲眼目睹过一次 虽然看到的部分 不足千万分之一 但是现身时候 情形和鬼物极其相似 袁瑶吃惊地张开了小嘴 韩兄是说 人界阴鸣之地 真的是罗侯兽的身体形成的 虽然没有证据 但我觉得至少有三四成的可能吧 而真灵昆鹏和罗侯 是天生的死敌 我变成天鹏之后 以仗昆鹏真血 能借用烧血的昆鹏之力 此地的雾气 真的和鬼物有关的话 能豁免其中的禁止 也是勉强说得通的 严厉忍不住插嘴 难道这所谓的明河之地 真的是罗侯兽的本体 但是这些怪物和人界的 不同又如何解释呢 这明河之地 真的是罗侯兽的体内 难道 严道有认为此罗侯 是比罗侯吗 韩兄的意思是 这里和人界 应该是两只不同的罗侯兽 若是两只不同的个体 黑物有些差异 是可以说得通的 听闻罗侯兽体型 大的惊人 可吞日月 天生就可在体内 独自成立空间 明河之地 明显比阴明之地 大得多 这应该是一只 神通和体型 远比人界那只 大得多的罗侯兽了 恐怕不止于此的 啊 韩兄 你还有什么别的看法吗 此地雾气如此沉沉 这只罗侯兽 是否尚存都不一定了 我看过一些典籍上提到 罗侯兽 若是兽缘到了 体内形成的空间 不会塌陷 仍然可与万物 长久不灭的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此去的罗侯兽 尸体形成的空间吗 这也是我的猜测之言 具体什么情况呢 还是两说的事 韩丽一笑 并未在此事上 多解释什么 我倒是认为 韩道友的猜想 十分接近真相了 如此的话 大半东西 都可以解释得清楚了 也可能就是 这只罗侯兽已经陨落了 所以体内形成的 阴鸣之气 远大于人界的那只 从而形成了 如此多的高级鬼物出来 就是不知道 那些妖王是否知道 或者猜到了此事 唯一不解的是 此地的灵气和灵脉之地 如何解释的 人界的阴鸣之地中 可是丝毫灵气 没法生存的 并身处其空间内 一直无法调动法力的 严厉眼睛闪亮地说道 韩丽说 这个谁知道呢 也许 浮游族中 大神童之辈 发现此地的时候 对这里的空间 做了什么手脚 或者 罗侯兽一旦陨落 体内形成的空间 原本就是如此 不过这一切 和我们如今的处境 没有多大关系 不用深究什么的 我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 这些黑物是否能够 带我们离开明河之地 它只要是和阴鸣之地 同样的存在 肯定也有一个 类似的出口 这个出口 比我原先想的空间节点 安全得多了 韩丽一边说 一边目光中 金光四射起来 严厉若有所思地问道 韩兄所言有理 先前在其他怪物中 有发现什么异常吗 没有 其他黑物中 除了同样能限制 人的法力神通之外 我并没有发现 任何怪异之地 当然 我只是搜查了 附近几处而已 既然这些黑物 在此片地方 出口应该 也在这片水域才对 如今我们是 马上去寻找 此处出口 还是仍然按照原计划 躲避一段时间再说呢 既然 出口可能就在附近 我们还是花点时间寻找一下吧 说不定 只有一两天的功夫 就能找到出口 如此一来 岂不是比被动的躲避 更稳妥一些吗 嗯 袁瑶也迟疑了一下 师姐说的有道理 照着原来计划躲避起来 也有可能 那些妖王晚走些时日 而浮游族的援军 早一步到了此地 如此的话 我们的情形就更糟了 韩丽文言 沉思不语起来 虽然说二女说的都极有道理 但是她冥冥中却隐隐感到一丝 莫名的不妥 让她有些愁愁起来 在反复斟酌了好一会儿之后 她缓缓地开口了 可以按照你们所说的 在此逗留一下 寻找下是否真有出口 但是我们顶多能浪费两天时间 两天时间一到 就要立刻躲避起来 而在这两天时间内 我们应该还是安全的 韩丽呢 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法子 听到韩丽这么说 袁瑶和严丽互相望了一眼 觉得这是两权之策 当即点点头表示同意了 好 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先探索下面的黑物吧 就算没有出口线索 我先在里面布置一个落脚之处 万一出了什么意外 我们就先躲到里面 昆鹏之力 可以豁免黑物的禁止 我倒有些办法 让二位道友 暂时无惧此物气的 啊 韩兄真有办法 韩丽 微微微一笑 忽然背后霹雳声一响 献出了双翅出来 接着双翅一抖之下呀 木然颜色大变 一个变得清光蒙蒙 一个五色霞光闪动不已 两只翅膀均晶莹剔透 光彩万道 韩丽竟将一只幻化成 天鹏之翅的风雷翅 献出了灵宝原形出来 二女第一次见到 风雷翅的庐山真面目 都吃了一惊啊 这时候灵翅不但外形大变 从上面散发出的惊人灵芽 更让二女脸色微变 就在此时 韩丽背后那只青色翅膀 只是一晃 顿时两根晶莹的青灵飞射而出 一闪及时后 就分别到了二女的眼前处 停了下来 韩丽含笑地说道 两位道友可以试试 这两根用昆蓬气息 凝聚而成的东西 说不定会有些奇笑呢 袁瑶和严丽互相望了一眼 都有些将信将疑 不过严丽马上单手一抓 立刻把身前的青灵 抓到了手里 将浑身的法力 往里面一柱直下呀 砰得一声清响 一团青蒙蒙的光晕 一散而开 把此女包裹其中了 严丽笑容如花地 冲韩丽一笑 似乎真有些玄妙 我先试试了 万一不行的话 韩兄可要拉小梅一把呀 这个自然 韩某就在一旁 给严道友护法 韩丽毫不犹豫地 身形一晃 再次化作青色的大棚 先一步飞进了黑色的雾气里 严丽则一晃手中的青灵 身上青光大放之下 就要向下方击舍而去 袁瑶忍不住地嘱咐了一句 师姐 小心一二 师妹放心 有韩兄在一旁照顾 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严丽笑盈盈地 在青光笼罩下 徐徐向下方落去 袁瑶则 眼也不眨地 盯着此女的身影 韩丽所画的青棚 早已悬浮在黑雾的边缘处 静静地等着严丽的下落 青光终于也没入到 黑色的雾气里 结果严丽欣喜的声音 从里边传出 真的有效 虽然还有大半灵力 无法调动起来 但是用于飞行 和催使一般的工法和宝物 完全没有问题的 从青色大棚中 传出了韩丽 早有预料的声音 这样最好不过了 袁姑娘 你也下来吧 我等好好检查下这里 在高空中的袁瑶 听到二者的声音 大松了一口气 燕然一笑答应了一声 就要一挥动手中的青灵 也一飞而下 但是就在这时候啊 一便突起 原本看似平静异常的黑雾 突然间莫名其妙地 翻滚骚动起来 接着一股莫名的飓风 从下方呼啸而出 一下如此一大片的黑雾 瞬间变成了一个巨大漩涡 鬼哭狼嚎之声大作 韩丽所化的大鹏一惊啊 虽然此风来得如此凶猛 并且从下方传出一股巨大的犀利 但是呢 还无法彻底地困住她 顶多是只让其身形 斩动略为迟缓了几分 她双翅猛然一晃 一个闪动到了严厉此女一侧 一把把此女抓住 青色双翅再次一动 就要一下顿出异变的鬼物 但是就在这时候啊 突然间整个漩涡中 雷鸣声大作 无数道漆黑如墨的黑色的闪电 一下在各处密密麻麻地浮现而出 韩丽的心中一沉 这一幕可是熟悉异常啊 黑色闪电浮现得如此迅雷不及掩耳 而她在那莫名距离之下 动作又无法和平常一般灵活 黑芒一闪 青色大鹏和抓住严厉此女 竟在一下漩涡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高空中的圆窑目睹 这一切不仅大害 未等她有任何想法 黑色的漩涡突然向四面八方 一散地席卷开去 这圆窑根本来不及顿出 也被一卷入其中 同样在树道黑色闪电的狂闪下 莫名地不见了 当黑色闪电击中韩丽的刹那之间呢 韩丽只觉得四周环境一阵的模糊 就在一阵天旋地转中被传送了出去 好在她对传送知识熟悉异常 在身形方一从传送中现出时 立刻强忍着眩晕的不适 一下掘还原成了人形 同时一只袖袍一抖 灰蒙蒙的霞光席卷而出 将自己和一旁尚未回过神来的严厉此女 瞬间一同抖在了其中 这个时候 她才小心地打量着四周 只见他们身处一座用美玉砌成的高台之上 在高台的四周啊 耸立着十余根青色的石柱 每一根呢都精雕细琢 表面引有符纹流转闪动 这座高台竟是一座小型的阵法 而这些石柱闪动之下 形成了一层凝厚异常的白蒙蒙的光幕 将整座高台笼罩其中 而在光幕外呢 却是黑雾滚滚 让人无法看清楚任何东西 好在这些雾气全都被挡在了外头 往头顶上往上看去也是同样的情形 韩丽的眉头不尽一皱 这时候严立终于从传颂的眩晕中 清醒了过来 一看四周诡异的情景 面色微微发白 含羞 这里是 看来我们被那鬼物射到其他地方了 难道这里不是明河之地了吗 这个可不好说啊 但是根据我以往的传颂感觉 似乎不像是超长距离的跨界传颂 应该还是在明河之地里 一听这一话 严立脸上大失所望 但随即一下想起了什么猛然色变 不好了 袁师妹还在黑雾之外 也没有传颂到这里 岂不是和我们失散了 道友不用担心 以袁姑娘的机制 即使一个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倒是我们必须先弄清楚 身处何地才行 只要为走出明河之地 再找到袁道友不是什么难事 听韩丽这么一说呀 严立脸上的焦虑之色稍减 我和师妹从出道至今 一直很少分开 刚才突然没有见到袁师妹 有些失态 还望韩兄不要见笑 没什么 袁道友和袁姑娘姐妹情深 这是人之常情 不过就算担心袁道友 也要先解决自身的麻烦才行啊 韩丽苦笑了一声 目光一扫几步向前 走到一根石柱的附近 他双目一眯 打亮一下上面的符纹 一扭头 往光幕外凝望了起来 目光中蓝芒微闪 明清灵木神通 瞬间施展开来 这黑雾纵然浓密异常 但仍被他的陵木神通 洞穿而过 把黑雾中的情形 看得一清而出 韩丽神色一动 轻移了一声 韩兄发现什么呢 严厉这时候走过来 忧心地问道 此地除了我们所处的 这座高台之外 附近还有其他六座 一样的建筑 围成了一个圈 而且这里似乎是 一个山腹之中啊 韩丽深吸一口气 缓缓地说道 严厉修眉锦咒 山腹 若我们还未离开 明河之地的话 谁会在这种地方 修建这些东西呢 这个的确不好猜测 但是我更想知道的是 这个人如何操纵鬼物 将我们凭空射过来的 或许和罗侯寿 有些关系吧 凭空乱猜 肯定是无法 做出什么判断 但是我们总不能 就这么静等下去吧 嗯 当然不会这么做 谁知道此地的主人 是善是恶 此地说是护照 也可以说是一座囚龙啊 先离开此地再说吧 刚才看了一下 那些柱子上的符文 竟然深奥异常 以我的阵法造诣 大半都无法看明白 只能以蛮力 破开此地了 此禁止 如此玄妙 小妹新年也研究过 一些阵法之道 我也看上一看吧 严厉略以沉吟 颇有些自信地说道 哦 严姑娘若真能破开此禁止 那是最好的 说吧 韩丽笑了一笑 把身子让到了一边 严厉也不客气 当其走到柱子跟前 宁神细望 在目光闪动间 整个人都被柱子上的符文 吸引过去了 而韩丽呢 双手倒背 继续向光幕外各处 细细地打亮起来 目光中不时地闪过 若有所思之色 夜斩茶的功夫之后 严厉吐了一口气 面色苍白地 把目光挪开 冲着韩丽勉勉强地一笑说道 让韩兄倩笑了 这禁止远比我预料的深奥得多 小妹一点头绪都没有 恐怕无能为力了 没关系 既然不行 还是试试我的飞剑吧 韩丽呢 倒是不以为意 对此似乎早有几分预料 绣袍一抖之下呀 顿时一声清鸣发出 一口寸许长的金色的小剑 飞射出来 此剑在韩丽头顶一个盘旋 一晃化作了三尺长剑 金光灿灿 寒气逼人 去吧 韩丽从前面的白色光幕 一点指 低声喝了一声 只见头顶的金光一闪 这飞剑化作一道金红 击射出去 狠狠斩在了光幕之上 就听到碰的一声闷响啊 金芒白光闪动之间 金色的金红 一下现出了原形 并被不客气地反弹回来 韩丽面色大变 飞快的一点指 将飞剑重新定在了半空中 虽然他猜测 此光幕非同小可 但也未曾预料到 坚韧到如此地步 似乎青竹风云剑 对其丝毫效果没有 一旁的严厉剑子 满脸的亚瑟 不加多想 也一张口 喷出了一把黑色的芭蕉扇 对准了光幕狠狠地一扇 漆黑火焰滚滚而去 但同样的一幕出现了 火焰方一和光幕接触 立刻在一层白光闪动下 被反弹而开 根本无法奈何光幕的样子 严厉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镜子怎么这么厉害 这般难以破开 韩丽微微沉吟了一下 一只手臂一抬 露出了一张漆黑如墨的手掌来 五指一分紧贴在了光幕之上 几乎是一瞬间的功夫 片片光霞从韩丽的手中狂涌出来 原本看似坚不可摧的光芒 在灰色光霞卷过之后 滴滴地嗡鸣起来 光幕表面波动荡漾了起来 韩丽嘴角一翘 露出了一丝笑容 果然和她想的一样 只要是包含五行的进制 原词神光不可能没有效果的 心中如此想着 韩丽将全身的法力调动 手中涌出的霞光 越发地刺目耀眼 白色光幕的波动程度呢 也剧烈了起来 整个光幕都以韩丽手掌为中心 扭曲变形起来 一旁的严厉见此 美目睁大了几分 脸上满是惊喜之色 先前慈女虽然见过韩丽 动用过原词神光 也知道其威力不小 但是却没有想过 在神光在破除禁止上 竟还有这般奇效 片刻的功夫之后 一声闷响传出 整个光幕终于被原词神光 扭曲得寸寸碎裂了 外面的黑雾立刻向浴台上滚滚而入 韩丽不加思索之下 一个纵身再次化作青色大棚飞起 而严厉呢 也早有准备把那根青色长铃一晃 化为了一团清光把自己护在其中 也腾空飞起紧跟韩丽的身后 韩丽先前早就观察过附近的情形 故而化作大棚之后呢 毫不犹豫地朝黑雾中的某个方向顿去 几个闪动后 眼前豁然一亮 竟然又出现了一层青黄两色的臂杖出来 不过韩丽却一眼看出啊 此杖壁只是一种简单异常的隔绝禁止而已 故而化身的大棚毫不犹豫地 一只爪子一抓而下 呲拉一声脆响传出 杖壁被轻易地撕裂而开 韩丽身形一晃 人就到了杖壁另一边的一片石地上 然后清光一闪 再次化作人形 站稳了脚步 严丽一步未离 紧跟着落到地面上 韩丽急忙回身望了一眼 只见原本破开的青黄色杖壁 在一瞬间的功夫 又弥合如初 将那些想顺势跟进的黑雾 再次隔绝在了外面 韩丽这在心中微微一松 就在这个时候 严厉一声低呼 哎 韩兄 这里有一个人 玩人是否要进去看看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凡人急忙转身 向严厉所说之处望去 只见离他们数十丈外的地方了 一面青石壁上 一个散发着乳白色荧光的通道 存在在那儿 韩丽眉勺一挑 再往左右仔细地打量一样 这才有些恍然 他们呢 竟然身处一座 峭壁的突出平台上 那几座浴台呢 却在峭壁下放的样子 望着那座洞口 韩丽并没有马上过去 而是略为一思量 袖中的手指往外一弹 扑扑两声之后 两团金花飞射而出 一个盘旋后 就化作了两只拳头大小的 金色的甲虫 就往那洞口积射而去 韩丽随之盘坐在地上 闭目不语起来 严厉见词啊 知道韩丽这是驱虫探查 洞中的情形 当其静静地在一旁等候着 足足一顿饭的功夫之后 忽然韩丽面色猛然一白 双目骤然一睁地跳了起来 不好 洞中有人 而且秀为深不可测 我的灵虫被此人轻易拿下 便困死住了 韩丽此话刚一说完 一个苍老异常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响彻 而且 我说七门锁音阵 怎么出点小问题呢 原来府中来了客人 二位既然到此 不妨入洞一叙吧 听到此苍老的话语声 韩丽和严丽 都是一惊 随即面面相聚起来 韩丽虽然心中忐忑不安 但脸上冷静一长 转头对严丽说道 走吧 这个人修为深不可测 不在六祖等妖王之下 通过灵虫上那缕神念的感应 可能比他们 还是可怕的存在呢 此女见韩丽这般镇定 也不觉得感染的心中一松 无声地点点头 于是二人身形一动 向洞中栩栩飘去了 里边的通道并不算大 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只是用普通的青石 砌成了一座四方的入口而已 沿着通道 飞进了百余帐后 眼前豁然一亮 出现了一座 铺满白色细纱的古朴的大厅 此厅的面积不小 约有百余帐之广 但是如此大的厅堂中 却只有寥寥几件家具而已 除了数张桌椅之外 就只有摆放在大厅四角的 树盆古怪的花木 这些花木呢 高不过持续的 但是远远就可以闻到 从上面散发出来的草木的气息 只是寥寥树盆花木 竟然让人仿佛置身于 密林大山之中 在大厅正中央的一把椅子上 正坐着一个挥袍老者 三尺长然 面容普通异常 同样用惊慌四射的目光 扫视着二人 从这老者口中 发出了一声意外的话语 你们 是人族之人 正是那苍老声音的主人 寥历目光 往老者身上一扫 结果心中一惊 微微一躬身 前辈也知道人族 不知前辈如何称呼 何止知道 老夫也是人族之人 老夫以前的姓名就不提了 现在单姓一个江字 这老者笑了起来 望着寒历二人的目光 透出一丝和蔼之意 严历此女更是不禁低呼 什么 前辈是我们人族前辈 怎么 老夫是人族 很奇怪吗 韩历脸上一色进去 急忙说道 自然不是 文贝只是没有想到 在远离人族如此远的区域 还能见到本族之人 眼前这个老者修为 实在是高深莫测 他可不敢轻易得罪的 老者伸出一对手掌 看了一眼 悠悠地说道 老夫虽然出身人族 但现在的肉身 却并非原先内聚 而是机缘巧合之下 多次非常稀少的 长元族的肉体 此种族人 天生是精通各种神通功法 体内具有数种 不可思议的修炼天赋 每一种都足以 让我们人族的修炼奇才 叹为官职啊 韩丽并没有听说过 什么长元族 但是眼前这老者 无论是容貌说话 分明都和普通的人族 一般无二 根本看不出 有任何异常之处来 韩丽的眼中 不禁流露出奇怪之色 老者目光一闪地说道 二位也不必精益 我如今的模样 仍是人族式的相貌 老夫费了不少的功夫 才将长元族的肉身 炼化到和以前 一般无二的 前辈神通惊人 稳辈二人 少见多怪了 韩丽听对方 把这种逆天的事情 用如此平常的口气 说出来 心中一脸 但表面上 仍然恭敬异常 老者平和地问道 话说回来 我自从道法出城后 就离开人族 从未返回过一次 对如今人族的情况 还真的是有些感兴趣 你二人 可愿给老夫说声一说呀 这 韩丽望了严厉一眼 毫不犹豫的借口 前辈想知道什么 晚辈二人一定 知无不言 如此甚好 也不知 当年老夫在族中的好友 如今还能剩下几人了 老者面露欣喜之色 府长大笑 接着老者略微沉吟了一下 目光在二人身上轻轻一扫 目光中一丝金芒闪过 面露几分亚色 两位的修为不高 但修炼的功法 倒还真有些意思 一位是半鬼半人之身 老夫上一次见到修炼此种 妖鬼之道的 那可是万年前的事了 另一位法力却比较混杂 体内蕴含一丝魔性 肉身也强大的出奇呀 看来要么是数种功法兼修 要么就是走得法体双修的路子了 这老者寥寥几语 点评式地随口说出 但是这些话 听到韩丽和严丽的耳里 却犹如晴天霹雳啊 严丽神色一下苍白了几分 韩丽也是神色大变 两个人的底细 在对方这遗忘之下 竟暴露无遗 韩丽强压住心中的亥然 勉强一笑想说些什么 老者神色一动 目光中金芒骤然间刺目连闪 接着轻移一声 随后二话不说 冲着韩丽虚空一招 这韩丽尚不明白对方是何意 就觉着体内七十二口 轻竹风云剑同时一颤 被玉鼓俱力一催 自行飞出体外 围着身体盘旋不定起来 这韩丽大惊啊 身上的嗡鸣声一响 灰色霞光和金色电弧 瞬间弹射而起 把自身护在其中 惊怒异常地问道 江前辈这是何意 难道晚辈有何得罪之处吗 在大声问道的同时 韩丽一只袖袍中轻光一闪 十几颗青色雷珠 无声地滚落到手心里 同时另一只手乌芒一闪 将装满了士金虫的灵兽环 浮现而出 一把紧紧地钻到手里 韩丽身上虽然宝物众多 但是面对这个深不可测的老者 也只有这两样东西才能真筑起一臂之力 这老者盯着空中金灿灿的七十二口小剑 根本不理会韩丽 只是脸上浮现出的古怪表情 喃喃不停 看释样和炼制手法 的确是青竹风云剑不佳 而且恰好是七十二口 肥剑的颜色有些不对 应该是后面掺入了其他的东西 竟是以金雷竹为主要材料炼制而成 还真是了不得的大手笔啊 就是老夫也没可能凑起如此多的金雷竹啊 韩丽一听老者叫出了青竹风云剑的名字 自然一正 再看了看老者的诡异表情 心中木然浮现出一个自己难以相信的猜测 整个人顿时一下愣住了 过了一会儿功夫 老者轻弹了一口气 韩丽终于停止了自语 把目光从七十二口肥剑上挪开 暂时闭上了双目 几乎同一时间呢 韩丽立刻感到重肥剑恢复了自主 不加思索地连忙两手一掐绝 顿时所有的肥剑一阵狂闪 没入到身体中不见了踪影 同时呢 韩丽也用古怪的神情望着眼前的老者 沉默不渝了 一旁的严立似乎看出了韩丽和老者之间的一丝鬼 虽然神色惊异不定 但是此刻呢 却识趣的并没有插口说什么 足足一会儿的功夫之后 老者在此睁开了双目 这一次目光落到韩丽的身上 微微一笑说道 看来我当年在人界所留的清源剑绝 是落到你的手里了 你应该是从人界飞升到此的飞升修士 此剑绝我当年并未真的完成的十全十美 你依仗此法绝能炼制出七十二口青竹风云剑 并用精雷竹这等神木当作主材料 将其炼化成本命法宝 还真亏得你能做到这一切呀 老者一边说着 一边口中嘖嘖称其不已 上下打量着韩丽 仿佛看到了什么珍惜之物 韩丽神色一正 再一次理问道 文贝的确是侥幸得到了清源剑绝 也是非生修士 这么说 江前辈实在是清源子前辈了 韩丽在人界的时候 一直是主修的清源剑绝 此刻面对的可能是清源子本人 心中的感慨可想而知 老者淡淡的一笑 一摆手让韩丽不用大礼 清源子 也算是 也算不是吧 真正说来 我只能算是半个清源子 半个 清源子新年在其他大陆游历时 被几名强敌围攻 结果虽然侥幸逃得了性命 但肉身被毁 魂魄也被击溃了近半 危机中 碰到了一名长元族人 就侵占他的肉身 并强行和其融合到一起 来修补自己的精魂 结果 现在我一半的记忆是清源子 另一半 却是那名长元族人 借此良机 我才最终修为突飞猛进 最终到了如今的境界 但你说我是清源子 也不算全错 这 韩丽眨眨眼 心中有些无语了 不错 当年融合时 我虽然丢掉了不少清源子的记忆 但是有关于整套清源剑绝的一切 我可都丝毫未忘啊 你用金雷竹做主材料 原本是最好不过的木属性飞剑了 可惜啊 后来为了急功尽力 胡乱添加炼制其他材料 让此飞剑的木质灵性 一下混杂起来 否则如此多年培育下来 你的飞剑也早应该 看到剑心通灵的地步了 单凭一套飞剑 足以纵横同皆存在了 当年清源子除了一套清竹风云剑外 身上再无其他法宝 化神石就可几百炼须即存在 而炼须即就可不让合体即修饰 忌惮几分啊 听到老者这番话 韩丽摸了摸下巴 脸上现出了苦笑之色 也许将性老者所说的都是真的 但是以韩丽当年在人界危机四伏的情形下 哪能不急功近利 而且实际上呢 他现在就可以轻易击败炼须级的存在 若是自己也能间接炼须期的话 面对合体级的存在 也同样有自保的把握 当然了 这些话他面对老者自然不合适 直接说出来 也只能换上了一丝尴尬的表情 老者忽然脸孔一沉 声音一冷地问道 不管怎么说 你既然继承了清源建绝 而我本身也有清源子近半的记忆 你和我算是有那么一丝渊源了 现在我问你一事 你老实地回答我 你们二人 是不是和这次进入明河之地的那些外人一起的呢 听了江姓老者如此疑问 韩丽心中突兀的一跳 对方如此问道 看来他们还真是身处明河之地 并未脱离此攻坚的 心中如此想着 韩丽略以思量开口回答 启禀前辈 晚辈等人是受人要挟 才不得不随他们进入此地的 现在逃离这些人身边 根本不敢再和他们照面的 韩丽说的有些含糊 但是呢 江姓老者听到此话 只是随意点点头 你们不用担心此事会触挠我 老夫之所以会居住在此地 只是和浮游族的几位太上长老 做了一笔两立的交易而已 只要不将此地破坏的空间碎裂 老夫绝不会出手干预什么 不过那些外人 仅能找到此空间的另一个入口 并接连击溃浮游族的 父神傀儡 这都让老夫有些感兴趣 来人应该不是普通的角色吧 韩丽苦笑了一声 前辈慧眼如炬 这些人的确都是合体中后期的妖王 一个个堪称神通广大 这些人挟持你进入此地 肯定是看中了你的辟邪神雷了 既然他们已经迫近而入 还对你不想放手的话 看来他们不光图谋神辱 还想打那些魔器的主意了 真是自找死路啊 韩丽这下有些不明白了 听前辈的口气 难道那些魔器有什么不妥 岂止是不妥呀 这些人一进入那些魔器藏身的地方 肯定会吃个大苦头啊 那里有一件魔器 在不久前刚修炼成人形 一口气把其余几件魔器 全部吞噬 彻底成了无上魔身 就连老夫遇见了 也不见得能拿此宝如何 这些人纵然有些神通 遇见此物能否逃得性命 都不好说的 无上魔身 韩丽的嘴角抽动了一下 这好像是修炼魔工者 最向往的无上境界了 那东西藏身的那边 万丈魔器最深处 一心潜心修炼 没有你的辟邪神类开路 那些妖王也不一定真能寻找得到 当然了 若是他们不肯轻易把手 彻底激怒了此东西 那就是两说之事 对了 你们二人 是不是还有一位同伴呢 一直静听二人交谈的严厉 文婷一言 急忙开口 晚辈还有一位师妹 原本是和我二人一起 前辈是怎么知道的 今天的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晚辈还有一位师妹 原本和我二人一起 前辈如何知道的 没什么 除了你们二人之外 还有一人 也被我的七门锁阴阵 卷到了此地 只不过 他并非和你们一起 而是在另外一处地方 我将他也引了过来 你们马上就能见到了 多谢前辈 晚辈先前还一直担心至极呢 这个时候 韩丽犹豫了一下 问起了此事 江前辈 您的七门锁阵阵 为何会将我三人 全都射到此地呢 我只是利用法阵之力 在明河之地最容易爆发阴气的各处地方 动了些小手脚 让我可以轻易地掌握整个明河之地的阴气爆发程度 以防止整个空间阴气过多或严重失衡 从而引起整个空间的塌陷 你们三人之所以被射到此地 却是恰巧在施法之时 就在那士灵雾气附近 自然无法豁免 原来如此 韩丽有些恍然了 韩丽啊 其实按照他的本意 自然还想问一下这黑雾 此空间和那罗猴兽的关系 但细细一想 他还是就此作罢 没有问 此空间的事情 和他没有什么厉害关系 自然懒得去问太多的事情 以免引起老者的反感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忽然大厅中一侧 石壁清光一闪 也现出一条通道路口来 接着黑光一闪 一团阴气包裹着一名 身材曼妙的貌美女子 从里边飞了进来 正是圆瑶此女 此女在一现身的瞬间呢 脸上满是警惕之色 但一看到韩丽和严丽之后 脸上又挂上了惊喜 韩兄 师姐 你们二人也在此地 太好了 此女高兴地说道 身形一动 到了二人身旁 原本看起了 神色从容的老者 目光在圆瑶此女身上 一扫 有些惊疑不定 哦 又一名修炼鬼道功法的 有点奇怪 圆瑶听了老者的话 看了老者一眼 这位前辈是 虽然他无法看透 对方修为的深浅 但自知 对方非同小可 只是听到老者之言 却是一头雾水 韩丽和严丽互望一眼 也是有些奇怪 以这位老者的可怕修为 圆瑶有什么东西 能让他如此色变的呢 就在这时候 老者略以低头沉吟 似乎想起了什么 突然面带喜色地 伸出一根手指 冲着圆瑶微微一点 只见指尖处 轻芒一处一闪 扑的一声之后啊 一根青丝骤然射出 速度之快 只是一个闪动 就没入到圆瑶体内 不见了踪影 韩丽等人 甚至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啊 圆瑶吓了一跳 急忙做出了戒备姿态 同时检查自己身体的情形 严厉也是一惊 身形一晃 和圆瑶并肩站在一处 以连警惕地望向老者 要不是深知自己 根本不可能是对方对手 说不定就大怒出手了 韩丽却是双目一眯 站在原地 动也未动 这将行老者 若真是不怀好意 多半呢 刚才禁止自己 飞剑的时候 早就动手了 起码此刻他并未感应到对方的恶意 不过为了小心起见呢 韩丽绣袍中的灵兽环和雷珠 仍然下意识地抓紧了几分 果然老者淡淡地说了一句 两位道友不必惊慌 老夫放出的只是一道测试法诀而已 来验证下江某心中所想 这位道友不会有任何的不适和害处的 这 虽然听江姓老者如此一说 袁瑶仍然极为忐忑 测试 前辈想测试什么东西呢 晚辈似乎和前辈第一次见面呢 但这个时候江姓老者手中单手一掐绝 袁瑶骤然间觉得丹田那一下火热了几分 不禁觉得一惊 但未等他惊然地说出些什么 突然面上浮现出一层墨绿色的光芒 接着在眉宇面颊上浮现出一小片 树叶状的花纹 严厉看到袁瑶脸上的翼状不禁失声起来 这是什么 而袁瑶除了先前的异状 对眉宇间浮现的花纹一无所知 见严厉如此吃惊 有些莫名其妙 老者在大笑声中欣喜若狂地说道 果然我的感应没错 的确是天鹰之体 没想到我苦苦寻找这么多年都未遇见过 现如今快要放弃的时候 上天送来扇门给我 还好 现在还不太晚 时间还勉强来得及 见江青老者如此失态的模样 严厉和袁瑶心中有些惧怕 不禁都倒退树步 向韩丽这边求助似的望了过来 韩丽的目光闪动几下 眉头一皱地开口了 天鹰之体 晚辈也算是见多识广了 似乎从未听说过此种特殊体制 江前辈如此高兴 能否告之一二呢 老夫多年心愿得偿 一时有些失态 倒让三位见笑了 所谓的天鹰之体 并非出自我们人族 而是长元族 对某种特殊体制的说法 你们不知道 毫不奇怪的 此种体制之人 对普通的人族功法 在修炼上并未有什么帮助 但是修炼长元族的某种大神通来 却必须是此体制之人才可以 但是这种体制的存在 就是在长元族本身 也含有人有 其他各族具有此体制的 就更加稀少 最起码老夫曾经花费近万余年 专门寻找 一直未过 啊 这位道友姓袁吧 不知袁道友 可否愿意败在老夫的门下呢 这老者满面笑容之下 竟对袁瑶如此地说道 听到江姓老者前面的话语 袁瑶还有些恍然 等后面收听到他的语言之后 不由得挣住了 严厉也有些发呆了 前辈要收袁师妹为徒 不错 老夫正有此意 不过放心 老夫是绝无恶意的 我也不瞒你们 老夫的确是看中了 原道友的天音之体 准备让其修炼 与之相关的大神通 而有此种神通相辅的话 我下一次的天节 起码有七成把握 可以度过了 甚至再下一次 若是运气好 也不是没有希望熬过去的 而有了两次天节时间 老夫修为再进两层 进入大城后期 最终再进入度劫期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呀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丧子演播的 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雅出品 原谣倒吸一口凉气 声音有些异样 度劫期 难道前辈是 大城气的修士吗 老夫从万余年前 就已经是大城初期的修士了 怎么样 以老夫的修为 若是愿意收徒 不知道多少高阶修士 挤破了头 想败入老夫的门下呀 严厉 双目 也有些发直了 韩丽虽然心中 早有几分预料 现在听老者亲自承认 也嘴巴一阵地发干 眼角骤然地狂跳几下 此位 可是韩丽进入灵界以来呀 见到的第一位 大城级的修士 袁瑶 毕竟不是普通的女修 把心中涌出的各种混乱的杂念 迟疑地说道 以前辈的身份 做晚辈的师父 自然是无上荣幸的事 只是此事有些太突然 前辈能否让晚辈 和师姐和韩道友两人 再商量一二呢 这倒是老夫鲁莽了 此事自然应该让袁道友 仔细商量一二 这样吧 你们先在我洞府中稍加休息 一两日后 再给我答复即可 在此期间 袁道友提前有了决定 也可以在这找我 怎么样 江姓老者意念下巴的胡须 胸有成竹地说道 听到江姓老者如此一说 袁瑶严丽二女心中一松 口中急忙称谢 老者却突然笑着两下 轻轻拍了拍手 掌声落下 大厅偏门外白光一闪 一名仿佛半透明的白影 从虚空中显现出来 预奥 你带他们去我专门招待客人的屋子 休息一下吧 三位道友有什么需求 你尽管满足就是了 是 主人 白影为一躬身 恭敬异常地说道 韩丽 十年往着白影身上一扫 心中不禁以领呢 这名白影 虽然在气息上 也异常强大 但也不会悬殊得太厉害 赫然是一个 炼须后期的鬼王 韩丽纵然有些疑问 疑惑不解 在这名白影的注视下 也只能乖乖地随之离开了 望着韩丽三人 从片门消失之后 将性老者把目光一收 若有所思之色沉吟起来 韩丽等人呢 跟着这个叫影奴的白影 一连穿过数道通道 经过几座偏厅 被带到了一处院落前 此院落由大小不一的 十余间十屋组成 虽然说不上精致华美吧 但是倒也干净整齐的样子 白影没有怎么客气 冲着此院落一指 冷冷地说道 三位就在这里安歇吧 另外终告三位一句 若没有什么要紧之事 最好不要在府中乱闯 真有什么事 三位可以在外高呼 在下名字三声 我就会立刻感应而来的 白影书文身形一晃 诡异地不见了 留下了韩丽和袁瑶等人 面面相聚起来 韩丽 长吐了一口气 一扭头冲着二女微笑 说道 先进去休息一晚再说吧 先前就一直马不停蹄地赶路 想来二位道友也有些疲倦了 有什么事情 等我们三人恢复些精力后 再仔细说吧 反正有三天时间 倒不急于一时 嗯 严厉勉强地摁了一声 而袁瑶呢 戴霉微皱 下意识地也答应一声 韩丽点点头 先一步走进了院子 他来到靠边的一间石屋前 门上呢 没有什么禁止 故而一推门 走了进去 屋里的面积并不算大 只有七八丈而已 但是桌椅床铺 样样俱全 都是用普通的轻石 炼制而成 显得古朴异常 在屋子一角里 甚至还有一块 用翠草编织成的蒲团 静静地平放在那里 韩丽眉梢稍微一动 袖袍一抖 十几根镇旗飞射而出 在四周角落中 一闪即逝地不见了 一层青蒙蒙的光幕 浮现而出 这只是一个 简易的防窥式的禁止 虽然没有什么 实质的防护作用 但不至于让其被暗中监视 而不自知的 韩丽接着不慌不忙地 拖鞋上床 立刻倒头就大睡起来呀 说起来 韩丽自从进入了明河之地以来 一边要应付明河之地的鬼物 一边还要时刻小心着 鬼婆等人的算计 还真没怎么好好休息过 如今他虽然不能说 对江姓老者完全放心 但是以对方大成其 修饰的修为 再怎么小心也是没用的呀 他反而不用顾虑太多 可以安心休息一二的 不一会儿的功夫 食屋中 酣睡之声响起 韩丽陷入了睡梦当中 这一宿 韩丽睡得十分的香甜 不但梦到了小时候 和父母兄妹一起生活的情景 甚至年幼时候的 一些童年伙伴的身影 也一一浮现出来 只是这些人 虽然一个个熟悉异常 但是他们的相貌容颜 却在梦中 始终无法看清分毫 最终 一对充满柔情的美目 出现在梦里 其主人赫然是南宫丸 他是他在人界的交集 在梦中出现的南宫丸 没有说什么话 只是用温柔的眼神 默默地看着韩丽 韩丽在梦中 同样痴痴地回望不语 仿佛整个人 都陶醉在目光当中了 不知过了多久 当韩丽的眼皮一动 从梦中醒来的时候 眼前仍然晃动着南宫丸 那仿若秋水般的眸光 他没有马上起床 而是在床上一动不动 继续品味着 心中那一丝温馨之情 在过了一顿饭的功夫之后 韩丽目光中痴痴之色 渐渐消瘾 变得平常一般无二起来 不知道是否巧合 就在这时候 忽然从门外传来了 严厉此女悦耳的声音 韩丘 可否起床了 若是醒来的话 我们商议一下如何 此女的化声啊 非常客气 韩丽身形一晃 从床上坐起来 不加思索地回答 啊 道友稍后一二 韩某马上出来 严厉倾笑一声 好 那我和师妹 在中间屋子中 恭候韩兄大驾了 韩丽从容地穿上鞋 后手一扬 一团清光 从上往下流转全身 顿时 袍子上的褶皱部位 瞬间抚平整洁 韩丽自己 也感到一股清凉之意 在脑中一转 当起精神一震 推门走出了石屋 昨天晚上 严厉和元瑶二女啊 同住在院子的另一端 不知道二女 是否先商量个七七八八的 韩丽心中思量着 走进了院子 最居中的屋子里 一进屋子 里边比其他住的石屋 大上背叙 同时 屋中摆放着一张石桌 和多把石椅 严厉和元瑶二人呢 正围坐在桌旁 在说些什么 大厅的四角 各有一杆黑色的番旗飘动 一层若有若无的灰芒 将整间屋子笼罩其中 看来 二女先一步在此地 布置了一些禁止 严厉一见韩丽过来 妩媚地一笑站起身来 韩兄 你来得正是时候 我和师妹 正为江前辈之事 伤透了脑筋呢 元瑶 目光中一色一闪 同样起身相迎 韩丽 含笑地说道 哈 看来两位道友 已经讨论过此事了 若是信得过韩某的话 不妨将你们所想 直言相告 韩某虽然修为不高 但是自问 出谋划策 还是不成问题的 随后他上前几步 和二女再次落座 袁瑶先无奈地开口了 其实事情也简单 以江前辈的身份 收我为徒 原本应该是天大的机缘 但是我却更想返回人族 去寻找那 重修人身的功法秘术修炼 那长元族的神通 纵然再是厉害 也无法解除我 半人半鬼之身 但师姐觉得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希望我答应下来 严厉呢 倒是想得透彻 直接出言点说道 袁师妹 恢复人身 何必急于一时呢 完全可以先跟江前辈 修炼一段岁月 等神通大成后 再返回人族 寻找恢复人身之法 如此良机错失后 可是再难遇到的 袁瑶叹了口气 有些苦恼的样子说道 若是真能以后再恢复人身 我还用考虑如此多做什么呢 师姐也应该知道 你我二人 自从修炼阴阳轮回觉之后 你我二人体质 一直在向真正的鬼物 一点点转变的 我二人纵然极力抑制 但恐怕过不了多久 就会变成真正的鬼物了 我如何才能在此地耽搁下去 有时间修炼其他神通呢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我会说 让师妹留在此地拜师 我回到仁族 去寻找那恢复人身的功法秘术 绝不会耽误师妹的 师姐何必做着掩耳盗铃之事 将前辈话语里的意思 师姐又不会没听出来 她下一次天节 似乎就在不久之后 就算我现在一心修炼了 长元族的神通 也不过是勉强勾用而已 一旦败入其门下 如何再能分析修炼其他东西 只是 只要是我们姐妹能在一起 就算真变成鬼物 又能如何 灵界凶险 师妹又不是没有见识过 我二人就算恢复了人身 说不定哪一天又会陨落掉了 若是如此的话 师妹倒不如在将前辈 门下得以庇护 也会神通大成之后 再另寻 转人身之法也不迟 毕竟我二人成了鬼物之身 和真正鬼物 肯定是有所不同 应该还有逆转乾坤之法 而且说句不客气的话 将前辈对师妹如此看重的样子 你若是不应 恐怕同样是难以离开此地的 袁瑶有些异样地看了韩丽一眼 接着连连摇头 一副同意的样子 若是真没有此种逆转手段呢 严厉也无奈 只能一转头向韩丽求助道 韩丘 你看怎么办 说上两句吧 韩丽沉吟了一下冷静地分析说道 两位道友的意思 我都听明白一些了 袁姑娘主要是担心 以后无法回转人身 故而不想 现在就败在江前辈的门下 而严道友呢 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缘 不想袁姑娘就死放弃 我说得没错吧 严厉苦笑了一声 不错 我二人其实昨晚 谁都未能说服谁 袁姑娘不想成为鬼物的心情 韩某自然理解 严道友不想袁姑娘放弃 千载难逢良机的想法 在下也能体谅 二位其实所想都不算错 严厉秀眉一条 有些不满了 汉兄啊 我和师妹找你商量此事 可不是让你 穿悉泥的呀 都有误会了 其实韩某想说的是 袁姑娘和你之间的分歧 并不是 没有可能同时解决的 啊 汉兄此话当真 严厉一正 随即露出了 江信江仪之色 袁瑶也有些差异了 韩丽神色一正 此事如此重大 韩某总会和二位开玩笑呢 严厉大喜过望 若真有两全其美之法 自然最好 汉兄不妨直言相告 此事呢 其实根本不用我等操心 两位道友只需要 把自己的难处 直接告诉江前辈即可 两位道友难道忘了 那可是一位大成妻的 深不可测的存在啊 对我们来说极难之事 也许要花费无数岁月 才能办成 但是对一名大成妻修士来说 却可能是举手之劳而已 就算真的没法马上逆转 二位的鬼物之身 但保持二位不再继续 转化为鬼物的手段 也肯定是有的 二位道友 何不先去问上一问 在座决定不迟啊 听完韩丽的话 袁瑶和严丽都有些动容了 多谢汉兄提醒 我二人当局折迷 如此简单的事 竟然没有想到 袁瑶想了想 也点点头 韩丽瞅瞅了一下 忽然又说道 说实话 相比此事 我倒对袁姑娘 败在江前辈门下 有一些其他的顾虑 啊 韩兄你这话的意思是 袁瑶的一对美目 马上凝望着韩丽 不眨一下了 韩丽黑黑一笑 并没有马上说什么 而是单手一翻转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在手心中浮现 瞬间狂涨 化为了帐曲大小 正是那座园祠神山 他手腕一抖 小山化作一道乌光 往石屋的顶部飞去 在三人头顶处 滴溜溜的一转之下呀 木然放出了 片片的灰色霞光 将三人都笼罩在其中了 望着在外新形成的 灰色光照 二女有些意外 倒也没有马上追问什么 韩丽这在冷静地说道 这是我修炼的原刺神光 虽然在大成吉修士面前 不值一提 但是 有神念侵入其中 让我不知道 也是不可能的 下面对两位道友说的话 可能对江前辈有些不敬 但是 韩某也一向是先小人后君子 还是要提醒二位一下 严道友一心想让原姑娘 败入江前辈门下 可曾想过 万一这位前辈其实 不是想借助原姑娘之力 抵抗什么雷劫 而是另有其他目的 或者抵抗雷劫之法 是对原姑娘自身损害 甚至有性命之忧的话 你们将如何处理 二女护望一眼 并没有露出吃惊之色 严厉反而勉强一笑说道 韩兄此话有些过了 以江前辈大成吉修士身份 怎会欺骗我的 韩丽闻言眉眸一动 凝望二女片刻 轻笑点头说道 看来是韩某多虑了 两位道友 既然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 在下就不多说了 只是最后再提醒原姑娘一句 江前辈既然用商量语气 想将你收为门下 肯定有他自己的重重顾虑 恐怕不好动用 什么强硬的手段 原道友只要把握好 其中的分寸 就算遇到些什么麻烦 想来也是吉人自有天相 多成韩兄吉言了 韩丽嘴角一翘 手臂往空中一挥 原池神山骤然间 在空中不见了 一同消失的 还有四周那层灰色的光照 随之 韩丽和二女又商谈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并对江姓老者身居此地的原因呢 做了一些猜测和分析 接下来 原谣此女就有些按捺不住了 主动提出要马上去见见老者 先询问是否真有办法 解决他们鬼物之身的问题 韩丽和严丽自然不会阻拦 当即二人陪着他一同走出了石屋 在炎瑶三声呼唤之后 白影一闪 那名鬼影呢 就仿佛始终没离开式地现行出来 当听到三人打算 见一下江姓老者的要求 此鬼物淡淡点头 当即给三人带路 转身飞走 一小会儿的功夫 在当日接近过三人的大厅里 韩丽等人呢 再次见到了这老者 江姓老者仍坐在当日的椅子上 一见三人淡淡一笑 毫不奇怪地问道 怎么 袁姑娘已经想清楚 愿意拜入江某门下吗 前辈愿意垂青 晚辈感激不尽 自然愿意在前辈身边修炼的 但是晚辈有一件难为之事 恐怕无法现在拜入前辈的门下 袁瑶先连人一礼 斟酌了一下说辞 小心地说道 哦 难为之事 什么事情啊 不妨给老夫说上一眼 江姓老者听完 袁瑶的愿意拜师之言 眼睛一亮 随之自信异常地问道 袁瑶也不矫情 坦然把自己想恢复人身之事 一一说来 江姓老者听完之后 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我当是什么事情 原来是 想兴重新恢复常人之躯啊 小事一见 只要我开炉为你炼制数种丹药 再花发一些法力 替你驱除体内阴历 恢复原来之身 不过是数年功夫而已 根本不会影响到 你修炼常元族神通之事的 此事在他口里 似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袁瑶惊喜下果断异常 再次大礼参拜 若是如此 拜前辈为师 是满妹求之不得之事 杨儿拜见师父 好好好 徒儿尽管放心 数年时间 老夫还是等得起的 什么时候你彻底恢复了常人之身 再开始修炼那常元族的神通吧 这老者高兴之下 袖袍一抖 一股无形之力 顿时从原谣身下涌出 把此女一下平托起来 师父已经答应恢复常人之身之事 徒儿原本不想再该提什么的 但是 袁儿自幼和严丽七姐相依为命 情同姐妹 师父能否将严姐姐也一同收入门下 一同转化鬼屋之躯呢 袁瑶在起身时忽然双目一红 冲着江姓老者这般说道 江姓老者面现为难之色 伴上之后 叹了一口气回答说道 哎呀 我将你收入门下 已经是破例之举 言道友说什么 也不能再受为弟子了 但是老夫看在你的面子上 倒可以答应 帮其恢复常人之身 袁瑶还想在张口求些什么 一旁的严丽抢先一步 冲老者败了一败 并冲袁瑶连摇头 前辈可耗费担药和法力 助我恢复常人之身 严厉早就感激不尽 怎可奢望败入江前辈门下 师妹不要让前辈为难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丧子演播的 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雅出品 严厉这话说的是 真情切切 袁瑶却神色一暗 终于一言没有再继续开口了 他也很清楚 以江姓老者的身份 做出的决定自然不会轻易改变的 能答应其中一半 也算是对其照顾有加 再要求更多的 的确有些不切实际了 韩丽这一次陪同二女前来之后 静静地站在一旁 一直一言不发 但是目光特别地注意 观察着老者的表情 想从中看出一些什么来 但是他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这让他心中一松 看来啊 这位江姓老者 可能是真心 想收他为徒的样子 韩丽的耳边 这时候想起老者的一丝传音 韩道友 我有话想和你单独说说 你可愿意听上一耳 韩丽神色一宁 同样传音回道 前辈有何吩咐 尽管将来 闻辈一定洗耳恭听 一旁的严丽和圆瑶 看到韩丽和老者的嘴唇如动 但并没有声音出来 自然知道 二人在用传音之术交谈 他们互相望了一眼 全都识趣地一言不发 静静地等待着 老者的徐徐传音 其实 老夫若没有发现 你的女伴竟是身具天音之体 原本是想把你收入门下 让你继承我的一波 但现在 我一边以收姚儿为徒 一边还要准备应付天节之事 自然无法再分信收你 这真是有些遗憾 原本我对你的法体双修之路 也很感兴趣 韩丽听了这话 倒真是大出乎意料 办赏之后恭敬地回答 这说明晚辈的福元不够 无缘败在前辈门下了 不过 你已经得到了 清原子在人界的剑绝 并且又用金雷竹炼制出了 七十二口 清竹风云剑 算起来 你勉强算我半个门人了 这样吧 你若还对新的清原剑绝 和重新提炼清竹风云剑织术 感兴趣的话 我倒可以把此门神通传授给你 不过 你毕竟不是我真正弟子 想要此口诀 必须拿些东西来交换 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新清原剑绝 不错 即使清原子在人界留下的剑绝 不过只完成了一半而已 在进入灵界之后 又独创出了后半部出来 一直延续至合体初期的境界 后来因为融合了长元族惊魂肉身 我才改修长元族的神通的 但此剑绝一旦修成 你再将金雷竹飞剑重新提炼 驱除杂志 不屑的剑阵足可立敌 合体后期的存在而不落下风啊 韩力听了大为动心 但仍然保持理智地问道 可是晚辈 只是一个区区化神级的修士 又有什么东西能让前辈看到眼中呢 别的东西你或许没有 但是金雷竹这种材料 你总有些残余吧 老者双目微眯 一字一字地吐道 韩力呆了一呆 大出意料 金雷竹 前辈想要此物 不错 你若还有能炼制出 三口飞剑的金雷竹材料 我就将此心见觉传授于你 若是你有三口以上的材料 我还可以亲自出手 祝你提炼一下你的七十二口飞剑 韩力面露一丝古怪 缓缓地问道 前辈就如此肯定 门辈一定有金雷竹材料吗 老夫自然不敢肯定 但韩道友能一口气 炼制七十二口金雷竹飞剑 手中还有富裕的金雷竹的 可能性不小 故而才如此疑问 恐怕让前辈失望了 晚辈手里根本没有多余的金雷竹 当年无意中得到的 恰好够炼制这七十二口飞剑而已 没有 老者眉头一皱似乎有些意外 不错 晚辈很想让前辈的新剑诀 和重新提炼飞剑 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韩力说的这话呢 可是完全不假 虽然他手中的神秘小瓶 和金雷竹的灵根 但如此多年下来 七十二口飞剑蕴含的皮鞋神雷 一向足够他所用的 而其他需要神秘小瓶的地方 数不胜数 如此多年下来 他再也没有培育过多余的金雷竹 现在将行老者突然提出 金雷竹交换之事 他纵然大为心动 也只能眼睁睁地拒绝了 老者凝望了韩力好一会儿 从脸上的坦然 并未看出不识之处 才淡淡地说道 哎呀 若是没有金雷竹的话 老夫的坚决就不能交给你了 对了 你当年收取金雷竹时 应该得到了不少 金雷竹的竹叶吧 这老者似乎想起了什么 最后提到了金雷竹的叶子 文贝的确收取了许多此物 这种东西非常奇特 非金非木的样子 文贝一直没有找到其用途 但看起来不像是一般东西 顾尔全都妥善收好了 全都在 好 很好 你没有金雷竹的话 把这些金雷竹的叶子给我 我也可将剑绝传授于你 至于帮你动手提炼飞剑之事嘛 却不能帮你做了 你可愿意 当然愿意 纵然知道这些金雷竹的叶子 定然另有妙用 否则对方不会索要 但是对韩丽来说 用一些不知用途的东西 换取如此大一个好处 自然是千恳万恳了 韩丽单手王储 灼上一符 顿时清光闪动 两个淡绿色的木匣出现在手里 接着手腕一抖 木匣抛向了对面 老者手足未动 目光中一芒微闪 两只木匣一到身前呢 诡异地停顿在半空中 随之 匣盖扑扑两声 分别在白光中自行打开 露出了里边金灿灿的 仿佛纯金打造的 一点点主意而来 老者的目光在盒中一扫 瞬间辨认出真假 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 不错 果然是金雷竹的叶子 他袖袍一抖 两只木匣重新合上 凭空不见了 接着手指一弹 一道白光 直奔韩丽击射而来 韩丽单手一抓 白芒被射到手里 赫然是一块白萌萌的玉剑 老者微笑地说道 心剑决和提炼之法 我都已输入其中 你可以先看上一看 别说老夫哄骗了你 晚辈其感 韩丽看都不看 把玉剑收入怀里 老者见此点了点头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不知前辈能否告知一耳 这些叶子到底有何用途 也让晚辈长长见识 寒刀有手中 是不是还留着一些竹叶啊 放心 这些叶子足够我用了 我不会再打你所留的 这部分的竹叶 人族中甚少有人知道 但在长元族中 却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告诉你也没有关系 这些金雷竹的叶子 有两种用途 一种可以用来炼制一种 叫金刚灭魔雷的神雷 在对付魔物上 威力之大 还在辟邪神雷之上啊 是我们这些 进入大城后期 对付玉外添魔的利器 另一个用途呢 就是这些竹叶可以让一些零虫腐蚀 并有很大几率产生变异的 当然了 这需要吞噬相当多的金雷竹的叶子才行啊 老者此时毫不在意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韩令 玉外添魔 这是什么 玉外添魔怎么说呢 有些类似于我们的修士的雷竭吧 只是灵界修士的雷竭 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固定不变的 而且玉外添魔 是每名进入大城后期的修士 随时都可能遭受的一种魔头攻击 他们无形无色 仿若心魔 但比心魔力还百倍一样 一般来说 我们大城修士法力衰弱 或者心境不稳的情况下 这些天魔最可能出现的 一旦我们未能抵挡住 就会肉身崩溃 元神精魂被污秽下 也成为天魔中的一员了 我要金雷竹的叶子 就是准备炼制一些金刚灭魔雷 好在杜劫完之后 防备天魔的骚扰 这老者一日达成两个心愿 心情大好 一口气说了如此多话 韩丽脸上闪过若有所思之色 特别听到金雷竹的叶子 可以对灵虫产生变异作用的时候 心中更是为之移动 老者忽然停止了传音 用正常的话语问道 对了 韩道友打算在此地就此常住吗 韩丽迟疑了一下 如实地回答 此地阴气太重 不适合晚辈长久地修行 并且在外面还有事情需要处理 也无法在此地多留的 一听韩丽这话 圆瑶脸色一变 但瞬间就恢复如常了 除了紧挨着她的严厉之外 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 此女的这点异样的神情 而严厉呢 目光一闪 嘴角露出了一丝奇怪的表情 但同样马上掩饰不见了 江兴老者望着韩丽 露出了似笑非笑的样子 哦 若是如此的话 你可找到了离开此空间的方法 万辈还未找到 韩丽摸了摸鼻子 尴尬地说道 那你不用找了 进入此空间 老夫也许无能为力 但是离开的话 还是有办法做到的 否则老夫又怎放心居住在 这浮游族中圣地里 过几日 老夫亲自施法 送你离开吧 多谢前辈了 韩丽是大喜过望 口中急忙称谢 哎 你先别着急谢 老夫这么做 同样不是免费的 还要和你另外再做一笔交易 韩丽脸上喜色尚未消失 老者的话语声再次传言而至 韩丽一呆 再做交易 嗯 刀友对那明河神辱是否有兴趣啊 前辈有神辱 想拿此做交易吗 老夫在明河之地居住如此长的时间 若是连此神辱都无法拿到一些 还不是笑话之事了吗 老者冷笑一声不以为然 韩丽惊疑地问道 那浮游族之人是否知道此事 这神辱不是由两头鸣雷兽看守的吗 区区两头鸣雷兽 还能让老夫束手无策吗 老夫自有手段 可以避开他们的耳目 取得神辱 光且老夫每一次取得都不多 他们纵然知道 还敢找老夫理论不成 哦 嗯 神辱 晚辈肯定是想要的 但是晚辈身上 真没有什么能入得前辈法眼的东西啊 韩丽政了好一会儿 才难解释地说道 哎 老夫什么时候说过 现在就问你要东西啊 嗯 前辈的意思是 很简单 我为了延缓下一次天节降临 无法离开此空间 但是偏偏需要一些极其重要的东西 只能你帮我在外面收集齐了 然后在千年之内给我送进来 我就会拿一瓶明和神乳和你交换 这个交易 韩道又觉得如何呀 韩丽并没有满口答应 谨慎地问道 呃 前辈能否让晚辈先看看 要收集什么东西再说好吗 见韩丽这般谨慎的态度 这将性老者反而露出了满意之色来 二话不说 袖袍一抖 又一块青色的玉碱飞射而出 韩丽一把手抓过这个玉碱 把心神沉浸进去 紧紧片刻之后 她脸色就阴晴不定起来 再过了一会儿 韩丽把神念从玉碱中抽出来 低头沉吟了好一会儿 再抬头冲着老者勉强地一笑 前辈 虽然你这玉碱中东西不算多 但我知道我听说的不过十之一二啊 但是就这些知道的 也无疑不是珍惜异常的东西 没有点机言的话 连剑上一剑的浮原都没有 前辈也未免太高看晚辈了吧 老者从容地说道 俺倒有以为 明和神辱是普通的灵业吗 这可是合体修饰梦寐以求的 不惜冒陨落之风险 也要得到的灵物啊 况且我也没有说 一定让你收集其单上的全部东西 只要你能找到三分之二 再返回此地 我就会用神辱和你交换 三分之二 这倒也 不是没有一点希望做得到 这么说 寒倒有事答应此事了 若是如此 我送你离开明和之地之事 就送我御父的定金吧 晚辈能不答应吗 寒历摸着摸自己的鼻子苦笑地问道 老者双目微眯 洒然一笑地说道 两日后 我就送道友离开明和之地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桑子演播的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雅出品 两日的时间一闪即逝 灰色山脉当中 一座无名巨山的顶部 一座方圆摆杖的巨大法阵 布置在那 此法阵的边缘处 由八座高台组成 每一座高台上 各插着一根巨大的高帆 帆上金银两色符纹 微微闪动不停 在法阵的中心处 寒历动也不动地站着 而在外面站着的寥寥树人 正是江姓老者 以及袁瑶严丽二女 此刻老者长袍飘飘 抬手凝望着雾蒙蒙的天空 在高空中 一道百余杖的巨大的白痕 若隐若现地浮动着 扮上之后老者一低头 冲寒历说道 寒道友 我虽然可以借助 明河之地的空间裂缝 用法阵之力将你传送到外面去 但是 能将你传送到外界的任何地方 我却保证不了 但你放心 绝不会一下把你传送到其他大陆 多半还是在非灵族附近区域的 多谢前辈提点 文辈知道了 很好 时候差不多了 我这就施法 送你离开明河之地 这个东西你收好 当你收集够足够的东西 想再进入此地的时候 你可按照上面所述之法 再次进入明河之地 这东西我也只有这么一块而已 而且是一次性的消耗品 韩丽连忙抬手一接 宁神一望 狮声起来 逆星盘 前辈竟有此物 手中赫然是一件泛着白光的圆盆 和另一块蓝色的玉碱 你也知道此物 倒也真不容易 不过这不是真正的逆星盘 只不过是一件纺制品而已 但是炼制此物的材料极为难寻 我原先炼制的几块 大半都用掉了 如今只剩下这么一件 玉碱中有让你利用此物 进入明河之地的方法 你以后再仔细看看吧 另外 当日你用来探路的试金虫 也一柄拿回去吧 接着 老者手又是一斗 顿时一座轻蒙蒙的宝物 从袖口中一飞而出 竟是一座翠绿玉碧的木质宝塔 瓷宝滴溜溜的一转 顿时 两朵金花从塔底一转而出 正是被老者当初收取的试金虫 韩力见此一起 当即伸手一招 两只试金虫立刻双持一展 击射而回 韩道友 你竟能培育出成熟体的试金虫 这还真是天大的机缘 不过 给倒有一个忠告吧 成熟体的试金虫虽然十分可怕 但 毕竟属于群居虫类 只有达到一定数量 才能真正发挥出其真正的威力 寥寥树枝的话 很容易被高阶修饰 用牧师类的宝物克制 只能用在出其至圣上而已啊 道友 花费了这些试金虫上的心思 不如多用在自身的修炼上 当然了 若是道友培育出数以千计的成熟体试金虫 并能驱使如臂 大半灵界就可任你纵横了 一般的牧师类宝物 也无法困住如此多成熟体的试金虫 不过如此众多的试金虫 光是其神念消耗 就是我等大成修士也无法承受 你若是能培育出传闻中的试金虫王来 不要说我这等大成修士 恐怕是天上的真仙剑了 也要退避三尺啊 试金虫王 韩丽听了一愣 但是也是第一次听过这名字 怎么 你不知道 对 知道试金虫王的 也只有浮游族几个 和虫类大有关系的一族而已 不知道也不稀奇 有关此事我就不多说了 有机会的话 可以自己去找找相关的材料 此虫王只是一个流转不知多久的传闻而已 从没听说过 有谁真的培育出来的 你也不必多想什么 老者一笑随后不再多说 单手一掐觉 轰隆隆的一声巨响 晴空一声霹雳之后 附近的天空骤然间阴云密布 狂风大缩起来 在风中 断断续续的咒语声 从老者口中一一吐出 虽然声音不大 但却清晰异常 骇然的一幕出现了 也不见老者再有任何举动 八个高台上的巨帆同时一颤 翻面迎风摆动不下 整个法阵开始嗡鸣起来 五颜六色的灵丝 在法阵附近浮现出来 化为屡屡光辖 骑往八杆巨帆上席卷而去 八杆巨帆在灵光闪动中 渐渐光辖万道 一阵阵惊人的灵牙 隐隐地透出 法阵各处也一一大亮 一个接一个的符纹 从法阵中蹦出来 伸出法阵最中心处的寒历 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这些符纹蕴含的 威能的可怕 若是符纹一起爆裂开来 哪怕他如今 如同钢筋铁骨 也绝对无法抵挡 韩丽的脸色微变下 深吸了一口气 法阵外面的圆窑 望着此情景同样神色一变 望着韩丽的目光 不禁闪过一丝担忧之色 就在这时候啊 老者忽然口中一声嘀喝 八指巨翻 滴溜溜一转之下呀 从帆上同时击射出八道 碗口粗的光柱 一闪即是没入高空中 不见了踪影 顿时空中那道白痕一阵大亮 比先前清晰了数倍 这老者见此 一只手往绣袍中一抖 法阵上空一声的闷响 随即清光刺目耀眼 一口长约树杖的轻蒙蒙的光剑浮现而出 斩 这老者面无表情的一声力喝 伸起了两根手指 冲着光剑微微一点 青色的光剑瞬间树立而起 对准空中的白痕 一斩而去 附近空中目然间嗡鸣声大作 空气位置一紧 仿佛附近的天地元气都为此剑一息而尽 青色的巨剑竟在斩去的一瞬间 一下狂掌无数倍 仿佛晴天神兵般遮蔽了大半的天空 呲啦一声 撕裂之声响彻整个天空 这青色的巨剑竟一下划开了那道白痕 在白痕中一道黑乎乎的细长的裂缝显现出来 老者单手一挥 巨剑一下就溃散消失了 与此同时 黑色裂口附近浮现出八个巨大的符纹 每一个都有屋子般大小 金光灿灿地转动不停 韩丽只觉得四周空气一紧 接着足下法阵中的符纹 同时往其身上一飘而去 他心中一惊 正有些毛骨悚然的时候 符纹又一下化作了五颜六色的霞光 围着韩丽一阵的急转 只觉得四周略以模糊 整个人一阵的天旋地转了 一声怪异的尖笑 一道五色光柱 从法阵中心一冲而起 一闪即逝地没入黑色的裂口不见了 同一时间 整座法阵光芒一脸 停止了运行 而法阵中心处空空荡荡 韩丽踪影全无了 云瑶目睹着这一切 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观心之色 忍不住地向老者问道 师父 韩兄真的送出去了吗 妖儿不用担心 这次施法很成功 现在他应该已回到灵界 若有缘的话 短则数百年 长则千余年 他自然还会返回明河之地 你自有机会再见他 看来慈老也看出一些东西来 话语中啊 竟多了一些调侃之意 袁瑶脸上微红 也不分辨什么 忍不住朝空中再望了一眼 只见高空中那道黑色的裂口 此刻已渐渐弥合 重新化作一道白痕 渐渐地模糊起来 今天的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师妹 我们回去吧 江前辈不是说了吗 有缘的话总能再见他 别看师妹现在修为神通 远不及寒道友 但是有江前辈这位师父 相信数百年后 师妹的修为境界 一定不在他之下 江性老者自信异常地说道 这丫头说得倒是不错 纵然这寒小子 有些不简单的样子 但姚儿在老夫亲自出手辅助下 进入恋虚期 几乎是十拿九稳的事 就是让你进入合体境界 老夫也有四五成的把握呀 原谣毕竟不是普通女子 闻言之后把心神一收 满脸感激地 冲着老者大礼一拜 师父如此大恩 姚儿一定尽心修炼 就在寒历 被江性老者破空 送离明河之地的同时 在离灰白山脉 不知道多少万里之外的 一片旷野之中 六族白发美妇 血袍人 以及紫血傀儡 正陷入一片虫海中 苦苦地支撑着 在他们四周 无论是天上地下 到处是一种酷似蜈 但偏偏备有双翅 尾部带钩的怪虫子 铺天盖地地围攻着 这些怪虫一个个三四尺大小 猙獰胸长的意思 而且个个是汗不畏死 此刻六族也已经化身为一只黑色的巨虫 身上无数道黑色的光芒 不时击射而出 那些虫子纷纷被洞穿溃散 而紫血傀儡在血袍人的催动下 体型变大数倍 身上金壶缭绕 六目血色光柱 狂喷不停 那白发的美妇呢 已经再次穿上了黑色战甲 头顶被其狂催不已的怪锤 更是将美妇附近化作一片绿色的火海 将怪虫都挡在了外头 六族等人明显大占了上风 但是偏偏三者的神情 却一个个气急败坏的样子 因为啊 无论他们击杀多少 这四周扑来的怪虫始终不断 仿佛无穷无尽的样子 而在战团十余里外的地方 一只体型酷似螳螂的人面怪虫 飘在半空中 此虫双目冰冷地望着六族等人的战团处 闪动着阴寒之极的寒芒 而在此虫的上空呢 一个直径百丈的半圆形的物体 悬浮在那里 荧光忽闪不定之下 无数怪虫从上面狂涌而出 源源不断地向远处的六族等人扑去 从六族所画的巨虫中 发出了惊怒异常的大吼 不行 这是我们浮游族的圣巢 根本是杀之不尽的 你明亲府怎么会拥有此物 必须马上突围 就在了片刻之间呢 又一数以百计的怪虫 被其身上黑芒 洞穿身体而亡了 血袍人站在子血傀儡的肩头 凝重地说道 往哪里逃 这些怪虫的顿素 不比我们慢多少 被它们一直纠缠下去 我们迟早会有乏力耗光的一天啊 直接凡王 进入的通道逃走 我们只要还能坚持到入口 就可以返回明河之地 避开圣巢 幻化的虫海了 白发美妇一下发出了尖力异常的声音 六族导友 你疯了吗 就算我们全力逃顿 按原路也足足花费两三个月的时间 难道就这么一直和这些虫子拼杀下去吗 况且磨粉怎么办 我们的磨气呢 六族恼怒的大声说道 蓝道友 若是连小命都没了 磨气再好又有何用 大不了回去我仍拿一些东西 补偿你和地穴道友 现在的圣巢只是变化出来最低的圣虫而已 我们还可勉强杀出虫海 等到再幻化出高阶的圣虫 我们想走也来不及了 要不是看眼下情形必须合三人之力 才有可能逃脱 恐怕呀 他早就带着明河神辱 逃之夭夭了 毕竟 再也没有谁比他更清楚 浮游族圣巢 这等可以灭族大杀气的厉害之处了 不过呢 六族自然不知道 他所见的呢 并非是真正的圣巢 而是一件仿制品而已 不过就算是这样 此物的威能 也不是六族三人可以硬扛的 再加上涉于圣巢的威能 故而方一接触 他立刻就生出 离开明河之地的心思 听到六族自言 白发美肤纵然大为的不甘 也只能不言于什么了 至于血袍人呢 没有什么意义 显然是同一六族之言 于是三者同一时间神通大展 六族所画的巨虫 原本关华之极的身躯 突然间黑光大放 浮现出无数根巨大的骨刺 一个个漆黑如墨 锋利异常 这巨虫身躯 骤然间一掌一缩 一张口下 喷出了一团团 肉眼可见的黑色的光环 这些光环一出现之后 立刻狂涨数百倍 气势汹汹 冲进了虫寻中 从无数怪虫身上 一掠而过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这些光环所过之处 所有的怪虫 仿佛瞬间失去了平衡 一个个东倒西歪 从空中直坠而下 前方空中立刻空出了 一大片地方 仿佛小山的紫血傀儡 却冲着虫群大口一张 一道比目光中 光柱粗上十倍的 紫红色光柱脱口喷出 这光柱所过之处 所有的怪虫 纷纷身体崩溃瓦解 化作了飞灰 而紫血傀儡 头颅一摆之下呢 这道奇粗的光柱 也随之一晃 顿时更多的怪虫 纷纷被一扫而灭 此攻击刹那间清出的范围 似乎比六足的攻击 还要大上许多 最后出手的却是白发美妇 此女见其他二人 不再保留 各施展手段 也不再犹豫 把手中怪锤 冲着立方的虫裙一抛 双手掐绝一摧 顿时怪锤在绿燕的包裹中 爆裂而开 八个白骨骷髅头浮现出来 第66一转之下呀 同时化作车轮般大小 然后在怪笑中 一张大口 这些骷髅头喷出的 竟不再是绿色的鬼燕 而是一股股 白萌萌的 极寒之风 此风所过之处 所有的怪虫身上 先是寒霜一起 随之在滋拉的脆响声中 纷纷化作大小不一的白色冰晶 接着无声无息地 从空中下雨般地坠落 三名合体骑修士同时出手之下 纵然四周的怪虫无穷无尽 攻势不禁位置一顿 在附近让出了一大片空白的区域来 在十余里外的那只 人面螳螂剑子 鼻中发出了一声冷哼 一只仿佛巨刃般的手臂 冲着空中的银色物体 虚空一点 顿时 那半圆状的物体 跌溜溜一转呢 从里边蜂拥而出的怪虫 一下又增加了大半 可是就在这时候 远处的六足 白发的美妇 却往中间一凑 三人法力连接一气 猛然化作一个巨大光团 一颤之下 往开出的一条出路中 积涉而走 只是几个闪动中 就冲到了崇海的边缘 然后 光团在一解体之下呢 三人就在连续不断的爆裂声中 化作三道惊鸿 冲出了崇海 随之朝天边慌忙地逃走 人面螳螂显然没有想到 对手会不战而逃 面上出现大怒之色 口中发出一声凄厉异常的奸鸣 随之 虫群也纷纷地追了过去 只见青色怪虫飞顿间 一个个双翅飞快地闪动 竟然顿速惊人 仿佛倒倒轻盲破空而去 丝毫不比六祖等人 慢上多少的样子 而人面螳螂呢 身形略以模糊 在原地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 它出现在空中的半圆形物体上 随着在灵光闪动间 一下没入其中 不见了作影 这盛朝翁名声大起 喷出的怪虫须影 为之一顿 虽直自身化作一团荧光 也积涉而走了 在此物四周 簇拥着数之不尽的怪虫 片刻的功夫 虫海和前面的六祖等人呢 就一追一逃之下 在附近的区域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另一边 韩丽当日被卷走的水域上空 穆青在大片绿色的光点 笼罩下悬浮在那 他正望着下方 一片黑色的雾气 脸色阴晴不定着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丧子演播的 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雅出品 这里好像是 另一片黑色的雾气中 一个人影 在一片灰色光霞中 四下张望 口中发出了自语 这个人一身青袍 二十余岁 眉头微皱 正是刚刚离开 明河之地的寒历 他一从眩晕中清醒过来 立刻发现了 自己身处这片黑雾之中 正好他的原则神光早就修炼得心碎易动 不用其催动就自行放出 保护在他周围 现在 寒历不离抬头 往上面望了一望 只见在模糊的高空中 那道将其吐出来的空间裂缝 已经弥合成一条细缝 并且在他望过去的瞬间 终于消失得无影无踪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虽然只是一瞬间 寒历发现 在空间裂缝消失的刹那间的功夫 一缕缕黑气从里边泄露出来 随即融入到此地的黑雾中 再也看不出彼此来 寒历心中有些嘀咕起来 随之目光四下一扫 准备先弄明白自己所处何处再说 难道这里的雾气 都是从这空间裂缝中流出来的 但他的神念一超出数百丈之后 立刻就溃缩收缩 无法探到更远的地方了 寒历眉手一动 摸了摸下巴 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 脸上浮现出一丝奇怪之色来 他两手一合再一分下 木然手掌清光闪动间 一株数寸长的灵草出现在手里 单手一扬 雌草立刻从霞光中溢飞而出 结果不可思议的情形出现了 只见雌草方一接触到黑色雾气的瞬间 竟然一下枯萎焦黄起来 当其落到地面上的一瞬间 化作了一对草灰不见了踪影 含厉倒吸一口凉气终于肯定自己的所在了 黑明雾 他竟然被传送回了当日出到非灵族地狱的黑隐山脉的巨岛 而这片黑色的雾气呢 赫然使得当日没有进去的 黑明雾海 此片黑雾他当日测了一下 里边阴气极重 并可吸取草木等生灵的灵气 他一方面呢 急于当时突破自己的瓶颈 一方面忌惮雾海里的诡异 故而当时没有真正冒险进去一探的 如今他一离开明雾之地 竟被传送到此地 联想起刚才从空间裂缝中流出的黑气 看来这片雾海的形成啊 和明雾之地应该有些关联才对 不过即使明雾之地的阴气 也绝没有此地的黑雾这般可怕 这些雾气中 肯定掺杂了其他什么东西 韩丽的目光闪动间 转眼间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不管怎么说呀 此地可不是什么善地 他还是赶紧离开这里为妙的 心里都想着 韩丽身上清光一闪 立刻腾空飞起 结果其双足一离地树丈 附近的雾气齐往身上一滚 竟然顿光一散 身形重新坠落 尽空尽止 现在他总算有几分明白 为什么天鹏族人似乎对着雾海 如此的忌惮 甚至都没有人派人驻扎此导的 对信奉昆鹏之神灵的天鹏人来说呀 尽空尽止自然是危险之极的 毕竟 非灵族人一半的功法神通都在背后双翅上 一旦无法飞擎 恐怕神通立刻就会被废除大半了 那自然呢 这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理由 更可能是从空间裂缝中泄露出来的明河之地的气息 让天鹏族人十分的憎恶 毕竟明河之地十有八九是罗侯身体所化 流出的气息 对含有昆鹏血脉的天鹏人来说呀 自然是厌恶之极的 不过 这一切只是含力自己的猜测而已 具体还有什么古怪的原因 也许只有天鹏族的那些长老才知道吧 他虽然曾经当过一回天鹏族的圣子 可并未接触到这些事情 自然对真正缘由一无所知 但眼下无法飞顿的话 虽然对含力造成了不少影响 但也不可能真的就这般困住他的 以他的强横肉身 即使在地面上狂奔而走的话 也能很快走出这片雾海才是 那唯一要小心的 就是这片黑雾中 别有什么古怪的什么别的东西 和防不胜防的其他的禁止 含力自然不会在原地一直等下去 心中分析完后 立刻把神念全部放出 朝某一个认准的方向 大不留心地走去了 含力一步迈出 看似动作不快 但身形一晃到了七八丈外 一会儿的功夫走出了十多丈 这还是令得心存谨慎 不敢狂奔的结果呀 否则权力之下 含力早已能奔到数百里外了 当初这片黑雾雾海 他在外围绕过大半 即使在权力飞顿之下 也需要花费一两个月的功夫 才能走完一遍的 如今虽然他不知道身处领海何处 但是他想不可能短短数日的功夫 就能徒步走出这片区域 故而呢 含力并不过于心急 只是一边淡然地向前走着 一边暗自思量 自己在地渊和明河之地的得失 这一次冒险 虽然让他数次面临奇险 甚至差点被几大妖王化为傀儡 但也收获颇大 首先呢 从穆青那里得到了辟邪神雷的 真正驱使之法 和一瓶五色孔雀的真邪 又从地穴老怪那儿 得到了灵世的傀儡炼制之法 并从悟出了天弓天前符 和甲元符的炼制之术 那其次呢 在明河之地中 将性老者重新 把清源建绝传授给了他 并附带着重新提炼了 清竹风云剑的方法 可见未来只要花些心思在上面 足可以让此剑阵威力更上一层楼的 以上这些东西呢 都没有比老者给的许诺的明河神乳 更有价值 如今韩力已经知道了 慈儒竟有逆转体质 让人可以吸纳更多的天地元气的奇效 如此不可思议的东西 他绝对是不想放过的 有了这神乳 相当于凭空节省了无数的修炼时间呢 这对于资质普通的韩力来说 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纵然老者给他的清单中的东西 大半都是难寻之物 但只要凑够其中大半 也并非真的没有希望 毕竟 这场交易不是一时半刻就完成的 只要他千年内寻足物品 那都不算吃 而如此长的时间 韩力还是有几分自信 可以完成此事的 不过现在他要做的是 马上回到岛上洞府 把这次自己外出所得 加以消化吸收 闭门苦修法力 一等修为进入化神后期巅峰 他就可以服用黑盐丹 加以冲击炼虚期的境界了 这一次外出啊 他接连碰到 这么多合体级以上的存在 并亲眼目睹了 他们的争斗和施法 隐隐觉得 自己突破化神后期的境界 似乎又多了几分把握 虽然说这些存在 并未对他指点多少 但穆轻 等存在足足比的高出两大境界 耳闻目睹之下 还是收获不小的 毕竟等闲的修士 又有几人亲眼目睹 合体级存在的争斗呢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修炼计划给想好了 接着 他单手往储桌上一浮 顿时啊 手心中一块玉碱浮现出来 正是江姓老者 所给他的东西 里边啊 记载了清源建绝 完整版 韩丽把神念瞬间一分为二 小半呢 仍然控制着身体往前走动 警惕着四周的动静 大半的神念呢 侵入到预见中 开始默读起这套 清源建绝来 开始的时候 他表情淡然 但是随着 对清源建绝深入的了解啊 神色渐渐肃然 最后 用眉头皱起来了 足足一顿饭的功夫 他尝出一口气 手掌一翻 预见一下 在清光中不见了 韩丽的目光 闪动沉吟了下来 他刚才大概看了一遍 并默记下了 这套建绝 很明显呢 这所谓的新建绝呢 对原来的十三层功法 并没有太大的改动 即使有 也并不影响 他之前所学的东西 最主要的变化呢 自然是后边多出的 五层建绝来 这些建绝分别是对应了 化神期的三大阶段 以及炼虚期的初中 两个阶段 若是全部修炼完呢 正好可以进入 炼虚后期的境界 若是韩丽没有修炼的 凡圣真魔功的话 真有可能对此功法 大感兴趣的 如今 他只能从后面几层建绝中 挑选一些 有用的秘术和神通 价以修炼而已 毕竟他已经是法体双修了 不可能再花费大量的时间 修炼此功法的 这还是他原先有十三层建绝做底子 并且本身呢 是化神后期修士的缘故 否则 其他高阶的修士拿到这套建绝啊 还真只能干瞪眼 多半是无法修炼出任何东西来 不过这上面的东西 韩丽最感兴趣的 还是最后五层建绝附带的 两套新建阵 一套名叫春梨 一套名叫清帆 这两套建阵若是配合了后五层建绝 威力自然 厉害无比 足可以越阶挑战更高阶的存在 若是没有后五层建绝支撑呢 这两套建阵也能布出 但是对锁部飞剑要求啊 就奇高无比 必须是纯粹之极的 木属性飞剑 并被培育到极高等阶 才可以的 以韩丽现在的七十二口青竹风云剑 还真无法满足这两套建阵的要求 必须重新的淬炼一番 当然了 这其中的春梨剑阵 只要飞剑可以 以他现在的修为 立刻就可修炼布置出来 至于另外一套剑阵清帆呢 则必须是他进阶炼须中期之后 才有资格加以研习的 如此一来 韩丽接着又把注意力 集中到了剑诀最后记载的 淬炼飞剑的方法上了 但他略以加以领悟 哎 立刻神色惊疑不定起来 这套法门呢 倒并不复杂 但是淬炼飞剑的过程比较长久 而其在此期间 飞剑会脆弱无比 无法用于对敌 只有彻底完成之后 将其陪练到剑心通明的地步 才能真正发挥他的威力 照上面所说呀 飞剑中原先掺杂的羹筋 也必须一同驱除 如此的话 大羹剑阵从此就无法布置了 这让韩丽在心中啊 不由地惆怅起来 时间长点和暂时无法动用飞剑 这都没什么 他并非只是依靠 这一套青竹风云剑对敌的 但是大羹剑阵的失去啊 却让他真的心中嘀咕起来了 虽然这新剑觉上说呢 春梨清翻二剑阵 唯能远胜于大羹 故而舍弃这剑阵 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韩丽没有亲眼 见识过后两种剑阵 倒是大羹剑阵 助其不止一次克敌制胜 心中自然难免有所犹豫 他不打算修炼后五层的青原剑阵 只是单凭着重新淬炼过的 非剑之力 到底能将后两种剑阵微能 发挥到何种地步 这可实在是一件不太好说的事 要是后两种剑阵微能 在他的手上还不如原来的大羹剑阵 那他可是得不偿失 闹了个大乌龙啊 就在韩丽 为见证之事迟疑不绝之时 忽然神色一动 脚步一顿停了下来 站在原地不动了 他目光望 左侧的一侧黑雾中一扫 脸色一沉 冷冷地说道 阁下鬼鬼祟祟躲在那里 难道想偷袭在下不成 他嘴上说着 单手一抬 顿时一声霹雳 一道粗大的金壶弹射而出 并瞬间卷缩狂掌 化为了头颅般大小的 一颗金色的雷球 在此球表面 噼噼啪啪清响不绝 隐隐有金色的符文 闪动不已 显得声势极为惊人 这时候 一个有些意外的声音 木然从韩丽所望的方向传出 阁下不是天鹏人 你是何人 你怎么知道的 韩丽双目一眯 缓缓地问道 那个声音冷冷地说道 如果真是天鹏人 别说区区一名灵匠级的存在了 就是一名灵帅 也绝对无法在此地 安然无恙的 哦 听你的口气 似乎对天鹏人和此地都很了解 不过 阁下何必躲躲闪闪 还是出来交谈得好 韩丽这话音刚落呀 单手金色的雷球突然一晃 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 黑色雾气中金光一闪 雷球诡异地 从虚空中闪现出来 一声轰鸣 爆裂开来 啪 金光闪动中 一道黑乎乎的影子 一闪即逝地从雾气中冲出 几个闪动后 木然出现在韩丽 前方食欲掌握 韩丽仔细一望 不禁一正 眼前竟是一名 头生白色的弯角 一脸闭塞的青年 神念王对方身上一扫 神念王对方身上一扫啊 竟是一名炼虚妻的存在 并且身上赫然散发着一股 让他有几分熟悉的气息 韩丽奇怪之下 心中只是略意回想 木然口中惊讶地说道 好寿 阁下是好寿族的高人 不对 你身上阴气如此之重 修炼了鬼刀功法 这牛角青年 听到韩丽眨眼间 叫出自己的来历 脸色不禁大变 但随即目光煞色一闪 露出猙獰之色来 小贝 老夫原本想放你一马 但现在既然认出了我的来历 不管你是非灵族的哪一只人 都别想活着离开这里了 这话音刚落呀 青年目然一张嘴 顿时一股灰蒙蒙的阴风 狂涌而出 直奔韩丽席卷而来 此人静一个照面 就立刻动了杀人灭口的心思 韩丽一下失口 说出对方的来历 原本有些后悔 但一见对方动真格的了 反而笑了起来 也不见其有任何的大举动 身上灰色的霞光 只是猛然间狂涨数倍 然后围着韩丽滴溜溜一转之下 灰色的阴风啊 就到了韩丽身边了 立刻水乳不相容般的一分为二 从两旁一卷而过 对面青年一见此啊 马上双手猛然往头上一拍 头上两根弯角 顿时无声地自行脱落 一下化作两口白光闪闪的弯刀 落在了此妖的手里 青年双刃在手 当即信心十足地再次争笑一声 砰的一声 单阻使劲地一摞地面 立刻带着一串残影冲向了韩丽 韩丽一见此妖打算近身肉薄 目光中一色一闪 站在原地动也不动 身上突然金光大放 一层金色鳞片从肌肤表面现出 同时背后嗡的一声低响 一个三头六臂的金色虚影浮现而出了 这青年一见韩丽这般诡异的形象 微微一正 但是身形丝毫未停 尚未冲到前面啊 手中的双刃 先交叉虚空一斩 顿时两道黑幽幽的刀芒 呈十字形的交叉 一斩而出 此刀芒方一出现啊 附近的黑色的雾气 是一阵的翻滚 其往刀芒上狂涌而去 瞬间这两道刀芒狂胀背许 一闪即逝的到了韩丽的跟前了 韩丽眼角一跳 两手略意模糊 突然多出两口金色长剑 手腕一抖 毫不客气的迎着刀芒而去了 就听到啪啪 雷鸣声一起啊 这长剑表面金色的电弧缠绕 扑扑两声 黑色刀芒方一盒金色雷光 撞到一起 立刻寸寸的溃散不见 仿佛被彻底的克制住了一般 啊 这青年打吃一惊 韩丽的嘴角呢 却带起一丝冷笑来 显然这位放出的刀芒 竟蕴含着不少邪魔之气 否则就算他的青竹风云剑再犀利 也绝不可能这么轻易斩馈的 如此一来 这个人向自己动手呢 却是自寻死路了 韩丽的心里心念极转 不等青年从亥然中反应过来 背后呢 五色的惊斥一扇 目然间爆发出一轮五色光晕来 此光晕刺目耀眼 滴溜溜一转之下呀 五色霞光全都闪闪发光 仿佛一轮骄扬 从韩丽体内浮现一般 这青年即使半妖半鬼之身 双眼目睹此强光 不由得下意识地双目一闭 同时暗之不妙 把冲出去的身形急忙一顿 用力地一对角 竟弩剑般地倒射而回 看他的身形去世啊 似乎比冲上来的时候 还快了几分呢 这时候五色光晕中 一声霹雳传来 随之青年身后处 一道青白电弧一闪 韩丽的身形 一下诡异地现出来了 两只手臂一动 破空声大作 两只长剑化作两道金光 一展而下 这青年两眼还未睁开呢 神念感应迟了一些 但如此明目张胆的攻击 自然不会不知道的 不加思索之下呀 手中双刃同时往身后一抛 画作两道乌光射出 接着两手一掐绝 身上的肌肉瞬间 浮灰般地一下溃散消失了 现出了一副 晶莹异常的 仿佛白玉般的骨架来 而此骨架 通体一颤之后 放出了一层白色的光罩 把他身体彻底地 照护在了旗下 轰隆隆地 两声雷鸣之后 两口长剑锁化的金光 被双刃一顿地挡了下来 寒丽对此毫不奇怪 一名炼须极妖物 用本体锁化兵刃 若没有些威能 反而有些奇怪了 他原本就没记希望 两口飞剑能灭杀此妖物的 他背后的凡胜真魔法相 早在双剑斩出的瞬间 六只手臂一挥后 顿时无数拳影 仿佛金色莲花般地 在四周绽放开来 在一洞下 犹如雨点般地 冲着白色光罩 狂击而去 看似普通的拳影 每一击都蕴含了 含力强横肉身的 非人神力 这一次暴风骤雨般的攻击 完全是倚仗蛮力的攻击 白色光罩在拳影机的 上面的瞬间 原本看似凝厚异常的表面 立刻在白光金影的胶织下 颤抖起来 整个光罩就在拳影狂击下 发出了一声脆响破裂开来 而这一切呢 不过是一个呼吸间的功夫 那个妖物不过刚将身形 扭转过来 才睁开了双目而已 表面的血肉尽数地划去 目光中眼珠全无 就剩下两团绿火 在闪动不定着 一件倚仗的护体光罩 如此不堪一击 此妖当即吓得是魂飞魄散 不加思索的一张口 树到漆黑如墨的黑芒 冲着寒力击射而出 同时头颅天灵盖 一声闷响地 自行爆裂开来 一颗碧绿色的圆珠一喷而出 向空中击射而去 而其留在原地的白骨身躯 则拆解飞舞 一下凝聚一面白骨的盾牌 紧随圆珠飞射而走 一副断后的样子 这妖物倒是见机够快 一见寒力神通惊人 自己根本不敌 马上起了顿走的心思 快跑吧 他在这黑明雾中修炼多年 自认为 只要拉开一段距离 绝对可以把寒力甩得无影无踪的 可是此时的寒力 已动了杀心 哪容得眼前的妖物就此跑掉啊 留下了一个心腹大患 那此以后不就麻烦了吗 一声冰寒的冷哼 寒力身前灰色霞光一闪 几道黑芒 在灰光中滴溜溜的一转 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漫天的金色全影 骤然消失不见 背后的凡胜真魔法相 则金光一闪 六只手臂略为一顿 六道粗大电弧啊 在一阵霹雳大响中 手掌中浮现出来 同时一凝之下 六道金弧化作六感金色的雷枪 手臂再次以模糊 六感金枪化作一条直线射出 这金枪一闪的急事下啊 到了这古盾的附近了 四周符文流转不定 犀利异常的枪尖 狠狠地系在了上边 就听到轰隆隆 啪啪啪三声巨响 这面盾牌在颤抖中 竟一下挡下了前面三只金枪 当第四只扎在上面的时候 此盾再也无法支持地 啪爆裂开来 后三根金枪 紧接着洞穿而过 一个闪动 同时击在不远处的绿珠上 电弧闪动间 碧绿圆珠狂闪几下 碰了一声粉碎了 一个牛手的耗兽虚影 惊慌地从里头飞射出来 金色电弧却在此时 同时往中间一缩 化作了一张风雨不透的电网 一下把妖物原神照在了其中 一声凄厉之急的惨叫 从电光中发出 好受虚影在电弧包裹下 闪动几下 一下子溃散消失了 这名刚刚进阶不久的妖物 就被韩力三下五除二的灭掉了 其中固然一方面是此妖间 韩力只有化神奇的修为 开始过于拖大 另一方面 则是韩力神通 比刚离开巨岛的时候 那已经大不相同了 虽然韩力并没有 真正花时间去修炼什么 但是现在天鹏族得到了 经浙十二绝 后又从地缘中得到了祭雷术 让辟邪神雷威能一下大增 再加上前后又服用了 昆鹏和五色孔雀的真灵之血 让法力刺激下 不觉大涨了许多 而在进阶化神后期前 韩力就可以击杀炼虚极的存在 那如今自然不会把这半妖半鬼的人物 看到眼里了 再加上啊 此妖似乎没有什么宝物在身 自然更不会是韩力的对手 韩力兼灭杀了眼前的妖物 冷冷打亮一下掉落一地的白骨残骸 手指一弹 一颗赤红的火球弹出 扑的一声 妖物所有的残骸 在火焰中熊熊地燃烧 片刻的功夫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韩力不再逗留地大步离开原地 一会儿的功夫 身形再次消失在黑色的雾气里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他还是大为的郁闷啊 但是他自然不知道 他这一次出手 竟将黑隐山脉那几只 中阶妖兽视为靠山和倚仗的存在 都给灭杀了 让那几只妖兽 原打算借助这只半鬼半妖之力 摆脱天鹏族奴痕 从而获得自由的打算 一下给掐的是一干二净 不过呢 这些事情自然和韩力 没有多大关系 他仍然一边朝雾气边缘处走去 一边思量着那套新剑诀 大半个月之后啊 雾海边缘的一座荒山附近 黑雾突然一阵地翻滚 灰光一闪 一道人影从里头积射而出 接着一下往高空处腾飞而起 几个动作后 就到了荒山的山顶处 并光芒一脸地现出了身形 那正是刚刚走出 黑明雾海的韩力 他刚刚走出了黑明雾海 当即兴奋异常地 站在了一块白色巨石上 仰手是一声长啸 笑声直冲九霄 震得附近的空中嗡嗡直响 高处白云都是一阵地翻滚不定 这个时候 韩力才目光一扫四周 很快知道了自己所在巨岛的位置 当即化为了一道青红 积射而去了 几个闪动后 顿光在天边化作一个黑点 在闪动几下就踪影全无了 黑影山脉的深处 一座被白色雾气遮挡大山前 清光一脸 韩力身形出现在山脚处 他抬头望了望此山 似乎一切都没有变化 和离开刚出发时 一般无二的样子 长吐了一口气 韩力单手一掐绝 顿时 眼前的白色雾气一阵地翻滚 随之陷出了一条通道来 身形一动 韩力不慌不忙地驾驭着顿光 飞进了其中 一进入洞府 韩力就去要园子查看了一番 那他见一切都安然无恙 当初种下的灵木灵草 全都尚存 彻底地安心下来 随后韩力一头扎进自己的卧室 二话不说 往床上一躺 立刻是呼呼大睡 这一睡呀 就是两天两夜之久 先前纵然在江姓老者那块 稍加休息 但是又如何能比得上 在自己的洞府相比呢 当韩力在此睁开双目的时候 肉身的疲惫和精神伤的疲倦 全都荡然无存了 韩力一晃身 从床上起来了 稍加洗漱 精神百倍地走出了卧室 休息完毕 他自然要进入密室中 参悟这次外出所得 并继续服用真蝉灵液 抓紧闭关 好让自己这个修为啊 直达化神后期 大圆满的境界 开始冲击炼虚气了 天鹏舍利中的精神之力 必须尽早地炼化干净 好得到其中的 真龙天凤之血的炼化口诀 这样才能尽早地 把这两种真灵之血 早些融汇到身体当中 至于新剑爵的剑阵参悟 以及众飞剑的提炼呢 似乎也是迫在眉睫之势 一样必须尽快解决的 心中暗中思量着 韩利一边向密室走去 一边一只手掌木然往脑后一摸 顿时一团乌光 从头顶上飞射而出 一闪之后 转眼间化作了一个 数寸高的黑色的小人 悬浮在低空处 正是他的第二元鹰 接着 双袖一抖 蹄魂以及暴灵兽 也分别地被放出来 韩利微笑地 从三折摆了摆手 把那神秘小瓶 冲着第二元鹰一抛 自顾自地离开了 第二元鹰接过了小瓶之后 同样在空中含笑不语 等韩利身形一个拐弯 消失不见后 才发出细细的声音 冲着二手吩咐了几句 然后一个闪动后 向另一个方向 徐徐飞走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丧子演播的 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雅出品 片刻之后 韩利进入了密室中 盘膝坐下 四下一扫 结果瞳孔微微一缩 他竟在密室的一角中 看到了三块灰白色的石块 正是数年前 从海中 蓝礁洞府中得到的 奇异十吨的碎块 此物当年被韩利 用试金虫分解了开来 但是因为忙于修炼的缘故 一时没顾得上处理此宝 说起来 此物其重无比 韩利原本打算 把它炼制成一件 纯微能的宝物 但是后来 吞噬的这些 石块的试金虫 意外地一个个变异起来了 这让韩利 又有些犹豫起来 能让成熟体的试金虫 再次变异 可见此物的珍惜了 不过灵虫变异 也并非一定是好事 变异后得到的能力 虽然大多往好的方面进化 但也有不少 反而是弱化自身的 起码韩利 那千余只变异的试金虫 除了身体越发坚韧 和重量狂增之外 最起码 韩利还没有发现 其他的妙用之处 而且一般来说 凡是变异过一次的灵虫 都很难再经历 第二次的变异 故而当年 他并未将所有的成熟体 试金虫 全都喂食此物 极难以决断此物 最终的用途 不过 如今韩利 又从江姓老者那儿 听到了有关 试金虫王的言语 大感兴趣之下 更不会轻易地 让试金虫 变异了 否则万一 以后真得到了相关的培育之法 但因为变异缘故 反而无法培育虫王的话 那自然会懊恼无比 况且这次外出呢 韩利对处理这些奇重石头 又有一个更好的想法 韩利眼中蓝芒一闪 手臂一抬 从绣袍里伸出一只 漆黑如墨的手掌来 五指微微一颤 手心处黑芒闪动 一个数寸大小的小山 浮现出来 此山转眼间 灰芒大放 化作了杖许大小 黑乎乎地 耸立在身前低空处 身上的金光一闪 韩利背后三头六臂的虚影浮现出来 口中一声低贺 法相六只手臂 同时朝角落中的石块 虚空抓去 若是数年前 还未融入昆蓬 和五色孔雀针血的韩利 恐怕这隔空一抓呀 还无法射动此灰白石头 但是 他如今不但修为进阶化神后期 肉身的强横程度 也因为两种针血 更是大上了一个台阶 故而一抓之下 其中的一块石头一晃下 整个密室都围着一颤的 缓缓地升空 向韩利这边徐徐地飞来 韩利见词 漆黑手掌五指微微一驱 顿时身前的圆瓷山上 通体灰光大放 无数根灰色的瑕疵 积涉而出 静一下把那块飞来的灰白石头 紧紧地缠住 包裹得风雨不透 背后的凡圣针魔法相 六条金色的手臂同时移动 灰色石块呢 就此直往黑色的小山 移射而去 这个时候 韩利眉梢一挑之下 口中咒雨声出口 同时冲着小山 凝重的一点指 顿时 圆瓷神山体型一掌 面向灰白石块的一面 诡异地陷出一个大洞来 里面灰光万道 这是韩利把此山彻底的手掌 炼化一体 能操纵如意 并且修为到了一个一定程度之后 才领悟出的变化秘书 换了修炼百卖炼宝绝钱 甚至离开巨岛前 恐怕都无法做到这个地步的 轰的一声巨响 灰白色的石头在光丝包裹和巨力互推下 一下没入到圆瓷神山陷出的孔洞中 撞击之下 让圆瓷山位置一阵 横飞出树杖远去 同时重重地往地面上一落 又一声骇人听闻的闷响 密室地面和四壁的禁止光幕都为之晃动几下 小山的底部竟一下陷入地面 持续伸去 纵然圆瓷神山分量也不轻 未曾变化下也无法承受石块的其重 不过好在整间密室被韩力事先用禁止加强过了 倒不可能因此崩溃瓦解 此刻的韩力望了往圆瓷山上现出的孔洞 脸上浮现出一丝古怪的表情 两手一掐绝 在一张口 荧光闪动下 一团银色的火球喷了出去 这火球方一出口 就地溜溜一转化作了一只火鸟 一个盘旋后 在法掘一催下 也一头扎进了圆瓷深山大厂的洞门口 韩力不加思索手腕一抖 储物卓一下脱离射出 此环在空中只是灵光一闪 一些瓶瓶罐罐 连同一些木匣木合 全都被一股霞光一卷而去 纷纷落到了韩力面前的地面上 韩力神念往这些东西上一扫 各种盖子就自行打开了 露出了里面各种各样的炼器材料 大都是各种珍惜难寻的辅助材料 其中啊 大半是他当初在天渊城时 用大量灵石和灵药换取得来的 小伴呢 则是人界在天鹏族那几日搜集到的 韩力的目光往这些材料上一扫 立刻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辅助材料 长袖一挥 一片清蒙蒙的光霞飞出 霞光所过之处 十几种配好的成品或半成品的材料 纷纷从容器中腾空而起 被霞光一股脑地送到了小山的洞口里 随即啊 里边传了一声 悦耳的清明 接着里面荧光一闪 一股炙热之极的高温滚滚地冒出 附近的空气都在此高温下扭曲模糊起来 韩力神色一凝 单手一扬 掌心中一片灰光亮起 仿佛与此呼应似的 原池神山同样灰霞一闪 山腰处的洞口就在光芒中 徐徐地弥合上了 炙热的高温随之一下消失不见了 韩力原来啊 竟以原池山本体作为炉顶 打算用士灵火鸟 把那块灰白的石头 彻底地炼化 融入此山当中 如此一来啊 别说这些石块的坚不可摧 会让原池山在防御上带来什么好处 光是木然增加的其中的分量 也足以让此山变成一件大杀器啊 当然了 这些石块呢 即使以士灵天火的威能 也不容易融化的 否则韩力一次就把三块石块 同时放入其中了 而不是放进了三分之一而已 但就是这样 若真把这十吨的碎片 融入原池山当中 仍需要花上三四十年的光景的 三块全部炼化 那齐把得上百年的时间啊 如此长的时间 若是用韩力自己的原鹰之火来炼化 自不会做这种如此大好时间之事 哎 现在有士灵天火自行熔炼 当然就那是无所谓的事的 顶多这百余年呢 他不再动用原池神山救世了 心中如此思量着 韩力口中念念有词 一道法觉打在小山上 背后法相的六只金色手掌 对准小山一抓一放 来 顿时这小山一晃后呢 体型瞬间缩小到持续大小 然后徐徐飞到了密室一角 重新一落而下 没有炼化完此山内的石块 韩力无法把它收回体内 只能这样放到一边了 接下来呢 韩力略以思量 又抬手冲着空中的储物拙一抓 顿时一个白萌萌的玉盒 一飞而出 稳稳地落在他的手心里 另一只手 五指往盒盖上一扶 顿时 盖子上一飞而开 露出了里边 一枚拇指大小的赤红的果盒 同时 一股浓郁之极的药香味扑鼻而来 那正是韩力在天鹏族得到的青螺果果盒 只要有了此物 借助小平之力 他就可以轻易地催熟真正的青螺果 然后炼制传闻中的天螺丹了 有此丹的话 他只要配合上那枚黑盐丹服下 万一发挥了其他增加要效的神奇功能 其突破瓶颈的几率 自然会再大增不少 韩力用两根手指 把这果盒夹起来 眯着眼睛仔细地打量一遍 然后神念瞬间外放出密室 片刻的功夫之后四周光芒 青木突然一晃 一团乌光射出 正是那第二原因 根本无需开口说什么 韩力把果盒重新往玉盒中放好 直接抛了过去 第二原因 小手一招 熟练至极地 把这墓盒射到小手里 然后身形一晃下 又没入到光幕中 不见了踪影 做完这两件一直挂心的大事 韩力长吐了一口气 缓缓闭上了双目 接下来 他要做的事就是参悟 新得到的这个剑诀 看看那第一套的春梨剑阵 是否真的威能 犀利异常 然后决定了 是否放弃大耕剑阵 而提炼自己的七十二口 青竹风云剑 这春梨剑阵的威能呢 正好是化神中后期 就可以运用 但是论着剑阵的复杂深奥 的确远在大耕剑阵之上 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了 三个月之后 韩力双眉一动之下 从静坐中苏醒了过来 但是目光中神色有些古怪 竟是一副迟疑不定的表情 韩力眉头皱起来 脸色阴晴不定 春梨 原来是这个意思 我说怎么起了 这么古怪的名称呢 竟然是一套 以幻术为主的剑阵 还真是打出人意料 如此说 此阵微能岂不是要看 陷入剑阵中修饰的神石 和修炼功法 对幻术的抵抗能力来定了 这可如何判断呢 韩力足足沉吟了一顿饭的功夫 心念转动间呢 不断地权衡着其中的利弊 扮上之后 他脸上献出了决然之色 有了决定 以清原子独创的清原剑阵的才能 肯定放弃大耕剑阵 而采用幻术作为剑阵基础 这套春梨剑阵呢 肯定有其独到之处 而大耕剑阵对付同阶修士 自然不成问题 但是以后遇到合体级的存在 就显得有些吃力了 最主要的是呢 在这个春梨剑阵后边的清盘剑阵 也是同样需要提炼过的飞剑 才能布置下来的 如此一来呀 衡量过其中得失的韩力 自然最终还是不得不决心 忍痛放弃了大耕剑阵 至于飞剑是不是越多越好 只要足够布置剑阵也就行了 太多的话呢 自然会让飞剑的培育速度大减 韩力可不希望 自己的本命法宝到了最后 反成了鸡肋般的存在 心中有了决定 韩力自然不再迟疑 手掌一翻转 将性劳者所赠的御剑出现在手里 这一次他不是参悟剑阵 而是开始研究提炼飞剑之法了 上次已经匆匆看过一遍 但是事关重大 韩力自然还要重新阅读一遍的 没有多久 韩力把神念退出 双目微眯地沉吟起来 照这预见上所说呀 要将飞剑中的杂志驱除干净 有三种方法可以做到 那一种简单 几乎不用任何外物就可以做到 就是用体内的猿鹰之火 把飞剑中木属性以外的材料 全都一点点的炼化干净 这个方法最为简单 也是危险最小的方法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有三种方法可以做到 那一种最为简单 几乎啊 不用任何外物就可以做到 那就是用体内的猿鹰之火 把这飞剑中的木属性以外的材料 全都一点点的炼化干净 那这个方法最为简单 危险呢 也是最小的 不过 韩力现在的飞剑中 各种材料早就融为了一体 想要强行分开再炼化掉呢 这过程之长就可想而知了 恐怕呀三四百年的功夫也不见得能成功了 而且在此期间呢 韩力还得不停地一直催动着猿鹰之火 自身的修炼会大家的耽误 这么长的时间 那么韩力第一时间呢 就放弃了这个方法 这第二种方法呢 则是预见中提到了一篇叫 九颜融金诀的功法 若是肯波及几种特殊的火属性的丹药 然后闭关个七八十年的功夫 那就可以用此功法呢 外加丹药之力 把这青竹风云剑中的杂质 强行地驱除掉了 不过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啊 很大 还会把飞剑中部分木属性精气 一同损伤 让这飞剑呢 元气大减 并且那些火属性丹药 也是珍稀异常 并不是那么轻易地可以凑齐的 当时江姓老者提出的 筑齐提炼飞剑 就是准备用这个方法 韩丽对这种类似自残的方法呢 也没看中 如此一来啊 就剩下最后一种方法了 也是对一般人来说呢 最不可能的 花费时间最长的手段 江姓老者在这个方法后边留言 表明这种手段呢 只是他理论上的一种推测 自己并没有亲自试过 不过只要完全按照上面所做 应该有八九成的把握 而一旦成功之后 好处呢 大的也实在是惊人 这种方法是一种被老者称为 重剑的移花接木的手法 哎 照上面所说呢 只要寻找一些灵木的幼苗 再寻找一个灵气浓郁之处种下 然后嘛 把这个飞剑用密法封印在这些灵木里 如此一来呢 随着灵木生长 就可以借用这些灵木自身的木灵器呢 就可以把飞剑的其他材料 渐渐转化为木属性 无需从飞剑中驱除什么东西了 等到灵木成熟之后 因为长时间用那些灵木培育元气的缘故呢 这些飞剑非但不会元气大伤 而且本身的精纯能力啊 更到达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 虽然不见得飞剑的微能力可大增 但是以后韩力稍加陪练呢 就可以轻易地把重飞剑 修炼至剑心通明的地步 那当然了 如此两全其美的方法 将性老者没有采用 并且呢 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手段 那当然 它是有它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啊 这种方法耗时实在太久了 按照上面说的 从开始种下飞剑 到转化完飞剑材料这个属性啊 时间之长 远超上面咱们提过这两种方法 那毕竟灵木必须一点点的生长 就算是再普通的灵木 每个上千年的时间精心培育 那根本无法成熟 而在此期间呢 这些飞剑 非但不能动用分毫 还必须保证所有灵木 不会因为意外 而出现夭折才行 否则万一出了意外 就会前功尽弃 即使把这个飞剑 重新种到其他灵木里 那也是无法弥补的呀 那么至于重剑到底需要多少年呢 则没有什么具体的界限了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重剑的时间越长 灵木越珍惜 飞剑最后的精粹的程度呢 就能达到更高的极致 韩丽看完这种方法之后 心中大喜 立刻就决定了 用这种方法了 这重剑之法 对其他人来说呢 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 对拥有催熟植物能力的 韩丽来说 却是恰好合适的 只要他充分利用这个小瓶 不要说千年灵木了 就是万年灵木 对他来说 那也是小事一桩啊 但这种借用小瓶 催熟灵木的方法 是否针对重剑之法有用 韩丽还是稍有欢意的 不过反正这个方法 无需他花费太多的心神 只要些许的时间 就可以轻松的剑分晓 自然打热 先试一试的打算 要是真的不行 那么再从前两种方法中 选一个也不迟 心中拿定了主意 韩丽袖袍一抖 一只翠绿色的玉匣浮现出来 匣盖一飞而开 里边躺着一根 看似普通的枯绿竹 那下半部分呢 还有些许的根须 这正是韩丽 当初炼制飞剑之后 特意留下的一小截 带根的金雷竹 已留备用的 虽然这个预检中没说呀 但是采用和飞剑主材料 一般无二的陵木来中剑 自然效果会更好 而且既然知道了 金雷竹叶子 可以用来祭练更厉害的 金刚灭魔雷 正好顺便呢 摘一点 好用来备用 新年移动之下 韩丽再次召唤来了第二原鹰 把这木匣子和一口飞剑交给了他 让他先用一口飞剑呢 尝试一下再说 如果真的可行 他自然会大量催生出金雷竹 把其余的飞剑一一种在竹子里头 等第二原鹰手捧玉匣和飞剑离去之后 韩丽闭目养神了一会儿 再次睁开双目之后呢 又取出一个乳白色的小瓶来 一扬脖颈 从里头 滴出了一滴真蝉灵液入口 韩丽终于开始了自己真正的修炼 纵然这个宝物再好 神通法觉再神奇 若是没有一定的法力支持 仍然是跟无根之瓶一般 那是没有根基的 那这一点 韩丽很久以前就想清楚了 只见韩丽两手一掐绝啊 身上金光闪闪 同时背后的真魔法像再次浮现出来 三头六臂的法像 六条手臂移动之下 各掐住一个玄傲的法觉 同时双腿盘坐 竟也做出修炼的姿势来 韩丽身上的金光闪动的同时 凡胜真魔法像也泛起了一圈红色的光晕 此光晕巨大无比 把法像全都笼罩在其中 并有无数金色符纹 从六支掐绝的金手中不停地涌出 然后光晕在中间盘旋飞舞了一圈 又纷纷没入法像自身的躯体里 而韩丽 则面无表情 身上的金色鳞片若隐若现 灵光在肌肤表面流转不定 显得神秘万分 修炼无岁月 一天天一个月月啊 转眼就过去了 密室大门一直都未曾再打开过 在这个期间呢 只能见到第二圆英 操纵着一只巨猿傀儡 在药园子中偶尔出现 又诡异地消失不见了 倒是这个洞府的外头啊 那些黑隐山中的中阶妖物 有数次拿着大批珍稀材料 来换取这个木铃花 一个个如大祸临头的模样 结果第二圆英随意花些时间 催熟一些木铃花 再让提魂兽呢 变成韩丽的模样 瞒过这些妖物 轻易地又做成了好几笔交易 见提魂兽还能拿出这么多木铃花来 那些妖物最后大松一口气 惊慌之色消失了不少 时间飞逝 秋去东来 一百多年的时间 徐徐就过去了 巨岛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仿佛还会这般一直平静下去一般 但是这一天呢 韩丽洞府所在的山头上空 突然出现了惊人之极的天象 只见高空中突然传来连绵不绝的 晴空霹雳之声 接着一朵朵乳白色的凌云 凭空浮现出来 然后骑往山头处聚集而来 方圆万里内的大小山峰处 也木然从地下树木中 同时浮现出五颜六色的光点 其往高空中积射而去 而到了一定的高度后 这些光点表面掌缩之下呀 泡沫般的纷纷破裂开来 化为了一片片五色光辖 而往韩丽洞府所在处积射而去 几乎只是一盏茶的功夫 韩丽所在的巨山呢 就被凝厚异常的五色霞光 包了是一层又一层 仿佛被染成了五色一般 而在空中却又出现另外一幅天象 只见那些乳白色的凌云 此时凝聚成了一个直径百余里的巨大的云环 而在云环的中心处 一股股轻蒙蒙的飓风正凭空形成 在呼啸声大起间呢 下方的五色霞光纷纷卷入云环中 然后撕裂粉碎又融合到了一起 随着飓风的壮大 五色灵光被卷入高空的越来越多 最后这飓风的颜色呢 由青色变换成了诡异的五颜六色 但是从四周万里外飞射而来的五色光辖 丝毫不减少 下方包裹的整座巨山光幕 反而比先前更加凝厚了几分 如此惊人的奇异景象 自然把黑隐山脉中所有的兽类啊 还有有些灵智的低中阶妖物 纷纷惊动了 普通兽类一感觉从天象方向传来的巨大灵压 一个个全都被吓得趴伏在地上 颤抖不停 那任凭平时再凶恶的猛兽 此时也是心惊胆战 鼓松筋软 四肢无力了 而有些灵智的低中阶的妖物呢 则一个个纷纷地从住处飞出 急忙忙寒厉的洞符所在地 积涉而去 但在离天象千里之外的地方啊 所有的妖物都碰到了一道无形的界限 纷纷落下顿光 不往前走了 他们眺望着远处五色巨山 以及空中的诡异云环 一个个显得惊慌失措 牛手小兽 三头巨蟒 和这些韩丽做过交易的妖物 也都纷纷出现在附近 他们自然一眼就认出了 天象下边之处是什么地方 当即啊 心惊地凑到一起 互望之下 不禁面面相去 这三手巨蟒中间的头颅 发出嘶哑难听的声音 抢先说道 哎 那个人要进阶了 如此惊人天象 莫非那人要进阶灵帅级的存在不成吗 这牛头小兽望着远处云环 缓缓肯定地说道 多败如此吧 普通小境界的净声不会出现这等征兆的 三手巨蟒大喜 这个人若真能进阶灵帅级的存在 岂不是也有能力帮我们解除奴痕了吗 按道理说是这样的 但是对方为何要帮咱们呢 牛手小兽眼中闪过一丝期待 很快就消失了 一旁始终没有说话的金元 咧嘴说话了 黑鸣雾中的那位 不知道是出了意外 还是抛弃我等离去了 我们已经百余年无法联系到了 如若再不尝试一下的话 我们以后的真要性命堪威了 二位道友的意思是 巨员嗡嗡地说道 若这个人真能进阶成功 我们不妨把那件共有宝物献给此人 让其帮我们解除禁止 然后从此远走高飞 如何呀 那个东西可是我们以后进阶重要的屏障 就这么送给外人 万一他收了东西反悔 不给我们解除禁止 岂不是糟糕透顶了吗 这时候三手巨蟒有些焦急起来 烦躁地用巨尾拍打了一下地面 砸出一个数尺针的土坑出来 若是连性命都没有 东西再好 我们留着又有什么用啊 至于后者 这个人不是我等同类 但前几次交易时倒也公允 多半不会做出悔诺的事情 就算真有些风险 以我们现在的情形 不抓住这个机会 以后多半会后悔 这个人是外来者 谁知道还会在此地逗留多久啊 金元在旁边听了 也是连连点头 牛头小兽叹了一口气 既然两位道友都有此意 我也不好反对 但是现在还是先看看 这人进阶的结果再说吧 万一失败了 咱们说什么都没用啊 有道理 其余二兽自然同意这话 当即不再商讨 都关心之极的望向远处的天象 这个时候啊 五色巨山山顶上的乳白色云环 一点点的向四周扩张 看似徐环 但是每一分呢 都以直径 离许的惊人距离 变大着 只是一小会儿的功夫 云环已经大到 可以把整座巨山 都套在其中了 随着云环的巨变 里边的巨峰也越来越狂猛 势不可挡 下方 五色光霞 开始以惊人的速度 被巨峰狂吸而上 包裹巨山的光幕中 渐渐吸薄起来 而经过如此长的时间 四周往巨山中 汇集的五色霞光呢 数量也开始变少 这些天地元气 所化的灵光啊 终于全都聚集到一处 并被巨峰席卷而起 纷纷没入云环当中 整个巨环底部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底部呈现五色的巨腕 当巨山最后一层光幕 不见了踪影后 巨峰目然一停 整个云环中 目然间变得寂静无声 只有五色光芒 在环中各处闪动不已 仿佛暴风雨 来临前的宁静 突然啊 一声龙吟般的笑声 从巨山深处发出 这巨山顶部金光一闪 浮现出一个三头六臂的 巨大的法像 此法像身躯高达千丈 通体金光灿灿 仿佛实体一般 三颗头颅徐徐一抬之下 原本模糊不清的面孔 各有两团金芒刺目耀眼 竟分别睁开一对 毫无感情的赤金的眼珠 一同盯向空中的云环 突然 三颗头颅齐晃 三声金石般长笑 在此出口 笑声连绵不绝 如同滚滚天雷般 响彻整个天空 远处的普通兽类还好 一听死声啊 除了更加心惊肉跳外 没有其他的反应 而那些已经有了 妖力在身的 低中阶妖兽 一闻之下 就觉得两耳全都是嗡嗡声啊 如同身处 这个惊涛骇浪中似的 神石中 一时空空荡荡 再也无法想其他了 巨大的法像长笑 足足持续了一盏茶功夫 才木然一停 接着六条手臂 各自一掐绝 扑扑几声闷响 四周各色的灵光一闪 又浮现出四个 体积只有 法像一半的虚影来 一只青色的大棚 一只五色的孔雀 一条五爪的金龙 一只一只巨大的彩凤 这四个形象 各异的真灵虚影 一现行出来 各自发出龙吟 凤鸣 等各种声音 接着双翅一盏 或摇头摆尾下 围着的三头六臂 法像盘旋 飞舞不定 这三头六臂 法像的模糊不清的 三张面孔中的两张 霞光一闪 一下变得清晰异常 竟同时现出了寒历 那普通异常的面容 这两种面孔 双目中金光闪动 面色凝重异常 只有最后一颗头颅的面孔 不知为何 还是模糊不清 无法看清楚分毫 一张面孔一声大喝 附近盘旋的四个真灵虚影 身形位置一顿 随之方向一变 冲向了法像 那庞大的身躯 结果灵光一闪 四个虚影 一闪即逝的末入 不见了踪影 推动下 身躯在金光流转下 再次狂涨起来 原本千丈高的身躯 片刻功夫长到了 比下方的巨山 还高出一头来 此刻的金颖 脚踩大地 头顶天空 双手一抬之下 就仿佛能直接把手伸进云环的光辖中去 就在这时候 一阵阵仿佛 繁音的奇妙声音 从一颗显露的面容中 头颅里传出来 接着六条手臂同时冲着空中的圆环 虚空一点 顿时啊 原本静止不动的圆环 刹那间活了过来 霞光一闪啊 巨大的云环 无声地降落而下 把巨大的法相 整个都套进了其中 并在降落至法相腰部的时候 一顿地停了下来 但随即此物围着法相的身躯 滴溜溜旋转不停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云环中的五色光辖 齐往身体中狂驻而入 让法相身体一时间 由金色化为了 琉璃般的艳丽之色 在这个过程中啊 法相身躯颤抖不停 两张面孔同时呈现出 痛苦的表情 仿佛五色光辖 每注入身躯一分呢 都会让它更痛苦一层 而光辖注入的程度啊 非常惊人 仅仅片刻的功夫 云环中所有的光辖 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甚至那边缘处的乳白色的凌云 在法相一声力鹤下 也一下化作数百颗乳白色的光球 悬浮在附近 漂浮不定 这个时候 三颗头颅大口齐张 喷出了一股股金色的霞光 竟一下把这些白色的光球 纷纷吸入了腹中 再也不分彼此了 做完这一切之后 法相面上痛苦之色 大减了不少 但体表流离之色 流转之下呀 体型骤然地缩小起来 眨眼的功夫 仿佛山月的法相就化作了一道 被五色光幕层层包裹的 常人的身影 此人影就在山头上空膝盘坐 两手掐掘 不言不语地悬浮在空中 不动了 漫天的惊人灵牙和天象 一下全都不见了踪影 仿佛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普通的兽类从地上爬起来 屋叶几声之后 惊慌异常地 纷纷往自己的老巢狂奔而去 根本不敢再往巨山上 看上一眼 那些刚成气候的低阶妖兽 也一个个如同大射 调转顿光 飞野式地飞离附近 牛手小兽等几个中阶妖兽呢 情形稍微好一点 但在刚才啊 也不过只勉强保持战力的姿势 此刻那金色猿猴焦急地问道 怎么样 这个人是否进阶成功了 牛头小兽似乎知道些什么 目光奇怪地望着远处巨山上 那道五色的身影 口中缓缓地说道 不知道 那个人冲击零率境界 应该还没有结束 先前如此惊人的天象变动啊 不过是此人吸纳附近天地元气为己用而已 别看现在声势 似乎全无 但是现在才是那人冲击境界的最关键的时候了 三手巨蟒和妖元听到这话 都有些意外 忍不住地再望向远处的巨山 牛头小兽似乎想起了什么 门儿 我们走吧 此人冲破瓶颈的时间不会太短 少则数日 多则月许 我等若长时间待在这里 容易引人忌讳 反而弄巧成拙的 其余的两兽文言心中一领 也大为赞同 当即三腰立刻刮起一阵妖风啊 腾空而起 向反方向击射而走了 一会儿的功夫之后 这妖风就消失在天空尽头处 再也没有任何踪影 而远处巨山上的五色光幕中的人影 只是双目紧闭 对着一切似乎视若无睹 毫不知情一般 就这样 一天 两天 五天 十天 整整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此人影仍然悬浮在山头上空 未见洞上一下 只有包裹人影的五色光幕 越发晶莹耀眼起来 此种情形啊 让后来又偷偷转回来 数次的几名中阶妖物见了 不禁嘖嘖称奇 同时呢 他们又有些大为不解 不过在此期间 偶尔有些忘记了 先前天象的兽类 在闯进了巨山百里之内的范围 却在一股股白雾浮现后啊 纷纷地消失不见了 整座巨山附近 竟不知何时被人布下了一个超大的禁制 并且呢 越往中心处靠近 禁制威能就越神妙的样子 再过了半个月后 光幕中的人影突然身体一颤 体表五色的霞光一阵的流转 终于睁开了双目 接着 一声长笑从人影口中脱口而出 这次的长笑并没有什么神通包含其中 但是笑声明显欢喜异常 当笑声片刻功夫一指之后 人影一下站立 双臂一挥 附近五色的光幕一下化为点点的灵光 溃散开来 接着 这人影两手一掐绝 背后浮现出一对羽翅 木然一声霹雳 人就诡异地在半空中消失了 巨山的深处 洞府密室之中 一道清白电弧一闪 韩丽的身形闪现出来 脸上满是欣喜之色 在真蝉灵夜的辅助下 经过了一百多年的苦修 他把化神后期修炼至大圆满境界时 天蓬舍利中的精神之力 也终于背起彻底的炼化 从而得到了真龙天凤 两种真灵之血炼化的秘诀 如此一来 他自然毫不客气地 把两种灵血融入体中 同时掌握了真龙天凤 两种经浙觉的变化之术 那时的韩丽 无论是肉身还是法力 都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已是化神境界中拥有的巅峰状态了 与此同时呢 那颗青螺果核也被培育出了 数颗青螺果树 他以此果当主原料 在失败了数次之后 炼制出了一炉十余颗的天螺丹 在这种万事具备的情况下 韩丽在三颗黑炎丹和三颗天螺丹的辅助下 终于开始冲击炼虚境界 说起来呢 韩丽的运气还不错 三颗天螺丹中 竟有两颗都起了效用 凭空让两颗黑炎丹的效果呢 增加了两至三成 在如此有力的条件下 韩丽花费粤鱼光景 终于调动方圆万里内的天地元气 灌注法体 从而一举成功 顺利异常地进入了炼虚境界 无论是修为和神识 都大涨了两倍有余 但是此刻 韩丽在密室半空中轻轻悬浮着 闭上双目感应着四周的一切 原本感应中有些 模糊不清的天地元气 如今变得清晰异常起来 仿佛抬手都可以把这些元气 汇集于手中凭空抓到一般 木人他眼皮一动 竟真的抬手朝附近虚空一抓 痴痴地破空声传出 武道仿佛有形的精芒 从指尖击射而出 随即附近点点灵光一闪 无数米粒大小的五色光点 凭空浮现出来 往精芒中一闪没入 随即精光大放 一只晶莹剔透的五色大手 从虚空中诡异地浮现出来 韩丽难难地说道 果然如此 进入炼虚期之后 天地元气掌控的程度和化身期 简直是天壤之别啊 化身期的韩丽呢 只不过能够模糊地感应天地元气存在 和利用一下皮毛而已 如今才能算是真正掌控了天地元气了 举手投足间呢 施展的任何功法 在天地元气的加成下 都比原先厉害了不少 若是那些专门借用天地元气的神通 将来威力更会变得可不至极 凭空厉害数倍都是大有可能的事 韩丽睁开双目露出满意之色 手掌一挥 身前晶莹大手一下溃散消失了 韩丽的身形徐徐飘下 落到了地面上 目光一扫啊 落到了密室一角的一个东西上 正是那座上百年都一直安放在那儿的 园祠神山 这百余年啊 韩丽分批 把两块石头放入此山中 一同熔炼起来 算算时间似乎有 应该炼化的差不多了 心中这么想着 韩丽不再犹豫 单手冲着远处轻轻一招 轰的一下 整间密室颤抖之下呀 这黑色的小山腾空飞起 奔这边激射而来了 手掌五指目然一分 黑色小山顿时 嗡鸣地停在近在咫尺的地方 韩丽这次仔细地打量起来 这园祠神山和以前相比 根本没有任何的变化 似乎还是黑乎乎的样子 不过呢 能如此轻松被他一招即来 丝毫不见费力 可见山中的十吨碎块 确实已彻底和此山融为了一体了 否则纵然他法力大劲 也绝对无法操纵的 这般轻松的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丧子演播的 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雅 韩丽点点头 冲着小山打出一道法觉 清光一闪 法觉一接触到身体啊 立刻没入其中 不见了踪影 而小山表面 荧光一闪 一团银色火焰一飞而出 一个盘旋后 又化作了银色的火鸟 正是士林火鸟 此鸟的体型 比原先明显小了一圈 并且神态有些萎靡 显然这百云年间 不停炼化十吨之举啊 让此火损失了不少 本源之力 韩丽见此微微有些心疼啊 口中一声低喝 冲着火鸟抬手一点 顿时 此鸟冲着韩丽击射而来 一闪即逝 一头扎进了韩丽的身体里 韩丽恐怕要在体内 好好培育一番 才能让此火重新恢复元气了 韩丽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又从黑色的小山 打出一道法觉 此山滴溜溜一转之下 就在灰光闪动中 一下消失了 下一刻 韩丽一只漆黑手掌 木然翻转朝上 黑光闪动间呢 手掌的手心上空 一座三寸高的迷你的小山 一闪而出 然后不客气地往下一落 一闪 这小山凭空不见了 与此同时 这手背上却浮现了一个 银色的小山的图案 就在这片刻功夫 韩丽就把原池神山呢 再次封印到了手里 但是韩丽脸色木然大变 原本抬起的手臂 一下朝下急坠而去 同时身形被带的朝前一个亮枪 韩丽的心中大叫一声不好 双膝急忙一驱 同时另一条手臂略以模糊下 顿时拖住了下坠的手掌 接着身体连晃动几下 最终站稳了身形 在将原池神山封印到 此手中的一瞬间 整条手臂竟然变得奇重无比 即使以韩丽的惊人神力 都差点被坠得摔到地上 此刻也不过是 勉强维持住身形而已 韩丽自然是又惊又怒 但是心念飞快的一转间 也明白了几分究竟 虽然先前已将原池神山 用百脉练宝诀和手掌 彻底练化为一体了 但是心加入那些十吨的材料 还未经过此法绝技练过 故而收入体内时 才会出现这种乌龙之事 看来啊 想将此山和以前一般驱使如意 必须专门用练宝诀 重新继练一番才行 心中如此仔细的思量一番 韩丽也没有多加迟疑 当即盘膝坐下 一只手臂拖着一条手臂 头顶金光一闪 天灵盖儿处浮现出一个 半尺高的金青色的圆鹰 此圆鹰神色肃然 提表有金青两色光瑕 闪动不已 但是马上此圆鹰单手一掐掘 一张小口 顿时一缕青色火焰喷吐而出 直接击在那只 风印小山的手掌上 此手掌漆黑如墨 瞬间被青色的阴火包裹起来 韩丽肉身闭上双目 同时背后的金色光云一闪 凡胜真魔法相再次现行出来 同样盘腿而坐 只是这次呢 显现的法相 无论是凝厚程度 还是散发的金光 都远非韩丽 化神时期可比了 远远地看去 三头六臂的法相 犹如一尊真实的金像一般 韩丽这一次 用百卖炼宝诀 重新祭炼园祠神山 又花了足足小半年的时间 好在此山原先被祭炼过一番 现在呢 只是把此山中那些 融入的十吨材料 稍加祭炼 否则花费的时间呢 肯定不止这么点 这一天 原鹰木染口中鹰火一停 接着身上轻光一闪 凭空不见了踪影 而韩丽神色一动之下 手中法爵一松 结束了此次的祭炼 虽然如此短的时间 不能完全完成祭炼 但是起码 不会让手掌 变得其重无比了 剩余的火候啊 自然等此山被封印之后 一点点和手掌 再次同化为一体 这个时间 可不是几年的功夫 可以完成的 手臂一动 韩丽把封印小山的手掌 活动了几下 感受不到什么异常 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 就在这时候啊 忽然韩丽眉头一皱 木染站立起来 大步向门口走去 沉重异常的石门 嘎吱一声 自行打开了 韩丽身形一晃 人就出现在密室之外 在密室的外头 一个乌黑的小人 正漂浮在半空中 含笑望着韩丽 正是她的第二原鹰 韩丽也不说话 单手一掐发掘 第二原鹰一晃之下 化作一道乌光 没入韩丽的天灵盖里 韩丽略微闭目 沉吟一下 把最近百年和近期发生的事啊 全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韩丽双目一睁 闪过一丝奇怪 怎么 那些妖兽竟又找上门来 还要见我 不过韩丽没有什么迟疑 大步一动 立刻向大厅走去 几个转动之后 韩丽出现在大厅入口处 里面隐隐传出说话的声音 韩丽的眉梢一挑 没有客气地走了进去 里面正在说话之人 立刻声音一顿 目光全都扫了过来 结果一个个变得目瞪口呆起来 韩丽目光一扫啊 就见大厅的两侧 站立着四头妖兽 那正是当初和他交易过 木铃花的牛手小兽 和那金元 三手蟒蛇 以及巨大的猪妖 等四个妖物 在大厅的主位上 一个轻袍人笑眯眯地坐在那儿 赫然是另外一名 韩丽 坐着的韩丽 一见韩丽进来 脸上笑容一收 顿时肃然站起身来 冲着韩丽身识一礼 拜见主人 恭喜主人进阶成功 嗯 这段时间也辛苦你了 韩丽因为早从第二猿鹰口中知道了一切 目睹此景没有什么意外之色 只是点点头 冲着提魂兽摆了摆手 这些都是小事 是提魂该做的 只是眼下之事有些重大 需要主人亲自做主才行啊 提魂兽变的韩丽恭敬地回到 随即目光一偏 落到那些张口结舌的妖物身上 顿时咧嘴一笑 接着她身形一晃 黑芒大放 顿时化作了一只半尺高的小猴 一个跟头 跟着韩丽飞去了 韩丽袖一抖 在一片光霞当中 这小猴一下没入她的袖口里 无影无踪了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目光金光一闪 大模大样地 冲底下的四寿问道 好了 现在你们可以重新说说 你们的来意了 这牛手的小兽啊 总算从两个韩丽的吃惊中 清醒过来 盲一失礼 脸上都是恭敬之色 门儿 前些日子 前辈进阶时 我等都看到天象 特来恭贺前辈神通大尽的 他此时自然知道了 眼前出现的这个韩丽 才是正主呢 韩丽 黑黑一笑 不知可否地问道 好 你们怎么知道 我一定是进阶成功了呢 说不定 失败了呢 三头巨蟒 头颅一摆 奉承地说道 啊 死 前辈说笑了 别人也许会失败 但是以前辈的大神通 怎么可能有此事呢 韩丽听了之后 打了个哈哈 目光朝几个妖怪身上 瞅了一眼 脸色突然一沉 好了 你别拐弯抹角了 有关你们的来意 我已经知道一二了 说是来献宝的 有什么目的就直接说吧 我可没有时间在这里浪费的 以韩丽如今的修为 是普通练虚期 初期修饰的一倍有余 虽然 为立刻释放什么气势 但是声音一冷啊 这大厅里的天地元气 还是被影响之下 骤然间一阵剧烈的翻滚 四腰只觉得附近的空气一紧 顿时 身上万斤之力压在身上一般 身形一阵的摇晃 差点啊 就跌倒在地上 这牛头的小兽脸色大变 一边调弄体内的法力 抵挡外在的压力 一边慌忙地冲寒力 大声叫道 前辈息怒 我等真的是来审宝的 没有任何胆意的 无缘无故 你们献什么宝 也罢 先看看你们的宝物 若是真感兴趣 再听听你们下面的言语吧 若是丝毫没用处 你们立刻可以离开了 韩丽淡淡地说道 随着韩丽说出此话 这大厅里头莫名其妙地中压 一下溃散消失了 让下面的四腰心中一松 再次站直了身子 而牛头小兽不敢兜什么圈子 急忙冲着一旁的金元使了个脸色 此元呢 略以迟疑 往身上一摸 竟摸出了一个乌黑的木盒出来 然后挤不上前 恭敬地双手捧伤 韩丽也不说话 单手一招 这木盒嗖的一声 被他射到了手里 袖袍往盒上一扶 顿时呢 木盒表面青霞一闪 自行打开了 露出了里边所放之物 一个拳头大小的鲜红的果子 表面布满了银色的丝网 光芒流转不定 韩丽有些亚然 也不用私妖解释 当时伸出两根手指 轻轻地点在这果上 神念往果子上灌注而去 紧紧片刻的功夫 韩丽脸色变换数下 由开始的意外 又变成了好奇 最后眉头紧皱 又有些惊疑不定起来 这四腰看到韩丽这般表情 不禁互望一眼 但是呢 谁都没敢轻易说什么 足足一盏茶的功夫之后 韩丽吐了出一口气 把手指从盒中挪了开来 嗯 这是一枚血性啊 真是难为你们了 竟然连此物都能找到了 韩丽呢 看似随意地重新 把这木盒盒盖盖好 面向四腰 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来 牛手小兽 见韩丽真的认出了圆珠来历 心中暗暗吃惊 但口中宫顷异常地回道 门 前辈慧眼如炬 一下就看出此物来历了 这东西是我们四人 在黑影山脉的一处破损的 上古遗迹中找到的 如今特来想献给前辈 嗯 我没记错的话 此物具有 换血 炼体的奇效 是你们妖兽进阶时 难得的辅助灵药 算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奇物了 你们竟然连此物都舍得拿出来 看来所求之事不小啊 此物对我来说 的确有些用处 你们有什么要求 说出来听听吧 见韩丽如此的神态 似妖狐相望了望 还是牛头小兽 倾壳了一声 开口了 既然前辈 将晚辈这点小心思 都看穿了 晚辈等也不隐瞒什么了 我等四人 这次前来 也是性命攸关 迫不得已而为之啊 小兽神色一暗 带着几分哀求之色 韩丽呢 却面无表情 淡淡地望着此寿不语 小兽见词只是勉强一笑 小心翼翼地继续说道 我等必须向天鹏人 供奉之事 应该瞒不过前辈的 但是山脉中的灵物 越来越少 恐怕再过千余年 也就无物可供了 所以我们这次前来 想请前辈出手了 帮我们四人 除去身上的奴痕 让我等回复自由之身 不用被困此岛上 只要前辈答应此事 晚辈等人 不但愿意奉送上 这枚血信 并还愿意 将我等多年寻找的 其他一些珍惜之物 全都献给前辈 虽然我等修为神通 在前辈眼里 可能不算什么 但是在寻宝上 还有些天赋 应该不会让前辈失望的 奴痕 哦 我说你们 为什么如此听话 没有远远逃离呢 原来真被天鹏族 下了禁止 先看看再说吧 韩丽神色一动 忽然抬手虚光 虚空一指 一片金色的精芒 从指尖处飞卷而出 这小兽尚未反应过来 就觉得身体一紧 随之啊 一股犀利 凭空降临在他的身上 伸去一下 失去了控制 冲着韩丽飞去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丧子演播的 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雅出品 此兽一声惊呼 体型原本就娇小异常 被遗设之下呀 转眼间就到了 韩丽身前的树齿之处 悬浮在半空中 无法动弹一下了 其余三兽都吓了一跳 纷纷后退几步 面露警惕之色 但是 韩丽眼皮抬都没抬一下 只是自顾自地 做着自己的事情 双目蓝芒闪动下 神念瞬间 动穿此兽身躯 开始检查对方身体 以及惊魂中的异样了 巨蟒 金元等三腰剑词 才明白了韩丽的用意 心中一松之下 纷纷大喜地屏住了呼吸 静看着韩丽的举动 突然 韩丽露出古怪之色来 接着一声轻笑 双臂齐抬 食指连弹之下 扑扑地破空声发出 一根根晶莹青丝 从指尖积射而出 一闪即逝地 都没入到 这牛手小兽的身体里 接着 韩丽口中念念有词 手中青丝一段 打出了数道法掘出去 牛手小兽身体 固然聚颤 随即身躯一挺下 清光闪动间 一条鲜红的虫影 被一团青丝包裹着 徐徐从小兽的眉宇间 强行拉出来 那虫影有数寸长 细看之下 竟是一道淡淡的虚影而已 但是 此重影 方一离开小兽面门半截 突然身躯一扭 不动了 任凭那些清网灵光狂闪 却也无法再拉动 重影分毫 而与此同时 小兽脸上也变得痛苦万分 嘴巴微张着 却丝毫声音都无法出口 最后竟头颅一歪 昏迷过去了 韩丽见此沉吟了一下 但随即眉头一挑 目光中蓝芒一闪 口中一声低喝 背后上空 青色光云一闪啊 现出了一只 青色大鹏的虚影来 此大鹏一现出身来 杨首发出了一声 洞穿金石的坚明之音 原本正看得出神的 三妖一听此鸣叫啊 就觉得浑身一麻 纷纷双腿一软 瘫倒在地上了 难怪三妖会表现得如此不堪 这游天昆蓬 原本呢 就是以淡其他妖物习性而闻名的 金元巨蟒三妖不过区区 中阶妖物 根本无法承受如此近距离的 轻鹏虚影的威压 就在这个时候 青色大鹏在韩丽的法觉催动下 头颅闪电般的朝着小兽头颅上一啄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原本纹丝不动 根本无法拉出的鲜红虫影 竟一下被这大鹏啊 勾嘴轻易地给叼出来了 然后一仰头 直接吞到腹中了 再一次监明之后 大鹏虚影凭空消散 巨蟒等三妖啊 这才颤颤抖抖地 重新从地面上爬起来 但是一个个面露恐惧之色 望向韩丽的目光啊 全都是心惊胆战 韩丽没有理会这三妖 只是打量一下身前的牛手小兽 满意地点头 随即单手虚空一抓 顿时啊 青丝发出破空声 从这小兽身体里激彻而回 被他重新收了回去 而在青丝离体的一瞬间 这小兽眼皮动了一下 但仍然没有马上转醒 韩丽眉头一皱 但随即一只绣袍一抖 一股清蒙蒙的灵光 飞射而出 注入小兽的身体中 不见了踪影 原本昏迷不醒的小兽 体内绒毛一抖 终于双目徐徐地睁开 行转过来了 怎么样 你现在可以感觉下 体内的弩痕 是否还存在啊 韩丽往椅子被上一靠 冲着牛头小兽 悠然地说道 小兽刚苏醒过来 一听这话一正 自然下意识地一言造作 结果片刻之后啊 此兽脸上顿时 现出狂喜之色来 门儿 怒恨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多谢前辈大恩 多谢前辈大恩 这小兽急忙 冲着韩丽大礼参拜 这奴痕自从被种下之后 一直让小兽感觉 仿佛如复古之躯一般 如今一下被去掉 自然让他心中无限欢喜 其余三寿见词 也都是大喜过望 对牛手小兽 恭喜不已 接着纷纷用期待的目光 望着韩丽 韩丽淡淡一笑 随意地指了下金元 不用急 一个一个来 众妖们顿时大喜 金元一个蹦跳 主动凑过来 就这么一顿饭的功夫 小兽四妖体内的奴痕 全都被韩丽清除干净 四妖对韩丽自然是感激不尽 不停地连连拜谢 你们走吧 我只不过是和你们 做了一笔交易而已 对了 你们下一次 对天鹏族的供奉 是什么时候啊 韩丽突然想起了 突然问道 牛手小兽猜出 韩丽几分所想 急满恭敬地回道 门儿 前辈放心 我们上一次 才缴纳供奉不久 没有数百年的功夫 天鹏族的人 不会再来岛上的 哦 这就没事了 你们可以走了 韩丽一听此话 心中最后一丝忌惮 也放下了 冲着三寿 摆了摆手 数百年之后 韩丽早不知道 跑到哪儿去了 就算有些麻烦 又如何能找到 他身上呢 四妖感激告辞 韩丽坐在大厅中 重新把那只 装着血性木盒取出来 并将宝物 用两根手指夹起 放在眼皮子底下 细细打亮个不停 真是得了全部费功夫啊 宁恋凡圣真魔法相的材料 竟然又多了一味 加上在天鹏族圣城 寻找的灵药 现在只要再找到 那传闻中的 炎金之精 配合金髓精虫 就可以开始 凝裂法相实体了 韩丽喃喃自语几句 面上泛起了一丝兴奋 把这血性放回木盒 手上清光一闪 变得空空如也了 片刻的功夫 韩丽就出现在 洞府药园的一角 在他身前处 赫然种着 七十二根 翠绿玉滴的青竹 丈许来高 被一层 淡金色的光霞笼罩着 韩丽站在这些青竹前 凝望了片刻 忽然伸手啊 捏住了 离他最近的一根竹子 在他手指 刚一碰触到竹叶的瞬间 一声琵琶发出 一道金壶 从竹子主干上 浮现出来 不客气地 积在他的手背上 呲啦一声啊 手掌瞬间变得漆黑如墨 金壶立刻 没入其中 不见了踪影 竟被吸走了 韩丽对着一切 视若无睹 而是闭上眼 似乎通过手指 所捏的竹叶 默默默地感应着什么 扮上之后 韩丽默然睁开双目 松开脆竹的叶片 等眉头微皱着 啊 虽然这方法有效 但是转化过程似乎比预料的慢一些 看来在封印些时候会更好 先去忙其他的事吧 韩丽默默下巴 随之 他身上金光一闪 化作一道金红 朝药园子外边积涉而去 闪了几闪 就不见了踪影 没过多久 韩丽出现在另外一间四方石室中 此房间内放着七八个大小不一的炉顶 被摆放成一圈 中间呢 则有一座高大的石台 表面上一个圆形大洞 被一个白玉盒子遮蔽得严严实实 此盖子散发着一层淡淡白气 阴寒异常 竟是用一大块玄冰炼制而成的 石室四周的木架上 则堆放着大大小小一些瓶瓶罐罐 一股浓浓的药香散发出来 这正是韩丽所设的炼丹室 那些瓶罐中都是一些成品 或半成品的辅助药物 虽然大都普通 但又是常用不可缺少之物 韩丽懒得将它们收进储物灼中 自然就放置在这里 目光在那些炉顶上一扫 最后落在一个中等倾顶上 韩丽抬手先冲着石盖子 一抓一放 顿时此物一下腾空飞起 重重落到了一旁的地上 发出沉闷的一声巨响 竟是沉重异常 而在盖子飞出的同时 一股赤红火光一下子从大洞中飞窜而出 整间密室中一下变得炙热难当起来 韩丽毫不犹豫地冲着青顶一点 此物轻轻一晃 顿时在原地模糊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 此顶却出现在赤红光艳的上空 在火光的映照下 滴溜溜地旋转不定着 韩丽口中念念有词 双手一掐 冲着青顶打出一道法绝去 这青顶体内一阵掌缩不定之后 扑斥一声直接坠落而下 竟正好卡在火洞上 将那些赤焰遮蔽得严严实实 韩丽见此情形长吐了一口气 然后一扶手腕上的储物灼 清光一闪后 现出一只玉匣子 把这个匣子盖小心打开 露出了树莓紫色的浆果 每一颗都有拳头大小 饱满圆润 似乎充满了透明的椰汁 散发着诱人的奇香 这浆果内部包裹着一条条 栩栩如生的小龙状的果盒 晶莹剔透 唯妙唯孝之极啊 这正是韩丽 木陵族之行时 在途中得到的 知龙果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用此珍惜灵果炼制的藤龙丹 对炼须初期 中期修饰 都有精进修为的奇效 韩丽如今已经进阶炼须起了 自然准备 开始炼制此丹了 不过呀 此丹炼制之复杂 也是韩丽生平罕见 光是配合此丹的几种辅助材料 就需要单独进行一番炼制 要耗时大半个月的 但是好在呢 知龙果的催熟时间也极长 足足三万年才能成熟一次 而先前忙着催熟金雷竹和青螺果 尚未来得及大量催熟 故而还要等上数年的 心中如此思量 韩丽把知龙果一收 单手冲着一旁的木架上一抓 十几个瓶瓶罐罐 立刻稳稳地飞射而来 韩丽在炼丹市一待呀 就是半个月之久 再出来的时候 又进入到密室 开始巩固刚刚突破的瓶颈的修为 当然与此同时呢 他也开始真正参悟那套春梨剑阵 在此期间 小兽等四妖 还真的带了一大批珍稀的材料 送上门来 这些东西虽然价值不非 但大多对如今的韩丽用处极少 自然由提魂所化的韩丽 坦然地接受下来了 四妖也无法辨认出 眼前韩丽的真假 但仍然是满口感谢之言 丝毫不敢流露出 不敬之色 提魂在第二原鹰的授意下 大模大样地收了东西 就打发着脊妖离开了 至于他们是否过不了多久 就离开巨岛 从此海阔天空 他就根本不管此事了 那 接下来的日子呢 一切如常了 数年光景一过 第一批知龙果 终于催熟出来 韩丽从闭关中出来 开始大量炼制 腾龙丹 结果此灵丹 不关炼制过程 复杂异常 承担率呢 更是低得惊人 以韩丽现在炼丹宗师的造诣 十次炼制之下 竟有七八次失败的 韩丽的心中早有预料 此丹炼制不易 但是对如此低的承担率啊 还是下了一大跳 那这才知道 能精进炼虚期 修饰修为丹药炼制之难 远远在传闻之上的 怪不得天元城拍卖行 从未见过此等阶的丹药拍卖过 恐怕就算是有炼丹师 稍微炼制了一些 还根本不够自己服用 突破瓶颈的 哪舍得轻易拿出来呢 至于直接拿此等阶丹药 用在平常的修炼上 不能说是绝无仅有 但也绝对是寥寥无几 虽然韩丽心中感到有些郁闷 不过有神秘小瓶在手 其他辅助材料又不是多 珍惜之物 只是多花费些时间而已 倒也没什么顾虑的 就这样时间在韩丽的炼丹闭关 在炼丹闭关中徐徐地过去了 四十年后 洞府的密室中 韩丽盘膝坐在地上 两手掐掘 身上金色光晕 流转不定 正在全身贯注地修炼着 但是忽然间 一阵莫名的毛骨悚然的感觉 降临到头顶上 让起一个机灵 收起了功法 站立了起来 韩丽失声一声 一下变得惊疑不定 好像是大神通修士 用神念扫描此地 难道是 能洞川旗布置在洞府外 层层静置 直接给其带来这种惊人压力的 自然不可能是同节修士 但是合体级以上的修士 怎会到此岛如此荒凉之地来呢 难道是天鹏族那几位长老 还是其他非灵族的老怪物 韩丽目光闪动 心中念头急准不定 但是只是沉吟了片刻呀 身形木然一个闪动 推开了石门 离开了密室 片刻的功夫 韩丽出现在另一间 地上明映有一个 巨大法阵的厅堂里 在法阵的中间呢 有一座石台 上面摆放着一面 六角形的铜镜 隐隐散发着荧光 这正是韩丽因为 新领悟了九宫天前符 而改动了数次的万龙珠禁止 如今此珠不但可以把范围一下 扩展到数千里外 并且其中的微妙玄傲之处呢 也大非以前可比了 韩丽几步向前 站在法阵的中间 两手一掐绝 打出了一道清光 没入到法阵中去 顿时整个法阵 嗡鸣声大起 各种霞光浮现而出 齐往石台上铜镜一卷而去 镜子在霞光纷纷没入的同时 一声低鸣之后 表面荧光一闪 木然喷出了 一层仗许大的银色的光幕来 在光幕中 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光点闪动不已 韩丽目光一扫 木然神色微变地落到了 银幕中央最边角处 两个刺目异常的光点上 什么 竟是两个人 韩丽吃了一惊 露出骇然之色 但马上凝望着她的眼皮都不眨一下 足足一盏茶的功夫之后 两个光点在光幕上一动不动 既没有像韩丽的洞府过来的意思 也没有就此非离此地的样子 韩丽神色不经 阴郁不定起来 很明显哪 这名可怕存在并不是找我的麻烦 否则神念扫过我洞府的同时 就应该马上飞驰而至了 但是这两个人又在此地不肯离去 看来也不是路过的意思 这就让韩丽有些头大了 以这两个人的修为 显然不可能无缘无故地 出现在这里找到谈心的 谁知道这两位是敌是友啊 还是另对此岛有什么所图呢 这两个人离自己洞府不过数千里远 甚至一个大神通 威能都能直达自己所在 自己可别城门失火 殃及吃鱼了 如此思量 韩丽担心异常 再加上先前神念扫过的时候 感受到的那股冰冷之意 让他在不知二人的目的下 更加忐忑不安了 韩丽面色凝重地想了想 望了望足下法阵 木人一咬牙 暗下了决心 韩丽单手冲着石台上 铜镜虚空一点 此镜微微一颤下 缓缓腾空 散发出刺目的荧光来 同时 韩丽口中念念有词 一张口 一团精血喷出了体外 扑得一声啊 这血团刚一到铜镜持续远处 就爆裂开来 化作了一团星红血雾 一下把整块镜子笼罩在其中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桑子演播的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雅 这镜子表面荧光一闪 一下把那些血雾吸入了镜面中 原本银灿灿的镜子 瞬间变得鲜红无比起来 接着喷出的银色光幕一散 消失得无影无踪 重新喷出了一片五色霞光来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五色霞光在重新组成光幕的刹那间 表面冒出了一股股乳白色的灵雾 这些雾气一阵的翻滚 竟化作了一幅清晰异常的画面 在此画中的一切的东西 都是雾气幻化而成 除了大小缩小了数倍之外 其他的一切都栩栩如生 真实至极 韩丽望着雾气中的画面 瞳孔中骤然的一缩 画中的景物熟悉异常 赫然是黑明雾海边缘的 某处小山的附近 在山头上正有两个 打扮不一的异族人 并肩站立在那儿 这两名异族人 猛一看和人族有些相近 一名身材高大 相貌俊美 头生有一只银灿灿的独角 仿佛三十余岁的青年 那另外一个呢 赤红长发直至腰间 死于眼珠 脸颊带有鱼鳞式的淡淡鳞片 紧穿着绿色的兽皮 这两个人 此刻面向黑明雾海的方向 滴滴地交谈着什么 翩翩白雾幻化的画面 却无法传送声音 丝毫话语声都没法听到 韩丽望着这两名 一看就不是非灵族的异族 心中微沉 若是非灵族 他以天鹏圣子的身份出面的话 想来不会有什么事情 但即使其他异族的可怕存在 这一切就不好说了 韩丽面色迟疑地想到 这些老怪物大都喜怒无常 万一平白被对方下了毒手 岂不是冤枉死了 但是马上离开此地 暂时躲避一下 惊动着二人之下 会不会反而触怒了对方呢 就在这时候 一边突起 正在交谈的那名白袍独角的青年 一扭头 竟在画面中 大有深意的和韩丽的目光一对 随即双目爆发出 刺眼的阴芒 韩丽只觉得双眼一阵的刺痛 急忙倒退两步 大害地闭上了双眼 就在同一时间 原本清晰异常的画面 一阵的模糊 嗡鸣一声之后 在阴芒狂闪中 啪爆裂开来 碰的一声 化作一团团的白雾 溃散消失了 韩丽正正地站在原地 目露骇然 刚才看到的一切 是他不惜元气 强行激发龙珠 所具有的一种神效 可以借中附近埋下的 数颗珠子 临时把附近的景象 悄然地传回 并且隐蔽异常 但是啊 万万没有想到 那名独角异族青年 神识 竟强大如斯 才看了几眼 就被对方一下识破 随后施法 破掉了自己的禁止 这两个人绝对是 合体级的存在 甚至还可能是 中后期的超级存在啊 现在对方已经知道 自己动了手脚 是否马上要离开呢 韩丽还是 惆怒不定 这倒不是 韩丽心存什么侥幸心理 而是生怕自己贸然行动 反给自己招来 杀身打祸 就在韩丽 忐忑之急时 数千里外 一处画面一般无二的景物处 那名独角异族青年 双目蓝芒 正在徐徐散去 死于眼睛的一族 开口问道 明道友 你可发现了什么 没什么 刚才有人用一种 禁止悄悄地观察我们 但已被我识破了 这些禁止 倒有些意思 独角青年微微一笑 单手冲附近的某处方向 虚空一抓 扑斥一声 一颗深埋山头底面的 白色的珠子 被一吸起来 直接落到了 独角青年的手里 此军美一族 把此珠子抓到手心 放在眼前看了两眼 口中接着发出 嘖嘖称奇之声 没想到啊 此地还会有 这种精致的监控法器 虽然等级极低 但非常实用 就是你我两族中 也很少有如此 灵巧的类似法器啊 嘿嘿 民道友 对这东西评价如此之高 此地埋在此东西 应该不止一颗吧 鱼眼一足一正 神念往附近一扫 身上蓝汪汪的灵光一闪 突然在原地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 此人就出现在极远的地方 同样朝地面轻轻一抓 另一颗万龙珠 击射而出 落到此人的手里 这鱼眼一族 再次身形一晃 消失不见 无声无息地 返回到原地来 啊 虽然有些奇特 但此东西 对你我两族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我们族中 又不是没有比着 更好的监控法器 鱼眼一族打量完了 冷笑一声 手中蓝芒一闪 万龙珠瞬间凝结成冰了 接着砰的一声 珠子爆裂成一堆冰渣 就此消失不见了 独角一族青年 淡淡地说道 简兄此言差矣了 此东西虽然我等族中 不是没有类似的 并且还存在种种缺陷 但足以说明 非灵人的炼气的造诣 似乎比传闻中高明得多呀 看来族中原先 对非灵一族的估计 似乎有些偏差 啊 既然倒有如此一说 我们如何不把人捉来 仔细拷问一样如何 啊 算了 我们这一次只是来和 非灵族交涉 可并不是下战书的 非灵人的炼气如何 一等我们进入他们的腹地 还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 何必多此一举 这个人修为也不弱 万一和非灵族那些老怪物 沾亲戴故 反而可能误了我们大事 况且眼下 我们不是有了一个意外收获吗 独角青年说着 目放一盲地 盯着远处的黑雾 献出一丝贪婪 嘿嘿嘿 民兄所言有理 这些非灵人真是暴殿天悟啊 如此珍惜的真灵阴气 就会这么放在此地 无人处理 正好便宜了你我 普通的非灵人不好说 但是非灵人中的那几个老怪物 不可能不知道此无用途 你我还是小心点的好 说实话 要不是现在的确需要此东西 我真不想在非灵人的地狱内 节外生枝的 独角青年目光中一色一收 露出一丝迟疑来 嘿嘿嘿 民兄还怕非灵人 对我二人出手不成 我二人此次到此 可是代表我等两族 非灵族那些老怪物 除非是疯了 想让他们一族 在灵界被抹杀掉 否则就算知道 是我们收走这些阴气 也绝不敢拿我们怎么样的 也许吧 不过我二人这一次跨洋而来 也不知道是走运呢 还是倒霉 原先探测到的玄天斩灵剑出现的区域 施展血迹后竟无法召唤此玄天宝物 要不是族中大祭司又一次做出预测 我等都不知道此宝 竟然被什么人带到非灵人居住之地了 这倒有些奇怪了 难道玄天斩灵剑 竟然提前落到了非灵人手里 唉 应该是这样吧 要不就是那几个小族 故意派人 把此玄天宝物带离代身之地 跑到了非灵人这边来 但这对我们来说又有何区别呢 的确没有区别 我们二族这次联手花费了惊人灵石 才使得我们隔阳传送到大陆来 绝不能让玄天斩灵剑 落到其他大族手里 若是平常的玄天之宝也就罢了 但是玄天斩灵剑一现世 可就排名第三 如此威能的玄天之宝 绝不能落入那几族之手 无论天原大陆的哪一族 胆敢聚焦此剑的 都会被你我两族抹杀掉 这非灵族族人 在天原大陆上算是有些实力 但是面对我等二族 根本是不堪一击 只是隔阳派人过来 时时有些麻烦 否则何必跟他们这边客气 哼 的确 虽然 以你们绞吃族 和我们海王族两族 只要拿出十分之一的实力 就可以轻易灭掉 非灵族对政族类 但是远近离的征伐行动 很可能给那几族 带来可乘之机 非灵族最好乖乖听话的好 好了 既然你我都不想放弃 这些真灵阴气 那就快些动手吧 然后抓紧赶路 再去拜访一下 非灵族那几个老怪物去 独角青年长途一口气 终于下定决心地说道 哈哈哈哈 敏兄这话说对了 鱼眼人一声狂笑 两手一搓 突然身体绽放开 一层层蓝色的波纹 转眼间 扩展到数亩大小 几乎占据了 大半的天空 随即灵光一闪 比蓝纹瞬间 化成了蓝色的波涛 随即这鱼眼人一张嘴 喷出一个 晶莹别致的 数寸高的葫芦 单手一拖 在波浪中轻轻一晃 轰隆隆之声 连绵响起 四周水浪 瞬间以葫芦为中心 疯狂地旋转起来 四周的波浪是 一波高过一波 最后竟掀起了 数十丈之高 彻底把鱼眼人 包裹在了里边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叫声大气啊 一股轻蒙蒙的飓风 竟从青年的天灵盖中 狂卷而出 随即体积狂涨 几个闪动后 就化为了直径 树杖的庞然大雾 直冲九霄云外啊 一声洞车 九天的长啸 从飓风中传出 狂风 戛然而止 木然的溃散 一个身高百丈 清光闪闪的带脚的怪物 出现在了半空中 此怪物 头生银色的长脚 阔嘴獠牙 身披青色的铜甲 上肢细长 下肢粗短 一手持一件黑色的怪刃 一手托着一件青色的玉瓶 怪物把手中的玉瓶往空中一抛 寄了出去 刹那间呢 一团清光浮现在了半空中 一声闷响 一道和玉瓶一般无二的虚影浮现出来 几个闪动之后 就狂涨到了十丈之大 并且 瓶内的嗡鸣声一起 瓶口徐徐一动 飘向了远处的雾海 几乎同一时间 另一边的蓝色波涛 也起了惊人的变化 只见蓝色波涛中心处 一道刺目的光柱喷射而出 所有的水面 如同瀑布般地向四周狂滚而去 而在水浪最中心处 一个不下雨 平影体积的蓝蒙蒙的葫芦 赫然地浮出 滴溜溜一转之下 葫芦口同样对准了黑明雾海 这两名异族先后用法觉一摧宝物 顿时扑扑两声之后 一个从平影中喷出了一道 奇粗青色的光柱 一个从葫芦中飞卷出一片片蓝色的霞光 两者方以一闪即逝地 没入到雾海中 顿时附近的黑雾一阵地翻滚 其往光柱和蓝霞中狂涌而去 接着黑雾滴溜溜的一转之下呢 分别化作两道雾柱飞出 往两件容器中狂贯而入 两件宝物吸入雾气速度之快 惊人异常 清光和蓝霞所过之处 只是片刻的功夫就清出了一大片的空地 但是随即四周黑雾立刻滚滚地再次覆盖上了 这两种法器的容量也似乎无穷无尽 任凭黑雾源源不断地注入其中 却丝毫一样没有 就在这时候 蓝色的葫芦上空虚影一闪 那名鱼眼一足就出现在其上 冷冷地注视着下方不言语一声 而另一边的独角青年幻化出的巨大怪物 却在此时 盘膝坐下平影的下方 闭上了双目 纵然 两件宝物吸收的黑雾数量惊人 但是黑名物质广 也实在是非同小可 这两名一族人在附近一待 就是两日两夜的时间 才不过把黑雾海中的黑雾 吸收了数十分之一 看来真要把整个黑名物 全都吸收得一干二净 每个一两个月的功夫 那是甭想的事 不过呢 这两名一族也毫不着急 就是这么不停地催动着两件宝物 似乎花费这点时间 对他们来说呢 根本是无所谓的事 如此一来 让在洞府中 利用其他地方的万龙珠 在此远远看到 这一切惊人景象的韩丽 有些无语和不安了 这两个人在此地待上如此之久 如何能让韩丽安心地修炼呢 最后他们收取了雾海 就此离去 那自然是最好 那但是万一有其他的念头 那可就不妙了 不过呀 韩丽就算现在离开 所冒的风险呢 也不必留在这儿少多少 孤儿他一直没敢轻举妄动 但就是这样啊 韩丽也在大半日前 就把洞府的东西 全都收拾一遍打包了 除了72根封印的飞剑金雷竹 那其他重要的东西呢 都被他收到储物桌里 做好了万一真的不妙 立刻逃之夭夭的准备 再过了一天之后 这两名一族同时施法起来 让两件容器宝物体型 一下胀了背叙 吸纳雾气速度 也同时大增了许多 而且也不知 两名一族还施展了 其他什么神通秘术 加持在两件宝物之上 从雾海中飞出的黑色雾柱啊 竟由原先的两根 一下化为了十几根 每一根雾柱翻滚之下呢 方圆离许的黑雾都被滚滚带到了半空中 往两件宝物中飞去 如此一来啊 雾海缩小的速度快了何止一倍 雾海浓密的程度 几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不停地变化着 见到此情形 鱼眼一族人口中黑黑一声低笑 转头对着那些施法后重新恢复原形 羊毛的独角青年说道 米秀 以我们施展了纳元树的速度来看 恐怕只要十余日 就可以把这里的真灵阴气全都装走 从而大功告成了 独角青年听了这话一笑 正想开口问些什么 但忽然面容一变 接着 从不知多远的雾海深处 传了一声愤怒至极的长鸣 此鸣声放一传来啊 原本正滚向葫芦和平影中的黑色雾柱一顿 接着呀 仿佛受到什么无形之力的狂击 发出喷喷闷响声 纷纷溃散开来 下面 任凭这青色光柱和蓝霞 在雾海中卷过 这黑雾呢 全都静止不动 连一丝的波澜都没起 仿佛都成了一体一般 吸不动了 见此情形 这独角的青年和鱼眼人呢 不禁互相望了一眼 都露出了凝重之色来 这个时候啊 远远传来那声怪鸣 一下变大了几分 仿佛有什么东西 正从雾海极深处飞快地 向边缘处击射而来 鱼眼人眉头眉尾地问了一句 是哪个东西 应该吧 但是独角青年似乎知道些什么 眉头紧皱 鱼眼人苦笑了一声 我说那些天鹏人为何不动这些 真灵阴气呢 看来是有些忌惮此东西 它们一向是各种禽类真灵 是做神明般的恭敬 多半里边的东西啊 也是某种天晴真灵遗留的 多半如此 就是不知道它进化到何种阶段 要是到了最后一阶段 我们趁早掉头就是 这是肯定的 我可不想陨落到此东西口中 可连元神惊魂 都从此无法转世啊 这一次独角青年没有接口什么 而是两手一掐绝 对准空中的巨大平影一点 一声闷响啊 平影仿佛泡沫般的碎裂 一点清光从里头积射而出 一个盘旋落到青年的手里 正是那件青色的玉瓶 在青年手中一闪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鱼眼人呢 也慎重地单手一抓 四周波浪一下 溃散消失 那只巨大的葫芦 瞬间缩小了无数倍 落到了他的手里 随即啊 这两名一族人 并肩站立在一起 凝望着怪名发出的方向 全都不说一句话了 明明听着那怪异鸣叫 似乎就在不远处 但是足足等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 远处雾海 才忽然传出了狂风呼啸之声 随之啊 一个白乎乎的影子一闪 一个体型数百丈的庞然大物 从雾海中飞窜而出 几个闪动后 就夹带着一股浓浓的兴气 到了雾海边缘的空中 用冰寒的目光 冷冷地盯着二腰 竟是一只啊 生有九只不同头颅的白骨怪鸟 每只头颅双目都有绿森森的鬼燕 在闪动不定着 庞大的鼓躯之间呢 一缕缕漆黑如墨的阴气缠绕上面 伸缩不定 让此鸟显得越发的猙獰 凶恶 这鱼眼人一看清楚白骨鸟的相貌 脸色木然一变 狮声起来 啊 九头鸟 这里藏着的是此凶鸟的遗骸 独角青年目光中闪过一丝巨异 声音却冷静得多了 但还好 还停留在第二阶段的诗变中 尚未变成最后一层的九幽名诗 只不过和我们差不多的存在而已 唯一的麻烦是 九头鸟的凶悍煞气 不知道则残留多少 不要多 若是还保留一半以上 恐怕我们都要离开了 诗一诗不就知道了吗 难道敏兄真舍得放弃 如此多的真灵阴气吗 鱼眼人脸色阴沉不定地 望着鼓鸟一会儿突然一咬牙 自然舍不得 我们的功法 可急需此东西增加威能 我们各试一招吧 青年此话一出口 尚未等对面的鱼眼人回话 对面的九颗头颅的巨鸟 忽然中间的一颗头颅一扬脖颈 发出一声凄厉的长鸣 借着其余八颗头颅同时张口 轰鸣声打坐 只见火球 锋刃 冰锥 雷电 等无数属性不同的攻击 从八颗头颅中喷勃出来 密密麻麻之下 几乎遍布了大半的天空 攻击之猛烈 可算是骇人听闻 独角青年和鱼眼人 见到这些攻击 却反而神色镇定了 鱼眼人说了一句 我先来 接着 就见此一族两手一掐 身上骤然间 深蓝色的光霞 滚动不已 接着 一只手冲着对面 铺天盖地的攻击 看似随意的一点纸 扑斥一声 一道蓝光 从的指尖处击射而出 开始还是纤细的一道 但是方一离手 立刻化作了蓝萌萌的 一片光幕 直接把他和独角青年 都照在了其中 接着 鱼眼人口中法觉一催 光幕狂闪几下 竟一下化作一堵蓝色的冰墙 晶莹剔透地横在了那里 在一瞬间 所有的攻击 呼啸而至 仿佛 鱼打篱笆般地 都击到了蓝色光幕上 爆裂声 尖鸣声 砰砰砰 同时在冰墙表面上 猛然地响起 各种攻击交织闪烁下 五颜六色的灵光 刺目耀眼之下 甚至把整面冰墙 都淹没其中了 九头骨鸟见此 中间的头颅 不禁发出一声 得意的鸣叫 而其余头颅的喷吐呢 却没有丝毫停下 甚至因为攻击过于密集 甚至开始 比刚开始的时候 更猛烈了三分 似乎此鸟啊 打一开始 就打算把这俩敌人灭掉 但就在这时候 一声冷哼 木然从五颜六色的光芒中传出 随即就听到 呲啦一声脆响 从各种光芒中 突然涌出了一片深蓝之光 此光是几个闪动 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一下蔓延到了方圆百鱼帐内 蓝光所过之处 整个空间一阵的扭曲模糊 无论任何攻击进入其区域呢 全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蓝光中响起了鱼眼人急促的咒语声 此光滴溜溜的一转之下 突然间光芒大放 大片蓝光直奔巨大骨鸟 反卷过去 速度之快啊 只是一个呼吸的功夫 诡异的光芒 就到了骨鸟近在咫尺之处 这骨鸟一惊 但却并不慌乱 一对房子般大小的巨爪 突然迎着蓝侠狠狠一抓 痴痴之声大作 数十道漆黑找忙 一下在虚空中浮现 仿佛数十道见光 齐斩而去 一闪及时之后 正好斩在了蓝色霞光之上 轰隆隆的一阵巨响啊 蓝色的光霞和黑芒方一接触 就仿佛破布般地 被同时展开了数十道裂口 但是灵光一闪之后呢 蓝光就若无其事地 弥合如出了 数十道黑色爪盲 反被蓝色光霞困在了其中 并且蓝光闪动下 被冰封在了一块块蓝冰当中 光霞再次一卷 到了巨大骨鸟的头顶处 气势汹汹地一照而下 古鸟最中间的头颅 一声震怒的尖鸣 两只巨大骨鸟同时 往空中一扇 两股灰气从骨鸟上一飞而出 正好落在了落下的蓝峡上 两者撞击之下啊 蓝光灰气略以交织 发出了雷鸣般的闷响 随即蓝光一下大盛 几个翻滚后 一下把昏气吞入其中 并化为了一块块 大小不一的冰块 悬浮在半空当中 但是蓝色光霞也因此无法落下 一时被源源不断的灰气 抵在了半空当中 但是呢 意外的情形马上就出现了 在九头骨鸟一声 阴森立鸣声中 所有的冰块一光一闪 光滑表面突然浮现出 无数密密麻麻的细孔 灰气从细孔中狂涌而出 一瞬间把冰块吞噬进了其中 并将它们化为了乌有 此灰气竟然具有 强烈异常的腐蚀属性 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啊 就把空中的冰块和蓝峡 全都吞噬得一干二净 远处的蓝光中 传出鱼眼人冷冷的声音 果然还拥有九头鸟 生前的凶煞之气 我倒要看看 还能残留生前的几分 随即啊 就见那里的蓝光 剧烈地颤动起来 光芒大放之下 破空声打坐 从里头击射出 无数颗蓝色的光球 这些光球 一个个拳头大小 仿佛食物般的晶莹剔透 一被射出之后 发出乌乌怪笑之声 直奔古鸟而去 那头巨型古鸟 先前已经见识过蓝峡的厉害了 自然不再对敌人 下面的攻击 有任何小事 当即中间头颅也一张口 一般无二的灰气喷吐出来 两侧古鸟山洞之下 三股灰气联合在一起 滚滚而去 和对面攻击方一接触 蓝色光球拳头一闪的 淹没其中 随即爆裂之声大气啊 所有的光球在里边 化为了一团团 冰莲般的灵光 但随即一闪 就被这些灰气 淹没得无影无踪了 丝毫未能发挥出 多少威能的样子 但是蓝色光球密密麻麻 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如此多光球一起爆裂之下啊 让灰气飞卷之势 为之一顿 硬生生地被挡在了原地 独角的青年的声音 从蓝光中传出 随即啊 里边灵光一晃 一道人影 徐徐地浮出 果然有不少凶杀之气 我再出手试上一试 正是那俊美的独角青年 此刻他两手一掐绝 头上白色短角 刹那间变成背许长 同时背后的虚影一晃啊 一个先前变身而成的 巨大怪物的虚影浮现出来 一声霹雳 一道青色电弧 从独角上浮现而出 青年头颅微微一滴 青色电弧就从独角上弹射而出 并一下啊 变得有碗口般粗细 长约十余丈 头颅在一摆下 巨大电弧略意模糊 竟然一瞬间 一分为二 二分为四 四分为八 转眼间 半边天空遍布 这种青色的电弧 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 都冲骨鸟狂击而去 巨大骨鸟见此情形一惊 但不加思索之下 中间的头颅中 喷出的灰气方向一变 向这些惊人的电弧迎了上来 在两者气势汹汹的 一接触的瞬间呢 大部分电弧一个闪动 纷纷化作了一张张青色的电网 雷鸣声大作 清光和灰气在半空中 纠缠到了一起 一面灰气蒙蒙 阴风阵阵 一面电弧闪烁 天雷声不断 两种神通僵持不下 但是片刻之后 远处青年 面露一丝溢色 单手一掐绝 头上独角又弹出了一道电弧去 同样的一幕出现了 又有数百道青色电弧 一瞬间同时击去 脆弱的平衡 刹那间就被打破了 青色电光声势大震下 顿时把灰气逼得节节后退 青色电光在轰鸣时 开始幻化成一条条电胶雷莽 在灰气中翻滚 狂扑不停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杨首齐名 虽之大口齐张 竟同时喷出一道黑色的光柱 速度端得是奇快无比啊 其中呢 五道奔空中青色的电弧而去 四道呢 奔着下方的蓝光射去 光柱所过之处 附近的空气一阵的灼热 无论是电弧还是蓝光 纷纷在光柱扫过后 溃散消失 仿佛不堪一击一般 只是一闪啊 九道光柱分别 出现在独角青年 和隐藏在蓝光中的鱼眼人面前 同时洞窜而过了 但是两名一族人的身躯 被光柱击穿的一瞬间呢 却泡沫般的溃灭不见了 两者都只是两道幻影而已 下一刻 百余帐外的另一处地方 空间波动一起 两道人影 一闪即逝地浮现出来 正是那两名一族的本体 独角青年 长吐了一口气 冲同伴问道 怎么样 你觉得他身上的凶煞之气 还残余生前多少 应该不足一半啊 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和我想的倒是一样 若是有充足凶煞之气的支持 不至于如此早地 把灭破神光都喷出来了 看样子 敏兄不准备放弃真灵阴气 准备放手大战一次了 既然这只九头鸟的名尸 残留在凶煞之气不足 我自然不会放弃 这些真灵阴气的 不过有点古怪的是 以这只名尸来看 似乎还没有如此大威能 能催生出如此多数量 这般精纯的真灵阴气啊 独角青年望了望 仍然一望无际的黑色的雾海 眉头一皱地问道 是有些可疑 但只要不是这真灵阴气中 还有第二具名尸 和我等又有何关系呢 太少的话 你我还不太好分呢 道友说的也是 我出全力吧 尽量在短时间内 灭杀此料 在下也有此意 此刻远处的九头骨鸟 一见自己的攻击落空了 也是暴跳如雷 双翅猛然地往下方一扇 巨大身躯 一头扎进了雾海当中 随即 一声长鸣 一个巨大的黑影啊 从下方飞窜而起 方圆树里内的雾气 竟全都被骨鸟 一带而起 化为一身漆黑的淋雨 气势汹汹地 直奔着独角青年二人扑去 进此情形 两名一族虽然自信 大有把握取胜 也不由得心中一脸 独角青年二话不说 一排自己的天灵盖 一下化作了百丈高的 铜甲怪物 身上无数道青色的电弧 一起就丝毫不惧地 迎了上去 那个鱼眼人呢 却单手往虚空一抓 顿时 手里都出现了一杆 金灿灿的三叉戟 出来 只是 单手举起三叉戟 轻轻这么一晃 顿时 三叉戟三个尖头处 浮现出蓝 白 黄 三种截然不同的灵光 这鱼眼人体表一阵的蓝光大放 木然化作了一只 鱼手人身的巨大的怪物 接着 身躯和手中的三叉戟啊 也同时大涨无数倍 化为了一只 巨人般的庞然大物 此巨怪 只是把手里的三叉戟 略以挥动 顿时四周空 空间三色霞光 呼啸浮现 随之化为了蓝色的波浪 白色狂风和青色闪电 这三种威能出来 他的身形一动 手持三叉戟 扑向了前方的战团当中 顿时啊 惊天动地的巨响 爆雷般地传了过来 空气和地面 都被震得嗡嗡直响 争斗直声 直传出万里外去 这么大的动静 那除非韩力是个龙子 否则不可能察觉不到 这一切的 几乎没有多加考虑 韩力在洞府中 再次激发了万龙珠进制 百余里外 将远处争斗的情形呢 看了个大概 当看到那只九头骨鸟 在黑色雾海中 若隐若现的庞大身躯的时候 韩力倒吸一口凉气 在这黑明雾中 居然还隐藏着 如此可怕的存在 他上一次从雾中走出来 竟然没有惊动此东西 可算是走了大运了 否则 以这骨鸟力敌 两名合体机存在的神通 对其出手的话 他绝对有死无生啊 看着远处 因为三名合体机存在的争斗 而不停变大的 巨大的凌峰漩涡呀 和下方被影响的 翻滚不定的雾海 韩力瞳孔一缩 死死盯着战团中的 三个庞然大雾 神色一下阴晴不定起来了 以他的眼力 自然不能看出 这两名异族之人 似乎站得一定的上风 而且战团呢 似乎正往洞府所在的方向 徐徐移动着 韩力心念急转 终于下了决心 不行 此地不能再待下去了 不管他们的争斗 是不是真会影响到我的洞府 现在都是离开的绝佳机会 否则一等他们真分出胜负 再走可就迟了 当即不再犹豫 韩力身形一晃 瞬间化作一道青红 鸡舍而出 一个盘旋 在厅堂中消失得 无影无踪了 片刻的功夫之后 清光一脸 韩力木然出现在药园子里头 在他面前赫然放着树牌的万年金雷竹 一个个翠绿欲滴 韩力深吸一口气 双袖冲这些竹子使劲的一抖啊 只见七十二道小剑虚影 从袖子里头击射出来 只是淡淡一闪 全都没入这些翠竹之内 接着韩力单手一掐绝 口吐一个起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所有的金雷竹爆发出雷鸣之声 竹子无论是竹干还是竹叶 表面颜色瞬间由翠绿化为了枯黄 接着一阵轻颤 颜色又一变化为灰白之色 成了死雾一般 这时候一股清风吹过 金雷竹刹那间灰飞烟灭 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原地则留下了七十二口 轻蒙蒙的耻许长的飞剑 悬浮在离地数尺的空中 一口口寒光逼人 一只手虚空一招 扑的一声 一口飞剑清光啊 一闪即来的腾空而起 被一把韩力抓到了手里 韩力凝望着手中青色的飞剑 木然另一只手冲着剑背上 轻轻一弹 当死长剑表面清光一晃啊 一阵龙吟般的长鸣声发出 此飞剑摇晃之下 竟仿佛一条青椒般颤抖不已 韩力的眉梢微微一挑 目光略微闪动两下 突然抓着飞剑的手掌灵光大放 一股股惊人凌厉 狂注入剑身当中 飞剑 顿时清光狂闪 原本看似森然的剑身 一下模糊不清起来 韩力双目一眯 伸出一根手指 往剑尖上不带烟火的一点 只见飞剑微闪下 手指一下洞穿剑身而过 竟丝毫阻隔没有 仿佛此口飞剑根本没有实体 只有虚幻一般 韩力一见次情形大喜 随其两手一掐绝 神念冲着身前重飞剑一催 七十二口飞剑一下腾空飞起 一个盘旋 纷纷没入韩力体内 不见了踪影 韩力身上清光一闪 化为了一道青红 飞出了药园子 几个闪动之后 就不见了踪影 一会儿的功夫之后 韩力洞府所在的巨山山脚处 一道青红冲天而起 直奔与黑明雾海 截然相反的地方 顿走了 一远处三个合体 及存在的强大神念 韩力就算是隐匿身形 也不可能真的隐瞒过去 故而呢 他反而是丝毫不加掩饰 直接驾驭顿光 往天边处飞顿而去 远处隐隐传来轰隆隆之声 天边尽头 更是不识闪动惊人的光霞 那两名一族就算真打算打他的主意 现在也根本无暇纷争 韩力 就是看准此良机 毫不犹豫 逃之夭夭的 远处的战团中 化作一名 青面獠牙怪物的独角青年 两手放出 无数的轻壶 狠狠一击 击退冲上来的骨鸟 口中一声轻疑 转头朝着韩力逃离的方向 看了一眼 目光中寒芒一闪 另一边 手中挥动三叉戟的巨大鱼人 口中嗡嗡地说道 林兄 不要管其他事情 全力击杀此聊再说 我们再加一把劲 就可让他负伤了 看着此一族 同样发现了韩力离去 他出口直点着 不用你说 我自知道 这独角怪物 一声冷横 头顶上尖角一声霹雳 一道水缸般粗的青色光弧 弹射而出 一闪之后 立刻化作一口巨大雷刃 狠狠斩向对面的骨鸟 这巨大骨鸟不甘示弱 一声奸鸣 一只爪子一抬之下 虚空一抓 一只奇大无比的巨爪 在黑气缭绕中浮现而出 直接迎向了雷刃 一声惊人巨响爆发出来 随即一股气浪向四周滚滚散去 这巨大鱼人见此争笑一声啊 也一挥手中的三叉戟 一道奇俗冰枪 一道飓风和一道白色电弧 同时喷出 自身呢 也身形一晃地冲了上去 这三者之间的争斗 似乎一刹那呀 更激烈了那么几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丧子演播的凡人修仙传 西马拉雅出品 咱们且说 韩力驾驭着顿光 一开始呢 是往天鹏族所在的内陆顿走 但是一顿出了十万余里之后啊 木然方向一变 兜了个大圈 竟改往大海深处而走 这是韩力万分小心 才会如此做的 以防止两名义族人 短时间灭杀那只九头古鸟 打后边追上来 如此虚枪一晃呢 自然就万无一失了 不过就算如此 韩力在开始的十余天里 仍然不敢停留 只是在大海深处不停地 全速飞行 那也不知道飞了多少万里之后 确定自己的确不会再遭到 那两名义族 才大放了一口气 心中安下来了 方向暮然一变 他改往沿着和海岸水平的方向 徐徐飞行了 一般来说呢 这海洋深处的厉害海兽啊 和一些天然险地 比这大陆还要多上几分的 纵然他已经有练须期的修为 也从未想过 真往大海深处走这么一趟 毕竟未知的危险太多了 不过呢 韩力也不打算继续留在 飞灵族控制的区域了 一方面是因为天鹏族的缘故 另一方面呢 则是两名义族合体级存在到来 让他隐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让他几乎没有多加考虑 就立刻决定远走高飞了 他准备 就这般在沿海附近一直飞行下去 直到飞出灵族居住区再说 一来呢 这沿海不会有内海的强大海兽 二来呢 非灵族的人一般厌恶海洋 轻易地不会出现在此片区域的 如此的话 他可避免许多的麻烦 韩力的心中盘算妥当 一路向东急驰而走 以韩力现在的修为啊 即使控制着自己的顿速 一日飞行数百万里 自是毫不费事之事 韩力一边飞顿着 一边在顿光中取出一口青色飞剑 单手抚摸 默默地思量着什么 这些彻底转化成纯粹木属性的青竹风云剑 青光闪闪之下 全都变得轻弱无物 并且一贯注法力之下 还可在光化和实体之间自行转化 韩力单手握住剑柄 贯注法力之后轻轻这么一挥 大片青光在身前爆发而起 仿佛孔雀开平一般 但手腕一抖之下 所有的青光又立刻一连 还原成了青色长剑 速度之快几乎匪夷所思 韩力面上自然是大喜之极 刚才他挥动飞剑之下 几乎根本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分量和阻隔之力 那这说明此飞剑的锋利和轻巧 绝对到了一个害人听闻的地步 如此一来啊 驱动此飞剑的话 心念一动之下就可瞬息数理之外 堪于称杀人于一念之间了 不过韩力马上眉头一皱起来 这飞剑变得如此轻巧 并且属性如此单一 恐怕坚韧程度远不能和以前相比了吧 心中如此想着 韩力略以犹豫之后 另一只手单手一翻转 又一口一般无二的飞剑浮现出来 这两口飞剑一晃 竟然交叉互展而下 轻光一闪 咔嚓一声脆响传出 韩力吓了一跳 不好 随即暗暗叫了一声 急忙定睛 一看呢 脸色顿时有些难看了 只见两口飞剑竟然齐齐 从护肌之处一分两截 两片前半截剑身 轻轻悬浮在身前处 这心催炼过的青竹风云剑的坚韧之差 竟远在去预料之上 韩力马上又有些惊疑不定起来 不对啊 这青竹风云剑是自己的本命法宝 一旦受损 自己怎么还会安然无恙呢 他心念一转下 把手中两截飞剑的一抖地扔出 同时单手一掐剑绝 诶 诡异的情形出现了 四只飞剑同时一颤 木然两两往一起一聚 接着轻光一闪之下 两口飞剑就完整无损地出现在眼前了 剑灵化虚 韩力的双目一亮 诗声地叫了出来 原先他往飞剑注入灵力 让剑身若隐若无时 他心中就有些怀疑了 现在算是彻底地肯定了 这是人族剑修中传闻的一种 不可思议的神通啊 韩力是一直听说 可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 哪位高阶剑修的飞剑 真具有如此不可思议的神通的 没想到 自己用过一次重剑秘术之后 自己的飞剑竟然拥有了此种大神通 据说啊 拥有此神通的飞剑 可以让飞剑彻底变成无形之体 可以任意分解无数节 然后重新恢复如常 如此一来呢 具有此种神通 飞剑简直可以说是不坏之身了 除了一些特殊的宝物之外 几乎再无毁坏之忧的 当然了这只是理论上的 飞剑每一次的虚化重组 自然还是有轻微的损耗 同时飞剑主人自身的法力呢 也大好不少的 若是真的经历太多次的断裂 或者飞剑主人法力消耗一空的话 即使具有剑气虚灵的神通 这些飞剑仍然会彻底的毁掉 但就是这样 韩力心中也是狂喜之极 现在呢 他总算有些明白了 为何江星老者 见其在飞剑中掺杂了 其他属性的材料 如此不屑一顾了 恐怕 此老自己的飞剑 也同样具有此种大神通 不过呢 江星老者可没有采用重剑术 飞剑具有此种神通 不知是一直淬炼多久才拥有的 哪像他呀 借助金雷竹和小平之力 区区一百多年 就把飞剑添炼到如此精纯的地步 一张嘴 一股青霞从韩力的嘴里喷出 两口飞剑在青霞中 滴溜溜溜一转 瞬间缩小十余倍 化作寸许大小 借着霞光一反卷下 飞剑被韩力一吸而入 收进了体内 这些飞剑 若还想再进一步地淬炼下去 修炼到剑心通明的地步 借助外物那是无法做到了 只有依靠自己的真元之力 慢慢地培炼了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参悟着这个春梨剑阵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韩力沿着海边啊 一飞就是大半年之久 这一天 韩力刚刚指挥树口飞剑 剑光一闪地 将一头从海底飞出 想要攻击他的海蟒 斩成了树截 忽然面色一变 目然抬头 往疑似的天空望去 原本一直晴朗无云的天空 突然间变得 如同晚霞般的鲜红 接着 无数血云从那个方向 滚滚而来 片刻的功夫 无声无息 到了韩力头顶呢 便还向远处 飞快地蔓延而去 转眼之间 韩力目光所及之处 全都是血红之色 空中全是浓重的星气 仿佛整个人 一下身处在 另外一个陌生的世界 韩力清秀两下星气 脸色微微一白 这气息分明是鲜血 星气啊 如此多的血云 这得多少鲜血 才有眼前 骇人般的情景出现呢 韩力一下 小心万分起来 他顿光一停 身上雷袍浮现出来 并一下化作了一层 清白电弧 弹跳不已 与此同时 体表金光影线 浮现出一片片金色的鳞甲 背后三头六臂的虚影 也浮现而出 韩力自身却双手抱毙 仰头望向天空 双目一眯间 蓝芒 隐隐闪动 眼前如此诡异的情形 让他不得不怀疑 自己被什么东西 给盯上了 好在 以韩力现在的修为 和新修炼而成的神通 哪怕是合体期的 修饰出手 也不见得 没有逃生之机 故而呢 韩力显得镇定异常 当然了 在此一瞬间 他的神念一下放出 朝四面八方空中 一洒而去 想把潜藏的敌人呢 给找出来 但是 让韩力心中一沉的事 出现了 凭他的神念 瞬息万里之内 根本找不到 预想中的敌人 反而在神念所扫之下 这万里天空 和他这边 一般无二 同样处于 鲜红血云 笼罩之下 韩力倒吸一口凉气呀 难道 并非是被什么人盯上了 而是身处 某个神秘的静置当中 韩力不禁 如此想到 脸色阴晴 不定好一会儿 他忽然化作一道 青红 激射而出 几个闪动间 消失在天边的尽头处 不管为何会出现 如此天象 他还是远远地 逃离此地的好 以韩力如今的修为 顿速全开之下 青色晶红 片刻的功夫之后 就化作一根 破空的青丝 在天空这边 方一响起时 下一刻就出现在 天空尽头的 另一端处 瞬间呢 就顿出了 百余杖去 顿速之快 几乎不下于 合体期的修饰了 那这其中固然有 韩力如今 修为大进的缘故 但最主要的缘故呢 还是新淬炼的 七十二口飞剑 本身顿速惊人 轻弱无物 韩力以其中一口飞剑 欲剑飞行 才有这般惊人的表现 韩力对自己的 欲剑顿速 有这般的惊人 也是有些意外 随即而来的 自然是惊喜交加了 但是韩力脸上的 浮现的笑容 并没有维持多久 一会儿的功夫 就凝固了 最后消失得 无影无踪 而浮现出 难以置信的神色来 见他一口气 飞出了百万里去 竟仍然身处 那诡异的 血云笼罩之下 丝毫没有看到 尽头的样子 韩力骇然异常 把这顿光催得越发的快了 当韩力一连飞行了 大半个时辰 空中的血云 仍然是依旧存在的时候 终于清光一脸 再次从顿光中 显露出了身形 此刻的 韩力 脸色变得阴沉异常了 显然 他的确身处某种神妙的禁止中 否则 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形的 但是呢 这禁止如此的广大 也实在是太害人听闻了 韩力悬浮于半空中 心念急转 思量起脱身之策来 但是 尚未等韩力想到什么的时候 忽然空中的血云 一阵的翻滚 竟从中浮现一个个 拳头大的 血色的符纹 这些符纹 滴溜溜在空中一转 木然传出了滴滴的嗡鸣声 此嗡鸣越来越响 渐渐震耳欲聋起来 韩力见此情形 心中一领 不加思索 两手一掐绝 身上青光一闪 七十二口青色的飞剑一闪 从身体各处击射飞出 围绕着韩力 一阵盘旋之下 木然化作了七十二朵青莲 上下飞舞起来 但是呢 韩力还不止于此 方一放出了飞剑 单手虚空一抓 黑影一闪 一座数寸高的迷你小山 浮现在了手上 不加思索地一抛 黑色的小山一晃之下 瞬间化作十余杖之高 一下挡在了韩力的头顶上 把上空防护得严严实实 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韩力还是在一瞬间做好了数层防护 就在韩力如临大敌的一瞬间呢 空中的血色符纹同时往下一沉 仿佛找到了什么目标似的 同时向韩力一闪地飞来 头顶处还好 有偌大的圆祠神山一挡啊 那些符纹根本无法过来 但是四面和下方的血色符纹 却发疯似地冲着韩力击舍而至 韩力面色一变来不及多想 一点四周的青莲 顿时这些莲花滴溜溜一转之下 一下幻化出了无数道青色的见光 冲着四周的血色符纹狂斩而去啊 就听到扑扑扑 声音大作 所有符纹瞬间被斩成了一团团的血雾 瞬间在四周爆裂开来 那些血雾一滚之下 竟然就要从青色见光的缝隙中一卷而入 但是韩力一声低含 身上的青白电弧一掌 就在雷鸣声中骤然化为了一层巨大的电网 一下把靠近的血雾纷纷一谈而开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丧子演播的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雅出品 就在韩力心中微松之时 血雾纷纷反卷而回 眨眼间呢 没入到空中的血云中 不见了踪影 血云顿时剧烈地颤抖起来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 一个三十丈广大的血符 木然从云中徐徐地压下 显露出来 这么大的血符啊 即使是韩力一见了 脸色也发青起来 深吸了一口气 他木然一点指头顶的黑色的小山 此山立刻闷响一声 无数根灰色的光丝 激设而出 密密麻麻地交织之下 竟一下在头顶上 幻化出了一张灰色的大网 准备迎头照向那巨大的血符 但是让韩力一正的一幕出现了 巨大血符并没有像他想象中的 直接坠落下来 而是血云下方突然间徐徐地转动着 同时符文表面闪动着诡异的血芒 韩力站在原地足足等了一盏茶的功夫 但是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 韩力眉头一皱 他有些摸不清此巨符的用意了 但马上脸色一变 韩力似乎发现了什么 一只手猛然往另一只手腕上的 储物拙一拍 顿时青霞一闪 一个玉盒飞射出来 一个盘旋后落到了手里 在玉盒上贴着无数张 颜色各异的符录 但是此刻竟在盒盖上颤抖不停 同时灵光是忽暗忽明 更不可思议的是 在韩力端详的瞬间 高空中的血色符纹呼应式的 同样的光芒狂闪起来 自拉几声传来 这几张符录竟然瞬间自燃 刹那间的功夫化作了飞灰 消失不见了 几乎与此同时 又是轰的一声巨响传来 玉盒表面一芒一闪 竟一下化作了一团白芒爆裂开来 无数碎片激射而出 要是普通的修士 恐怕这一下子就负伤不清的 但是韩力的肉身 早已强横到了极点 那些碎片激射到他手上和身体上 如同打在金刚上一般 纷纷跌落而下了 不过白光一脸 爆裂过后 一物动也不动地悬浮在了那里 表面微黄 但明印着一道道墨绿色的花纹 细长仿佛一根木棍 竟是韩力那枚悬天果实 一见着悬天果实 空中的血浮顿时剧烈地颤抖起来 接着血光一闪 竟砰的一声在半空中溃散消失了 韩力脸色变了数遍 露出了惊疑之极的表情 眼前的一切实在是太诡异了 难道这些血云原本就是冲着这枚 悬天果实而来的吗 他不禁如此地想到 但还未等他想清楚一切的原委 忽然间轰隆隆的巨响从空中血云中发出 韩力一正急忙抬头望去 结果出现的情形让他吓了一跳 只见空中的血云 竟然在轰响中一下幻化出无数的虚影 这些虚影大半都是各种妖兽的样子 小伴呢 则是一些韩力从未见过的异族之人 其中赫然就有不少非灵人的样子 但是无论是兽影 还是异族人的虚影 一个个面容扭曲 似乎都痛苦不堪的样子 血迹 以韩力的阅历 只看了几眼就看出了什么 一下尸声叫起来了 而就在这时候 所有血色的虚影 木然往血云中一聚 接着 血光大放之下呀 一个个几乎遮蔽大半天空的血色光阵 渐渐成形起来 韩力深吸了一口气 突然反手一把把玄天果实抓住 接着身上的清光一闪 瞬间化作了一根青丝 击射出来 到了百余帐外 他一见情形不对 竟然立刻拔腿开溜了 几个闪动后 青丝在天边尽头处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而远处空中直径 树里的巨大光阵 却仍在不紧不慢地成行着 丝毫没有因为韩力的离去 有停止下来的意思 一顿饭的功夫之后 权力飞顿之下 韩力一下顿出了百万里之外 但仍然身处血云笼罩之中 但是那个巨大光阵呢 早就被甩得无影无踪了 韩力长吐了一口气 顿光略微一顿 终于暂时放慢了几分 这一刹那的功夫 目然空中血云 轰隆隆之声大作 韩力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心中一沉急忙一抬头 只见原本还平静异常的血云 在此刻突然间一散 接着大半个天空略微一扭曲 血光一闪 一个巨大的血色光阵浮现而出 此神秘的光阵滴溜溜的一转之下 正好把韩力照在了光阵中心处之下 韩力的脸色一下苍白无邪了 纵然他还不知道 这光阵到底是什么用途 但是如此骇然的巨大方阵 紧追着他不放 自然不是什么好事 韩力当即想都不想 身上轻光一闪 再次一顿地飞走 就在这时候 空中的血色光阵却一变骤起 一道粗大的光柱 从法阵中心处喷射而出 直径足有百余杖 一闪即逝就把韩力照在了其中 速度之快 韩力根本无法闪避 韩力是大吃一惊啊 此光柱也不知道有什么神庙之处 竟然洞穿了上空的圆祠神山的山体 直接到了他的面前了 四周一下全都是光蒙蒙的血色 同时韩力身体表面一紧 就连一根小拇指都无法动弹分毫 韩力脸色大变 心中木然一掐绝 顿时四周盘旋的青莲一闪 全都还原成了一口口持续长的飞剑 一晃之下呀 又化作一道道剑光 往同一方向狠狠地斩去 剑光一闪即逝 轻而易举地洞穿飞出 仿佛整个巨大光柱 只是一道幻影一般 但是韩力仍然无法动弹一下 四周的空气一下都变成了 金刚般的坚硬 死死地捆束住了 他的四肢和身体 韩力倒吸一口凉气呀 眼见头顶的光阵浮现出一个个大小不一的血色的符文 似乎又要有什么变化一般 他当即再也顾不得保留什么了 一声大喝 韩力提表金光灿灿之下 头顶浮现出三头六臂的凡胜真魔法像 此法像双腿盘坐 六手齐掐法掘 一圈惊蒙蒙的光阴 一下从法像的身上散发而出 光阴所过之处 原本平静异常的血色光柱 淡淡灵光一闪 仿佛起了一丝波澜 与此同时 韩力感到四周的空气位置一清 似乎松动了一份 心中大喜 韩力口中念念有词 体内法力狂转不停 就要将凡胜真魔法催到了极致 但就在这个时候 高空中的血色光阵 突然是光芒大放 随即法阵中心处的血色符纹一散 木然现出一个黑乎乎的大洞出来 这洞诸有数十丈大小 但是里面的鬼哭狼嚎之声大作 隐隐无数血影从里边翻滚不定 而那道血色光柱呢 也一下高速地旋转起来 韩力就觉得体表距离一沉 刚刚获得一丝活动之机 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同时四周血光中一下浮现了无数符纹 其往韩力的身上积涉而去 即使韩力平常镇定自若 此刻脸上也苍白无血了 这些符纹虽然不知道威力怎么样 但是现在他被禁止得无法动弹分毫 岂不是只能被当靶子了吗 韩力一急之下心中剑决一摧 四周的众飞剑一个闪动 诡异地出现在四周 略以旋转之下 无数的青色剑光 像四面八方如山般地斩去 但是清光所过之处 这些符纹一个个虚晃一下 就均都安然无视了 他们刹那间就洞穿了剑光 射到了韩力的前处 韩力一咬牙 身上黑气一闪 浮现出一层黑幽幽的煞甲出来 同时十年一动 顿时勾充了灵兽袋里的士金虫 他脸上绿色一闪 打算把里边的上千只士金虫 同时放出来 眼前的禁止再是诡异 还能抵挡如此多成熟体的士金虫不成 至于那些符纹 自然只能依仗身上的煞甲 和强横的肉体 生生地抵抗了 不过 就算韩力一经 进入炼虚期境界 如此多士金虫 也只能支撑片刻的功夫 但现在面临如此大的危机 只能先走一步算一步了 但是下一刻发生的事 让韩力一正 顿时停下了 召唤士金虫的举动 那些符文 眼看着撞到他身上之后 却方向一变 纷纷化作点点灵光 没入其一只手握的东西中 嗯 韩力就觉得手心一热 原本死死抓住的悬天果实 竟一下震开了五指 化作一团白光 冲天而去 只是几个闪动中 此果就被无数血浮包裹下 飞到百余杖的高空处 但是悬天果实 随即滴溜溜的一转 体积骤然间狂涨数倍 无数血浮被一震而开 接着无数剑气般的白光大放 这符文纷纷一闪 就被绞成了粉碎了 光芒一脸 白芒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体型变大后的悬天果实啊 就这般悬浮在空中 动也不动了 见到先前发生的一切 韩力目瞪口呆了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醒过来 原本就叙事待发的法力 顿时如同潮水般的 往头顶法相狂涌而去 顿时啊 法相身形一阵 身上金灿灿的光晕 一阵急转不定后 一闪的疯狂地往四面八方 扩展而去 这一次光晕光芒夺目 如同一轮那金色的骄阳 在韩力的头顶升起 一句森然的话语 从韩力口中木然地说出 圣魔欲日 圣魔欲日 随即 法相中的三颗头颅同时一仰头 六条手臂往四下同时一挥 一声低沉的长啸出口 金色焦阳一张一缩下 爆裂了开来 在惊天动地的巨响后 一圈圈金色的波浪 有如有形之物般的荡漾开来 这金波所过之处啊 原本看似纹丝不动的金光 一下都狂闪起来 随即向后狂退而去 以韩力为中心 方圆十余杖内的金光 都硬生生被强行地推开 他一下恢复了自由 这一招圣魔欲日的神通 正是韩力在修为 进入了炼虚期之后 从凡圣真魔宫中 自行参悟的一种秘术 其实呢 本质上不过是借助法相之力 将功法威能全都集中在一点 再一下释放出来 刚才这看似普通的一击 其实就已将韩力体内的 小半法力全都释放一空了 当然了 韩力并不知道 若非凡圣真魔宫同时蕴含 佛魔两种功法体制 属性特殊之极 换做其他一种功法啊 哪怕是合体级修士 也根本无法摆脱血光的束缚 那不得不说 他的运气还真是一直都不错的 不过就在韩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方一挣脱束缚的同时 空中血色的光阵黑洞中突然呼啸声大作 击射而出无数根鲜红玉滴的血丝 只是一闪之间 就要把下方的悬天果实一包其中 悬天果实却似乎通灵了一般 体表轻轻一颤 又通体放出无数的白芒 刹那间呢 白芒血丝方一胶之下 发出琵琶的爆裂之声 白芒虽然犀利异常 将大半的血丝斩得粉碎 但是似乎后继无力 光芒一暗后 残余的血丝还是一下 把这悬天果实包裹得远远时失 仿佛一只巨大的血茧 纵然玄天果实在血丝中 拼命地挣扎颤抖不停 但是先前的两波白芒放出 显然已耗尽他的力量 被这血丝一拉后 此果还是往那黑乎乎的大洞 击射而去 但就在这时候 忽然下方血光中金芒爆裂 将大片的血光一冲而散 随即一道青红破开血光 击射而出 只是一个闪动后 到了血茧的附近 灵光一闪 木然幻化成了一只青色大手 向下捞去 哄的一声啊 这青色大手一把把血茧紧紧地抓住 随即大手中无数道见光一闪的亮出 向那血丝狂斩而去 但是诡异的情形出现了 剑光斩到血丝上 同样虚幻般地一闪而过 根本无法奈何这些血丝分毫 清光一脸 青色大手一下化为了寒厉身影 其一只绣袍 闪动诡异的青芒 缠住那悬天果实 但是那些血丝拉扯之力之巨 远在寒厉的想象之外 纵然如此 玄天果实还在徐徐地向高空缓缓地飞去 要不是玄天果实本身也拼命地挣扎 并抗拒血丝的惊人巨力 恐怕几个闪动啊 就被直接拉进了空中的黑洞中 但就是这样 玄天果实被拉进黑洞中 也只是片刻功夫后的事情 寒厉心中大击之下 木然另一只手突然冲着一口青色飞剑 虚空一点 那口飞剑一声长鸣 木然通体变得若有若无 竟只化作一道淡淡的清痕 仿佛彻底失去了形体一般 这正是呢 见灵化虚的神通 随即就见青痕一闪 扑扑的闷响接连传出 那些看似同样无形的血丝 竟转瞬间被展开了无数景 寒厉大喜呀 想都不想的绣袍一抖 一下化作了一根青丝积舍而出 同时其他飞剑一闪及适后追上了寒厉 没入住体形中不见了踪影 以寒厉现在的预见速度 只是两个闪动就木然到了两百丈外的地方 眼看在闪动几下就彻底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在顿光中的寒厉大松了一口气呀 满以为这次终于侥幸逃脱掉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空中一变再起 血色光阵中的黑洞 目然间一阵的收缩 一道血红的脾链激射而出 只是略一模糊就诡异的一下 横跨两百丈的距离追到了寒厉的身边 寒厉大惊啊 此脾链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他根本来不及有任何反应 就觉得眼前血光一闪 连人带着玄天果实 就再次被卷入到血色当中 随即匹炼表面血光一闪 朝着方向一变激射而回 顿速同样快的难以置信 一闪及事后没入了黑洞 就在匹炼一进入黑洞的一瞬间 空中的血色光阵发出了 惊天动地的轰鸣声 顿时四周血云翻滚涌动 同时浮现出一道道血色的雷电 光阵在表面涌现出大量的符纹之后 开始模糊不清起来 寒厉身处匹炼的包裹当中 只觉得是头重足轻 一下失去了飞盾的能力 而喷出一口飞剑 往匹炼狂斩之下呢 却毫无效果地反弹而回 这一次哪怕他已经将飞剑彻底的剑灵化虚后 仍然无法破开此匹炼分毫 就在这时候四周光芒一暗 随即传来鬼哭狼嚎的呼啸之声 接着一股强烈异常的空间波动 在四周滚滚地浮现 韩厉暗叫一声 不好 心直往下沉去 就算他无法看到匹炼之外的情形 也肯定知道 自己肯定被射进了黑洞当中了 否则不会出现此诡异的情形 情急之下 韩厉一只手往眉宇间一拍 顿时那里黑光一闪 一只黑悠悠的眼珠浮现出来 正是韩厉苦修如此多年的破灭法木 既然普通攻击对着匹炼 一点效果也没有 也只能用这种砖破尽致的 偏门神通 试上一试了 韩厉急中生至此举啊 显然是做对了 只见一道手指粗细的黑色的光柱 从破灭法木中一喷而出 看似肩不可破的血色匹炼 只是一闪 噗 就被洞穿而破 接着细细的光柱一划之下 一个仗许大的口子被一切而开 如此轻易的得手 让抱着试一试心思的韩厉先世一正 随即大喜起来 他不加思索 背后双翅一扇 人就一闪 飞出了皮链 灵光一脸 韩厉身形在黑洞中现行出来 双翅轻轻扇动个不停 这可不是凭借什么顿术 完全是以仗风雷翅本身的飞行之力 才能悬浮在空中不动的 否则 恐怕身处黑洞中的韩厉 马上就要直坠身处而下了 四周却一阵鬼哭狼嚎之声传出 无数血色虚影一哄而上 韩厉脸色一沉 两手一搓 雷鸣声大气 无数道金色的电弧从手中弹射而起 这些金弧一道道道粗大异常 远溢于韩厉以前的辟邪神雷 这正是他用剑术带来的另外一项意外好处 新提炼飞剑 不但将金雷竹的灵气吸纳得一干二净 还将其中蕴含的辟邪神雷 同样收为己用了 如此做的结果 除了将飞剑属性淬炼到极点之外呢 蕴含的辟邪神雷 则无论数量还是威能 都上了一个大台阶 如今在韩厉被驱使出来之后 自然显得势不可挡 轰隆隆一阵的爆裂声之后 在大片金色雷光的闪动下 四周扑上来的血色幻影纷纷一弹而开 但是血影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仿佛数不胜数 一个个旱不畏死的往韩历这边狂涌而来 有些体型稍微凝固些的 甚至一张口喷出一蓬蓬 兴气冲天的血丝 直接洞穿的辟邪神雷形成的电网 到了韩历的附近 不过这些血丝在韩历两手一掐绝下 被骤然间放出的虚化剑光挡在了外头 清光忽暗忽明间 血丝寸寸断裂其中被绞成了粉碎 而这个时候血色光阵发出的轰鸣声 往韩历耳中狂灌而入 黑洞中浮现的空间波动 越发强烈起来 目光撕下一扫啊 韩历就明白自己所面临的不知名的危机 他脸色大变之后 背后双翅一扇 就几个闪动到了黑洞的边缘处 打算飞到外边去 砰的一声闷响 韩历身形一个裂剑 仿佛撞到了一堵无形的墙壁上 被一层透明的禁止一弹而回 背后的双翅狂扇树下 韩历才稳住身形之后 自然变得惊怒交加 他正想身形一晃 在马上施展大神通 击破此劲之时 从黑洞的深处 却赫然传出一股巨大的犀利 力量之大呀 几乎让韩历无法抵挡 被拉回到原处 并还丝毫停顿没有地 继续倒舍不行 韩历脸色大变 心中的亥然是可想而知了 血色光阵颤抖得越发厉害 光阵表面都已经模糊成一片 变得渐渐透明起来 仿佛随时都可能消失一般 那这一切说来话长 不过是几个呼吸间的功夫 黑洞中被吸住困住的 韩历情急之下 再也没有任何顾忌的 把身上的神通 一口气都释放了出来 只求暂时脱困而出啊 刹那之间 韩历的四周 金色的光云 灰色的光霞 五色的光焰 金色的雷弧 以及一道道青色剑光 同时爆发出来 这么多的石通一起施展 威历是可想而知了 只见一团团 各色光焰此起彼伏 彻底把韩历的身形 淹没在其中了 那股吸力即使再强大 一瞬间的功夫 也为之一松 韩历大喜啊 正要马上往着 黑洞外边飞去的时候 四周的血影 却木然发出一声哀鸣 接着扑扑的闷响接连传出 竟在一股诡异的力量下 同时爆裂溃散 化作一股股 血色的光霞 这些光霞顷刻间呢 一溜烟地没入到黑洞深处 不见了踪影了 韩历立刻感应到四周景色 一阵的模糊 一股熟悉异常的感觉 一下浮上心头 这正是他不知道经历 多少次即将传送而走时候的情形 啊 不好 韩历 面色铁青 眉宇间黑光刺目 一道道黑光发狂般地 四下狂射出去 同时呢 头顶浮现出的三头六臂的法像 也六臂极灰 一道道金光闪过 想要打断传送 但是黑洞中 嗡鸣声大起 所有的攻击 都一闪即逝的 不见了踪影 并未起到什么明显的效用 显然 此传送 和韩历以前 见识过的都不大一样 竟然丝毫不受 这些攻击的影响 韩历心中一沉呢 首次涌现出一丝 无力之感 同时 心中又暗自有些奇怪 按照以前的经验 在四周景象模糊的时候 他应该下一刻 就被传送出去才是啊 可是眼前的过程 怎么如此之长呢 就在韩历大为惊慌 心念急转之际 突然间只觉得 握着玄天果实的手掌 一阵针扎般的刺痛 仿佛被针尖扎了似的 韩历已经急忙一低头 才发现呢 自己因为将 樊胜真魔功运转到极致 从而金光灿灿的手掌 不知何时被扎破了一个细孔 鲜红色的血液 从里头流淌出来 而原本手握着 玄天果实的部位 赫然突出了一根 尖锐异常的木刺 上边血迹斑斑 显然正是罪魁祸首 要知道啊 这韩历的肉身强扬程度 比一般的法宝 那还强上树丑呢 再加上强行运转 凡胜真魔功 手掌此刻的坚韧 更胜平时数倍 如此的情况下 还被一根小小的木刺 给轻易地扎破了 要不是他亲眼所见 自己都难以置信 目睹玄天果实一变 韩历脸色惊疑 尚未来得及施法阻止流血 玄天果实白光一闪 惊血都被他吸入表皮之内 接下来 一声清明之音 从果实中发出 是直冲久消之外 而下一刻 韩历脸色大变 突然如遭蛇咬般的 手腕一抖 竟然想将玄天果实扔出去 但是此物 却如同死死 黏在手心上一般 根本是纹丝不动 韩历的脸色瞬间 苍白异常起来 他只觉得体内精血 沿着手心处的小孔 往玄天果实中狂涌而入 任凭拼命催动法觉 仍然无法阻止分毫 体内精血眨眼间 失去了三分之二还多 才戛然而止的 如此多精血的流失 也就是韩历肉体 强横到了极点 换成了一名普通修士 恐怕立刻就萎靡不振了 不过这话说回来 要更换成一个普通修士的精血 玄天果实恐怕就把人吸成了人杆 也无法满足它的需要 此刻的玄天果实 原本淡黄色的表皮 片刻功夫就成了鲜红之色 接着果实表面的脆绿色的花纹 一阵蠕动之后 竟化作了一个个不知名的玄傲的符文 米粒那么大小 密密麻麻 遍布其上 而与此同时 韩历的身体四周浮现出 无数的五色的光点 一个个飞蛾头火般的 往着玄天果实上一扑而去 扑吃一声啊 玄天果实一端脆芒一闪 突然间射出持续长的 一道光蒙蒙的剑刃出来 此剑刃脆亮异常 表面光滑如镜 但是在剑刃的中心处 似乎明印着一排 古怪异常的脆色的符文 那一共有五个排成一条直线 而原来的玄天果实呢 此刻赫然成了此剑的剑柄 韩历单手正好握住他的样子 这一切让韩历目瞪口呆了 不过就在此剑现身的同时 外面的血光大阵 却似乎受到了什么刺激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啊 整座法阵连同中间的黑洞 一下巨晃 慕然间凭空消失了 与此同时 身处黑洞中的韩历 就觉得四周模糊的景象一散 目中所见满是血红之色 随即无法自已的 一阵的天旋地转 大惊之下的韩历啊 几乎是下意识地 把手中的剑柄猛然一抖 漫无方向地 劈出了一剑去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被血红的雾气笼罩住的巨大的祭坛上 有十几名人影若隐若现地出现在上面 在这些人的脚底下 赫然是一座巨型的法阵 闪动着淡淡的血光 若是仔细查看就可以发现 此法阵 形状的模样 赫然和先前出现在 韩历头顶的那座血色的光阵 一般无二的样子 而在祭坛的下边呢 赫然是一座被血红液体充满的巨壶 远远地看去啊 湖面也不知道有多广 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样子 在此湖中 还漂浮着一句句白骨的残骸 种族不一 大小不一 密密麻麻在湖面之上 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这个时候 一声惊怒异常的话语 木然从祭坛上某人的嘴里传出 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不可能 玄田之宝呢 我已经感受到它的存在 并且明明召唤而回的 这个时候 一个淡淡女子的声音 也从祭坛上响起 是不是捡道友弄错了 那新出现的玄田之宝 并未在我们非灵族的区域 如此的话 无法用血迹之术照来磁宝 也是正常的事啊 说话的人 是一个身披白色斗篷的中年美妇 背后有一对羽翅 五色闪亮 刚才的言语中 明显带有一丝幸灾乐祸之意 另一个青年忽然开口说道 不夫人 刚才召唤法阵 是我和简兄一起主持的 通过血迹之力 的确感应到了 那件玄天斩灵剑的存在 但是在传送时 似乎出了什么差错 竟在途中忽然消失了 难道此剑已经通灵 可以自行斩破虚空不成 说话这个人头上一根 白脚闪闪发光 正是那半年前 韩丽在巨岛上见过的 脚吃族的独角青年 那不用说了 一开始说话这个人呢 自然就是那个海王族的 鱼眼人了 只是这时候鱼眼人脸上 隐隐带着几分气急败坏之色 一名身穿灶袍 但背上生着两对 挥斥的老者 淡淡说了一句 是不是真有玄天之宝 自然只有主持法阵的 两位道友知道了 我等只是奉命 配合二位道友的 这老爷子单手 拄着一根龙头拐杖 毫不掩饰话语里 暗藏的讥讽之一 至于其余 同样背上 伸着翅膀的 飞灵族人 虽然没多说什么 但是看向独角青年 和鱼眼人的目光呢 都有些不善 独角青年 却没有再问什么 而是和鱼眼人 互相望了一眼 两人嘴唇微动 却毫无声音 竟秘密地传起音来了 看到这二人 如此肆无忌惮的样子 在场的飞灵族众人 脸色是越发难看了 两名一族 似乎商量完毕 独角青年 忽然扭头说道 既然第一次失败 我们马上再举行一次血迹 现在血气尚未散尽 应该可以办到此事的 只要那件玄天灵宝 还在你们飞灵族的区域内 就绝对会响应召唤他 灶袍老者猛的一点 手中的拐杖 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让整个祭坛都微晃了两下 哼 再举行一次 两位道友 当我等的法力 是白白修来的吗 刚才的血迹 已经让我等灵力消耗大半 再举行一次 可会损耗我的真援 明某自然知道 此举有些强人所难 但是 再难也比不过半年之内 连灭两族 并击杀数以万计的 蛮荒巨兽吧 若是因为此 丧失了重得玄田之宝的机会 真耽误了此事 几位道友也担待不起吧 一听这话 灶袍老者怒容隐现 身形一动上前几步 似乎还要怒斥什么 但是呢 一声轻壳 从一旁的人群中传出 随即一个嘶哑的话语声 响了起来 姚贤弟 稍安勿躁 敏道友可是代表 狡吃足而来 怎可无礼 说话的人 是一个驼背 攻腰的人 被一股淡淡的白雾笼罩着 看不清容貌分毫 灶袍老者一听此言语 脸色一下大变 竟一下倒退到原来的位置 恭敬地说道 凶凶所言极是 是姚某有些急躁了 独角青年一看清楚 说话的人 神色同样位置一宁 但马上勉强地一笑问道 兄道友 你有什么话说吗 的确有些话 想说上一二 道友让我等亏损元气 再帮你催动血迹一次 不难 但是这一次 还是没有成功 又当如何的 那驼背的人影 黑黑一笑 声音一冷地问道 独角青年不加思索 若是两次都无法召唤成功 那说明此物 真的不在此区域了 无二人立刻掉头就走 先前答应的条件 也绝不反悔 在此一族说话的同时 鱼眼人在旁边一言不发 似乎默认了此话 好 驼背人影 用半吩咐的口气 冲其他人说道 有道有此承诺就行 我们就再帮阁下一次 你们几个别意气用事 一定要再出手一次的 说也奇怪了 其他非灵族的高阶存在 听到此言呢 都没有半点不满之意 纷纷默默无声地点点头 一会儿的功夫之后 血虎表面开始波动泛起 同时一股股黑气 在湖面上开始凝结浮现 同时呢 血色的雾海开始剧烈地翻滚起来 而血湖中心处的祭坛 彻底被一片血蒙蒙的光滑笼罩住了 里面隐隐传出一声声 晦涩难懂的咒语之声 一阵仿佛将头颅撕裂成两半的剧痛传来之后 韩丽终于悠悠地转醒过来 她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 当即吃力之极地想睁开眼睛 却觉得眼皮重于泰山 根本无法睁开分毫 这一下啊 韩丽吃惊不小 又发觉自己似乎躺着 立刻向一个鲤鱼打铛坐起来 但是同样连一根手指都无法动弹分毫 韩丽的心中一沉 勉强忍住剧痛 提起神识中一丝残余的神念 急忙内视自己身体中的各处情况 结果让韩丽不禁苦笑不已啊 现在她不但精血损耗大半 体内的法力也荡然一空了 更糟糕的是 头颅剧痛的原因 竟然是神念损害厉害 所剩不过十之一二而已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却只不过是她在前不久前 无意识中挥动的一剑而已 一想到自己挥动玄天果实 所化宝剑时候的惊人情形啊 韩丽的心中翻滚不定 同时又暗自侥幸不已 那一剑斩出几乎天地色变 不但把传颂立刻打断了 甚至一剑劈开了虚空 但是这一剑斩出的代价 也是极为的高昂 不但自身法力被吸收殆尽 连神念之力同样都被此剑吸走 这才让韩丽 被所破开虚空吸进去的同时 人就一直昏迷不醒了 不过韩丽现在回想起来啊 用玄天果实斩出的一剑 隐隐只发挥了一点皮毛之力 此剑斩出的威能 显然和被吸纳的法力神念 甚至和先前流失的精血 有关系 韩丽暗自揣测地想到 不过知道了自己身体的糟糕情况 韩丽的心中的惊慌啊 反而少了不少 无论是精血还是法力神念 都不是什么致命伤害 只要服用丹药 静养数年 就可以恢复依旧了 而四下似乎静悄悄了 他能安然地身处此地 起码应该脱离了危险之地了 韩丽虽然双目无法睁开 神念也无法外放 但是从湿漉漉的和空气中 略带一丝咸味的清风里 他仍能判断出自己身处某处海边 而身体下面柔软异常 似乎是一片草地 难道并未传送到太远的地方 心中有点疑惑 韩丽转念一想 又有些担心起来 但是现在啊 无论是身体 还是法力的糟糕情形 都让他无法动态分毫 只能这般默默地躺着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丧子演播的 《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雅出品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 韩丽眼皮一动 勉强把眼睛睁开一条细缝 一片淡蓝色的天空 顿时进入眼中 没有见到那诡异的血云 韩丽轻吐了一口气 总算是安下了心来 再过了数个时辰之后 韩丽脖颈可以扭动了 可以左右摆动地 看清楚自身所处的地方了 这里仿佛是一处小型的山谷 三面是低矮的山丘 一面是狭窄的出口 整个山谷的面积 不过千余丈而已 而它正好落在山谷的 最中间的地方 韩丽眼中露出一丝笑意 嘴角抽搐了一下 但立刻让其腹痛般的 呲牙咧嘴 这时候他才发现 自己这浑身的肌肉 早已经变得酸痛异常 这可是他修炼凡圣真魔功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看来挥动了玄天果实 被吸纳的除了法力神念之外 似乎体内还有什么东西 也被吸纳一空了 否则以韩丽的肉体强横 也不至于变得如此模样 心中暗暗地思量着 韩丽仍在草地上静静地躺着 又过了大半日的时间 韩丽一只手臂 某根手指一动 似乎恢复了一丝力气 韩丽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 但是尚未等 他的笑容彻底露出呢 就一下凝固起来了 因为就在这时候啊 从山谷外头忽然传出了 砰砰的重物落地的声音 从身体感受的地面 微颤中看来 分明是个庞然大物 在走向着小谷 韩丽的眼光朝一侧一瞥 顿时死死盯住了 山谷的入口处 神色变得凝重异常起来 结果片刻之后啊 一只身高十余丈的巨物 一头闯进了小谷中 竟是一只浑身生满稻刺的巨蟹 此蟹双目绿光点点 浑身硬壳散发着青色的幽光 仿佛身穿一件青色战甲似的 而战甲上的锋利稻刺 自然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不寒而立起来 这巨蟹呢 一开始也并没有注意到 寒历的存在 横着一头 朝一色的丘陵飞快跑去 倾客的功夫 就到了某处山壁处 然后两只巨蟹夹起地上掉落的 一块青灰色的石头 大口地往嘴里头 哗吱哗吱塞塞天起来 并发出嘎吱嘎吱 让人毛骨悚然的咀嚼之声 见这巨蟹 并未冲自己发难呢 寒历蟹脸色一松 凝重之色 松缓了几分 巨蟹在那边一动不动地 吞噬了十几块石头 忽然眼珠绿色一闪 身形木然一转 竟然直接面对了寒历 寒历 瞳孔骤然收缩了一下 和这巨蟹互相凝视了起来 木然巨蟹口中发出 嘶嘶的怪鸣之声 接着两只巨蟹一挥 就气势汹汹地直奔寒历 横冲而来了 寒历脸色一下阴沉无比 目光中寒芒闪动 毫无感情地盯着冲来的巨蟹 竟没有流露出多少惊慌的样子 那只巨蟹虽然体积庞大 但是横行速度倒是不慢 片刻的功夫就冲到了 离寒历不过七八丈远了 几乎只是在一个飞扑 就能用两只巨熬攻击寒历了 寒历目光中绿色一闪 小腹处微微一鼓 同时嘴唇一动 似乎就要喷出什么东西出来 但就在这时候 忽然一声破空的奸笑传来 随之一道银芒一闪 一物从远处击射而至 一下扎在了巨蟹庞大的身躯上 此蟹一身淡青色的肩甲 看似肩不可破 但在银芒击身的同时 发出一声闷响 竟被硬生生地破开肩甲 扎进了壳里 一股绿色的鲜血飞溅而出 而那道银芒赫然是一杆 仗许长的银叉 但是上半截死死插进巨蟹的背上 只露出后半截在外边晃动不已 这巨蟹负伤之下 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嘶叫 冲过来的身躯一顿 立刻方向一变 向谷口处冲了过去 刚才的攻击并未给此庞然大物 造成太大的伤害 反而一下激怒了 这只怪物的凶性 见到此目的出现 韩丽自然位置一愣 盲扭头朝谷口处望了过去 这件山谷的入口处 不知何时站着高矮不一的 十几道人影 这些人影上半身呢 看上去男男女女都有 一个个手中持着荧光闪闪的标枪 飞叉之类的投掷武器 其中呢 这个男的裸露粗壮的双臂 女的一身的紧身短袖皮 都透出一股彪悍的气息来 当韩丽的目光 在这些人影上下半身一扫 脸上顿时露出了亚然的表情 这些人竟然从腰往下 并不是一双双的腿 而是一条条粗细不一的舌身 颜色各异 还有一些淡若不见的细鳞呢 这是异族人 似乎还是韩丽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的 一种异族 韩丽的心里头啊 马上有了结论了 没等他细想啊 那只巨蟹 已经冲到了那些异族男女不远的地方了 但在一名看似为首的大汉的低鹤下 人影一阵飞快的晃动 竟然颇有次序的立刻站成两排 六名男子在前头 七名女子在后头 大汉又一声立鹤 顿时前排之人同时用力一头手中的银枪 顿时六道银芒一闪 纷纷击中了巨蟹庞大的身躯 但同样 只是没入此蟹身体一半 并没有真的能重伤此怪物 反而在绿血流淌之下 让这巨蟹彻底的发狂了 一张口下 竟一团兴气扑鼻的白沫 远远的喷来 为首大汉一见这个白沫啊 脸色微变 口中飞快的自语两句 隐隐有些气急败坏 但当手往后背一摸 竟掏出了一块灰白色扁原的石片 上边隐隐有荧光流动 似乎颇为不寻常 但是呢 这大汉却毫不迟疑的 把手中之物朝着那白沫 一下扔了出去 石片在脱手的一瞬间呢 化作一团红光飞射而出 而一和白沫撞击到一起 就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一团熊熊烈焰 把白沫包裹在其中 片刻之后 两者就同时化为了乌有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